宋青岩笑道 因为他想看那样的比赛啊 曹白露咋舌 感慨一声 青岩姐 想不到你 原来这么爱他 宋青岩笑了笑 所以啊白露 你得帮青岩姐哦 别让玲珑他们知道 姐也不会和你们抢的 那好吧 另一边 赵康回到家中 四女见他失踪三天才回来 以为他又搞足球去了 萧玲珑无语道 你又去你那破球队了 都输了还不消停 没想到 赵康进口出惊人之语 谁说的 我是找六老婆去了 这三天都在和他生孩子 直接给四女都惊呆了 一直到赵康进屋了 都没反应过来 叶洪雪看向萧玲珑 他刚才说什么 秦玉凤 好像说什么六老婆 吴欣怡抱着赵富贵 那要不要换个宅子 这屋房间不太够 其余三女直接无语 你就这么宠他吧 他干啥你都不反对 要统一战线啊 喂 萧玲珑刚准备去问个清楚 叶洪雪想到 之前赵康和曹白露 去周国之后 回干国和他的一次言谈 拉住了萧玲珑 屋内 赵康等了许久 也疑惑了 怎么还不来揍自己 这群扭转性了 走出房间门 就见几女都在院子里 带孩子的带孩子 绣花的绣花 下棋的下棋 赵康咳嗽一声 几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就又没去理会了 这可让赵康真惊了 走到了下棋的萧玲珑和秦玉凤身边 玲珑 干嘛 萧玲珑问道 这么反常 赵康 我前几天都不在家呀 我知道 你和六老婆生孩子去了吗 萧玲珑回过头气道 老三我这明明有个字的 秦玉凤善笑着放下手里棋子 赵康又看向叶洪雪 老二 怎么了 二老婆抬头 赵康 六老婆呀 新增姐妹了 叶洪雪点点头 我知道了 好看吗 肯定好看啊 赵康愕然道 叶洪雪 那就好 你别找个不漂亮的 我去 要世界末日了吗 这一刻赵康有些怀疑人生了 居然没有挨揍 赵康突然间有些不习惯了 浑身都有些不得进 反而不知道 怎么和萧玲珑几人说 宋青年的事情了 只能迷茫地离开了家中 叶洪雪这会儿放下针线弹道 瞧吧 我怎么说的 打不能解决问题 得换个方法 以退为进 好好治治他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还是揍一顿 比较痛快 萧玲珑 滋着牙 捏碎了手上的旗子 那岂不是让他反而心安理得了 叶洪雪呵呵一笑 这事儿就听我的 咱们都盯紧些 只要他往伊丽莎白那跑 咱们就过去 我倒要看看 他能去几次 叶洪雪不知道的是 他方法对了 只是方向搞错了 另一边 赵康离开家走在街上 总感觉路上的行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看着自己一样 时不时还传出什么大 傻 碧之类的声音 可把他气了个半死 名誉 必须得挽回自己的名誉 要是再这样下去 怕是三岁孩童路上遇见自己都得叫一声大杀X 那样 自己还怎么出门 想到这 赵康连去小玩棘手的心思都没了 立马来到了扬州城内县官衙门 如今城内的县官名叫卓维 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能力很出色 要不然 也不会被分派到扬州城来 听说赵康来了 连忙出来相迎 王爷 您怎么来了 快礼边请 赵康笑着点了点头 骆卓望向卓维 卓维啊 你来扬州城多长时间了 卓维恭敬道 王爷 快三个月了 哦哟 那时间也不短了啊 这么长时间了 觉得咱们扬州城如何 赵康边说 边吹着茶碗里的茶水 卓维心里有些忐忑 他来了快三个月 说老实话 并没有干什么事情 他们这些空降的扬州官员 说到底 都是听眼前之人调遣 命令一下来 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干什么就行了 轻松是轻松了 但卓维总觉得有些不太好 毕竟自己大小是个官 得给老百姓干点事情了 想到这 卓维一咬牙 干脆豁出去了 王爷 下官有话想说 哦哟 你说你说 赵康一听 放下了茶碗 卓维显然是想了许久了 开口直言道 王爷 我等官员的都知道 扬州是您的封地 怎么治理由您说了算 下官这些人 只要遵照王爷您的命令办事就行 但下官总觉得 这样不太好 有点 一言堂的意思 万一 万一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赵康的脸色 卓维心里叹了口气 觉得自己的仕途应该是到头了 却不曾想 赵康笑了一声 你是想说 万一本王昏了头 那么可能随便一句话 就会导致扬州民不聊生事吧 对 卓维重重点了下头 随后叹息道 下官有罪 请王爷降罪 岂不料赵康哈哈一笑 你又何罪 这分明是 对我扬州百利无一害的建言 本王又为何要降罪 卓维有些惊喜 王爷觉得 下官说的是对的 当然 赵康咳嗽一声 这么长时间 你们这些官员中 只有你敢对本王直言不讳 本王很欣慰啊 卓维善笑一声 下官也只是想多做一些事情 说说你的想法 赵康翘着二郎腿 卓维有些语色 看着赵康 老实说下官虽然有心 但的确想法空虚 扬州在王爷您的领导下 就现在来看 发展前景很好 但这种发展 是下官等人 以往在书上没有学习过的 下官总觉得思想上 跟不上王爷您的想法 所以所以感觉很无力 你能直接说出来 本王很是欣喜 那不如本王给你找个事情做 赵康正色道 卓维立马坐直了身子 王爷请说 你听说过报纸吗 赵康问道 卓维摇摇头 报纸那是什么 赵康道 报纸就跟底报一样 记录出版大小事情 给老百姓知道 这有什么目的吗 卓维好奇道 赵康 当然有 你看啊 老百姓们平时信息闭塞 对外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而报纸 就是用来传递信息给老百姓的 探索真相 售卖给老百姓的 卓维疑惑 老百姓会买这东西 当然会 只要咱们报纸上的新闻 足够吸引人 譬如 你这几天看球了吗 赵康问道 卓维咳嗽几声尴尬道 看了 那个好像这几天 不少人在骂王爷 您是大杀X 我还买了两张彩票 买的您的扬州队 和陛下的皇家战队 这个不重要 赵康脸黑了一下 随后道 你既然看球了 还 买了球票 难道你不想知道 陛下的皇家战队 为啥会输 这不是踢不过别人吗 卓维疑惑 赵康坐正身子 错 皇家战队 之所以第一轮就被干趴下了 那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 咱们就可以写在报纸上出版 让老百姓知道这就是新闻 再比如 你听说过白萝卜地里 长出红萝卜吗 卓维顿时在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那你想知道吗 卓维已经被绕进去 当然想知道 为啥呀王爷 白萝卜地里 不应该长白萝卜吗 怎么会长出红萝卜来 赵康正色道 看看吧 这就是新闻的魅力 报纸除了传递信息 最重要的 还有挖掘真相 将这些真相公布于众 就连报纸的第一版新闻 我都给你想好了 直接就搞体育新闻 标题就这样写 皇家扬州两支战队 惨遭淘汰 暴冷出局为那般 暖心 万人唾骂的赵教书球 竟是因为这件事 大杀X 错 队员拉击与教练合肝 白天吃海参 夜晚私会足球宝贝 竟是这支战队 球员一晚七次 足球宝贝也不能魅士何缘故 震惊 皇家战队球员大揭秘 竟然是他 天类小说网 卓维震惊了 呆呆地看着 赵康这一刻 总感觉有什么大门打开了一般 赵康严肃道 而我要交给你的事情 就是半报社卖报纸 挖掘世间的真相 传递大大小小的事情 给老百姓知道 使百姓开治 甚至于让老百姓 也能知道国家大事 让百姓不再愚昧 让世间的黑暗 暴露于阳光之下 这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伟大事业 卓维你愿意吗 看着赵康 这一刻卓维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体内瞬间燃烧 冥冥之中 更是感觉到了一股使命感 好像赵王爷说的 什么报纸新闻 才是他的归宿 难不成我卓维生来 不是做官呢 望着赵康 卓维深吸了一口气 王爷 下官愿意 好 我瞧见你的名字 就知道 你天生吃这口饭的 赵康激励了一番 随后道 明天我给你盘下一块地儿 咱们成立一个报社 你呢 找一批书生来 我跟你们好好讲讲 报社怎么样运作开展 主要负责干些什么 跟那些穷逼书生 说当记者是有钱拿的 好多王爷 离开县衙 准备开始给自己洗白 挽回自己的名誉 赵老爷这会儿 也就不再怕路人的目光了 走回家 开门就见一群女的 凑在一块阴阴艳艳艳 光是看着 就让人赏心悦目 瞧见宋青岩 赵康心里悠喝一声 老六自己来了 正好今儿就把事挑明了 他刚走上前去 宋青岩回过头来笑道 异地来了呀 咋还叫异地呢 赵康翻了个白眼 刚要说话 宋青岩已经起身 一手揪住了他的耳朵 赵老爷都猛了 紧接着就听 宋青岩笑眯眯道 听说好弟弟前几天 都去找六老婆生孩子去了 接下来 是不是还要往家里领 哎不是 你 萧玲珑挨了一声 异姐啊 您是不知道 老爷啊 现在腰杆子硬了 家底说书就书 也不和咱们打个招呼 能和你说 要去找六老婆 那都是他赵老爷心情好骂 现在是管不住了 没办法打也打不过 骂也骂不听 只能随便他了 是啊 异姐 正好你今天送钱来了 咱们也一下子殷实了 德儿趁着还有点钱你也在 咱们这就去风风光光的 把伊丽莎白接近他赵家大门 叶洪雪还生叹气着 赵康傻眼 这关伊丽莎白屁事 还有你们两个 怎么突然查一起来了 宋青岩笑道 那你们俩好好管管啊 不然他怎么会往别的女人屋里跑 赵康 特喵的 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秦玉凤哀了一声 谁敢管 老爷在家那是说一不二 万一要是生了气 几天几夜不着家 开着门 睡觉他都不管 管不住 根本管不住 玉凤宝贝 你怎么也这样 赵康是百口莫辩 刚要说话 身边狼人老六 就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几位妹妹放心 有我这个当姐姐的在 那什么六老婆想要进门 做梦都不可能 是不是啊 好弟弟 赵康看过去 就见女子眸光柔情似水 且带着些许恳求 心里叹了一声 知道了知道了 我的好姐姐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这还差不多 宋青妍松开手 赵康揉着耳朵 刚要坐下萧玲珑 就把椅子拿过去 给了宋青妍 气得赵康 心里堵得慌 看着宋青妍 奶奶的 好手段 床上的时候你爽 玩了大爷我三天 下了地儿 好人还让你当了是吧 看什么看 你还瞪 没挨过打是吧 滚一边蹲着去 萧玲珑没好气到 瞧瞧你 没本事的玩意儿 要不是一解外围操作 咱这会儿 连买你的钱都没有了 家里人都喂不饱 还出去勾三搭四 老娘 真是越说火越大 赵康见状 赶忙跑一边叫区 至于吗 妈的 没结婚之前 一个二个多问 好吧 也不是那么温柔 没结婚之前 一个二个说爱我 结了婚 现在开始嫌弃起来了是吧 曹白露看着他 起身拉他坐下 然后坐到赵康怀里 可把赵康感动坏了 还是小五你好 曹白露笑着 开玩笑 能不好吗 宋青言知道 你要挑明关系 这都是 我告诉他 也不看看 老娘干什么的 三面特工懂不懂 眉目扫尸一圈 曹白露嘴唇翘起 一个个的对手 真是太弱了 这后宫之中 只有我老曹 才是最后的赢家 一日 鉴于赵老爷的狗胆包天 三天不着家 被鸡女狠狠诚挚了一番 以至于第二天 卓威看到赵康 都惊呆了 我去王爷 您怎么了 和谁打架了 不对啊 您不是三品高手吗 敌众我寡 本王也是双拳难敌十手 伤得不轻啊 卓威眼神一领 五哥打您一个 是谁 我去把他们抓起来 是咱们惹不起的人 过两天等我嗑药他们 就知道错了 先不说这个了 记者找好了吗 我盘下了一楼 那就是咱们今后报社的地址了 叫他们过来 赵康拉着卓威走着 哎怪事了 怎么听这小子说三品高手的时候 隐隐间感觉到 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事情一样 心间竟涌起了一股愧疚 一盏茶的功夫 赵康跟前 卓威带着二十多名 有些茫然的书生 赵康端起茶碗 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 你们都懂了吗 差不多明白了 大人您先前说 有钱拿是吧 一名书生 有些跃跃欲试 赵康恩了一声 当然你们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那是最值钱的了 没人每个月两钱银子 穷了一次 赵康可不敢大手大脚了 再说给自己洗白 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书生一听他的话 顿时嫌弃起来 赵康 你们这什么眼神 一书生皱眉道 两钱银子 我去落马城砖投厂人 还开三钱呢 您这狗都干不了啊 赵康惊了 你还知道去打工 几名书生 是啊 有朋友给咱们写信了 说是砖投厂福利好 待遇好 一个月三钱顿顿有肉 还能参加工会呢 是啊是啊 听说工会的霸会长高副会长 高风亮节 拿咱们读书人当亲兄弟 赵康脸色一沉 说的什么屁话 瞧瞧你们几个 你们是读书人 跑去打工 像什么样子 两钱银子少吗 好 我知道是很少 但是 见书生不屑的眼神 赵康立即开始了洗脑 不对是培训 正所谓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乐其体肤 年轻人 我们吃点 苦了怎么了 这报社是我一个人的吗 不是 那是我们大家的 是集体的 现在岂不困难了一点 但是等咱们成功了 天下百姓都看咱们的报纸之后 你们可就都是功臣啊 进了报社 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分这么清楚 做什么 这不伤感情吗 都是兄弟姐妹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礼 先把报社做起来 将来不是啥都有 把咱们家经营好 不要想着报社给你们什么 先问问自己为报社做了什么 卓维以及书生们一个个眼神都变了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真是好有道理 竟直接无法反驳 最后 赵康大手一挥 起身激励道 记住 我们都是读书人 我们的责任 就是教化愚民 而我们今后撰写的报纸新闻 那就是 能够让老百姓开悟明智 普度众生的圣经 这么伟大的事业 我不许你们用金钱去玷污他 你们明白吗 卓维连带着一群书生 眼神都变得狂热起来 叫化于民 使百姓开悟明智 普度众生 这不正是咱们毕生的追求吗 看着众人的反应 赵康扬起了嘴角 傻 逼大学生 就是好骗啊 你们还有什么意义吗 赵康询问道 众人摇了摇头 赵康叫了一声好 行 那么从此刻开始 我郑重宣布 咱们UC报社 现在开始正式成立了 在座的诸位 都是咱们报社第一批记者 等到咱们做大做强 你们就都是主任了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主任 但听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卓维等人点了点头 赵康立马让他们坐下 迫不及待地 拿出笔墨指研给他们 来来来 咱们现在立即开始 咱们UC日报的 第一次新闻撰写 咱们第一次新闻 要搞的就是足球 足足两个小时 赵康这才将自己 洗得干干净净 跟扬州球队的失败 没有一点关系 心满意足地 离开了所谓的UC报社 让卓维一干人 大受震撼 一名书生抹着眼泪 原来这才是 赵大人输球的真正原因 太感人了 赵大人真是太伟大了 我之前还跟风 骂他大撒别 我真的太不是人了 卓维一握拳头 没想到真相 竟然是这样的 咱们作为今后的报社记者 一定要用我们的笔杆子 还赵大人一个清白 众人纷纷点头 一人唏嘘之余 看向了卓维 想了想问道 对了卓大人 您不是城内的父母官吗 为啥突然想要干记者了 其余书生也看过来 倒不是 说真的关心卓维 赵大人走之前可是说了 要咱们好好看 今后谁挖到的新闻越多 受欢迎 那就能最先当上主任 这狗日的卓维是个官 搞不好今后会以权谋私啊 卓维眉头一挑 自从听赵大人说了 这报社还有记者之后 我冥冥之中就有种感觉 这才是我卓维一生该奉献的事业 当官有啥意思 你儿就辞了 另外诸位 这记者的前景可也不错 赵大人不是说了 咱们今后不光搞体育 什么青楼花魁 官员隐私 富商家产 等到咱们报社的新闻风靡全播之后 这些都是可以写的 都是可以赚钱的 所以啊 卓维整理着自己的稿子 咱们可都要努力啊 众人纷纷点头 一日 赵康又来到报社 顺便还给报社弄了块牌子 看着卓维他们 整理你订好的初稿 赵康看的眼眶都红了 不愧是知识分子啊 写的老爷 我都感动了 赵大人 您看成吗 卓维众人期待地问道 赵康一皱眉 都说了 工作的时候称职务 以后叫我赵主编 什么大人不大人的 你们这不是 让我脱离群众吗 对对对 得称职务 众人感慨 又学到了 赵康一看完 不错不错 你们都写得很不错 待会印刷行的人到了 就可以看印了 那第二主编 我已经搞定了 以后也是咱们报社的 今后 咱们这就叫UC日报 好 所有人都有些振奋 接着一书声挠了挠头 主编 有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了 说 赵康笑道 啥叫UC 你是会抓重点的 感慨一声 赵康道 好搜好看好好用 就是UC 行了 都过来 咱们看看 该怎么拍板 加班加点 给他弄出来 第二天 大街上 有小孩握着一张大纸 破布包里 还塞着一大堆 沿街边跑边叫唤 卖爆了卖爆了 UC报社大揭秘 扬州球队 输球之谜 卖爆了卖爆了 皇家球队 惨败之谜 大揭秘 扬州皇家两支球队的消息 顿时引起了无数赌狗的注意力 一人喝道 那小孩 你站住 大爷 来份报纸呗 三文钱一份 卖爆的小行家 小跑着上前谄媚笑道 什么是报纸 你刚才说 扬州球队和皇家球队输球的秘密什么意思 赌狗眼中满是杀气 小孩连忙道 大爷 这报纸啊是 UC报社发行的 今天的报纸上 写了两支球队真正输球的原因 真的假的 街边不少人听到这消息都走了过来 小孩忙道 那还能有假 报社的人说了 这报纸上的消息 那可是有卓威卓大人调查之后写下来的 这叫什么新闻 诸位大爷想想 那卓大人写的 那还能有假 靠 老子买一份 我倒要看看这两支傻X球队怎么输的球 独狗愤怒地掏出钱 小孩立马乐了 一下子卖出去二十分钟报纸 揣着钱继续叫卖去了 众人拿着报纸一看 纷纷皱眉 特娘 咋全都是字啊 看不懂 根本看不懂 就是啊 眉图还看个坤巴 这时候 一直驻守在街边的纯路人出来 我识字 要不我给你们念念 你来念念 独狗将手里的报纸递了过去 纯路人结果之后 声情并茂地读了起来 扬州球队惨败之谜 三品高手赵娇 为何担任门将 球赛一轮开赛前夜子时 域外天魔灭霸 率领云南宗残余势力 领闲荒天帝 颜帝消炎 青妈斗罗唐三 六指 吊地叶银竹等域外魔地 要灭扬州城 天魔凶残若是城破 百姓危矣 三品高手赵娇 一人出城大战群魔 为保扬州城赵娇 奋战厮杀至天亮 身受重伤 终于护卫了扬州城数万百姓安全 而在另外一边 看完报纸的赌狗 愤怒地撕碎了手上的报纸 破口大骂 CNXX的肖大炮皇家球队 大晚上和女人乱搞害的老子输球 你探娘的 还玩足球宝贝是吧 还探娘的玩七次 赵教大战 御外天魔 身受重伤 悄然护卫扬州城而不说 身藏功与名 一眼 受万人唾骂 背负杀X之名 却不辩解 人也 独占群魔最终取胜 永也 开创球赛 提升国民身体素质 福泽苍生 智也 如此仁义智勇 怎会是杀X 又岂能是杀X 赵教真乃当世之完人 圣人转世 大干救世主 世上只有赵教好 没有赵教的孩子 像根草 有了赵教的孩子像快宝 为何赵教的眼中 常寒泪水 因为他对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 随着各地纯路人 生情并茂的朗诵 终于知道 赵康书球真相的人们 眼睛都红了 无论是赌狗 还是普通老百姓 一个个垂胸顿足 满脸愧疚 痛心疾首 与之相反 多少人称赞 圣人转世的赵教 就有多少人 怒骂皇家球队的球员 杀X 萧大炮 我就说 年纪轻轻脚软什么 原来 是玩足球宝贝玩的 这群垃圾畜生 猪狗不如的玩意儿 足球协会就应该取消他们今后的参赛资格 还特邀吃海参 比赛前一晚月炮 活该让特邀踢得跟孙子一样 一群软脚下 气死老子了 还特邀礼兵部 兵部尚书了不起 提出这种垃圾比赛 该凌迟处死 有没有跟我一起 上京颇大份的 不好吧 人家可是官 官怎么了 没见报纸上说了 咱们赵王爷鼓励咱们扬州人畅所欲言 只要不违法 干啥都行 颇大份违法吗 顶多是不道德 算我一个 我没有道德 正在上朝会的六部尚书 忽而齐齐打了个喷嚏 周边大臣都有些迷糊 这几位大佬咋了 都感冒了 在看龙椅上的皇帝陛下 这会儿跟重感冒一样 磕磕不停 揉了揉鼻子 萧玄侧骂了一句 狗日谁在骂老子 难不成又是老赵那个狗日的 在算计我 报纸一出 带来的舆论 那可真是非同凡响 此刻赵康走在街上 平日里 仇恨愤怒的目光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 敬仰痛心联系 那什么大杀X也听不见了 甚至还有人打招呼 赵娇 要爱惜身体啊 是啊 赵娇 您稍等 我给您拿两筐土鸡蛋 您辛苦了 赵康连忙谦虚 不苦不苦 都是为了百姓而已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那我就收下了哈 这也没带钱 真是的哈哈 见他走远之后 路人们才敢开口 满怀敬畏 这就是赵娇啊 救了我们扬州百姓 一命的大圣人 是啊 你看他走路 我感觉都好像在发光一样 太圣洁了 也有人提出异议 报纸上写的 不会是假的吧 真有欲外天魔吗 废话你没见过 怎么知道没有 那报纸上的新闻 可是那些读书人 还有卓大人他们写的 你听听那名字 什么黄天地灭霸 青妈斗罗六指掉地 光听名字 就是些难缠的角色 要不然就赵教三品高手的实力 还会重伤 有点道理 卖鸡蛋的摊贩 立刻吆喝起来 瞧一瞧看一看了呀 正宗土鸡蛋 赵圣人吃了都说好 吃了土鸡蛋 打起天魔更有劲 来到报社 已经辞官立志 当狗仔的卓维 带着一群书生 正在奋笔记书 见到赵康来了 一口一个赵主编的叫着 赵康拎着土鸡蛋 哎呀都饿了吧 吃点鸡蛋再写 不用那么辛苦 来来来都休息一下 我们不苦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 也必先苦其心智啊 赵主编 是啊 我们没有您苦 赵康大为感动 这一个个的工作积极性太高了 知识分子就是好用 卓维起身 主编 明天的新闻出稿 我这差不多了 您瞧瞧 行 我看看哈 卓维写的是后天决赛的预测 医药所VS火器所 这注定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比赛 作为懂球的人 赵康看的那叫一个仔细 文章不错 不过你这预测 火器所那群恐怖分子 怎么可能干得过 林二牛这个生化狂人吗 卓维挠挠头 不一定啊 主编 火器所那群人阴着呢 上次踢争气所 这群家伙裤裆里 藏了什么安倍切 比赛才开始一刻钟不到 就给人全干下场了 一个都没剩 全都是抬下去的 战斗力不容小觑啊 切 你不懂球 听我给你分析 赵康坐了下来 火器有火器 但是医药所那群载种 也都是老银币啊 什么下毒扎针 我听说上次无辅的人 一上场全拉锡了 直接让他们 踢了个7比0出来 那赛场上是屎尿满天飞 臭得观众都离场了 论卑鄙无耻 我觉得 还是医药所更胜一筹 听我的准没错 旁人来了兴趣 那赵康咱们压医药所 当然 赵康眼神屁腻 我已经在彩票站 买了200两医药所3比0 吻莹 跟着我下 今晚一红夜场 你们就等着包嫩魔吧 不愧是赵教 真是太懂求了 待会收工 我就去买药所 赵康满意地点了点头 慰问过员工 便离开了 回到家中 其余女子都不在 就无心仪抱着赵富贵 手里拿着张报纸 小家伙瞪大了眼睛 见到赵康呜哇呜哇地叫着 赵康温柔的一笑 走上前抱起赵富贵 丢到了一旁他坐的婴儿床里 抱起无心仪亲密道 看什么呢 女子温婉一笑 我给富贵念报纸呢 上面写得挺有意思的 赵康哭笑不得 听着这玩意儿长大 那还得了 都是些假玩意儿 没啥好看的 无心一笑 伸手点了一下赵康 你这样写 传到帝都去 陛下又要遭殃了 不怕 咱们陛下皮糙弱厚的 问题不大 对了玲珑他们呢 一姐不是弄了一大笔银子来吗 大姐和二姐 他们决定弄个钱装 所以去办这件事了 赵康来劲了 开银行 这怎么不跟我商量啊 我也不太懂 要不等他们回来了 你们再好好商量 行 到时候再说 刚准备抱起这四老婆 女子去推开她 指了指一旁的 乌啊乌啊的孩子 看了眼赵富贵 赵康提着婴儿床 推开门 正好看到了 带人在街上巡逻的孙芳 天籁小说网 当即叫道 孙芳 随后将婴儿床扔给了孙芳 带你家世子出去玩玩 一个时辰后 再给本王送回来 说完砰一声关上门 孙芳黑黑一笑 捏了捏小孩的脸 滴柳着婴儿床 巡逻去了 将军 这都递几回了 咱世子以后 可不可以说 咱带大的 那是了 也不看看 咱和大帅什么交情 有了UC日报的喜白的 赵康如今的名声 俨然已经回到了顶峰 同时 扬州城内的老百姓 也都逐渐爱上了 报纸这种消息传播在体 卓维等一群书生 更是很快就进入了 记者的角色 每天用尽心思 去挖掘城内 大大小小的新闻 什么今天城内 哪个知名人士 去夜场偷欢消费巨款 谁谁又因为赌球跳楼 让扬州城内的百姓们 忽然间有了种 足不出户 变知天下事的感觉 当然也有人 不是那么喜欢报纸 帝都 刚被自家夫人 一脚踹出家门的 兵部尚书里员 无奈地拍了拍 屁股上的鞋印子 手里抓着一张报纸 呸了一声 这个王八蛋 为了洗白自己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种事情 也敢乱写 不用想也知道 李渊骂的是谁 前些年老实本分 好容易放纵自己一次 没曾想 还登上了报纸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看着势头 怕是要不了多长时间 整个帝都的人都知道了 他兵部尚书 玩了足球宝贝 摸了摸裤兜 发现身上并没一分钱 李渊想了想 朝着户部尚书张明远 扶笛走去 在那借宿一宿算了 结果刚到张明远家门前 隔着门李渊 就听到了一阵 乒乒乓乓的 以及打骂声 眉毛一挑 看向门房 这是咋了 门房和李渊是老相识了 小心翼翼道 回大人 嗨嗨好像是主母 正在和老爷打架 或许是之前 萧玲珑当女帝的缘故 干国的女子向来飘悍 尤其是那些夫人小姐 李渊乐了 让门房开门 准备看热闹 门一打开 李渊脖子 就一缩躲过了 飞来的椅子 在定睛一看 张户部鼻青脸肿 在地上爬得飞快 身后妻子 提着跟赶面杖 一见李渊 张明远就旁复看到了救星 手脚并用地爬着 老李救命啊 快报官 这疯婆子要打我 打你 老娘今天还杀了你呢 张明远的妻子 一脚踹在了丈夫屁股上 好你个张明远 偷家里五万两银子 去赌钱输个金光也就算了 你还给老娘玩足球宝贝是吧 足球宝贝好玩吗 我说你这王八蛋 怎么弄了那些 嗨死凶兆回来给老娘 感情是不过瘾是吧 老娘今天就弄死你 救我呀老李 快带兵把他抓起来 张明远一边逃命 一边扯着嗓子叫唤 见对方妻子看向自己 李渊善笑一声 站到门边 表示自己啥也不知道 一顿暴揍 差点给这户部帝官 送去见了阎王爷 最后也是一脚踹出了家门 看着大门砰一声关上 站在门外的两尚书大人们 都是身子一抖 摸着青肿的脸 张明远气地半死 夫刚不振 因圣阳衰啊 身后传来痛心疾首的声音 没错 想我大干雄聚天下 不曾想 我等朝廷命官 却让女人骑在头上 我大干国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李渊两人回头一看 发现是管着律法的刑部 上书未官 一瘸一拐地走来 这位大人那叫一个凄凉 脸上脖子上全是抓痕 衣服都被扯了一半 身上只穿着一只鞋子 也不知道刚刚经历了什么 一走进就开口 老张借点银子 妈的被臭婆娘赶出来了 老子有个昆帽银子 没见我也被赶出来了 张明远腾地呲牙咧嘴 忽而间大手一挥 犹如江东那个男人 一般激昂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李渊齐了 你要干嘛 怎么说 老子们也是堂堂朝廷大员 除了陛下 还有在扬州那个王八蛋之外 咱们可以说是 两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吧 张明远喝道 这阴盛阳衰女强男弱的局面 该改改了 以前也就算了 现在连神皇公主都不是陛下 他们还敢这么屌 简直是找死 咱们去找陛下做主 好好治治这群女人 我同意 街对面利部王庆元 带着斗笠走了出来 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侠客 三人一看都有些好奇 老王 你这咋了 王庆元掀开斗笠 满脸悲愤 李渊 你还是带上吧 别吓到路人了 快带上快带上 妈的 老子晚上做噩梦呢 卫观一阵后怕 自己夫人还是好啊 没给自己打成这德行 杨干房林等一群皇家战队的人 都彭扶约好了的一样 一个个现身 一个个的鼻青脸肿 看得张明远十分痛心 同志们 兄弟们 看看你们自己在看看身边的人 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立刻进宫求陛下给咱们做主 没错 咱今天也学一学那些言官 死贱 推翻女子暴政 重振男儿雄风 推翻女子暴政 重振男儿雄风 群众的呼声刚落地 就听见一声无比凄惨的求救声 叫得那叫一个圣人 救命啊 大逆不道 是君了 有没有人来救救朕 众人齐刷刷地看过去 就见一身龙袍 都被扯得稀巴烂的萧玄策 被人撵得跟狗一样 东跑西窜 身后大干国的皇后娘娘 踢着曾经女帝陛下的天子剑 双瞳火焰雄然 将这大干皇帝 从后宫一直撵到了皇宫外 一群禁军在周边小心翼翼地跟着 却不敢上前拦阻 一袭红袍从天而降 方绍满头大汗 萧玄策旁复看到了救星 救我呀 方总管 吴清鸾 起开 方绍满头大汗 旁复做下了什么痛苦的决定 看着吴清鸾 娘娘息怒 其实那晚的足球宝贝 是老奴玩的 死 一众大臣和禁军倒抽一口凉气 忠臣 忠臣啊 为了陛下 半辈子名声都不要了 这才是忠臣啊 萧玄策感动得无以复加 吴清鸾呆了一下 紧接着气笑了 你不是太监吗 玩个屁呢 再不起开我就回扬州 告诉我 师父和师娘 方绍一听吓了一跳 连忙转身将萧玄策推了出去 嚷嚷道 都散了都散了 陛下家世 咱们别管 一边说还一边跑 萧玄策痛苦绝望地叫着 爱卿 别抛下阵 看着皇帝陛下 再度跑路 有人咳嗽一声 那个户部大人 咱还推翻女子暴政吗 推个坤吧 散了散了 夫人开门啊 为夫的知道错了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闲置了几天的足球场 又变得热闹起来 因为今天是新一杯决赛的日子 为了看这一场球赛 赌狗们那可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想尽办法去弄那一张决赛的门票 黄牛更是趁机大展身手 直接将这门票炒到了五两银子一张 当然 在赵康英明的领导之下 扬州城内 怎么可能会黄牛这种生物存在 所以这黄牛是谁的人 也就不言而喻了 白凤和金元两名解说 今天也穿得格外正式 都决赛了 自然得拿出点吴府的精气神出来 虽然说吴府的脸面 在前几天因为被狗日的医药所下药 导致一众高手在球场上拉锡 丢得已经差不多了 不过该做的表面功夫 那还是得做的 带到观众们入场 干了几天 解说已经逐渐值夜的白凤 热情地开口 观众朋友们 本届新一杯足球赛 终于迎来了决赛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白凤 我是金元 今天的决赛 依旧是由我们两位给大家解说 白凤深情并茂 今日的决赛医药所对决火器所 将会是一场硝烟弥漫的大战 定能够为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带来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本次球赛 由赵王府全程赞助 另外 UC报社将全程文字转播决赛过程 让我们欢迎UC报社的第一主笔记者卓维 卓维激动地站了起来 可惜观众对他的热情似乎并不太高 并没有多少人响应 在他身后 则是另外一名记者 待会就会由卓维记录比赛情况 再由他传出去 给那些没有买到门票的百姓和毒狗 金元接过话头 另外怡红夜场当家雪仪 将领衔夜场工作人员进行开赛表演 让我们尽情欣赏 找乐子 就去怡红夜场 怡红夜场 给你最新奇的享受 观众们纷纷狼好起来 可比刚才热情多了 就见通道之中 走出玩弄了皇家球队的24个足球宝贝 分做两排 一边12人的衣服上 印着医药所的字样 另外12人的衣服上 带着的则是火器锁 乐视演奏美女热舞 看得人血脉喷张 这一刻 先前不少怒骂皇家球队的毒狗们 突然理解了 这种考验 谁特要能够顶得住 一场激情的表演结束 足球宝贝们聚到一旁休息 白凤成声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决赛的特约嘉宾 我们扬州球队的主教练 足球协会的会长 赵娇以吉父会长 宋青岩宋副会长 观众们更加热情了 纷纷站了起来 看着赵康领着宋青岩 两人一同从通道中走出 全场都在高呼着赵娇的两个字 大萨比 挥手之意 赵康感觉自己 就像是什么领导巡视一样 差点没忍住 来聚同志们好 带着宋青岩一起落座 白凤整理了一下心情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双方球队队员上场 赵康连忙看去 自从第一轮惨败之后 他可是许久没赶来球场观赛了 就见医药所和火器所的人 从通道中走出来 看着统一的服装 赵康翻了个白眼 这两家伙 宋青岩偷笑一声 这都是学你的正规职业化 赵康不发话看着球场 李狗蛋和林二牛两名球队队长 已经带着队员上场 看着对方 眼神中都露出一抹锋芒 虽然说收到了宋青岩的命令 但在球场上 还是得拼命的 还没有开赛 白凤就激情起来 看火器所一个个腰包鼓鼓囊囊的 看来裤兜里 说不定又藏了安倍切啊 京元有些咬牙切齿地看着林二牛 若非这这王八蛋 是赵康的人 也算是自己的同事 这回怕是 早就让吴府的人给暗杀了 狗日的下呀 你就下药 至于弄歇药吗 还他妈是专门针对五人的强力歇药 也不知道这狗东西做出来的 导致吴府从陈江和这个三品下层高手 到其他球员 当着上千观众的面 就在这球场上 全拉在了裤子里 丢进了吴府的脸 但医药所也是不容小觑的 作为队长的林二牛 此人之卑鄙无耻 世间罕见 还有副队长黄旭也是脏的一笔 那个老外派客 更是混账一个 火器所若是大意 也可能阴沟翻船 李狗蛋一定要小心啊 火器所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白凤咳嗽了一声压低声音 老金 姐说比赛不要带着情绪 你这样 别人会以为咱们买了的 你没买 金元诧异 白凤善笑一声没音声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球赛开始 赵康原本被足球伤透的心 也逐渐激动起来 就见林二牛率先开球 李狗蛋冲了上去拦截 二牛仰手 就是一把彩色粉末撒了出去 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 金元恨声道 医药所率先出招了 此毒据我所知名为寒春散 众招之人会 当场发春 李狗蛋 怕是要晚节不保啊 就见粉末散去 再度出现的李狗蛋 震惊了所有人 赵康更是目瞪口呆 就见李狗蛋脸上带了个罩子 眼睛部位 甚至还装上了玻璃打磨的镜片 整个就一房毒面具啊 二牛也惊呆了 好个卑鄙小人 李狗蛋结结结笑着 林二牛 你以为老子会没有准备吗 弟兄们 干死 这群阴险混账 火器所身后之人 纷纷从怀里掏出了和李狗蛋一模一样的面具戴上 那面具样是稀奇古怪 看得赵康颇有种变身的感觉 随后 李狗蛋伸手一掏 拔出了藏在裤裆里的安倍妾 朝着林二牛就是一枪 对付自己人 自然不会下死手 里边的子弹 只放了少量的火药 杀伤力不打 蛋疼是一定的 但是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 子弹打在林二牛身上 林二牛居然笑了 看着京剧的李狗蛋 二牛欣然道 你有准备 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弟兄们让他们开开眼 就见医药所的人大喝一声 直接撤去了身上的衣服 露出了里边穿着铁皮 银灰色的铁皮 泛着淡淡的光辉 但看先前林二牛的行动 关节衔接处 显然是做了精心设置 还能跑起来说明 重量并不重 赵康伸长了脖子 尼X 铠甲合体是吧 观众们激动了 不愧是决赛 活就是多呀 哦 我们看到了什么 医药所的人全都变身了 穿上了铠甲 不愧是打进决赛的队伍 赛前准备也太充分了 这下子 火气所的安倍切 恐怕没有了用武之地啊 解说白凤激情地叫着 天籁小说网 观众们也被李二牛等人的 变身操作震惊了 纷纷大声叫好 李狗蛋大骂一声 卑鄙小人 随后一脚 将足球射了出去 李二牛立刻吼道 老黄拦住他 就见穿着铠甲的黄大夫大喝一声 直接从裤兜掏出了一颗圆形长筒 众人还惊奇 这家伙要干什么之际 他的左手 猛然出现了一根30厘米左右的长针 随后直接将长针按在了圆筒上 朝着那正在盘带足球的火气所队员 就冲了过去 观众席上的武剑狂脸刷一下就白了 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 球场之上 看着一个穿着铠甲 神色癫狂的 抱着大号针筒的大夫 朝自己冲过来 那火气所的队员 当即就吓得魂飞魄散 足球都不要了 撒腿就跑 泰尼X吓人了 贵宾席上的赵康 张大了嘴巴 看着犹如化身医学狂人的黄大夫 别说场上的队员了 就连他看到了针管 都有些心慌慌的 妈的 这就是别的队员的实力吗 自己的扬州队比起来 好像真的是最垃圾的 还是得科技与狠活 才是王道啊 而且他妈的看着 怎么这么过瘾 看着火气所的队员 直接开始开枪射击 赵康感觉自己 看得不是足球比赛 而是坐在电视机面前 看抗日神剧 你开枪 我就扔毒药 场上打的 那叫一个不可开交 什么美式足球 和这比起来 真是弱爆了 有着铁皮铠甲的帮助 医药所站队的攻势 可谓十分猛烈 直接率先轰开了 火气所的球门 下了二百两银子 中注的赵康 激动和周围的观众一样 站了起来 干得漂亮二牛 给我赶死他们 李狗蛋怒骂一声 诺贝尔跑上前来 掀开防毒面具 狗蛋大人 看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得拿出秘密武器了 好吧 李狗蛋郑重点头 看向了得意洋洋的二牛 是你逼我用这招的 林二牛不屑一笑压低声音 你还有什么招 虽然说宋姐说了得让你赢 但老子 可不会让你赢得那么轻松 话音未落 林二牛眼眶猛然一缩 庞府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东西 赵康更是不敢置信地 揉了揉眼睛 就见诺贝尔和几名火器所的队员 忽然凑在了一块 纷纷从衣服里 掏出一截泛着银灰色的管子 随后以极快的速度 将管子组装到了一起 紧接着堂内装药 施医药所为仇敌的晶元 激动地吼了出来 火器所还没有输 他们裤装里 不只是藏了安倍妾 还有新武器 诺贝尔一声大吼 单兵大炮一级准备 说完从胸口 掏出了一颗拳头大小的炮弹 塞进了他们刚组装好的管子内 三名队员扛着管子 直接将其对准了零二牛 狸狗蛋一边捂着耳朵跑 一边嚣张地笑着 二牛 这是我们火器所最新研发的单兵大炮 今天就拿你来计跑 放心 哥们的大炮特别改过的 最多让你躺两个月 草你妈 狸狗蛋 你来真的 零二牛慌了 看着他胳膊粗细的炮口 对准了自己 什么单兵大炮二级准备 他立马吼道 挡住他们 医药所瞬间冲上来七八人 组成了人肉墙 仗着身上的铁皮铠甲 硬抗火器所新武器 毕竟都是自己人 狸狗蛋拿出来 零二牛也不相信 里边是十星炮弹 只听诺贝尔一声发射 砰的一声 刚被诺贝尔塞进炮管子里的炮弹 冲了出来 一下就将人墙将轰开了 干得漂亮火器所 实在是太刺激了 金元颠狂地叫起来 只感觉痛快至极 观众们高潮了 支持火器所的人 振奋地吼了起来 诺贝尔吹了吹 炮口冒出的黑烟 朝着里狗蛋吆喝一声 目标已击毙 被轰飞的医药所队员 趴在地上 身上的铁皮铠甲都黑了 虽然没被炸死 但那大堆砸胸口的感觉 让他们半天没缓过气儿来 只能看着里狗蛋 将足球送进自家大门 一比一火器所强势 扳回一城 赵康一屁股坐回座位上 呆呆地看着球场上 被单兵炮轰出来的小坑 再看了看洋洋得意的 李狗蛋和诺贝尔 彻底无语了 他很想问 踢个球以炮都拿出来了 至于吗 只是他没想到 惊喜不止如此 看着倒地的队员 被攻破的球门 医药所三巨头二牛黄大夫 还有派克表情凝重 纷纷互看一眼 二牛 是时候 拿出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了 想不到穿了铠甲 也挡不住他们的炮火 黄大夫叹了口气 派克严肃道 宋会长说了 决赛一定要踢得精彩 他们有那个武器 我们怕是坚持不到点球大战了 那就放手一搏吧 林二牛大喝一声 拿出了一个小瓷瓶 将其拧开 随后一口干下 赵康惊愕 他们这是嗑药 没想象 林二牛竟然听到了他的话 扭过头来 赵康直接猛逼了 就见二牛的皮肤 直接变成了绿色 笑容更是看着无比邪恶 没错老爷 这段时间 在众多三品高手身上 无数次试验 最终才融合了 数百种剧毒制作成的 只要喝下它 能让我的力量速度防御力 甚至是听觉 还有床上能力 全部大幅度提升 而且没有对死牛的副作用 黄大夫也变成了绿大夫 但笑一声 这可是 我们三人好不容易 才研究出来的终极春 要 派克或许赵康觉得 叫他好客更为贴切一些 一瓶对死马 看着三巨头 冲向了诺贝尔的等人 扛着的单兵大炮 赵康彻底石化了 生化人大战热武器吗 身边女子喃喃自语 一瓶对死马 好像不错的样子 就在赵康震惊于 这场神仙杯最终决赛之际 距离北地遥远的东域 千军万马 大骑招战 一抹固人眼 看着面前雄壮的兵马 内心毫无波澜 身边有人轻笑 燕然有此大军 够不够 女子但道 他这些年杀掉的敌人 远比这多得多 刘燕然的话 让男子顿时来了兴趣 轻笑着 那个统育了北方的男子 真有你说得这么厉害 刘燕然平静道 真假如何 陛下亲自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东方宇呵呵一笑 看着身边的刘燕然 她是半年前出巡前 在荒野监狱上的刘燕然 当时还以为是野人怪物呢 等领回去洗干净之后才发惊觉 竟是如此的人间角色 而刘燕然自称来自北方 这就让东方宇更感兴趣了 与曾经混乱的北方不同 他们东方一族 将近三百年前就统一了冬域 漫长的岁月中 也曾派人去打探过其他地方 只是都没有什么结果 而且从大夏王朝边境 朝北方而去 一路重山峻岭 雪山连绵 天知道 这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子 究竟是怎么从那边穿过来的 想着曾经和刘燕然出巡时候的场景 看见自己出巡的千军万马 这女子竟然没有丝毫的惧怕 淡漠的双眼平静无波 好在天下间再没有什么 能够让其情绪产生波动 待到下人将刘燕然收拾干净之后 东方雨只一眼便看上了 但这么长时间 他也发现了 每当刘燕然提到赵康两个字之后 眼神便会有些许变化 由此可见这个人 给刘燕然心中留下的痕迹太深了 深到哪怕他东方雨 是整个东欲之主 这半年来 无论如何讨好 也没能将其抹平 这会儿听到刘燕然这么说 东方雨也知道这个女人心里 想要的是什么 笑言道 那不如打个赌 刘燕然淡道 陛下要赌我这副身子 东方雨哈哈一笑 朕想 要是将这个人从世间上抹除 你也就不会时常挂念了吧 刘燕然挑起唇绊 陛下就不怕给东欲大夏 招来灭顶之灾 我东方一脉 雄聚东欲近三百载 如今既知这天下 还有更广袤的天地 那自然是得看一看 朕替你报国仇家恨 之后 你驾于朕如何 你是皇帝 你说了算 刘燕然平静道 目光看向了远处猎阵的兵马 回想着之前的经历 说什么还会再回来 到时候可以凭借玉佩 刘兆康一命 不过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没人知道那天离开破灭的七国帝都之后 刘燕然便找了个地方 准备一死了之 也算是以明珠公主的身份 以身殉国了 而送出那份嫁妆 不过是觉得 以兆康那贪财的性格 说不定会留下 那么 今后看到玉佩的时候 还能想到他一心半点的 只是好像命运就是喜欢如此捉弄人 他上吊 树断了 用了最后的钱买了瓶毒药 吃下去 肚子疼了三天 结果屁事没有 想着撞墙自尽 结果活生生撞晕两次 人还是好好的 天籁小说网 以至于最后 刘燕然都快疯了 寻了座高山跳崖 结果跳进了河里 醒过来 也不知道被河水冲到了哪里 就连老天爷 庞府也在和他作对 偏不让他死 他的倔脾气也上来 啥也不干 就在哪看不见 尽头的群山之中等死 想着 就算把自己活活饿死也行 然而却饿晕过去 醒过来的时候 就见一群山猴子 给他嘴里塞叶果 那时候 这位齐国的明珠公主 彻底疯狂了 你不让我死 我就看看你能让我 活到什么时候 然而 他就像是天命加身了一样 在那常人绝对活不下去的 深山老林之中 饿的时候 抬头就能看到 野果山泉受伤的小兽 在那大雪山中 当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冻死解脱的时候 总能好运地找到温暖的洞穴 天地万物 好像都在帮助他活下去 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杀死他 更是一点危险 都没有遇到 却受尽了苦难 他就如野人一样 茫然无目的地走着 从北方一直走到了东边来 最终被大夏皇帝捡了回来 时至今日 刘燕燃依旧在等死 想要看看这老天爷 究竟能够折磨他到什么时候 所以并没有告诉身边的东方语 这世上有火药这种东西 一望无际的草原 硕大的王庭耸立 从天际俯瞰 他与这片大地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女子一身王袍 行走在王宫遇到之间 他的气息越发地强大 当初距离三平止一步之遥 如今却是真真切切地 迈入了这个境界 百万金国蛮人 葬身一国他乡 回来的只有他完颜井一个 当他带着这个消息回到草原之后 整个草原直接炸开了 各部族首领 纷纷开始讨要说法 完颜井也很大方地送他们下去 和肖飞宇要说法了 他杀得各部族血流成河 各族首领血脉一个不流 甚至最后 将亲生父亲也逼得退位 步伐停下 美目看向了前方 那里有着一方高台 记得之前 那个浑身散着光的白发男子 会很长时间站在那个地方 看向故乡的方向 那时候 他就会像现在一样 站在着看着他的背影 现在他还在 他却已经不在了 若是那时候 对方能够回头过来看看 自己该有多好 在金国 他是害得百万大军 死无葬身之地的恶魔 在锦国 他是导致锦国险些覆灭的元凶 是拖累齐国周国灭亡的凶手 更是干国永远的罪人 可纵然他是全天下最不堪的人 完颜井还是无可救药地爱着他 日思夜想 尽管如今 他以铁蟹手段 杀了成千上万的人 成为金国的王 但每每深夜醒来发觉 那只是一场梦时 也会泣不成声 那葬身洪流之中 萧飞宇终究是有人惦念的 脚步声靠近 最后停在了十步开外 恭敬道 王 完颜井看着高抬轻声道 都弄好了 奴应了一声 完颜井笑道 传我王令 即日起追风平北王萧飞宇 为我大惊圣武皇帝 本后从今日使承接夫姓 改名萧井 代掌黄泉 奴看着其背影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王爷说得对 这个女人 或许真能为王爷报仇 完颜井或者说 这会儿应该叫萧井 这会儿转过身来看着奴 他在这世上 真没留下子嗣吗 奴苦涩一笑 摇了摇头 萧井转过头 看向了干国的方向 这样啊 那今后 也不能让仇人 留下一滴血脉在这世上 世间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 心里念叨你的人 是想要你好 还是想要你死 赵康也不知道 有着那么些新人故人 在念叨着自己 他这会儿是又高兴又心痛 看着李狗蛋 最后一脚将球 送进医药所的球门 点球大战 五比似火气所剩 痛失二百两的赵老爷 气得和观众一样破口大骂 但一看那坑坑洼洼的球场 心里又高兴的和过年一样 这都是李狗蛋和诺贝尔 用那什么单兵大炮轰出来的 再看场上 虽然赢了 火气所的人 却欢呼不起来 没办法 喝了一瓶对死马的医药所三巨头 最后太飘悍了 犹如绿巨人浩克附体 揍得火气所的球员连滚带爬 虽然最后依旧输了 但这会儿场上还能动弹的 也就他们这三绿油油的家伙了 这特妖那是什么唇 药 分明是生化药剂呀 赵康激动之余 又有些奇怪 刚才听二牛说 这玩意儿 是他们这段时间的 在三品高手身上 无数次试验之后 才做出来 他哪来的三品高手 蓝功龙和陈江合适的药 不对啊 老陈前几天 不是才在球场表演了一次当中拉谢 猛然间 赵康心下意领 终于想起来 自己忘记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卧槽 那具麻袋呢 顾不上庆祝 赵康直接跑出了球场 去找孙芳 孙芳 咋了王爷 孙芳还不知道 问题的严重性 赵康忙道 我马车呢 几个月前挂车上那些麻袋呢 不会还挂着吧 哪能啊 那人不得饿死了 孙芳笑道 赵康心里宽慰下来 但紧接着 一颗心又悬到了脖子眼 孙芳道 当天那群老头 就被灵二牛 拉倒医药所去了 卧日 那还不如饿死了呢 快去救人啊 赵康一边叫着 一边跑进了医药所 给所里一群战犯 都整猛逼了 老爷 你咋来了 少特妖废话了 那群老头呢 关后边呢 我带您去 稍等 赵康脚步一顿 容我先想想 先说说 你们这段时间 对他们做了啥 得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重新让麻袋们知道 我姓赵的是好人 和灵二牛没有一点关系 只是听着战犯们 说起这段时间做的事情 尤其是听说他们 连续吃了两个月 夜洪雪做的菜之后 赵康觉得 已经没救了 这仇太大了 封住经脉放了算了 叹了口气赵康 让人带自己去见那群麻袋 难怪说 这些天时不时会感到愧疚 造孽啊 当赵康看到 被关在一起的麻袋高手们 颇有些不好意思 江啸天唐浩等高手 更是都哭了 终于见到你这个畜生了 尤其是一老头叫得尤为疯狂 大人 大人放我出去啊 我真的不是高手啊 我就是一个乞丐 你快点放了我吧 马上就要轮到我了 赵康 快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让我干啥都行 我给你干活啊 别再让我吃那些菜了 求求你了 只要别再让我吃菜 我下辈子也效忠你 我发毒誓 赵康有些震惊 有这么夸张吗 江啸天泪眼汪汪 那个林儿牛几个王八蛋 虽然为我们吃毒药 但还会给咱们解毒 但是他妈的那些菜 究竟是谁做的 太特要难吃了 难吃不说 毒性还很强 吃一次 他们得花三天才能解毒啊 赵康赵大爷我求求 您老人家了 放我们出去吧 这一刻 赵康突然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 抹了一把心酸泪 别说了 我今天就是来救你们的 那老头 你真是乞丐 我真是乞丐啊 已经自证身份好几个月的乞丐 哭得那叫一个悲伤 这段时间 看着身边这些人 一次次被要翻 他怕得要死 每天睡觉都在做梦 第二天轮到自己 然后被吓醒 赵康齐了 你们不认识这家伙 江啸天等人连连摇头 赵康一拍脑门 妈的 看来是抓错人了 走走走快出来 让人打开牢门 放出几个老头 所有人都哭了 看着明媚的阳光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这一刻 终于体会到了自由的宝贵 看着激动的 都有些癫狂的老头们 赵康也有些尴尬 那个 别说了 江啸天等人转过身来 赶紧带我们离开这里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这个地方 赵康听闻 赶忙带着老头们 离开了医药所 询问之下 总算是弄清楚了 当初这群老头 为啥会一个个送人头 这特娘的 岂不是更尴尬了 人家就想要抬街下 满心欢喜 过来给自己当走狗 结果被装进麻袋掉了一路不说 还吃了夜红雪做的菜 足足两个多月 德儿 别说了 再说下去 我就要愧疚了 这样吧 你们都去我麾下的吴府任职吧 赵康打手打住 江啸天等人都惊呆了 你还能再无耻一点 折磨了我们这么几个月 我们不找你算账 已经很好了 你居然还想着我们 给你当走狗 呸是鹰犬 赵康忙道 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啊 你们要是拍拍屁股走了 公孙云秀能放过你们 你们九个凑一起 都打不过他 这要是单个被他遇见了 那不得掉一层皮 听到这话 九大高手心吓一跳 唐浩强装道 怎么可能 反正我们都来过一次 也算是履行了和他的约定 就是 那女娃子是读书人 讲理的 赵康感叹一声 你们还是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啊 好好想想 公孙云秀 和我非经非故的 干嘛会让你们来帮我 而且甚至坏了自己的名声 也要帮我一统天下 你品 好好品 中高手眉头紧皱 江啸天 是啊 这女娃子吃多了 这么帮你 这会儿怕是 都被天下人骂死了吧 赵康双手和识神圣道 你们老年人不懂 这完全是因为爱啊 爱情令人迷失 就算是云秀这种天之娇女 也未能免俗 只是她脸皮薄 不好意思说 只能用行动表示了 问世间情味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啊 扬州城入口 有人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看来是又被人骂了 女子扯了扯嘴角 都骂了几个月 也不嫌累 小院中 看着赵康满脸真挚的表情 一众老头满是惊讶与不幸 你小子是说 公孙云秀爱你 这怎么可能 你小子这么多老婆了 就是他瞎了眼才会看上你啊 赵康脸当时就黑了下来 他骂的一群老不死的 会不会说话的 他哼了一声 怎么就不可能了 你们这群老帮菜知不知道 什么叫爱情啊 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喜欢我 什么此生非我赵康不嫁 让我以后 三枚六瓶十里红妆地去娶她 再说了 老婆多又怎么了 你们瞧瞧老子的媳妇 女爹 叶洪雪 多优质 优秀的人会互相吸引啊 你们懂不懂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是赶出这个大门 明儿我就去 和云秀吹枕边风 爱情中的女人 那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到时候下手太重 打死你们几个 那都不是事 是吗 有人淡淡一笑 那还能有假 赵康笑着回头 吓得差点凳子都没坐稳 门口一袭白衣 腰别欲削 牵着一匹老马 靠着门边 饶有兴致地看着院中的场景 嗨嗨 云秀 公孙大家 你咋来了 哎呀 怎么不说一声啊 吹牛逼被正拙逮住了 赵康也是 尴尬了一秒钟 赶忙小跑上前 满脸堆笑 江笑天等人一阵狐疑 这小子 真是公孙云秀的爱人 怎么看着 和皇帝身边太监差不多 路过 所以来看看 公孙云秀玩味地 看了一眼赵康 想不到国师 如此想念在下 若是来得再晚一些在下 岂不是连孩子都有了 啊这 开玩笑呢 我和几位老前辈开玩笑呢 赵康善笑着 公孙云秀收敛笑容 双好老马走进院子中 看了一眼麻袋老头们 九人直接就站了起来 齐齐退到墙边 公孙云秀微微皱眉 诸位前辈是功力大有长进 以至于连我也感觉不到真气波动 还是修为全无了 听到这话 江笑天差点就没委屈地哭出声 你还说 这不多他妈 那臭小子干得好事 一把心酸涌上心头 根本止不住 九名老头当即打倒苦水 讲述起这几个月受到的折磨 公孙云秀 听着也有些不可思议 看向了赵康 我给你找的帮手 你赵大国师 就是这么接待的 后者 则是抓着脖子抬头看天 一副我不知道 跟我没有关系的模样 等到江笑天等人诉苦完 公孙云秀表情淡然 也有些无奈 诸位前辈 别 我们只是走狗 配音权 就是担当 不起什么前辈 您多厉害啊 我们怎么敢当您的前辈 唐浩阴阳怪气 江笑天 没错 您两口子别演戏了 直接动手打死我们得了 哼 老夫算是明白了 你们俩就是故意的 就想要折磨我们 是不可杀不可辱 这样啊 女子皱了皱眉 抽出腰间的欲消 诸位可还有一言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打打杀杀不像话 咱们老人家了 不合你一般见识 就是就是我们 原谅你们两口子了 还是如我们吧 我们都习惯了的 看着这群无耻老头 赵康惊讶之余 也很是欣慰 这么无耻的性格 和我的相性 也太合了 不当我的走狗 岂不是可歇 公孙云秀收回欲消 在下就知道 诸位都是民事里的江湖中人 众人嘴角一抽 刚要说什么 就听公孙云秀道 如今天下一定 在节外生枝 只是徒增杀戮 太平世道来之不易 几名老头眼神变化 公孙云秀轻声道 如今两国相亲不起兵 险 几个月下来 在下走访各地 也见到了不少事情 如今在干国治下的百姓 不说如何富足 但至少以前那官欺民 名气穷的情况 终究是少了些的 朱军不妨和我公孙云秀 一起再好好看看 这个世道今后的变化 无声片刻 江啸天黑黑一笑 公孙云秀 文坛之事 咱们粗笔武夫不懂 但那些书生老爷称你文官 你修为太高 足以是我大周武夫魁首 作为我大周文贯武魁 你文不曾出力 与这什么大杆文首一斗 正我周国文坛 我不曾与昔日 武帝无如龙争锋 养我周国无胆 连我等找个 替故国找个脸面 也如此阻拦 真就这么问心无愧 还是说你 真是这赵康的拼头 一旁的赵康 颇有些不爽 刚要开口就听 女子笑道 无愧 天籁小说网 若是这段时间 你走遍天下 看到的依旧是生灵涂炭 义人力声道 公孙云秀淡笑 不过是让这天下 再乱一次而已 真有那个时候 公孙云秀回头看向赵康 笑眯眯道 那就证明赵国师 皇帝萧玄策 景帝无关海 他们三人 并非能够定士之人 我又何妨再世两军 以及一位国师 赵康听得后背冷汗 都下来了 这公孙云秀消失的这几个月 感情是去考察去了是吧 你妈妈的 居然想着杀父正道 你等我打得过你的时候 一番话 让麻袋老头们 久久无言 一个个都像双打的茄子 好半天后 江孝天才到 牛逼 老夫扶你 那个姓赵的 还不给老子找个好地方 赶紧把老子经脉解开 恢复功力 就是以后 有老子们几个给你撑药 这天下 你都能睡着走了 哎哟 来了来了 走走走 几位老子 我带你们去武府 以后 你们就是我们 扬州城武府的高级教练了 赵康心里乐开了花 白捡九个大高手 等他安顿好江孝天等人之后 这才撒开脚丫子 一路跑回家 看到门口老马还在 心里又踏实了不少 走进去 就见那白衣神女蹲在一旁 为着萧玲龙养的 几只小鸡仔 察觉到赵康回来 便起身看过来 赵康晃了晃手上的两壶酒 坐下拧开酒塞 笑道 我还真没想到 你会突然出现 尝了一口酒水 公孙云秀 轻声道 我会来 不全然是路过 而是有事 什么事 听公孙云秀这么一说 赵康觉得有些好奇 公孙云秀看着他语气平缓 你可知道星象学说 星象 赵康来了兴趣 你说的是青天间的帮子 神神叨叨的人 公孙云秀笑了笑 可以这么说吧 对于星象命理学说 你如何看待 自古以来 人们对宇宙地探索 就从未停止过 古人们 悉计通过观察星象运转的规律 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这事 对于古人们 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以至于就连皇帝老登基 都要进行观星预测 不过干国因为有赵康 还有萧玄秀这个不着调的皇帝 两人都是 怕麻烦地主 对凶赵还有兴趣 凶赵吉赵啥的 那是根本没当一回事 所以 萧玲珑退位 萧玄秀继承大统帝过程 那叫一个迅速和儿戏 这会儿 对于公孙云秀 突然谈论起了心象 换作以往 赵康肯定懒得忽悠 可谁让是这大美人呢 他拉了拉凳子 咳嗽一声面带微笑 俨然一副天文专家的模样 这话你要问我 那真就是问对人了 我对猩猩 可是太有研究了 公孙云秀正色 请说 赵康的大脑开始飞速转动 对于星辰 在你们看来 那是能够预测 吉凶祸福的玩意儿 但是在我看来 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日月五星三元四象二十八秀 这些是你们常用星象 还有什么天元地方 但其实我跟你说啊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天上地猩猩 其实和我们现在身处地世界一样 就拿月亮来说 上面也有大地山川 而太阳之所以会发光发热 那是因为 太阳地内部 在不断发生核聚变 这种现象导致太阳 释放大量的热能 然后传到我们的世界上 就形成了阳光 就连我们晚上能够看到月亮 也都是因为 月亮反射了太阳的光芒 就像镜子一样 所以 其实月亮 其实是不会发光地 所以 什么通过观察月亮光芒变化 从而预测吉凶 都特要是扯淡 月亮的变化 确实能够影响到我们世界 但那是月亮的引力造成地 其实我们啊 都是生活在一个球上面的 月亮也好 星星也好 也都跟球差不多 而这个球时时刻刻都在转动 所以才有了白天和黑夜 而这些球存在的空间 就叫宇宙 惊呆了 便是公孙云秀这种人世间 最为出城的女子 再听到赵康这会儿说的话 也不由得目瞪口呆 人居然是生活在一个球里面的 这未免有些太不可思议了 看着大美人被自己震惊到 赵康心中很是得意 知道老爷我的厉害了 端齐酒杯喝了一口 公孙云秀恢复过来 看着赵康露出笑容 只感觉魂都快被勾走了 赵康压制激动的心情 这种事情 是绝不能流露出诸葛像的 不然就没好印象了 女子想了想 这才到 国师所言 可以说的上是惊世骇俗 不过在下始终认为 人间万事万物存在 自有其道理 虽然说出来 以你的见识可能不信 那就我说 你且听听便是 赵康点了点头 听着呢 你说 公孙云秀这才到 星象命理学说 我偶有钻研 这段时间去了不少地方 大约一个月之前 我注意到 天上星象变化剧烈 二十八秀中 白虎青龙星光大圣 那一夜营获动荡 破军七杀贪狼三药会合 玄武七秀星光暗影 以星秀命理来推断 地化天下将会有一场巨大的变动 再以四方五行学说来看 青龙白虎一指东西两地 分属金木 而我北地乃为玄武主水 长了蛇的大乌龟 赵康一乐 公孙云秀却认真地点了点头 眼神突然变得玩味起来 而之后 我先去了 景国如今帝国都武帝城 找景帝吴关海 求了一份两国划分地域图 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赵康好奇道 什么事情 公孙云秀从怀中掏出一份折叠好的地图 将这份带着淡淡芳香地图铺开在桌面上 赵康凑上去 发现地图上用红黑两种颜色将两国如今的版图勾勒出来 他顿时间愣住 有些迷茫地看着这份地图 公孙云秀悠悠开口 国师大人 这是巧合吗 地图上 如今景国硕大的版图在黑笔的勾勒之下 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四肢着地背着壳子的大乌龟 而在上方地大甘国九州地势 绵延起伏不定 在公孙云秀红笔描绘之下 就像是一只扑在乌龟壳子上的新红巨蟒 赵康整个人都惊住 好半天才到 应该 是巧合吧 公孙云秀轻声道 玄武归舌天之北路 攻守兼备 这段时间 我仔细想了一下 这些年干井征战的过程 攻坚者 好似都是国师领协的干国虎狼 如先前地灭两国之战 当作为攻伐手段的甘国势弱 以最坚实的防守消耗敌军 如之前的三方面景 干国与景国 就如这玄武帝龟蛇相互依存 最后雄距北地平分天下 倒还真是应了广为流传的那一句 干不负景 景不负干 见赵康眉头紧皱地看着地图 公孙云秀继续轻声道 若是以我先前说的来看 不久之后 获起东西 如今已经可以确定地 是西方有那什么金国埋刃存在 而东方也有 未知的变量存在 这两方将会来到北地行刀兵之事 不可不作提防 赵康的眉头舒展开来 冷笑一声 如果真是 你说的这样 那就让他们来好了 公孙云秀笑了笑 收起地图 看着赵康 赵康 我来找你 其实不只是想和你说这件事 老实说我虽然和钻研 但是也不相信命理 但我还是来了 知道为什么吗 赵康不解 为什么 公孙云秀看向他忽然笑了笑 竟会有人也不自知的事情 他起身在赵康疑惑的目光中走向门口 随后还是转过身来 你身上有一个秘密 但你自己却不知道 赵康地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看着公孙云秀很是惊愕 但那白衣女子已经牵马离去 赵康刚想追出去 发现公孙云秀又回头了 怡红院现在开在哪 啊 赵康愣愣地说出地名 继而目送着女子离去 整个人无法平静下来 难不成他也是穿越来的 不对啊 这事儿我自己清楚啊 那他说的秘密又是什么 返回房间中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赵康仔仔细细地端向了好半天 眼神依旧迷茫 没有啊 依旧如此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啥时候 我的秘密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下午间 萧玲珑说说笑笑地回到家 就看见 赵康一个人皱着眉坐在石桌旁 旁边还摆着酒壶和酒杯 颇有种借酒消愁的滋味 几女都有些好奇 咋了 这是 一个人还喝上了 赵康转过头来 拉过众女问道 我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萧玲珑眉头一挑 你这什么话 你有什么秘密 你自己不知道 叶洪雪一巴掌 排在桌面上 混账 你是不是又去找六老婆了 老爷我要生气了 秦玉凤气呼呼地说道 赵康翻了个白眼 瞎说什么呢 将大老婆小老婆搂在怀里 赵康提起公孙云秀来过的事情 只是并没有告诉众女 关于对方预测 将来可能会有战事的消息 读书人就喜欢故弄玄机 你除了外面养女 还能有什么秘密 你不知道 我们这些枕边人 还能不知道 叶洪雪翻了个白眼 赵康狐疑 公孙云秀 也不像那种人啊 谁知道呢 吴兴仪笑了笑 夫君就别想这么多了 你好久没有给我们做饭了 我这还有点饿了 赵康露出笑容 想吃什么 今儿让你们好好吃一顿 正好陪陪你们 明儿我得去帝都一趟 我要吃糖醋利剑 还有红烧肉 曹白鹿叫起来 萧玲珑 还有排骨 行行行 等着哥们去好好挑食材 回来就给你们做 赵康笑着起身离去 全然忘了刚才的烦恼 吴兴仪起身 去关上门 重新坐回座位上 叶洪雪冷眉一处 想不到这个公孙 大家还挺在意他 要不找二牛弄点药 让他消失吧 向来温婉的吴兴仪 此刻握紧拳头 竟满脸杀气 秦玉凤和曹白鹿 目光看向萧玲珑 女子只是笑着 靠在赵康刚才坐过的椅子上 天籁小说网 夜红雪皱眉 要怎么办得个准化 别瞎操心了 萧玲珑叹了口气 紧接着起身推开门笑道 我来处理就是 其他的不用管 怡红夜场 雪衣正欢天喜地地 和面前突然说 要来打工的公孙云秀 说着 如今夜场地变化 夫人来了 夫人 哪位夫人 雪衣一愣 吓人善笑道 赵老爷的大夫人啊 快请快请 雪衣吓了一跳 那可是曾经的女帝陛下 走进屋里 看了眼公孙云秀 萧玲珑笑着对雪衣道 你们先退下吧 我和公孙先生说点事情 尊 尊命 雪衣赶忙带着人离开 公孙云秀看着西年的女帝 上次见面的时候 对方还是皇帝 如今穿着一身简单服饰 依旧无法遮掩 其自身芳华绝代 只是相较往年 终归是有些不同了 公孙先生 萧玲珑笑着开口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用了个萧玲珑 听着很舒服的称呼 赵夫人有何指教 萧玲珑笑着 听说先生 发现了 我夫君身上的秘密 夫人也有所察觉了 所以 的确如在下所想的一般 她真的 公孙云秀轻声道 并没有什么意外 这种事情 的确枕边人最容易发现 萧玲珑 是啊 一年之前就发现了 毕竟我和夫君认识的最早 只是她那个傻子 成天乐呵呵的 一点没有注意到 其他夫人也知道 公孙云秀差一道 萧玲珑点了点头 这一刻 公孙云秀一时间 不知道该可怜谁了 萧玲珑表情淡然 我虽曾经执政 但如今 是她明媚正娶 背回家的妻子 作为妻子 我此生所求不多 只希望我夫君 能够永远平安 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 其他的事情 我都不在乎 所以希望公孙先生 能体谅我这个 做妻子的心 若是谁要让我夫君 伤心不痛快 就算她真的天下无敌了 我萧玲珑 也要她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萧玲珑的威胁 公孙云秀并没有 感到什么不快 只是眼神怜悯地 看着这个西眠的女帝 叹气一声 想不到夫人 对其如此用情置身 萧玲珑笑了笑 她给我们的爱 远比我们给她的多得多 所以 还望先生保守这个秘密 那么将来呢 公孙云秀问道 泪水不自觉涌出 萧玲珑笑着 将来的事情 将来再说吧 我现在只活当下 云秀明白了 萧玲珑起身一拜 多谢先生了 公孙云秀看着对方 行至门前 又见萧玲珑 忽然转过身来笑 盈盈道 先生如此天然姿色 不如我赵家门可惜了 公孙云秀哭笑不得 这就开始给她续弦了 不是都说大夫人二夫人 对国师向来严加管教 萧玲珑背着手欣然开口 不让她乱搞 是怕这混账渣子烂情 对谁都认真 不过你公孙云秀 这种文武双全的天下第一奇女 倒是配得上我夫君 公孙云秀笑了笑 只是道 在下会好好考虑的 看着萧玲珑离去 女子叹了口气 忽然间想喝酒了 夜晚来临 宜红夜场大门口 突然间摆出了一幅 巨大的人物画像 画像栩栩如生 白衣女子绝美滋容 瞬间吸引了 无数扬州城地男人 驻足观看 有人突然间就冲到了画像前 眼眶通红痛哭流涕 云秀 我的云秀啊 画像旁边更是打上了横幅 极致狂欢夜 一红夜场传奇女神 强势入住全新嗨区 乍燃全场 一瞬间 无数人挤破头 尤其是原来的猪老狗等原江人 热闹的大厅之中 一道真气突然扫过 所有灯火都熄灭了 紧接着又是一道真气 点亮了部分烛火 一袭白衣怀抱古情 从天而降 灯火煽动 一灭一燃 随着邦的一声 女子高声 今晚都给我造起来 全场欢呼 云秀之名彻夜不休 而在那临时王府的小院子里 赵康系着围裙 不断从厨房端来一盘又一盘菜 扯着嗓子叫着 老婆们 赶紧洗洗手开饭了 老曹 让你买的蜡烛呢 烛光晚餐没有蜡烛可不行啊 清晨一刻 赵康从床上爬起来 被吵醒的萧玲珑 坐起来勾住他的肩膀 轻密地蹭着赵康的脸颊 后者转过身来 柔声一笑 捏了捏那绣挺的鼻梁 小懒猫这就行了 你去帝都做什么 萧玲珑疑问道 赵康随口道 我去检查一下 各地军备怎么样 虽然说 现在天下太平 但也不能松懈了 若是公孙云秀预测对了 将来真的会获起东西 那他就要以雷霆之势 让敌人知道 什么叫后悔 这样啊 那要早去早回啊 当然了 赵康笑着将女子放倒吻上那张 怎么也长不够的朱唇 直到两人皆亦乱情迷 才有些不舍的分离 没有大张旗鼓 带上观印 赵康骑乘快马赶往帝都 速度自然比坐马车要快上许多 抵达帝都之后便直接去了皇宫 刚下朝的六部尚书回到家 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 就又被叫到皇宫之中 到了御书房一看赵康 顿时一个个恨得牙痒痒 却又敢怒不敢言 这狗日的弄的那什么UC日报 可是把咱们给害惨了呀 都做都做 见六部尚书到齐 一身龙袍的萧玄册 让众人坐下说话 李源收敛心绪 看向赵康 赵王 您突然赶回帝都 是不是有什么要事 赵康扫了一眼众人 不错 所有人立刻正色起来 这小半年国泰民安 在座的人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这会儿听赵康说 有要事商议 心中都有些好奇 赵康将公孙云秀的推测说出来 张明远这些身性心学命理的老家伙 一个个大惊失色 萧玄册则很是不屑 什么鬼啊蛇的 还青龙白虎都冒出来了 真敢来请他们吃炮弹就是 这也值得你老赵亲自跑来一趟 陛下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天有警示 我等应该早早应对才是 刑部尚书 未官赶忙到 礼部的房领也道 是啊陛下 想当初我大干太祖开国 那也是传说得到了天神寿命 这才打下了五周之地 这种事情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何况按照赵王所说 这个公孙云秀 学问极高 王元庆道 他说的话 还是能信几分的 萧玄册皱着眉 朕觉得还是有些威严耸听了 这段时间 咱们派地理司的人出去勘察地貌 东边全是些荒山老林 山路崎岖 绝无人能够穿行过去 更别说有大军打过来了 这段时间 干国朝堂可没有闲着 发展民生军力的同时 也不断派人向外勘探 毕竟扬州城这会儿 还有一群飘洋过海而来的老外 之前萧菲宇也遇上了陆雪莹 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 天底下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存在 尤其是关于东边的勘探 萧玄册对此可是很上心的 但地理司带回来的消息都明确表示 绝不可能有人能够穿过那片十万大山 就连他们地理司自己的人都折进去不少 除非他妈天神庇佑了 不然只会死在其中 如果按照公孙云秀推测的东边真有人进反 那么首当其冲的便是干国九州之一的永州 而且别说几十万大军了 就算几万甚至是几千 想要穿过那边荒山不引起注意 那是绝无可能的 真打过来会胜的也只会是干国 毕竟打仗又不是过家家 什么粮草物资 军心士气种种因素 都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败的因素 赵康当然也能够考虑到这些 所以一开始心里也有些不在意 只不过一想到这事是公孙云秀那邪护的娘们说的 那还是警惕一些的好 瞎某某把猜测没啥掉用 不管那什么青龙白虎会不会打过来 赵康哼道 咱们都要做好 他们会打过来的准备 李渊咱们的火炮储备怎么样了 听赵康提起这个 李渊脸上顿时出现一抹兴奋之色 回王爷 自从平定天下铸造火炮 便是咱们干国和景国最重要的事情 举两国之力铸造的火炮 如今多达3700门 炮弹更是无法计数 除此之外 火器所前段时间送来了全新的图纸 是单兵大炮的铸造工艺 我等朝臣决议之后 决定开始铸造这种重量轻便携带和使用的单兵大炮 赵康想起了足球决赛那天 李狗弹用来轰凌二牛的武器 轻轻点头 不错不错 这玩意儿跟RPG似的 要是换成实心弹炸开 威力不容小觑 兵力呢 李渊嘴角一脸 兵力那可就更多了 萧玄策借过话道 老赵啊 之前周国国库的银两 全被我用来扩充军备 不然 哪里会欠你那区区一两百万 你还真够狠的呀 赵康震惊 富得流油的周国国库 光是现银 就有足足六千万啊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那样 皇帝陛下翻了个白眼 国力强盛了 还能没有钱 对了 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海外贸易 我仔细考虑过了 既然海上有那么些老外 咱们发展海军下海 给战船上安装火炮 遇到一个老外国 咱们就灭一个 将他们的金银财宝全抢回来 赵康满脸震惊地看着萧玄策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种国家大市镇 怎么会开玩笑呢 萧玄策满脸严肃 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之前去扬州的时候 去了火器所一趟 那个什么诺贝尔 尼玛 就一个你说的什么恐怖分子 那火药 耍得那叫一个溜 要是那些老外全都他那样 搞不好要不了几年 他们也能有大炮了 到时候搞不好还会回来打咱们 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 先灭了他们 永绝后患 看着高瞻原主的皇帝陛下 赵康下意识问道 那人呢 灭了他们的国 抢了他们的金银财宝 那人怎么办 傻呀 萧玄策轻笑道 漂亮的女的拉回来做我大干人 男的也拉回来 给咱们建工厂扫厕所 种地也行啊 有的是活给他们干 战船已经在建造 要不了多久咱们啊 就能开始海上贸易了 这特邀好像是抢劫吧 赵康捂着脸 扭头看着六部尚书 很是愤怒 你们特邀的这段时间 都教了陛下什么 这特邀是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 该做的事情吗 六部尚书经了看着赵康 再看看萧玄策 不由得气笑了 李渊 赵王 陛下之前好像是你的学生吧 就是 您当初带着陛下扫平京城地下帮派的时候 多威风啊 张明远吃笑 房灵 就这会儿 你去外边转一圈打听打听 说起你十三太保赵二爷的大名 道上混的哪个不是弱神明 这会儿倒好 把锅甩到咱们这儿了 卫观无语道 赵康 扭头看向萧玄策 后者挑眉 看老子干嘛 你不觉得 朕这个计划 很有前瞻性 赵康叹气 咱们是大国 要有大国风范 动不动灭人全家 有损身份啊 那是土匪山贼干的事情 明白了 我懂你意思了 赵康文言很欣慰 对着李渊等人 看到没有 这才叫辅佐帝王 萧玄策 李渊 今后咱们大干的水军 灭那些国家的时候 不得挂国旗 一律自称海贼 赵康 六 六部尚书 陛下圣明 什么乱七八糟的 赵康无语地看着萧玄策 想到什么 顿时满脸扭曲 不过倒也不是不行 要灭就灭那种 自称是小日子 喜欢说自己是什么 扶桑武士的畜生 这种垃圾畜生 狗屎都不如的玩意 以后真要是遇上了 千万别客气 勾逼某某一儿的小鬼子 全堕碎扔海里都行 要不塞进炮管里 一炮打进他马皮檐子里 再拉出来都可以 其余七人 震惊地看着赵康 这家伙怎么了 赵王你有点过激了吧 张明远善笑道 赵康冷哼 给我积个毛线 我跟你们说那种生物 是全天下最邪恶的存在 说他们是人都侮辱了人 这个词 让咱们的水军 呸 是海贼 只要是遇上 全给我轰了 好了收回正题 咱们现在总兵力有多少 李源赶忙到 各军加起来 人数超过百万 毕竟现在的大干国 已经不是西年那个 只有小小五州的弹丸之地了 人口多太多了 那就行 给我拉二十万人 去宁州不防 别说是敌军了 就算是从深山老林中跑出来一只猴子 我也要他死 赵康满脸杀气 老子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 谁来打搅 那就特要全宰了 萧玄策见其余人看着自己 翻白眼道 愣着干嘛 老赵的话就是朕的话 其余六人哭笑不得 我等遵命 一众尚书离开 萧玄策打着哈欠 行了 走走老赵吃饭去 这当了皇帝之后 老子都无聊死了 赵康笑了笑 看着身边这位干国如今的天 想当初见面时 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 这一转眼都二十五六了 这不都留起山羊湖了 虽说做了皇帝 但性子却依旧没变 听说赵康来了 身为皇后的吴清鸾 连忙赶来 看到赵康满脸 惊喜地跑了过来 师父 都成大姑娘了 咱太子呢 抱过来师父瞅瞅 赵康乐呵呵地笑着 阻止了吴清鸾行尸礼 萧玄策没好气到 那倒霉玩意儿成宿成宿地哭 白天呢吃饱了就睡 我看以后长大了 就是个好吃懒做的 要不给你那个飞重新生一个 吴清鸾笑问道 嘿嘿 能吃是福 能吃是福 萧玄策忙躲到赵康身后 尴尬地笑着 又道 你家富贵呢 要不了多久 该会走路了吧 那是 赵康毫不脸红 何止是走路啊 都马上会被誓辞了 你是不知道 老百姓都说是神童吗 你就吹吧 特妖才一岁多点被诗词 你说会勾搭女人我还信 萧玄策吃笑一声 三人说说笑笑 在御花园简单吃了个便饭 赵康就告辞了 看着赵康挥手离去 吴清鸾轻叹一声 师父真是越来越忙了 是啊 我能坐在这指点江山 得亏是外边有他在 摸着下巴 萧玄策突然疑了一声 吴清鸾偏过头 怎么了 没啥 就是觉得老赵有点奇怪 又说不上来 萧玄策想了想一拍大腿笑道 你说这老赵 怎么就不会老呢 他也三十了吧 吴清鸾翻了个白眼 人哪有不会老的 那是真的 我特妖小时候第一次见他就这样 到现在还特妖这样 那只能说明 我师父助言有数 连续奔波几天 看着扬州城的大门 赵康打了个哈欠 揉了揉有些疲惫的双眼 不由得笑了笑 自己莫不是老了 真有些过激了 不然这一路都慌慌张张的 故意放缓脚步 慢悠悠地走进扬州城 街上熟悉的人和他打着招呼 一口一个赵骄 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还没到家 赵康就撞见了老外 瓦特一脸兴奋 赵大人 您回来了 刚到 瓦特你找我 咋了 瓦特激动道 是啊 赵大人 我有重大研究 要向您汇报 啥重大研究 蒸汽机 你搞出来了 赵康惊喜道 瓦特 蒸汽机还在实验阶段 是另外一样东西 我们发现了一种黑色的液体 可以燃烧 液体燃烧 赵康有些诧异 瓦特兴奋道 是的赵大人 我最近 在构思一种能够飞天的东西 但是苦于找不到提供 飞行动力的燃烧物 但是这次发现的黑色液体 我感觉可以用来试试 到底啥黑色液体 咋发现的 赵康边走边询问 瓦特道 是火器所炸出来的 他们最近在实验新的火药和武器 给城外炸了个大坑出来 那种黑色液体 就从地底冒出来 黏乎乎的 你X 快带我去看看 你们这些家伙 该不会是炸出来石油了吧 赵康惊喜万分 连马都不要了 提着瓦特 就往外边跑 甚至动用了真气 看上去 瓦特就像是被大风刮的 整个人都飞起来了一样 等等等 等等赵大人 瓦特激动地叫着 最后都直接吼出来了 处于兴奋状态下的赵康 这才回过神来 放下瓦特 咋了 瓦特晃了晃脑袋 被赵康扛着一路狂奔 差点让他吐了 好容易恢复过来 看着赵康他苦笑道 您跑错路了 那地方距离扬州城 有段距离的 曹你不早说 扛着瓦特 又跑回扬州城中 赵康很是兴奋 要是狗蛋等人 炸出来的真是石油 那可就有得完了 这可是工业血液啊 骑上快马 跟着瓦特一路狂奔 约某半个小时左右 赵康就看到了 一群火器所和蒸汽所的人 正在围着什么 他翻身下马 赶忙跑了过去 老远就听到有人在说话 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 黏乎乎的 看起来像是油啊 我感觉不太像 你瞧这黑不垃圾的 哪有这种油 可它跟火油一样会着火啊 搞不好是什么新的火油呢 要不扔个火把下去看看 我觉得可以 那个谁火把给我 可以你 X 赵康听着 差点魂都吓飞了 大吼了一声 一众人吓得回头看过来 一见是赵康 李狗蛋诺贝尔几个 就赶忙跑了过来 惊喜地叫着 老爷您回来了 快来看看 这是个啥玩意儿 都让开都让开 妈的 我瞧瞧 冲到最前方 赵康就看到一个半径一米的深坑 坑内一堆黑色的粘稠物 正在往外冒着 赵康看了大半天也不敢确定 李狗蛋蹲过来感兴趣道 老爷 这到底是啥玩意儿 我也不太确定啊 没办法 上辈子那有机会 见到原油这种玩意儿 所以他也不敢确定 这到底是石油还是啥 只能问到 这是你们炸出来的 可不是 李狗蛋笑道 前几天实验新火药 和武器炸了这个坑 这玩意儿 就从地底冒出来了 怪吓人的 我们捞了一点上来 发现还能点着嘞 那黑烟冒得老浓了 用来烧火应该不错 就是挺恶心的 弄点上来看看 另外你们这些火把赶紧吸了 这要真是石油的话 要是炸了 咱们都得上天 赵康美好气道 诺贝尔一听来劲了 赵大人 您是说 这玩意儿能炸 要真是石油的话 是会爆炸的 先弄上来看看 赵康说着皱着霉 这周边的气味 实在是太难闻了 跟臭鸡蛋似的 火气锁的人 捞了一木桶 黑色粘稠物 赵康用木棍搅了搅 脑海中不断回忆着 关于石油的知识 但都没啥头绪 倒了一点在地上 掏出火折子 试着点了一下 火光刷一下 就升了起来 毅然 气味成刺激性 看着火苗 以及飘向上空的黑烟 赵康喃喃自语着 好像跟自己 记忆中的描述挺相像的 想着赵康叫道 狗蛋 在那老爷 李狗蛋凑上来 赵康 派人通知孙芳 调集各地大军 在此地驻军 将这地儿给我保护起来 李狗蛋有些惊讶 老爷这玩意儿这么重要 估计应该就是石油了 赵康点头道 诺贝尔科瓦特等人凑上来 眼中是满满的球之欲 赵大人 啥叫石油 赵康想了想解释道 石油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 能燃烧会爆炸 而且能够提炼出 汽油柴油液化器等等这些东西 不过这些玩意儿 需要的科技太高了 就咱们现在的科学技术 是搞不出来的 说着 赵康看向瓦特 瓦特 你刚才和我说 研究什么飞天的东西 瓦特赶忙道 是这样的赵大人 我最近在研究飞天 而且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就是 热的时候会变大冷会缩小 赵康 热胀冷缩 你咋发现的 原来 是叫热胀冷缩吗 瓦特一脸惊叹地看着赵康 不愧是赵大人 懂得实在是太多了 看来他也经常 面对赵康的疑问 这老外脸突然红了一下 看了看周围 好在都是男人 善笑道 最近没钱去青楼 那个就只能靠手了 然后就发现 下面变大的时候是热的 缩小是冷的 赵康惊呆的感情 你特邀 是奖励自己的时候 发现的热胀冷缩 周围顿时发出一阵阵怪笑声 瓦特赶忙道 除了热胀冷缩之外 我还发现了 燃烧的时候 蒸汽往上升 所以我就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不能利用蒸汽产生的动能 将某种物体冲向天空 那么说不定就能够飞起来 火油燃烧带来的力量达不到 但是这种石油好像可以 你这是打算做热气球啊 赵康哭笑不得 众人很是好奇 诺贝尔询问 赵大人热气球是什么 一种可以在天上飞的东西 不过不是蒸汽 而是利用空气热胀冷缩的原理 赵康解释了一番 瓦特的眼神 瞬间变得狂热起来 空气受热膨胀产生浮力 我好像有些明白了 但是但是 他整个人陷入纠结中 赵康健壮 咱们先回去 我教你做个东西 你应该就能彻底明白了 一行人收拾了一番 提着那桶子石头 返回扬州城内 赵大人究竟要怎么弄 一道地儿 满脑子都是热气球怎么起飞的瓦特 根本坐不住 别着急 先准备一些东西 很快 纸张竹灭江湖都被人送来 瓦特就看着 赵康胡起了纸灯笼 半个小时左右 赵康才弄好一切 周围人都满是好奇 来你们提着这灯笼四角 动作轻点 别给我扯破了 赵康一边说着 一边往灯笼下方咬石油 装得差不多了 就开始点火 黑烟冒起 火苗窜出 瓦特瞪大了眼睛 看着纸张忽而鼓动了一下 脑海中灵光一闪 赵康看着自己弄出来的孔明灯底做燃料 燃烧的情况 望着灯笼慢慢鼓起 便命人开始慢慢向上提 赵大人 我怎么感觉 他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瓦特激动地叫道 松手 赵康冷声道 提着灯笼的四人松手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这盏孔明灯慢慢向天空飘去 看着越飘越远的孔明灯 除了赵康和瓦特之外 其余的人都很猛逼 瓦特隐隐间 只感觉好像有什么大门 将要向自己打开一般 整个人陷入思索之际 赵康示意众人 不要去打瓦特 让这家伙自己思考 虽然说他可以直接告诉对方 空气热胀冷缩的原理 但让瓦特自己思考 或许还会有什么新发现 他自己则提着那桶 可能是石油的玩意儿研究起来 在后世这玩意儿的重要程度 不用多说 几乎所有的熟料制品 都要用到石油 不过现在来看 好像只能用来做燃料了 浪费是浪费了点 总比没有强 搅和了半天 也没什么好的想法 赵康就将其放到了一边 看着已经跑到桌边 开始写写画画的瓦特 没去打扰 扭头走出了蒸汽所 推开门回家 就见吴馨仪摇晃着婴儿床 见他回来先是一喜 接着起身迎来 伸手搂着赵康衣服上的褶皱 女子柔笑道 夫君回来了呀 饿不饿 赵康乐地抱起女子转了一圈 还真有一点 那切身去给您做饭 朝着赵康面颊 轻轻吻了一下 女子脸上带笑 脚步轻快地走进厨房 听着厨房里忙活的声音 赵康心里感觉一阵温馨 或许是因为先有了孩子的缘故 吴馨仪较之其余人来说 更像是贤妻良母 看着婴儿床上的赵富贵 赵康恶趣味地伸手 捏了一把那胖哺乱多的小脸蛋 后者立刻被惊醒 哇哇哇地大哭起来 庞扶心有灵犀一般 在外忙活的女子都赶了回来 一家人正吃口热饭之际 头头头脸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手里还抓着一张稿纸 满脸兴奋地跑到了赵康身边 赵大人 您帮我看看 还有什么披露没有 众女显得有些无奈 这家伙也太不分场合了吧 赵康则有些不在意 看着图纸上 瓦特画出来的 完完全全就是热气球造型的图画 甚至是吊篮等等 都和后世的热气球大相径庭 不由得来了兴趣 说说你的想法 瓦特弯着腰指着图画激动道 我准备用皮革来缝制热气球 另外在这个热气球内部 做一个点火装置 先想办法将气球内部 灌满您说的空气 然后再利用这个点火装置 使得气球内部的空气 达到您说的热胀冷缩的 从而让这个热气球飞起来 听到飞起来这三个字 众女都来了兴趣 萧玲珑端着饭碗 就转到了赵康身后 满脸好奇 什么飞起来 我和瓦特 准备弄个热气球 能飞天的那种 赵康笑道 叶红雪惊叉道 这玩意儿能飞 肯定的 赵康看向瓦特 你这个点火装置得 有个阀门来控制火的大小 其次还有个问题 瓦特赶忙记下来 大人您说 赵康无奈道 就是飞上去之后 咱们怎么控制方向 这玩意儿 据我说之 只能利用风向来控制 风向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 瓦特陷入沉思之中 赵康将稿纸还了回去 拍拍瓦特的肩膀 不忘给对方打鸡血 既然你已经有了想法 那就好好干 早点将点火装置弄出来 其他的不用管 都到了这一步了 咱们先飞上去再说 下不下得来 这事先不管 只要弄出来了 你瓦特就是飞天第一人了 到时候 我们大干国的历史 将会记上你的大名 到时候 还怕找不到老婆 有道理 瓦特瞬间兴奋起来 看着赵康 那赵大人 我做出来了 能给我分房子涨工资 加入干击吗 瞧瞧这社会给人逼成什么样了 如此科研人才 却在为了房子 票子发愁 赵康叹了口气 开始给这黄毛老外扑 瓦特呀 你要知道 你们老外 毕竟是外来的 现在全城的老百姓 都盯着你们呢 就等着看你们表现 我也是顶着上头 很大的压力收留的你们 那是因为 我坚信 你们是可以给大干做贡献的人 将来一定可以加入干击 瓦特激动地点着头 却不料 赵康画风一转 可你瞧瞧 你们来扬州城后干了些什么 我承认啊 你们是弄出了一点东西 研究之类的 可你们这天天下了班 不是逛青楼 就是跑夜场跳舞 还欠了零二牛他们不少银子吧 你们这是在败坏 你们自己的形象啊 就今天我回来的时候 还听路边的一姑娘说了 说 你们谁谁谁 又去和人家姑娘搭讪了 你们这样我 怎么给你分房子涨工资啊 瓦特脸一红 赵康又道 记住 你们老外现在就是下等人 要好好工作好好研究 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干出实际来 房子银子 娘子都会有的 你瞧瞧我 当初为了娶这五个婆娘 都是把自己 当做牛马拼了命地去工作去努力 那干的都是 拯救世界这种大事 你这热气球 瓦特顿时羞愧地低下头 看了看赵康的五个老婆 再看看自己的五根手指 再看看赵康 又看了看自己 终于明白了 抬起头目光无比坚定 明白了赵大人 我瓦特一定会向您学习 做大干的牛马 说着转身迈着 大步离开 赵康赶忙补上一句 别忘了自己 是下等人啊 还有转告派克 他们也是 明白 赵康欣慰地转过头 就见五双卡兹兰大眼睛 水汪汪地盯着自己 你们干嘛 赵康疑惑 叶洪雪一反常态 来到赵康身边 温柔地捏着肩膀 你们刚才说 那什么球能飞天 是啊 能飞多高 曹白露赶忙询问 三四十丈 应该差不多 也可能还不止 赵康点头道 秦玉凤跑来捶着腿 那老爷等弄出来了 带我们上去飞飞看 行啊 呸开什么玩笑 上去了下不来怎么办 那么高摔下来 不特要团灭了 赵康赶忙拒绝 吴欣怡赶忙道 怎么会 你们都能做了 怎么会摔下来 这说不定啊 赵康赶忙全危着 到时候弄出来 找几个不怕死的 飞上去实验就行了 咱们别凑这个热闹 我还没活够呢 萧玲凤摇头满眼兴奋 不行不行 我们要飞天 你带我们上去 不是 这事儿一点不好玩啊 看着瞪眼的五位大美人 赵康脑海中浮现的是上辈子看过的一部电影解说 说的是两个科学家做热气球弄什么科学实验 结果飞得太高 差点下不来了的各种惊魂事件 赵康当时看着 都感觉屏幕里那两人快飘出地球了 这要换了他 恐怕早就去找佛祖上课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做什么热气球 实现飞天梦 赵康拒绝任何一切 超过三米的高度 那我不管 肩膀上先前温和的按摩 加重了力道 夜洪雪亨道 反正我要飞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飞到天上去看看 我也是我也是 秦玉凤笑开怀 赵康挑眉 之前不是说最大心愿 就是跟公子我在一起 秦玉凤 现在不是了 赵康 总之 这事你说了不算 等那什么热气球飞起来 我们要第一个飞上去 萧玲珑一锤定音 赵康气得牙痒痒 看着满眼 兴奋的五个人 只想着慢慢劝算了 飞天这种事情 别说热气球了 他连飞机都不敢做的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被他一番激励 发誓要做大干牛马的瓦特 干劲实在是太足了 十天不到的功夫 就弄出了热气球来 看着面前铺开光是 高就十几米身上 密密麻麻全是缝合线的皮革 擅长针线活的赵老爷 不禁皱眉 瓦特 这玩意儿 不会漏气吧 肯定不会 瓦特自信满满地说道 大人 我请了全程最好皮革酱 加班加点缝制出来的 赵康顿了顿 这会不会小了点 印象中 热气球好像都挺大个儿的 能装不少人 瓦特笑道 目前来说是小了点 不过这个只是试验品 咱们可以先试试 你打算怎么弄 赵康眉头皱得越来越深 总觉得有些不太靠谱 瓦特连忙兴奋介绍 您看赵大人 待会把绳索系上这个篮子 咱们坐进去 点火装置 就用我之前做的那个 全都装上了你说的那什么石油 这是阀门 用来控制出火大小的 待会先找人 将这个热气球灌风撑起来 另外 这根绳子是用来连接地面的 有15帐 免得咱们上去下不来了 赵康惊讶 你这都想好了 厉害啊 瓦特微笑道 是夫人们告诉我的 嗯 赵康回过头来 瓦特道 这段时间 几位夫人经常来所里 看我研究热气球 给了不少建议呢 这几个风云 赵康无语 说谁呢 身后传来不满的声音 赵康回过头去 好家伙都到齐了 萧玲珑 叶红雪 秦玉凤 吴星怡 曹白露 宋青岩 公孙云秀 连伊丽莎白都到了这会儿 正瞪大眼睛 有些迷糊地看着赵康 你们隔着组团呢 赵康气呼呼道 公孙云秀淡笑一声 国师听说 此物能飞天 赵康诧异 以你的修为都飞不起来 前者哭笑不得 在下是人 又不是神 自然不会飞 妈的 玄幻小说误我呀 瓦特 把这个什么热气球 给本夫人升起来 叶红雪大手一挥 性质很高涨 遵命夫人 哎不是我还没发话呢 眼瞅着这几个女人 好像真打算上去 这丑不拉几的玩意儿 赵康有些慌 他们要是上去 那自己岂不是也得上 他赶忙拉过叶红雪 朝着众人低声道 先别着急啊 这还是实验呢 万一不小心炸了 烧着了 摔下来怎么办 要是下不来了怎么办 怎么可能 瓦特做模型试验的时候 我们都看着的呢 萧玲珑说道 那是模型 这是实战能一样吗 叶红雪笑了笑 你该不会是不敢做吧 瞎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敢 哥们运足真气一蹦 都两丈高 会不敢 坐着什么热气球 开什么玩笑呢 真是的 赵康不屑地笑着 那你在这叽叽歪歪什么劲 叶红雪美好气道 你真是的 宋姐说句话呀你 赵康赶忙开始找救兵 宋青岩言口轻笑 不好意思道 这个老实说我还挺想飞上去看看的 赵康扭头看着金发碧眼的小女王 你也想上去 伊丽莎白总算是听懂了今儿来干啥的 跟着小傻子一样兴奋地点着头 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弄了十几个木风机 正在灌风的瓦特 突然叫了一声点火 就见那热气球下方冒出火光 一众人扭头看去 就见奇异的一幕发生 那巨大的球体开始慢慢膨胀 紧接着慢慢往上飘 所有人的呼吸 好像都在这一刻停滞了 公孙云秀也是瞪大了美目 内心震撼可想而知 只有赵康一个人在心里叫着 赶紧掉下来 只是最终没能如他所愿 就见瓦特走了过来 满脸兴奋和激动 赵大人成功了 不一定呢 万一待会掉下来呢 燃料不足呢 赵康呵呵一笑 瓦特自通道 不可能 燃料还有人数重量 都是经过我精密的计算 虽然只是试验品 但装下您和几位夫人还有女王 是完全没问题的 NMLGB的 这破壁老外 动手能力这么强做什么 瞧吧你能的 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去造火箭 心中骂了一句 赵康刚要说什么 一众女的 已经迫不及待 快上去那篮子 好像越飘越高了 赵康还没反应过来 公孙云秀 已经一步借力 两手提着宋青岩 和伊丽莎白纵失而起 落进了大篮子中 萧玲珑也拉着夜红雪 曹白露纵了进去 剩下秦玉凤和吴星怡 满脸急切地看着赵康 瞧着那根连接地面的安全绳 赵康心里有了些安慰 看向瓦特 你确定你经过精密的计算了 瓦特正色道 确定 那好吧 赵康无奈 拉着两女 也赶忙纵身跃上了篮子里 好在篮子够坚实 丝毫没有下沉的感觉 看着热气球越飘越高 瓦特开始不断记录 旁边蒸汽所的人员好奇道 顾问你咋不上去 废话 要是掉下来怎么办 你还不把我摔死了 那赵大人他们 瓦特自通道 赵大人神功盖世 还有大夫人和那个云秀仙子 都是高手 不会有问题的 哇吼 真的飞起来了 叶红雪激动地拍着手 你快看 赵康你快看 下面的房子和人都变得好小 萧玲珑更是满脸笑容 看着上空的云彩 好像越来越近 公孙云秀内心 还处于震撼之中 喃喃自语 这大概便是所谓的 卧座云监观海舱 俯瞰天穷不是高了吧 再看赵康 哦 我头晕 放我下去 哦 他整个人扒在篮子边缘 早饭都吐出来了 双脚几乎都是 跪在篮子里的 全身发软 又不能吐在篮子里 只能吐在外边 这睁眼一吐 看着下方越来越小的房屋建筑 吐得就更起劲了 众女一愣 赶忙来到他身边 有些紧张 赵康你怎么了 玉凤赶忙掏出手巾来给他擦拭 面色苍白地看了众女一眼 赵康两眼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离地十五丈 足以让一个严重恐高症的人 心里上死八次了 妻女手忙脚乱地凑上去 公孙云秀查看之后 脸色古怪 并没有大碍 国师似乎有些巨高 难怪这家伙死活不想上来 真是的早点说嘛 叶洪雪哭笑不得坐在篮子中 将昏过去的赵康抱在怀中 目光柔情 早知道应该将那正在搞学校的 李先生也叫上的 也好给一家人画个像 风呼呼吹着 热气球在空中不断飘飞 但有着安全绳的牵引 始终无法飘走 等了好一会儿 伊丽莎白突然到 好像不往上飘了 十五丈了吗 宋青岩看向下方 这时候突然有人问道 你们说着 这个热气球最高能飞多高 一众人目光全看过去 那一身白衣 仙气飘飘的公孙大家 那双美目 好像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 你是说 一双双美目 又看向了那根安全绳子 公孙云秀 语速比寻常要快上一些 国师之前和我说过 我们人其实是生活在一个球体之上 天上的星星 就是另外的世界 你们说 我们要是这一只飞 能不能飞出去 去到星星上 要不 试试 一双双眼睛变得格外明亮 一道真气飞出那根安全绳 突然断开 又往上飞了 伊丽莎白激动地拍掌 地面 瓦特看着突然从空中掉下来的绳 捡起来看了下 这绳子哪来呢 我草 顾问 你看那热气球飘走 瓦特抬起头看过去 天空中那热气球的身影越发小了 可以肯定再往上飘 我草 我草 这赵大人 这赵大人我草 不愧是赵大人啊 这科研精神没谁了 这一刻 瓦特终于知道了 自己和赵大人的差距在哪了 他这个热气球的实际创造者 都不敢做的玩意儿 赵大人不光坐上去 更是直接斩断了安全绳 将要为飞天科研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刻 瓦特对赵康的敬仰 简直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恭敬地立在原地 一直看着天空知道那热气球 飘到肉眼已经看不见的地方 而在天上 赵康突然坐了起来 眼神迷茫地看着四周 我现在在哪 应该不是在热气球上吧 他是被吓醒的 刚做了个梦 梦见燃料耗尽 然后热气球 从数百米高空掉了下去 将他和一群大美人 砸成了一团肉泥 变得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正迷茫之际 耳边传来声音 好像飞得有些太高了 接下来怎么降下去 好像事关这个阀门 我见瓦特演示过 哎 你们看火变小了 赵康扭头看去 就见一群美人 凑在一块 拧着瓦特做出来的阀门 你们在干什么 他询问一声爬了起来 众女回过头来 你醒了 赵康走过去 已经回想起来 自己还在热气球上 无奈道 行了 都过瘾了吧 可以下去了吧 我们这就是在想办法怎么下去 叶洪雪咳嗽了一声 赵康皱眉 应该把火调小一点 就能慢慢飘下去了 这样行不行 看着变小的火苗 赵康点了点头 约莫过了十分钟左右 他择了一声 怎么了 宋青岩问道 赵康 我怎么感觉没降下去 反而还上升了 不是说十五张吗 这都多高了 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看了一眼 直接惊叫出声 我你X 四十五米这么高的 以前没觉得啊 真牛逼啊 回过头来 就见众女善笑着 赵康疑惑 你们怎么了 公孙云秀咳嗽一声 那个 你没发现少了点东西吗 这么说 好像 嗯 那根安全绳呢 怎么就剩个头了 我X 一碰三尺高 赵康激动地 抓着安全绳的结 绳子呢 断了 萧玲龙道 咋断的 他砍的 公孙云秀淡定道 大家都同意我才砍的 所以 你们什么时候砍的 赵康整张脸都下白了 大约三个钟以前吧 伊丽莎白笑道 赵康直接跌坐在篮子当中 好半天才跳了起来 我吵死你们这群完蛋娘们 你们要死啊 安全绳都砍了 你们怎么不把我砍了 完蛋了完蛋了 这下子完了 要不关了阀门试试看 公孙云秀忙道 是个屁啊 万一直接掉下去怎么办 这几百米要是摔下去 你轻骂来都认不出你 你特妖的 你们到底有没有大脑啊 从小到大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喷 公孙云秀也有些尴尬 叶洪雪小声道 瓦特说关火 就会往下飘的 这要是直接往下掉呢 妈的 一个个就是不让我省心 一边站着去 赵康这会儿 是真的有些生气了 看了眼高空 强忍着要吐的幸运感 手按上阀门 没什么太大的把握 毕竟这玩意儿 他也是第一次做 将火调控到最小 扭头又看了一眼 公孙云秀 那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狠狠瞪了一眼 要死了 你真的是 玩这么大 女子撇了撇嘴 欣然道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只要能降到地面 三丈就够了 咋说 赵康赶忙问道 三丈就可以 只要是这个距离 哪怕是在空中 还要护着你们所有人 我一样能够安然落地 赵康愣了一下 嘴角抽了抽 安然是吧 给我一边老实待着去 我来操作 心底轻轻哼了一声 公孙云秀 退到一旁看着赵康 说是操作 赵康也只是关小阀门的火力 见热气球没有直接掉下去 心底还是安慰不少 随着时间流逝 他能够感觉到高度有所下降 应该是火力变小之后 空气降温导致的浮力下降 心中想着 他探出头去想看看 这会儿飘到奶了 但距离地面太高了 根本看不清 回过头来 赵康看着一群女人 目前来看 好像不用太担心掉下去的问题 众女神色都轻松起来 我就说嘛 没什么大问题的 叶红雪笑着 赵康无语道 但现在另一个问题是 咱们不知道怎么控制这玩意儿的方向 谁知道会飘到那里去 要不你我一同用真气 来试试看 能不能使热气球改变方向 公孙云秀提议道 好想法 赵康眼前一亮 脑海中突然想到 如果可以借助真气 来操控热气球行进的方向 今后用热气球搭载无辅的武夫 那就可以直接对敌人 实行空中精确打击 这特要多爽快 只是很快之后 赵康两人就放弃了 真气说到底是杀伤人的一种破坏能量 无法用来推动热气球的行进 伸手感受了一下外边的风向 赵康心想着 也有可能是高度 太高峰太强烈的缘故 想着赵康突然拧开了阀门 加大了火力 众女见状都有些好奇 你这是干嘛呢 赵康皱眉道 我总感觉这风有些不太对 所以想试试 公孙云秀也伸手感受了一下 想了想到 好像的确如此 莫非是天空之中各个高度的风向彼此不同 就好像 好像什么 看着这大美人若有所思 赵康忙惊喜地问道 分层一样 每一层的风向都有所变化 公孙云秀思考片刻 说出自己的想法 赵康陷入思考中 分层 平流层对流层 应该还没这么高吧 印象中 好像平流层的风向和风速是比较稳定的 看来是得找几个青天间的人 才好好研究一下了 记下这个想法 赵康关掉了阀门 期间不断伸手 感觉风向的变化 察觉到 果然随着高度的降低风向有所改变 让赵康心中的不安也减少了许多 当差不多能够看到地面建筑的时候 赵康一愣 怎么飘到这来了 伊丽莎白探出头 有些兴奋 好大的王宫啊 赵康这是哪里 好像是帝都 萧玲珑身头看了一眼问道 我们要在帝都降落吗 下边好像都是百姓的房屋建筑 控制不好 可能会砸坏了百姓的屋子啊 宋青言道 玉凤 速度好像有些快了 要不开阀门 赵康撸起袖子拧开阀门 风力小了些 云秀待会咱俩发力 看看能不能强行控制一下 实在不行 就像皇宫吧 好兄弟 不会说什么的 玲珑注意了 咱们一定要护好其他人 没问题 皇宫大殿 悬策陛下一身龙袍 端坐大殿之上 神态悠然 朱军 如今天下 大定海燕和清 振兴甚位啊 前段时间 赵王在扬州搞了个足球 我们军臣都有参与 虽说结果有些不尽人意 不过 朕却深深感受到了 赵王所说的体育强国的重要性 所以朕打算 也搞一个球类运动 皇家战队的成员们都来了兴致 户部张明远忙问道 陛下是说咱也在帝都搞比赛 还是玩足球 足球的话就算了 朕想了许久 决定搞一个用手来拍的球类运动 弄个篮子 把球扔进篮子里就算赢 叫做篮球 正说着 萧璇策突然感到一阵心悸 紧接着轰隆一声 整个大殿 好像都晃动了一下 无数灰层瓦片掉落 群臣都吓猛逼了 还以为是地震了 连忙抱着头缩在角落 萧璇策抬头看着天花板 目瞪口呆 我草 有刺客 护驾 就见一个容貌绝美的白衣女子 双手举着一个巨大的篮筐 从天而降 坠在半空中 跟个吊死鬼一样一晃一晃 好像卡主了 刺客个屁啊 是老子 赵康骂了一声翻出篮筐 大殿内的君臣都傻眼了 天籁小说网 这又是什么操作 但赵康根本没有理会 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 坠着篮筐 还看向对面的公孙云秀不满道 你不是说能安稳落地的吗 那还不是你 自己操作不当 原本说好落在空地上的 结果落在房顶了 公孙云秀哼道 要不是我及时一掌轰开屋顶 还不坠毁了 能把我们先放下来 再追责吗 我快晃吐了 无心已捂着脑袋 很是头疼 赵康目光一扫 看着猛逼的萧玄策 和一众大臣 别光看着呀 快帮忙啊 没剑卡住了 大家伙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叫人拿梯子 好一阵手忙脚乱 这才将所有人放下来 萧玄策还处于惊魂之中 看着挂在天花板上的大篮筐 又看了看赵康 老赵这什么情况 你们怎么从上面下的 还有 我这屋顶你得给我赔啊 赵康善笑一声 我们这是非呢 这次属于是意外 都怪公孙云秀 他说没问题 我才选择降落在这的 哼 不管我是 你自己操作不当 公孙云秀拒绝背锅 吵嚷了半天 萧玄策等人才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全都来劲了 李渊激动地看着赵康 王爷 你们刚才真的是 从天上飞下来的 能不能带我们飞一次 是啊是啊 我们也想上天玩哇 都特邀别吵 朕先来 那个方少 赶紧去叫皇后来 太子也抱过来 赶快的 萧玄策眼眶都红了 揪着赵康的衣领 就往篮筐爬 赶紧的赶紧的 这玩意儿 到底怎么废 你妹的 这种好事不通知我 拿去泡妞 带这群女人都不带我 你还是不是兄弟了 赶紧带我飞一次 你空袭皇宫的事情就算了 好说歹说 赵康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这才抑制住了躁动的君臣 表示 等到争气所研究成功之后 一定会带着他们一起飞天的 众人这才有些不情愿地 放过赵康等人 御花园内 颇有些阴盛阳衰的景象 尤其是宋清言和伊丽莎白两女 前者没想到 自己居然有天能让如今的天下之主款待 有些许小兴奋 后者更是惊叹于 这座皇宫的奢华广阔 比起这座宫殿 自己以前的皇宫 简直跟厕所没有什么两样 一群女子在谈心 赵康则跟萧玄策凑在一块 哥俩一个比一个颓废 靠在躺椅上 就差吃饭都要人喂了 听赵康戏说完这热气球的作用 萧玄策感叹一声 只要掌握了这玩意儿 今后敌人 要想在战场上和咱们碰一碰 除非老天爷帮忙了 那有什么老天爷 赵康笑了笑起身道 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照我估计 要不了多久 这热气球也能够成功了 到时候 你们来扬州 试试也行 这就走了 不多待会 萧玄策起身 带屁 孩子还在孙芳抱着 等着人回去喂奶呢 赵康笑了一声 朝着那边的女人堆叫唤一声 走了走了 萧玄珑有些不舍得放下未来的大甘太子 朝着无情轮道 等过段时间 我们再来看你们 师娘 那你们回去路上要小心啊 有时间多来帝都看看我们 吴清鸾也有些恋恋不舍得告别 除了皇宫 驾驶着萧玄策安排的马车 一路赶回扬州 赵康将在热气球上的发现告诉瓦特 让这些天茶饭不思睡觉 都在想着热气球的老外高兴坏了 立刻开始投入生产第二个热气球 东狱 刀枪林立 战甲巨足 大夏王旗 迎风闪动 年轻皇帝东方宇 乘坐龙脸 巡视着这大夏王朝最精锐的部队 一旁的宫庄美人 乘马相随 东方宇随意道 前去勘察地貌的人带回来消息 通往北地的那片群山险地 好似不是几十万大军能够通过的 刘燕燃没有答话 他走过那片地方 自然知道其中有多么的艰辛 东方宇紧接着笑了笑 不过前天下边的人 给真汇报了一件极为有意思的事情 燕燃你可知道 你并非是第一个穿过那片地方的人 刘燕燃稍稍提起了兴趣 还有其他人 东方宇点了点头 目光远眺 在这片东玉大地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 并非是咱们东方家 而是陆氏建立的大盐 一个有着两百年国座的王朝 只可惜 陆氏最后倒行逆施 致使天下民不聊生 我们东方一族 寿命于天 从陆氏手中夺走了这天下 至今快三百年 依旧国父名强 为了延续国座 我们东方家 有着一条祖训 遇入即杀 刘燕燃轻轻点头 对于如今的大厦东方氏来说 任何陆杏人 都可能是前朝皇族血脉 斩草除根这种事情 并不算稀奇 东方语笑眯眯道 然而就在许久之前 朝廷的探子 查到一户人家 虽说对方改名唤姓 但却是真真正正的 前朝血脉 我父皇自然是要将其剪除 但下面的人 最近给我汇报了一条消息 当时的清除 跑掉了一个女孩 据说是个武学天赋极高的女孩 按照卷宗记载 这个小女孩 当时也朝着北边那处无人地跑去的 东方语向后靠轻轻闭上眼 这就不得不让朕想到了 你之前和朕说过的干国宁王 这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士之枭雄 刘燕燃瞳孔一缩 想起了之前宁王发动灭井之战时 来到干国鼓动齐国入局 当时满朝文武 包括皇帝刘广文 都同意了宁王的请求 刘燕燃无力阻止 最后只能见了宁王一面 问其为何要如此 当时宁王给了他一个 听起来有些好笑的回答 这一声所作所为 不过是年少时 给一个女孩的承诺罢了 刘燕燃有些好奇地 询问那女孩的名字 宁王也告诉他了 陆雪莹 刘燕燃看向东方语问道 对方睁开眼点了点头 按照记载跑掉的那个女子 的确是叫陆雪莹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命人沿着当年陆雪莹逃走的路线探寻 在那数百条曲折小道中 死了无数人之后 终于找到了陆雪莹逃走的正确路线 东方语微笑道 比起你走过的深山雪岭 陆雪莹运气比你幸运得多 穿过那条山道之后 是无边的一片旷野 足够通过十万 乃至数十万大军 换了一个舒服的坐姿 东方语笑呵呵道 前些天我带你见了各个皇族 并说出今后要立你为后 可知道为何没有一人反对 刘燕燃目录疑惑 这点他的确很疑惑 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居然没有一个皇族子弟 反对东方语 今后要立他为皇后 反而都很高兴的样子 着实让人有些不解 东方语目光看向北方 当年先祖起兵 从陆家夺走天下 改大言为大侠 统于东御近三百载 全英义江湖术士一句称语 之后东方语族 就真的造反成功 开国之后 那江湖术士找到了先祖 同样又留下了两句称语 第一句便是御路即杀 第二句便是 看着刘燕燃疑惑的模样 东方语气古怪道 见刘则尊 在你之前这东御 都没人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刘燕燃愣住 神色有些茫然 所以 东方语正色道 你既然想要报仇 那朕就为你报仇 朕有种感觉 只要你在 朕就一定能打赢这一仗 到时候 一统东与北地 再灭西南 让这天下都插上我大下旗帜 这天下的所有女子 奉你为尊 东方语哈哈一笑 我也看看 那什么赵康 是否真有你说得那么玄乎 如今粮草均械已行 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补给战线 我倒看看北地干净 两分天下 不过短短一年不到 能不能抵挡得住我 大下这近三百年积来 那年轻皇帝乘着龙拧 兴致悠然地离去 刘燕燃则是待在原地 口中喃喃重复着 对方口中所谓的两句称语 欲露即杀 见刘则尊 他抬起头来 看向了万里无云的天空 明珠公主向来不信什么命理国运一说 但如今 他也不得不开始思考 这种种的一切 是否真是老天爷的安排 否则 他刘燕燃 有和资本穿过那片死亡之地 那陆雪莹 又如何会流落北地 最后被萧飞与这恶鬼救起 最后发起干国政变 以至于最后引得北地周期覆灭 干净两国平分天下 这一切的一切 刘燕燃都想要知道 这还是近一年以来 他第一次对某件事如此伤心 找到东方雨 年轻皇帝看着这位腹白貌美的大美人 笑问一声 怎么了 关于你口中的衬语 还有那江湖术士的一切 我都想知道 刘燕燃淡道 东方雨露出一抹无奈之色 年代太久远了 朕也只知道 那两句衬语 是东方一脉的祖训 这样吗 刘燕燃陷入沉默中 片刻后才抬起头 压下心头激动 你可知道火药 或者说是炸药 东方雨一愣 感兴趣到 从未听说过 那是什么东西 一种药物罢了 见他神态不似座位 刘燕燃忽而开口 正会命太医帮你查查 听见说是一种药物 东方雨便没了兴致 看着刘燕燃 已经不想以往一般魂不守舍 他温和一笑 你似乎对人世间又有了念想 或许吧 骑马转身离去 回到东方雨赏赐给他的豪华大院中 刘燕燃关上了房门 看着梳妆台上的镜面 他凝视良久 突然间伸手解开了身上的华服 一群退至脚边 刘燕燃踢掉了鞋子 吞去白袜 站在镜子前 那具杨枝白玉般的绝美郊区 暴露在空气当中 高峰平原秋陵 修长笔制的玉腿 处处透着绝美 手指扫过大腿内侧 刘燕燃低头看着 眼中透着一抹迷茫 依稀记得在那片深山老林之中 自己曾经摔过一跤 撞在河石之上 那尖锐的石峰 将左腿内侧滑破 染成一片血红 疼得自己晕死在河中 膝盖 脚底 背部 在那片深山老林之中 曾无数次深陷死境 遇到无数次磨难 满身的伤痕 但自己还活着 而且 这一刻 刘燕燃的心甚至也颤抖起来 看着镜子中白皙完美的娇躯 没有半点伤痕 美得甚至令人不忍卸完 猛然拉开柜子 刘燕燃拿出柜子中的剪刀 看着那锋锐的刀尖 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刺向自己的大腿 依旧是深入骨髓的痛楚 但对于这种疼痛 刘燕燃已经麻木了 他拔出剪刀 仍由鲜血飞溅 然后低头凝视着大腿上 那皮肉翻卷的猙獰伤口 看着鲜血一点一点 顺着鲜白肌肤流淌到地上 鲜红与白皙交织着 再加上这绝色游物 此刻不着骗履 屋内构成了一幅 令人血脉喷张的艳丽景象 透出世间最为恐怖的大案 许久之后 屋内响起了一声笑声 刘燕燃笑着仙子 轻抚着自己的腿间 像是抚摸情人的脸庞 干涸的血迹 显示着他刚刚自残的行为 并非幻觉 但那恢复如初的机体 就连一直盯着 看得刘燕燃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似眨眼过后 他腿上的伤口就消失不见了 笑声突然间变得大声 和赵康不一样 他刘燕燃在这一刻 终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秘密 他成了怪物 这片天地最不合常理的存在 明珠无暇 此刻他 即是天命 赵康此刻还不知道 他这一次的对手 会是怎样的存在 刘燕燃肆意地笑着 就像是压抑得太久 终于爆发的人 此刻将一切都 通过笑声宣泄出来了 镜子中的那张绝美的容颜 映射在刘燕燃美目中 很耀眼 他眼中的荧光同样晶莹 可自己却有些看不清了 只有一片朦朦胧胧胧 不管擦拭几次 依旧如此 女子喃喃自语 原来 我才是上天派来 和你作对的 他靠着墙面 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渐渐蹲下无助地抱着双腿 就像赵康曾经在 起锅拍卖的时候 在厢房见过他之后 一句感慨 求生无路 求死无能 曾经他为齐国求生 最终齐国亡了 如今他替自己求死 却无论如何 也死不了了 原来这才是 对他最大的折磨 他注定是那人的对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早已日落西山 屋内一片漆黑 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 还不小心摔了一跤 过了片刻之后 昏暗的灯火被点亮 捡起地上散落的衣物 刘燕燃将其一件一件穿好 盖住自己如玉胶躯 他捧起水盆中的水洗了一把脸 再次回头转向镜子 看着那个已经变成了怪物的自己 或许强大的内心 才是这个女人成为怪物的原因 每遭受一次打击之后 他都能重新振作起来 自七七天 片刻之后 镜子里的人和他一同笑了 他想起了一件小事 那是在周国四国文会的时候 赵康和公孙云秀 一次论到 离开周国书院之后 那时候 在书院大门口 众人准备上车之后 那个王八蛋不经意地一瞥 随后看到了一块砖缝上 嵌着一枚铜板 堂堂干国国师 刚文败天下 赢了周国一千万白银 成为当之无愧的四国文首的大人物 就那么毫不顾忌形象地跑了过去 扒着砖缝 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那梅铜钱从砖缝里边给抠了出来 脸都憋得胀红 事后还拿着抠出来的那梅铜钱 洋洋得意地 和身边叶洪雪炫耀 今天运气 好出门 就能捡到钱 给当时的叶大美人嫌弃的不行 刘燕燃却觉得很有趣 所以那样一个人 怎么会扔掉那块 怎么看都能卖几文钱的玉佩 这样想着 刘燕燃的心情 便更加愉悦了 真有所谓 天命又如何 那这一次就好好看看 究竟是所谓的天意难为 还是人定胜天 他败得越惨越好 卖爆了 卖爆了 一红夜场DJ 扬州所有男人的梦 女神云秀再出新曲 今晚叙事嗨歌近舞 惊喜不断 更有女王伊丽莎白强势入住 卖爆了 卖爆了 天空18号 今日凌晨是非成功 征器所高级顾问瓦特 在座新突破 军事日报 最新消息 火器所今日宣布 神器安倍 窃第八代研发成功 江湖侠士纷纷求购 研发者李二牛诺贝尔强力代言 七步之外枪快 七步之内枪又准又快 行走江湖 杀人越获必备神器 险侠日报 昨夜魂天帝率领魂族夜袭扬州 赵大人面临此生最强敌人 但是魂天地骑的马 没有赵大人快 最终西败赵大人之首 天籁小说网 最新小道消息 赵王爷夜宿 每赴宋青岩家中 彻夜不归 UC日报主编卓维亲眼所见 已已取得两人坚情证据 报社之内啪的一声 赵康愤怒地将报纸按在桌面上 冷冷看着对面同样冷脸的男子 行啊 你卓维 你挖新闻挖到老子头上了是吧 谁叫你这么写的 你这是诽谤 你知不知道 我告你诽谤啊 卓维深深吸了一口烟卷 吐出一口白烟 王爷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写出来而已 您当初教的吗 当记者要实事求是 我跟这些嫌你打什么 魂天地亲妈斗罗的狗仔 可不一样 我有身为记者的职业操守 他骂的 赵康气了个半死 紧接着想到什么冷笑一声 说吧 你背后是谁 叶红雪 萧玲珑 还是秦玉峰 以为弄点不实的小道消息 就能污蔑我和宋姐的清白 你想多了 卓维呵呵一笑 怎么可能 我当记者 那是实事求是 是吗 赵康嗓音提高 我是在宋姐家里睡了一夜 不过 你难道没调查清楚 那天晚上是宋姐 邀请我赴宴 然后我带上我的小老婆曹白露 那天晚上 老子床上的 可是曹白露不是别人 卓维脸色一变 妈的 下面的人怎么办事的 这么重要的消息 居然没告诉自己 吃不完蛋了 草 卓维赶忙站了起来 善笑一声 掏出烟卷 王爷 您坐您坐 抽烟抽烟 少给老子来这套啊 行啊 你卓维 翅膀硬了哈 全编造不实消息 污蔑本王和宋姐的清白 这都第几次了 今天不砍了 你说不过去了 卓维连忙叫约 王爷饶命啊 实在是最近城内 没啥劲爆新闻了 这才想从您身上 弄点花边新闻 咱们报社这一年 入不敷出啊 他骂得少来这套 老实说 你收了多少钱 收了谁的钱 你奶奶的 卓维尴尬一笑 就一千两 是游行的张大胡给的 他看上宋夫人好久了 求情几次都被拒绝了 所以这才 嘿嘿 那个你懂得 好你个卓维 知不知道 造谣对我宋姐还有我 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创伤 卓维赶忙掏出火折子 给赵康点烟 王爷您放心 这事儿 咱又不是第一次干了 早就做好两手准备了 待会我就发声明 把屎盆子 扣在那几个实习生头上 恢复您和宋夫人的清白 然后再把新闻话题 朝女神云秀身上引 这样话题热度 都有了 过不了几天 就没人记得这档子事儿了 这才对吗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要制造话题博人眼球 本王要有奸情 那一写公孙云秀和伊丽莎白啊 算了 公孙云秀暂时别写 万一他晚上 蒙面打你们一顿划不来 那一千两 待会送八百两去王府 剩下一百五十两 作为报社活动经费 你自己 留五十两就行了 卓维无奈 您这也太黑了吧 你从老子身上赚钱 还想私吞 我报官你信不信 赵康不屑地哼了一声 叼着烟卷 提着菜篮子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报社 片刻之后 篮子里多了些大葱之类的蔬菜 只是赵康没有急着回家 先是去到了如今的扬州幼儿院 片刻之后 就有小孩从里边走出来 赵康眼前一亮 赶忙对着一个清秀的小孩招了招手 富冠 快过来 四岁大的小孩 看见赵康撇了撇嘴 不情愿地走了过来 爹 咋是你啊 我孙叔叔呢 倒霉孩子怎么说话的 我才是你爹 你成天找孙芳干嘛 赵康伸手将小孩的头发挠成鸡窝 赵富贵不愿地晃了晃脑袋 孙叔叔今天说带我去做天空十八号的 正说着 一名女子从幼儿园快速走出 看到赵康眼前一亮 那个赵富贵爹 赵康抬头 干嘛 有件事我要和你说一下 女子表情严肃 身边赵富贵按道一声糟糕 赵康则有些疑惑 咋了 你是老师吧 没错 赵先生你平时怎么教育孩子的 今天赵富贵在园里 居然让同班的小孩给他当小弟 还说明天每个人带五文钱交给他 这是什么保护费吗 赵富贵赶忙道 是分子钱 不是保护费 你还说 说起这个 我就生气 他还让同班的女生任他当相公 说是明天就成亲 女子有些愤怒道 这样成长下去 还得了 还说什么 他爹有五个老婆 而且外边悄悄还养得好几个 他也可以 怎么赵先生 你是王爷赵康不成 赵康 要是换做一般四岁的小孩 赵康是打死都不幸的 只是低头一看 赵富贵这妖孽 顿时就感觉到很惭愧 低着头 对不起老师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 什么五个老婆 还外边养着好几个 根本就没有的事 你这浑小子 当我是赵康呢 看见他如此识时误 幼儿园老师感到很欣慰 又训斥了爷俩大半天 这才放人 走在路上 赵康呵呵一笑 行啊 你赵富贵 我看你这次怎么死 他之所以会相信自己的种 能干出老师说的那些事 实在是这小子太妖孽了 赵康都不知道 说他是智商太高神童好 还是觉得自己 生出了个混世魔王 太特要早会了 三岁十千字 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就见赵富贵同样冷笑一声 打开了胯包掏出报纸 爹 你还是想想你回去买哪的好吧 赵康继续冷笑 这还用得着你说 这种不实新闻 你老子 我早就摆平了 卓为这王八蛋 已经去开发布会澄清了 赵富贵眨眨眼 问哼 可大娘二娘 三娘五娘 这会儿不知道啊 这样吧 待会回家 我先进门帮你看看情况 你呢 就当作没听见老师说的那事 当然我以后 也不再干这事了 如何 嘿你个小王八蛋 成交 话说你在班上 收了多少钱 赵康点点头 赵富贵满脸兴奋 一百五十文呢 可惜被老师收走了 行了我知道了 这事儿 以后不能再做了 回家 有了妖孽儿子的帮忙 赵康在门口蹲了半天 这才提着菜篮子回的家 那座赵王府虽然建成了 但一家子却没有搬进去 傍晚时分 看着一家子 坐在桂花树下乘凉 赵富贵则在一旁写着作业 赵康笑着 拿起赵富贵的书包 我瞧瞧 你们老师都教什么 这时候 掌管着财政大权的秦玉凤走来 老爷 你是不是偷拿钱了 怎么可能 我要用钱会跟你说的呀 家里进贼了 少了多少钱 秦玉凤狐疑 少了一百五十文 也就才一百五十文 赵康不在意地说着 紧接着看着书包一愣 旁边的赵富贵 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老爹 从自己的书包里 拿出了一串铜钱 这 周边人都是一愣 赵康猛逼 玉凤 你穿钱 不是用这红绳的吧 好像不是 秦玉凤愣神后 善笑一声 目光看向了吴兴怡 好你个赵富贵 偷家里钱是吧 吴兴怡放下扇子 娘 你听我说啊 爹我是宁亲儿子啊 赵康叹气 废话 好你个孽障 你看我不打死你 或许只有对赵康 吴兴怡才会无比温柔 这会儿提着亲生儿子 就进了屋 杀猪般的惨叫传出 赵康唏嘘一声 将钱递给玉凤 这孩子真是的 一点不像我呀 得好好管教一下了 我就说 当初得生个女儿的 旁边女子都是一笑 叶洪雪笑盈盈地凑过来 咱们五人不计事 要不让夫君 你那神神秘密的六老婆来 这都藏三年了 还不领回家来 嘿嘿 哪有的事 当初逗你们玩呢 一把抱住叶洪雪 庞若无人地狠狠亲了一口 看着脸上 浮起一抹红韵的女子 依旧是那般绝美 但终归也是三十近半的年纪了 可在赵康眼中 却好似当年初十一般 叶洪雪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 笑着打断赵康的思绪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 老婆你好美啊 赵康哈哈一笑 起身推开大门大声叫着 孙芳 对面楼有人推开窗户 直接跳了下来 是满脸胡茶的孙大将军 赵康转身进房 然后拎着赵富贵出来扔给了孙芳 跟你孙叔叔玩去吧 此时之前不准回来 随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剩下一大衣小在门外 大眼瞪小眼 柿子去哪儿 孙芳尴尬道 屁股淡通红的赵富贵 提起裤子 去小美家 小美是谁 我班上是最好看的女生 以后的柿子飞 你就说是去串门的 别暴露身份啊 不然我老爹会揍你的 了解 所谓的事后 一只烟赛过活神仙 赵康深吸了一口扔掉了烟卷 抱起身边的家人 萧玲珑笑了笑 还来啊 我就不信了 怀不上 赵康气呼呼道 特马的 明明几女都没问题 吴欣怡也怀过 咋这两年就不行了呢 连宋亲眼也不行 真是怪事了 傻瓜 曹白露凑上来 点了一下赵康的额头 一个富贵 还不够你头疼的 咱这次要生女儿 我找二牛问过了的 咱们几个都没问题的 肯定是什么环节出了差错 几女笑笑 轻抚着赵康的脸庞 曾经的女帝陛下 眼神很是痴迷 这张脸真是怎么也看不够啊 可时间好像就无法在她身上 留下任何痕迹一般 胡茶一瓜之后 依旧如当年初见那样年轻 老天为何要这对她 这一刻 萧玲珑心很痛 远没有到此时 赵康就被出了家门 离开之后 还有些猛逼 咋在床上还好好的 一个个的 突然就生气了 给自己赶出来了 连特妖挫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特娘的 去哪说里去 可能是年纪大了更年期到了 自己还是得好好用心维护一下这中年夫妻的生活 想着 赵康在热闹的街上溜达起来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如今扬州城内娱乐产业的支柱 宜红夜场 在这面前 什么赌场青楼 统统都得往后靠 俨然已经成为扬州城的娱乐业的龙头扛靶子 一票难求 不过赵康是什么人 能走后门 绝不走正道的主 连钱都没花 轻轻松松就入了场 刺耳的尖叫声 山呼海啸 能看到DJ台上 那身白衣天仙下凡一般的女子 抱着鼓琴 拨弄出一阵又一阵刺耳的身影 而舞台上 则成为了一只白色精灵的主场 不得不承认 老外在蹦迪方面 是有天赋的 这怡红双臂就这三年 少说给怡红院挣了二三十万 就算景国都有人闻讯而来 伊丽莎白一眼就看到了赵康 直接跳下了舞台 朝着她就冲过来了 随后 将她按倒在了特制的皮革大椅上 女子今晚好像喝了许多酒 小脸红彤彤地凑在赵康耳边笑声着 说 你是来看我的 还是来看云秀的 赵康善笑一声 凑过去大声道 都看不行 不曾想一把拉住她的衣领 拉到了自己面前 那跟我回家 我让你好好看 想怎么看 想看哪里都可以 赵康一下就怂了 别别别 会上新闻的 揪着赵康的衣领 女子一下子眼眶红了 赵康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 你都有那么多老婆了 多我一个怎么了 会死啊 望着对方通红的眼眶 赵康颇有些心虚 少喝点少喝点 这都喝醉了 听到她的话 伊丽莎白不敢地锤打了一拳 索性直接扑在了赵康的怀中 引得周边客人一阵阵狼嚎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自从三年前一次喝醉在这夜场 当着所有人的面对赵康说 要做她的六老婆 吓得后者落荒而逃之后 基本上每次见到赵康 这精灵一样的女子都会这样 一边挥手笑骂着周围的人 一边看着趴在自己身上 死死搂着自己的金发美人 赵康有些不敢乱摸 或许是这三年来家中的夜红雪 和萧玲珑居然都不再家暴 并且言语之中多有暗示 说是什么六老婆 可以领回家了 躲躲藏藏 让那些记者乱写不像话之类的 但越是这样 赵康就越心虚 总觉得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如若不然 岂会放任这大洋马 骑在自己身上 开玩笑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夜场散场了 让打扫的人回去了 把一女子拎着两壶酒 来到赵康对面 看了眼趴在赵康身上 已经睡着的伊丽莎白 公孙云秀调侃道 这都不纳欠 国师这些年 便成了圣人不成 瞎说什么呢 赵康喝笑一声 你做老七 他是老八 不能乱了顺序知道吧 那国师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 毕竟就如今这点境界 很难打得过在下 女子笑着喝了一口酒 看着赵康 赵康总觉得 这家伙的眼神 像是在怜悯一般 也不知道为啥 碰了一个 赵康喝了口酒 这时候公孙云秀突然道 国师 你这辈子经历过最悲痛的事情是什么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赵康一愣 就当我是没话找话吧 公孙云秀道 赵康想了想 这个还真没有 如果说有什么非常难受的话 当初十一前 红雪上擂台 被齐国人一箭透体 玲珑服下碧雪黄泉 要和萧飞宇同归于尽 还有精灵关外吃不饱 他们战死之时 还有玉凤以为我死了 被送到景国之后的憔悴模样 差不多也就这样吧 看来大多都和国师的妻子有关 公孙云秀无奈地笑了笑 眼神越发的怜悯 那若是有一天你的妻子们 离你而去了 瞎说 公孙云秀还没说完 赵康就打断了 笑道 怎么可能 你都不知道 他们几个多爱我 天籁小说 网人总会生老病死的时候 就算是我如今的境界 也会老死 公孙云秀淡道 那到时候 我也差不多了 赵康哈哈一笑 却见对面的公孙云秀 提着酒壶起身 疑惑道 你去干嘛 回去了呀 对了国师 若是做不到薄情寡恩的话 那不如及时行乐 反正日子还长着 指了指他身上的伊丽莎白 公孙云秀微笑道 终究是21岁的大姑娘了 终究是会寂寞的 还当人是小女孩 有些不太像话了 赵康有些猛逼 公孙云秀 已经提着酒壶离开了 赵康一愣 低头看向伊丽莎白 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醒了 赵康刚要说什么 嘴巴已经被堵住 女子一边拥吻着 一边踹掉了脚上的鞋子 好似就在这和赵康 洞房花竹一般 赵康猛地会神过来 忙正拖 就见伊丽莎白红着眼眶 你当初拒绝我说我还小 可我现在21岁了 啊这 赵康无言以对 女子再度吻了上来 片刻之后 又被赵康推开 蓝色瞳孔暗淡些许 随后 就见赵康 将她半解的衣服合上 回家再弄 怕个淡淡 在伊丽莎白惊喜 激动的眼神中 赵康抱着她 走出一红夜场 看着这一幕 高楼顶端 坐在屋顶眼角 独自饮酒的公孙云秀 笑了笑 酒壶里的酒水 望着天空之中 那凶相 净显的天下 公孙云秀很不解 究竟得是什么样的 力量和敌人 才能让如今 军事实力强盗 令她也感觉窒息 和恐怖的干净 呈现这般凶险的征兆 人间或有大悲至 公孙云秀想着 低头又看了一眼 那已经抱着美人 跑到了街头的人 捡起一块瓦片 想了想 还是不扔过去了 21岁是大姑娘 自己29了就不是了 都没走正门 抱着伊丽莎白 赵康直接就跳进了院子中 走进了房间之中 将女子放到床上 伊丽莎白突然坐起来 先等我一下 咋了 赵康一愣 你等着就是 伊丽莎白连忙说道 只感觉一颗 小心脏跳得扑通扑通快 跑进了另外一个个房间之中 看得赵康一阵狐疑 正当赵康 都有些异性阑珊之际 那只小精灵 终于推门走了进来 赵康看了一眼 鼻血都差点喷出来了 金色长发披肩 镂空纹饰的白色纹胸 束缚住那一对庞然大雾 一双鲜白丝袜 包裹鲜长的双腿 这玩意儿卖得可是很贵的 毕竟是一丝一丝只救出来的 最要命的是 伊丽莎白居然穿了一件钉子 这玩意儿 赵康记得自己 没让纺织厂的人弄过呀 喜欢吗 和几女的羞涩不同 伊丽莎白大方地 给面前的男子 展示着自己完美曲线 赵康瞪大眼 指着那钉子小玩意儿 这谁弄的 伊丽莎白扑来 跳到了赵康身上 我觉得布料少才好看 让你的纺织厂特意定做的 只有我有 而且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妈的天才 赵康心底狼嚎一声 亲吻着赵康 伊丽莎白抬起头 不管你有没有爱我 我心里都指认你 我的身体也只属于你 只要你需要 我随时为你奉献 这些年 我的情绪被你牵引着 时时刻刻折磨着我 可以分一点爱给我吗 哪怕是假的也好 赵康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愣愣地看着伊丽莎白 女子这时候起身 直接将赵康整个人 拉倒了床上 四目相对 没有丝毫羞涩 两久之后 看着赵康 开始轻轻在自己身上抚摸着 伊丽莎白露出笑容 赵康 能粗暴一点吗 散落地在地上的床单被褥 打翻了桌椅 地面青砖 印着水字印记 这一切都透着昨夜的不同寻常 看着女子在睡梦中 都仰起了嘴角 赵康不禁掀起 女子的金色长发 动了睡梦中的人 睁开湛蓝的眸子 看见是赵康之后 便甜蜜一笑 主动往身下爬去 赵康一乐 将这昨晚想尽一切办法 取悦自己的精灵 拉倒怀中 望着对方不解的模样 赵康捏了捏对方的脸颊 日子还长着呢 总得让我喘口气儿吧 昨夜的美妙 绝对值得赵康回味许久 整个过程 伊丽莎白寺激发了什么属性一般 那是和宋美妇 引导不同的绝对臣服 以至于连后门也被赵康开发 各种滋味 那是言语能够形容的 听赵康这么一说 伊丽莎白欲闭环住心上人 侧脸贴着侧脸 那能不能 没几天就来这里住一晚 赵康择了一声 面露惊讶之色 捧起伊丽莎白翘脸 一个月来一次也可以的 看着赵康诧异的神态 伊丽莎白以为 是自己要求太过 赶忙开口 赵康大笑 原来你不想和我回家呀 看来说什么要做我老婆 都是假的 啊 没有 我也可以吗 惊起来得太快 让伊丽莎白都有些发愣 赵康乐呵地刮了一下 那挺秀的高鼻梁 不然呢 你可是我的小宠物 和七老婆啊 心花怒放 伊丽莎白狠狠将赵康扑倒 唇舌纠缠两久 而后分离 媚眼迷离 再奖励我一次吧 我要用永远做你的小宠物 小院中 六双眼睛 看着面前的金发精灵 赵康咳嗽一声 以秀才眼嘴 似消除自己的尴尬 瞧见一旁赵富贵 忙到 小兔崽子 还不快叫七娘 小家伙大大方方地跑到伊丽莎白面前 跪地磕头 七娘好 富贵给您请安了 快 快点起来 伊丽莎白显然吓了一跳 赶忙扶起了赵富贵 心中有骨子雀跃 赵康心中暗赞 好儿子 爹至少两天不坑你了 萧玲珑收回目光 上前来拉起伊丽莎白的手 好似第一次见到对方一样 左右端向 那青春靓丽的容貌 让她点了点头 笑容满面 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了 你要好好照顾这家伙啊 我 我会的 伊丽莎白赶忙点头 赵康 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想什么呢 赶紧买菜去 做桌好的 商量一下 小七和你的婚事怎么办 叶红雪递来菜篮子 赵康顺手接过 走了两步回过头来 盯着老大老二 我怎么感觉有些不习惯 要不你俩揍我一顿吧 你个贱皮子 先前还温和无比的萧玲珑 抄起板凳就冲了过去 直接给赵康 吓得抱起赵富贵 就跑出了门 看得伊丽莎白 咋舌不已 看着赵康落荒而逃的模样 萧玲珑摇头笑笑 放下了凳子 收敛了笑容 关上大门 扭头看向了刚到的小姐妹 伊丽莎白 我 我在 看着紧张局促的伊丽莎白 萧玲珑靠着门边笑道 不用紧张 既然她把你带回来了 我们对你 也就一个要求而已 您说 伊丽莎白变得认真起来 这三四年都熟悉了 她自然明白 面前的女子 在赵康心中 地位究竟有多高 萧玲珑淡道 好好爱她就够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这个我一定会的 伊丽莎白有些迷茫地点了点头 叶红雪露出笑容 这就好 行了老三 张罗一下吧 请几个下人 咱搬到那座王府去吧 这小院子都不够住了 秦玉凤温和地点了点头 上前拉起伊丽莎白的手 走吧伊丽莎白 你也来帮帮忙 以后 叫我玉凤就行 我们都熟悉这么多年了 不用紧张什么的 好的 玉凤姐姐 曹白露看向萧玲珑 大姐 你要出去 打开门回过头来 萧玲珑玩味一笑 是啊 我去劝劝他那藏着掖着的老六 省得你这三面间谍忙活了 曹白露尴尬地笑了笑 原来你识破了呀 废话 昨天那份报纸 还是我让卓维写的 这么些年了 作为枕边人 他们要是真啥都察觉不到 那才是有鬼了 身为扬州百货商场 和彩票总站的负责人 如今的宋美妇 可以说是除了夜场云秀之外 另外一个扬州男人的梦了 毕竟如此家财万贯的美淑女 谁见了味都不好的 只可惜 这女子却从没有对哪个男人 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意思 萧玲珑进屋时 宋青妍正在喂鸡 见识萧玲珑便抬头笑道 来了呀 萧玲珑笑了笑 蹲下身帮着一起喂鸡 就这么想在这小院子里待一辈子 宋青妍手上动作一顿 无奈地笑笑 这样不挺好的 另外再过几天 我就打算去警国了 躲着她 萧玲珑挑眉 看着对方的脸 虽然依旧很妖艳 但那已经显露出些许余伪闻了 这两三年来 你要么忙着彩票分店 要么忙着商场的事情 以至于她见的次数不多 宋青妍将波及放到一边 不然呢 你们应该也早早就察觉到了吧 萧玲珑沉默 宋青妍笑道 我不想她看见我老的一天 谁不是呢 但她也不会让你走的 所以我挺苦恼呢 宋青妍叹气 紧接着艳羡的看着萧玲珑 你真好命 最先遇上的她 萧玲珑眉开眼笑 谁说不是呢 不过宋姐 既然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你与其躲着她 不如大方面对 等到她回过神来 那么至少 咱们还能陪着她一段时间 三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罢 哪怕只是一天两天 你说呢 宋青妍内心挣扎 看着萧玲珑 我这样的人 哪有资格和你们站在一起 只要她喜欢 那就是最好的 你这么在乎 那不如回到过去 把那些不堪统统改显 宋青妍哭笑不得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做得到 既然做不到改变过往 那你执着过去做什么 萧玲珑反问 宋青妍一愣 好办话才到 你这么做 为了什么 萧玲珑抬起头 喃喃道 我只是怕 她崩溃的时候 没人可以抱抱她 爹 你在外头 到底还有多少女人 瞎说什么呢 面对妖孽儿子的疑问 赵康连忙拾口否认 什么就多少女人了 还装 明儿是不是就要领回个八娘了 你找了这么多 那以后我也能像你一样 娶上七八个老婆 嗨嗨嗨 富贯啊 咳嗽一声 赵康觉得自己该以父亲的身份 教育一下这个儿子了 你现在还晓得以学业为重 虽然说上的只是幼儿园 但是那也得好好读书啊 你瞧瞧你爹我 天下公认的文坛魁首 我知道你聪明 但老婆这种事情 不是你这个年纪该想的 里面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赵富贵挑眉 爹你这话说的 咱们大干国 现在男多女少 一个班上才二十来个女孩 往后竞争会很激烈的呀 我不趁着年纪小多骗 多培养感情 等年纪大了轮不到 我了怎么办 嘿 你这小子 这些话谁叫你的 赵康惊了 赵富贵 我自己悟出来的 不过呢我最近又悟了 等你死 配等你老了 你这赵王的爵位 就轮到我世袭往替了 到时候 我也就有权有势了 找老婆倒也简单 而且 咱家王府还有那么多银子 倒是用钱砸 也能砸几个出来 看来还是得拼爹啊 作为你的儿子 我很欣慰 你特妖是妖孽吧 赵康瞪大了眼睛 老实说 你这王八蛋 从哪来的 是不是夺舍了 我儿子的身体 有没有大帝之资啊 没有可不行啊 爹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赵富贵挠了挠头 特喵的 我警告你啊 富贯 老子那些钱 那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 跟你没办毛钱关系 你就给我老实读书 少想那些不三不四的玩意儿 将来考取状元 光宗幼族 知道了知道了 牢牢叨叨跟着娘们一样 真不知道我那些娘当初 怎么会看上你 小家伙唏嘘一声 赵康欣然道 这事儿 我倒是可以给你解惑 清爹 教教我 小美对我一直爱达不理的 赵富贵赶忙开口 赵康郑重道 这全部是因为你爹我 帅啊 赵富贵 将小家伙送进幼儿园里 赵康买了菜回到小院 就见叶洪雪正指挥人搬家 一问才得知 他们准备搬到王府里去了 对此 赵康并没有什么意见 如今身份地位 住哪都是一样的 等他张罗忙活出一桌子菜 就见院子中七个大美人 已经落座了 赵康善笑一声 看了看宋青言后才坐下 萧玲瓏道着酒随意道 宋姐和我们一起搬去王府 赵康一机灵 盲笑 行啊行啊 注意起热闹 好半天 那拧得他大腿亲子的小手才松开 当天晚上 王府主店 赵康连续了一颗对死牛 外加一瓶对死马 时间放翻了所有人 就连宋大美人也连连求饶 可见这些年 赵大人战斗力增长得很快 一日 昨夜大展神威的赵老爷 脚步轻浮地来到了火器所 一见到他狗蛋和诺贝尔忙起身 赵康忙道 赶快地将第八代拿出来 我瞧瞧 过会儿 陛下可是要来的 听说是个叫李二牛的搞出来的事吧 李狗蛋黑笑一声 可不是吗 老爷 咱们这第八代乃是全新的设计 从子弹到枪身造型都远超其他旗带 那个李二牛 把咱们第八代拿出来 好嘞所长 一小伙子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手里还提着把造型怪异的枪支 赵康一看眼睛都在发光 这两年火器所的研究进度飞快 安倍切版本不断更新他是知道的 其中一些已经很接近现代枪支了 但这八代还是给了他极大的惊喜 这特邀是机关枪啊 名叫李二牛的小伙子 看着赵康有些激动和兴奋 诺贝尔笑道 还不给赵大人介绍一下你设计的第八代 李二牛赶忙道 好的副所长 赵大人 这是我设计的安倍切第八代 重二十斤 全场四尺三 弹夹容量三十发 可以连续不间断发射 换弹简单 而且不像第六代和第五代一样 容易卡克 有效射成两百步 再多就会飘了 还有改进的空间 好东西啊 好东西 赵康赶忙接过安倍切第八代连连惊叹 立马道 去靶场 片刻之后 赵康抱着枪口冒烟的轻机枪 无比的满意 看着围过来的人 目光转向李二牛 火器锁李二牛 赏钱一千两 李二牛激动得完全不知道说什么 谢谢赵大人 谢谢赵大人 赵康点着头另外 这把枪今后不叫安倍切了 李狗蛋挠了挠头 那叫啥呀老爷 赵康 叫 曹尼玛的小鬼子 山羊胡销摇扇 一身零锣 不知道的 可能以为会是什么大爷来了 来人看到火器锁中正在喝茶的赵康等人 大笑一声 老赵 赵康抬起头黑笑一声 来了呀 咋救你一个人 陛下 李狗蛋赶忙起身 萧玄策却是摆了摆手 别陛下不陛下的 没让其他人跟着 就是懒得 听这些鳄鱼奉承了 赶紧把第八代拿出来 老子瞧瞧 折什么急啊 早给你准备好了 赵康扔了一支卷烟过去 看着有段时间 没见的皇帝陛下斜眼 你小子这造型装什么老成 咱都认识十三年了 老子也三十岁了 老婆都变成黄脸婆了 还用得着装 萧玄策意味深长地笑笑 赵康吃笑一声 这话有种跟我徒弟说去 他人呢 在你王府和我姐他们打麻将呢 这就是那什么安倍切第八代 比前两年送过去的 看着调不少啊 走去靶场试试 萧玄策看着 草你妈的小鬼子 有些惊讶 片刻之后 靶场的靶子上全是空洞 萧玄策兴奋地吼了一声 爽 爽吧 还有更爽的 我教你 玩着枪的时候 要大叫这把枪的名字 看着啊 嘴里叼着烟 赵康熟练地拿起手中枪支 站在土梗上 草你妈的小鬼子 我草你妈的小鬼子 我草死你妈的小鬼子 机枪冒出火蛇 哒哒哒地射出一连串的子弹 夕阳之下 两个大男人各自抱着一挺机枪 草了小鬼子的马 不知道多长时间 一直到了天黑 过足引的萧玄策 长舒一口气 果然叫的时候更爽 老赵 这枪有多少了 就二十几艇 不过 我已经让他们投入生产了 那就好 蹲在土梗边上 点着烟萧玄策深吸了一口 看着对面的赵康笑了笑 后者这会儿才问到 话说你亲自跑来一趟干嘛 你不是在忙着海上贸易的事情 哪有那么快 船还在造着呢 我来是有点事 我最近几天总是心神不宁的 抖了抖烟灰 萧玄策道 青天尖那帮子神圣叨叨的人 一直说什么 这段时间天象凶险 恐怕有大祸将至 搞得我都心神不宁的 所以来找你看看 赵康正色起来 咱们那条永宁防线怎么样 大炮一千门 驻军二十万 另外的什么手榴弹地雷 就更不用说了 多不知在空旷之地 期间沟壑挖掘了无数 就算真有敌人从东边冲过来 这二十万人足可以抵挡百万大军 萧玄策眯着眼 另外 吴关海那家伙 前段时间倒是送了封亲笔信来 他们的防线已经推移到了古州之外七百里 大大小小宝寨兵马 共三十万 几乎景国现在国防力量的一半了 不过就算如此我 还是有些心神不宁的 那帮子神棍说 最近的天象叫什么天发杀鸡 说得人心慌慌的 赵康泽一声 听你这么一说 搞得我都有些不安宁起来了 永宁防线领军的是谁 周龙和武雄 武雄这家伙吧 虽然是投降来的 但是治军是有一手的 就是这家伙有个毛病 赵康问道 啥毛病 这家伙有事没事 就拉炮出去打 上次不是送了两百门单兵大炮过去 就你说的 那什么RPG 听说这家伙 现在睡觉都抱着 萧玄策无奈道 赵康一乐 人乐一打 就让他打呗 我看再调五万军去永宁防线 真有敌人过来 不管数量多少战力如何 至少得抵挡一段时间 之后再做打算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来扬州城的时候 就让兵部发掉令 派李龙领了五万人过去 笑了笑 萧玄策 不过 我想问题不大了 反正一切都有你在 对吧 赵康翻了个白眼 老子这才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哥们能护着这大干一辈子还是什么 老赵啊 前几天吧 我还心慌慌的 不过这会儿 见了你我就不慌了 萧玄策笑着起身 将烟卷弹了出去 赵康故作嫌恶 真恶心 你不是让我徒弟打多了 取向都变了 瞎某某把说什么呢 你这种倒贴 老子都不干 两人笑着离开火器所 朝着城内走去 进城之际 赵康就听对方突然开口 老赵啊 干嘛 声音中没了玩笑的意味 赵康只听着 还年轻的皇帝轻声道 这天下是你给兄弟我打出来的 我做了这几年 皇帝也自认 还算对百姓有那么点功绩 所以啊 老赵 不管你心里想的哪个世界咋样 得帮哥们好好守着干国 守好这个国家的百姓 你神经了吧 赵康哭笑不得 这还用得着你说 真的假的 赵康 这当然 咱们可是兄弟 萧悬策一乐 勾着身边的肩膀 犹如当年年少时 那是 咱可是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 空旷四野不见鸟兽 却又兵甲林立 旷野大地上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粮仓 一望无际 根本看不到尽头 更有无数百姓 推着牧车 运送着粮草气血 一名面色坚毅的中年男子 身着战甲单膝跪地 冲着面前的一男一女汇报着 历时三年 我军已在定天园 贝族军马粮草 补给道路已完备 先锋军十万 已经出发探查北地干井两国 大夏皇帝哈哈一笑 很好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东方拓 末将在 命你为三军主帅 可调集大夏全境兵马 另外 天武卫一并攻你调遣 大夏天武卫 人数不过百 完全由大夏武夫组成 三品强者多达十人 鱼者皆四 东方拓领命 偏转过头 东方雨笑看着旁边的大美人 燕然如何 朕之前答应你的事情就快完成 你可准备好了 自信是好事 但过于自信 只会让你自取灭亡 刘燕然冷淡道 我还是那句话 东宇或许会因为你的决定 而引来一场灭顶之灾 东方雨不在意地笑笑 咱们可以拭目以待 哦对了 忘了和你说 等到大部队出发的时候 你得作为监军跟着 说不定很快就能重临故乡呢 刘燕然皱眉 却并没有拒绝 只是起身道 随你 望着她步步离开 东方雨身后 老者皱眉 陛下这女子 也太肆无忌惮了 无妨 正给她恃宠而交的权力 东方雨柔了柔眉心 老者不解道 御留而尊 的确是高祖留下的祖训 但陛下 您为何要让他跟着大军出发 他又能干什么 东方雨松开手看着老者 随意道 虽然连自己都觉得有些疑惑 但朕的确觉得 他在 我们大下就不会说 老者一愣 莫非陛下您 别小看自己的对手 一个能短短几年 就将四国格局打乱 并且将最弱之国 拉上北地霸主的宝座 东方雨笑道 面对这种恐怖的敌人 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不要去招惹 而朕感觉 刘嫣然 就是我大下必胜的契机 秋风荡扫仓皇 一身悬色龙袍的女子 高坐龙椅 看着大军出发 挥下十二将 充满兴奋的目光 肆无忌惮地 放在这位大金女帝 草原第一美人 同样也是当之无愧的 草原第一强者身上 萧景偏过头来 吃笑一声 知道你们这些狗东西 想把朕骑在身上下 不是一天两天了 朕还是那句话 攻入干井 无论打下多少土地 人也好钱也罢 都归你们 朕只有一个要求 干井覆灭 谁拿到赵康的人头 朕随他玩弄 但在干井两国未灭之前 谁敢贪功冒进 争执内乱炎雾战机 朕就亲手一根一根 拆掉他的骨头 十二将纷纷抬头 脸上尽是贪念与争鸣 光阴四见 日月如梭 时间从来只留恨不留人 平风为账 古香古色 仁义同样引人入胜 身影异运悠远遥 轻换着故人的名 玉面浮红江纸上的金银 亲吻干净 刘燕燃看着床边镜子中 那浪荡不堪的自己 曾经恐惧 如今却颇为满意 自己这幅怪物的身躯 至少从头到脚 都完美无缺不是 那家伙第一次见面 就不是用余光偷描自己 虽然他身边美人众多 但自己的容貌和身体 应该对他 还是有着吸引力的 想着 刘燕燃突然笑了 从枕头下又拿出一幅画 将围杖顶端那张 被不知名液体打湿的画像换下 看着画像上的赵康 刘燕燃问道 喜欢吗 今后不会死 也不会老 只要想 换鱼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当初破城 我还特意 在城里等了你三天 但你那些将士 却都没有找到我 或许从那时候这种变化 就开始产生了 东方语要我随大军一同回去 我知道的 他应该是感觉到了什么 以至于他现在都不敢强行碰我 说不定我此刻 真有什么大气韵天命加深 你怕吗 当初你联合干国朝堂啊 将我骗那样凄惨 现在连老天爷也要给我报仇 给我跪下 张嘴喝下去 赵康快 快说你爱我 说爱燕燃 有如变态的一般的癫狂 疯狂地堕落过后 女子坐起身来 一件一件穿上衣服淡妆描摹 更显得绝美非凡 看着镜子 刘燕燃嘴唇翘起 赵康 我来了 你最好给我留着那份嫁妆 定天元 这是大厦皇帝东方亲自取的名字 许久之前 前朝陆氏余涅从这片地方逃走 如今大厦的士兵 同样要走过这片地方 去为大厦王朝开疆拓土 于是 东方羽便将这片大地命名为定天元 寓意将要一战定天下 先锋大将东方越领衔的十万军 自出发后 便探索着这片好似没有尽头的旷野 深秋时节草叶宁霜 浓雾被带甲骤士兵 一点一点荡开 骤然 前方出现一条苍龙的脊梁 连绵虽地势不高 但却连绵的 好似没有尽头 就如一道屏障一般 隔开了两个事件 先锋军斥后有些兴奋 立刻让同伴回去 向东方越并报消息 余下石树人则 迅速登山 山势并不算陡峭 甚至可以 说得尚是平坦 也没有什么树木玩石拦路 怕是跑马都行 当斥后翻过了山的这一面 纷纷瞪大了眼睛看去 一片开阔地收尽眼底 只有远处 有几座高低不同的苍山 一群斥后 不禁心跳加速 没有犹豫 握紧了公母三人一组 向周边散开 小心翼翼地探查着周围的一切 突然间 一阵惊雷从远方响起 轰隆的一声 一名斥后吓了一跳 抬头看天 大早上地打雷 不像是要下雨的模样 旁边人道 好像是从那边山上传来的 摸过去看看 三名斥后动作飞快 连忙朝着那边的山脚前行过去 而此刻半山腰 五熊扛着RPG 望着前方十来里外的大坑 骂了一声 曹他妈的 这样都没打中 一旁的原副将 同样背着RPG 手里还提着最新送来的 曹你马的小鬼子 这破兔子跑挺快啊 追 妈的 五熊大骂一声 扛着RPG 就朝着他轰几炮 都没有打中的那只山兔 追了过去 身后十来人有些无语 咱副帅这影也推大了吧 十人追那只山兔 别看五熊 扛着四十多斤重的RPG 跑起来那叫一个快 不愧是几次 能从赵康大炮口下 溜走的当时英杰 正在前行的大下斥后 突然听见了一阵 兴奋的叫喊声和脚步声 不由的一愣 紧接着 就见一个熊壮大汉 扛着一铁桶子 从树林里冲了出来 这一下 双方直接打了个照面 五熊猛逼了 斥后也猛逼了 双方直勾勾地看着对方 看着五熊身上的布衣 几名赤后松了口气 应该是老百姓 随后就看到 另一个人从树林了 也窜了出来 原副将眼眶一瞪 战甲 手弩 战刀 是敌决 他直接抬起了手中的机枪 草你妈的小鬼子 草你妈的小鬼子 老乡请问 哒哒哒哒的声音响彻山林 几名赤后一句话还没问完 全身都飙出血花 浑身颤抖着 彭腹触电了一般 只听见对面的那人 嘴里一直在吵着什么 就被打成了马蜂窝 我尼X 上都说得没错 这玩意儿 果然要叫着才爽 直接将弹甲打空了 原副将这才停下来 五熊却神色冷峻 立马转身 你们五人速速回去汇报周龙元帅 等了三年的敌军来了 我等遵命 五熊又道 余下六人 三人跟我 原副将你带三人 山顶以西垒石作为防御 本帅守东行 脊脚之士守卫 绝不能让任何一名敌军从此扇过去 原副将立刻点头 明白 五熊走上前 看着前方十米外 那被原副将打成了筛子的三名大侠斥厚 蹲下身看着对方甲昼样式心中明了 轻甲手挪弯刀 应该是斥厚无疑了 伸手翻找了一下 从尸体上掏出了一块刻有下字的牌子 他转身点出一人 你回去大营 将这块牌子交给周大帅 让他火速通知扬州帝都 敌军斥厚已越过天山 永州驻军可转移到宁州方向 敌军国署仪式下国 赤后配轻甲手挪两幅 剑二十六 装备精粮 天山既能越过 请周大帅派空军升天查探敌先锋军情况 遵命 带着余下的两人连忙跑向山顶 一人笑道 副帅不用那么紧张吧 这群家伙还在玩刀 怕他们作甚 五熊脸上却没有嬉笑之色 冷声道 战场之上切记轻敌 一个赤后着甲配刀不奇怪 但光是弩箭就携带了二十六支 箭头皆是金铁打造 表明这支先锋军绝非什么垃圾部队 若是如此 倒也罢了 怕就怕整支大军都如此 那咱们这次要面临的敌人 很可能是个极为强大的国家 禀告将军 我等已发现定天元尽头 山脊纵横地势平坦 足可驻军 山脊过后 有山四座散落 其地势可容大军通过 听着赤后的汇报 东方越大叫了一声吼 脸上也有些悸动 这么长时间 可算是有不同的景象了 自从三年前探索定天元 顺便建造补给通道 成天在无边旷野探寻 他都快吐了 这段路可真是长啊 通知全军驻军 随军信使将消息送回国内 牵马来 本将要看看接下来交手的家伙 是不是长了三只眼睛 大笑着骑马离去 东方越带着小一百号士兵 出发来到那片被武雄称为天山的地方 大夏探索了三年 干国这边又岂会不去搜寻 只是派出去的人 从这天山翻过去之后 就再没有了音讯 就跟消失了一样 几年下来 武雄渐渐地 也就不再派人去送死了 望着远处的山头 东方越刚准备开口 就见先前派出去的一群赤猴 从山下跑了上来 有些惊慌失措的模样 何事慌张 东方越问道 一名赤猴惊魂未定地说道 禀告将军 我等御服 有敌军 手持不明武器 身弱红雷 摆不开外击杀我等 终止人体四分五裂 西侧山头 有人手持铁器 能喷出火蛇与弹丸 能击穿我等轻甲 就像就像武夫强者 发出的暗器一般 敌军一边射出弹丸 还一边说什么 草你妈的小鬼子 壮若发颠 根本无法近身其实部 东方越有些震惊 如此厉害 残存下来的几名伺候 连连点头 鬼知道自己 刚刚究竟是 遇到了什么东西 泰尼X吓人了 那队友走得好好的 突然就你X裂开了 谁受得了啊 看来敌军是早有防备 冷笑一声 东方越眯眼看向 远处赤后们说的山头 殊不知 对面也有人在看着他 而且看得老清楚了 武雄 这会儿拿着零二牛 弄出来的单筒望远镜 都快将东方越脸上 有几根胡须数出来了 放下望远镜 武雄心中暗道 看着穿着样式 应该是先锋大将之类的 先锋军都到这了 那么敌人大军 估计也在路上了 虽说没什么好怕的 但还是做一手准备的好 他扭头看向身边的士兵 咱们在梁山那边 种的十斤亩田 还弄着呢 士兵愣了一下 想了好一会儿才到 弄着呢副帅 马上要打仗了 问这个做什么 你回去 然后传我命令 西山廊山周边 加强守卫 把大炮起尸门上来 将梁山周边 守卫全部撤走 然后吞田士族六人 给本帅种地去 士兵跟了五熊也几年了 听这话惊了一下 我去五熊 你也太卑鄙了吧 这是要把敌军 赶到梁山那边去 什么卑鄙不卑鄙的 这叫智慧 都是跟咱国师学的 梁山那边 给老子 把地雷买好了 五熊翻白眼道 好嘞 又举起望远镜 看了一眼 五熊眯眼笑着 闲了这么些年 终于能够轰人了 就让老子来瞧瞧 你们这群家伙 扛不扛得住 大婴之中 统领永宁防线的周龙 也收到了五熊派人 传回来的消息 当即就来劲了 妈的 让五熊这小子撞上了 弄清了前因后果 周龙立刻安排人 往扬州和帝都送消息 自己这亲自赶往前线 准备看看这防了 三年的敌人长什么样 虽说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但东方越也不是傻X 作为披露先锋 最主要的任务 还是做些逢山开路 御水搭桥的任务 直接带着十万人 冲出去干账 那跟找死没有啥区别 所以三天了 东方越都是小心派斥后 搜寻着周边 一名将领走进军帐中 将军 我们发现了几家农户 农户 东方越眉头一挑 人在哪呢 带他们进来 将领抄外边喊了一声 几名衣着朴素 脸上带着慌张神情的农户 被压了上来 手指敲击着桌案 东方越看着这几名农户 笑了一声 你们是什么人 军爷 我们就是重地的百姓啊 您不要杀我们 农户们慌张起来 东方越露出笑容 你们放心 本将军不会滥杀无辜的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我说我们全都说 军爷您问 听着这些农户回答 东方越暗自梳理着 干国 宁州 西山廊山梁山 目标是没错的 挑起唇角看了一眼这些农户 东方越笑道 这么说 从梁山山道可以穿过去 直达宁州驻军后方 是 是的军爷 东方越 那今晚就有你们几位带路了 放心 事成之后 本将重重有赏 几名农户缩在一起 小心翼翼地点着头 让人将他们压下去 东方越看向一旁的将领 你晚上带上五百人 跟着这群农户去探路 将领疑惑 将军 按照这些人说的 穿过那什么梁山山道 就到敌驻军后方 五百人会不会少了点 蠢货 东方越冷笑一声 好好想想这些农户的手 这些人右手十指中指老茧横生 左手手掌关节处的茧子 更是厚实 这绝不是做农活形成的 而是常年练习弓箭导致 将领一惊 明示说 东方越冷笑 这些家伙不是农户 而是兵 看来敌军比我想的要卑鄙一些啊 这什么梁山山道 必有大量埋伏 你带五百人装装样子就行了 传令下去 命张灵 官儿两人带兵四千 今夜从那座西山摸过去 至少要将这几座关爱占据 等到大军来到 末将遵命 星夜如约而至 大地暗沉下来 袁副将摸到了武雄身边 抱着那挺机枪 武帅咱不是在梁山埋伏吗 干嘛将炮拉到西山和廊山来 欲吊大鱼 得下香儿 武雄擦拭着旁边的RPG 还朝炮口哈了口气 足以见得他有多么爱不释手 对面领兵的 只要不是蜘蛛 他今晚就得从西山和廊山过 周围响起一阵偷笑声 袁副将乐道 那他要是猪咋办 那就地雷炸猪呗 好像就连老天爷也在帮助自己 东方越走出了大帐 看着天空 之前繁星满天 这会儿却是黑云密布 就连月光也被遮掩 这种天象最适合偷袭了 派往西山的人数 其实也并不算多 东方越只点了三千人而已 但是要论战斗力 这三千人可是半点不弱 主力部队尚未来到 而敌军显然是早有防备 东方越自然不会选择清朝出洞 打一场大战 他们毕竟是对北地并不熟悉 所以这次行动 不过是想要摸一摸情况看看 探查一下敌军在外的部署情况罢了 为这一战 不光干国低防了三年 他们大下全国准备了三年多 负责率领这三千人的是 东方越麾下的将军杜宇 在整个先锋军中 也是小有名气的主 这三天 在东方越的调度之下 周边地带的情况 下军其实摸得已经差不多 杜宇也知道 西山和廊山这边 也会有敌军驻防 不过不要紧 自己只要带人冲过去 最好能翻过去 看一眼是什么情况就行了 要是能够歼灭此地的守军 占据此地 那可就是大功一箭了 所以杜宇也有一些小兴奋 就在他们行之过半的时候 前方的半山腰上 突然有一道黑色的影子站了起来 紧接着 一阵怒骂声传出 草你妈的小鬼子 草你妈的小鬼子 下军都猛逼了 上面那人骂谁呢 杜宇瞬间反应过来 有埋伏 列阵 大下军队的刀盾兵瞬间冲上前 竖起盾牌 随后就听见一阵哒哒哒的响声 还没反应过来 另外一边的山腰 也有无数人站了起来 杜宇只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 彭扶天神发怒 降下雷霆一般 紧接着 他就看到一团火光 落到了自己的军队当中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紧接着 就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卧槽 队伍中心的杜宇猛的抬头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前方的士兵 不知道因为啥飞了起来 他的视线在半空之中 随着那被炸飞的东西 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最后落在了脚边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杜宇猛逼了 什么情况 他弯腰溅起了地上那冒着黑烟 并且很是滚烫的东西 旁边副将嗅了嗅 烤肉 卧日 谁的手 当看清手上的玩意儿 是一只黑乎乎的人手之后 杜宇绷不住了 叫骂一声 紧接着 一道道天雷从山上飞出 那一团团火球 在山奥间肆无忌惮地炸开 一个又一个的大厦士兵 飞到天上 然后成了副将口中的烤肉 退 快车退 杜宇惊恐无比地叫着 但是炮火声掩盖了他的声音 就连身边人都有些听不清 他在说什么 整个山奥间 瞬间乱作一团 后方的士兵 根本就看不见 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见到有人中刀中剑 因此 他们丝毫不慌 然后也就没有了慌的机会 咻的一声 一颗小型炮弹 击穿了大厦士兵举着的盾牌 在人群中炸开 五熊眯着眼 好似高潮了一般 我他妈的 原来轰人是这么爽的事情 比打兔子过瘾太多了 享受全他妈的是享受 而原副将 抱着机枪 站在伏击的最前方 弹夹都扫空了两个 这会儿正在换上第三个 一口一个草 旁边挂着一圈弹夹的副射手 很是嫌弃 吃人不会是疯了吧 用碾压 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一场伏击战 除了降维打击之外 根本已经想不出合适的词语 足足轰了二十轮 一阵号角声响起 两三百名 更喜欢近身搏杀的干军 嗷嗷叫着冲下山坡 地面都是滚烫的 冒着黑烟的尸体 但偏散落在地 冲到跟前 干军都皱了皱眉 有人吼了一声 尼玛还有没有能喘气的 谁能在二十轮炮火 轰击之下幸存 你别说还真有 舅 舅舅 杜宇用尽最后的力气 呼唤了一声 随后 就见一人提着大刀 无比兴奋地朝他冲了过来 军攻 先别死 坚持住啊 我来了 一刀下去 本就被炸断四肢的杜宇 也隔屁了 五熊放下肩膀上的RPG 掏出烟卷点上 深吸了一口 吐出一个烟圈 语气清淡 打扫战场 把尸体堆到西山外八百步 让这群家伙好好看看 另外捡几套敌军盔甲回来 而在梁山 同样是爆炸声满天响 火器所研制出来的地雷 虽然没有现代军队使用的那么方便强大 但炸死一两个人 那还是轻轻松松的 那被东方越派来 领着五百人做做样子的家伙 可就惨了 钻进山道之中 那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真让干军荡成猪扎的满山跑 西山后的宝寨 五熊刚回来 就被告知周龙到了 将RPG递给身边人 五熊走进军寨中 周龙看过来笑道 焦上火了 那炮声我在这都听见了 打来个小伏机吧 你来得挺快啊 赶在了风向好 飞一天半了 周龙笑了一声 表情有些悠然 如今的干国版图太大了 他和五熊一个守永州 一个守宁州 敌军没从那片大山林立的永州过来 反而从宁州这边出现 若是换作以前 他少说得要十天半个月 才能抵达宁州 但现在不一样 只要风向好 坐上热气球 一两天功夫就能飞过来 那叫一个方便 敌军怎么样 说说 寒暄完 周龙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五熊坐下目录思索 就目前来看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战斗力自然不能和咱们比 而且 他们应该没有火气 不然这支先锋军 不会不携带 目前也没有看到火药的迹象 老实说 就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实在想不出咱们输的可能 除非老天爷帮他们 周龙哈哈一笑 就算真有老天爷 敢和咱们作对一样招呼 不过还是不可大意啊 五熊笑着点头 没错 我让士兵捡了几副盔甲 和敌军的兵器 准备看看这个什么下国的公益水平 除此之外 我觉得 咱们要注意的指一点 周龙 这支敌军究竟有多少 不错 就以目前情况 敌军总数只要五十万以内 就以咱们两人 我有信心 将其拒之国门外 再多 那就得有支援了 譬如国师说的那支 用来降维打击的空中飞虎军 听到五熊的话 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周龙 也不禁心跳加速 这三年多来 身为干国统帅全军的天侧上将 赵康只去过一次军营 组建五熊口中的飞虎军 曾经火炮军使干国军队中 当之无愧的王牌 推着大炮走到哪就打到哪 横扫周旗从无败计 但自从赵康组建飞虎军之后 火炮军就沦为万年老二了 在这些年的军舞演习当中创下了 四十三战无伤全胜恐怖战绩 无论是干国还是景国 根本就没有能够抵抗飞虎军的 都特要打不着 那还怎么打 这要是把飞虎军拉过来 往敌军头上扔炸弹 那他娘的多痛快 尤其是 现在蒸汽所正在研究 如何给热气球载入动力装置 以球能够达到 在空中随心所欲飞行 并且已经有了研究方向 这要是成功了 今后对敌军指挥所 实施精确打击 那可就更爽了 想着 周龙也激动起来 我写信送往扬州 看看国师会不会同意 让飞虎军过来 五熊点了点头 笑道 那行 依我看也不用再和他们试探什么了 现将宁州驻军铺开 压缩敌军空间 继续构筑防御宝寨 进一步阻断敌军的进攻路线 你看如何 不错 最好逼得他们 只能和咱们正面交手 两人一拍即合 说干就干 五熊立刻调集宁州所属驻军 而在扬州 赵康也已经收到了敌军出现的消息 连带着被五熊一起送来的 还有下国士兵的装备 看着面前的刀弩 样式和曾经干国所用的相差不多 铁器质量好上一些 不过 那也只是和曾经的干国相比罢了 夫君 一声轻唤回过头去见识御凤 赵康笑着伸手 将女子揽入怀中 这是 看着桌子上的武器装备 玉凤有些讶异 让公孙云秀说中了 东边真的来敌人了 下巴抵在女子乡肩上 赵康笑了笑 秦玉凤微微一愣 那是 又要打仗了 自从与赵康相识相爱 他跟在赵康身边醉酒 此刻回想起来 才发觉 好似身边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仗 赵康眯着眼 暂时还不好说 前线来报 敌军是从宁州之后的 那片天山山挤过来的 那地方我之前派人去查探过 说是越过山挤之后 就是一片白雾笼罩的旷野 进去之后的人 就没有出来过 真不知道这群家伙 从哪冒出来的 消息上说 这批敌军数量不少 而且准备得相当充分 赵康说着笑了一声 这说明 这群家伙 就是冲着咱们干国来的 要么这什么下国 对咱们这边有所了解 要么就是 有间谍 玉凤差一道 不好说啊 赵康难难道 要是有间谍的话 敌军应该对咱们的火器 有所防备才是 不是这么直冲冲地来送死 说起来 我刚才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看着赵康的神色 玉凤已经知道 对方心里想的是谁 柔声道 是宁王 便是作为老大老二的 萧玲珑和叶洪雪都不清楚 赵康 对于这个被他亲手活活打死的大敌 是种怎样的情感 玉凤却很清楚 在灭了周国之后 赵康闲下来的时间里 经常会一个人去贵族堂 待上片刻 去曾经的宁王府前看看 若非宁王有着自己的野心 若不是赵康 喜欢上了萧玲珑 两人本该是臭味相投的朋友的 恩了一声 赵康笑道 那家伙临死前和我说过 他的那个女师傅陆雪莹 就是从东边的一个国家过来的 信陆地能来到这 其他人自然也可以 而且估计这次来的敌人 就是陆雪莹所在的国家 也说不定 要是凤仙真 当上了皇帝 搞不好干国 现在已经在打 这个所谓的下国了 能让一个二品强者 想要当上皇帝在报仇 那么敌人除了一个国家之外 又还能是什么 这次又要打多久 秦玉凤有些不舍地问道 轻抚着心上人的脸颊 哪怕每天什么也不做 就这样陪在他身边 也很好啊 亲吻了一下女子柔软的小手 赵康笑道 我先去谈谈看 他们要是老是缩回去 那就完事大吉 反之 要真是冲着 我们干国来的 那就做好灭亡的准备 说到最后 赵康的眼神 透着一抹胸利 老子 我好不容易过上几天 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 你们这群王八蛋 非要来打脚是吧 耽误老子泡八老婆 那我就先弄死 你们再说 一日 赵康来到蒸汽所 拉着瓦特 一起坐上了热气球 前往宁州大营 至于为啥要带上瓦特这家伙 倒不是说 有什么秘密任务 全然是因为 这家伙研制的热气球 而且都特要出到18号了 带着他一起飞 应该就不会遇到什么意外 安全得有保障啊 下国军营之中 先锋大将东方月等了一晚上 愣是没有等到 自己派出去的人传回来消息 心中不眠有些狐疑 就算是遇到了伏击 那也该跑回来一个两个的 怎么都这会儿还没有人影 难不成他们已经打过去了 不应该啊 真是怪事了 正当他狐疑之际 副将急冲冲地跑进了大仗之中 将军大势不好 说 东方月起身 杜与张林观尔 他们三人所率领的我军 全都被敌军剿灭了 东方月一愣 你说啥 全都被剿灭了 一个都没活下来 副将显得有些激动 是的 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全都死了 这怎么可能 尸体在啊 开什么玩笑 四千多人一个都没活着 他们是猪不成 猪被杀还会跑 还会叫两声呢 怎么可能就全被灭了 东方月很生气 这还没开始交手的 就一波试探自己 就没了四千多人 那这仗要怎么打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以至于他亲自离开 去见了副将所说的 尸体堆积的地方 所有人就见到这辈子 也无法忘怀的一幕 密密麻麻的尸体 呈现一种焦黑状 大地上全是手脚和干枯的血迹 地面坑坑洼洼 战甲破碎 四分五裂的尸体 就像是散落的拼图一样 被干军累成了一座尸山 那颗被干军当成战功 砍下来的杜宇人头 正对方在尸山的最高处 脸上满是惊恐和绝望地 看着赶来的东方岳和一帮先锋军将领 尸山旁边竖着一杆大旗 在烈日狂风下呼呼作响 依稀能够看清旗面上几个字 犯我大干者虽远必捉 鲜红的旗面 漆黑的大字 庞扶立剑一般 直接劈开众人的胸膛 刺进心脏 并且狠狠搅了一下 那堆积的尸山 在这一刻更好似泰山一般 压在了所有人的头顶 让人连呼吸都是那样困难 东方岳身后的将领 根本没有人感觉到同袍被杀的愤怒 反而都有些惊恐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的死法 闻所未闻 放眼望去 甚至都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 度于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 敌人居然如此凶残 东方岳本人更是有些呆滞住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身边的将领急切地呼唤着 手指向的远方的西山廊山方向 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群人 出现在了山顶之上 他们开始在半山腰 修建山寨堡垒 密密麻麻的一片 从先前的千百人变成了几千 甚至上万人 好似下一刻就会冲过来一般 退 东方岳大喝一声 立刻翻身上马退走 一直回到军营 他都有些惊魂未定 脑海中度于那惊恐绝望的目光 挥之不去 天知道这家伙死之前 究竟经历了什么 该死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愤怒的一拳砸向了桌面 东方岳百思不得其解 这会儿不用想 梁山山道那边 估计也遭殃了 该死的 猛地转身东方岳 看向身后一群同样心中迷茫的将领 你们怎么看 无声的沉默 五雄给的震慑太强烈了 第一次看到 那种景象 下国的将领们都有些难以接受 这一刻 他们成为了最懂五雄的人 林过宇的五副帅 好似也要他们也体会一下自己当年面对赵康的心境 沉默了好半天 才有人犹豫着开口 敌军好像已经不打算将那几座山当作屏障 反而直接越过山体 修建宝寨 这种自绝后路的做法 一是 要和我军正面决战 二便是敌军主帅 对自己军队的战力 有着无比强烈的自信 笃定我军并非他们的对手 听着这话 不少人都感觉到沉重的压力 这干军 竟然如此嚣张狂妄 刘炳虎 东方岳气呼呼地开口 既然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就再试一次 总而言之 至少要将敌人的作战方式摸清楚 末将在 被点到名字的刘炳虎 心里跳了一下 东方岳喝道 命你率领五千人 冲击敌军正在修筑的宝寨 务必要将敌军击 以震我军士气 末将灵命 犹豫了一下 刘炳虎这才接令 也许是杜宇他们 因为夜色才战败的 这大白天的自己冲一冲 实在不行弄清楚什么情况之后 撤退就是了 很好 东方岳赞赏地点了点头 刘炳虎下去点兵去了 东方岳看着其他人 众人随我一同为刘将军助阵 我等领令 又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刘炳虎率领着五千人离开军营 并且有东方岳等人 亲随助阵 几人都没有注意到 在他们行军的时候 天空中高处飘着一东西 这在这周龙 从永州赶来的热气球 在发现东方岳大军出动之后 立刻关小阀门给出信号 让下边的人拉动绳子下降 热气球加上望远镜的存在 让他在东方岳大军集结的时候 就观测到了他们的动向 听到空中侦察兵的汇报 周龙乐了 看来是不死心啊 想要搞清楚 咱们究竟是怎么灭掉他们 昨晚那支军队的 五熊提起了一旁的RPG 那就让他们好好见识一下 一战过后 至少让他们老实两个月 那就去吧 拉上三百门大炮过去 打个全胜回来 这会儿 家底后食了 周龙咧嘴一笑 想当初 赵康推着一百门大炮 就横扫周旗 现在不一样了 光是他周龙能够调度的火炮 就有三百门 以至于这会儿 周大将军这些年都有些可惜 周国和齐国灭得太早了 不然 哪里轮得到国师横扫天下 两人自从决定退一战线之后 就等着敌军呢 大炮昨晚就拉到了山道中等着 这会儿一声令下 全都拉到了山脚前 列好了炮阵 东方越等人也看到了这一幕 心中不免狐疑 敌军怎么好像早有准备的模样 不过无妨 就让我好好看看 你们这干国 有什么嚣张狂妄的资本 刘炳虎 东方越转身给了对方一个眼神 刘炳虎瞬间会议 这是让自己打不过就跑 这次重要的是试探敌军情况罢了 他策马出阵 东方越等人都在后方山坡上 后着远距离观战 手中大刀 指向前方山脚下 那些安着车轮的铁管子 虽然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刘炳虎还是无所畏惧 杀 杀呀 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五千步足一声令下 跟着刘炳虎冲杀出去 试问如此威猛雄壮的军队 谁能抵挡 东方越暗暗点头 对于自己麾下的战斗力很是认可 领边原副将乐了 看着气势汹汹冲过来的下军 这会感叹 自己当年真是跟对人了呀 要是五雄当年面对大炮 也这样下令让自己试探 那这会怕是 自己都投胎了 想着原副将手中领气挥动 开炮 三百门大炮齐齐排开 足以覆盖整个战场 一声开炮 让大夏军队 也让东方越等一众先锋军将领 终于明白了 昨晚上杜与他们是怎么阵亡的 炮弹一颗颗落进人群当中 爆炸声掩盖了惨叫声 你根本听不见士兵们在叫什么 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个被炸得飞起 有的当场四分五裂 有的看着身边人裂开之后 自己再裂开 无疑幸免 虽说退居老二地位 但火炮军的实力依旧没有人质疑 质疑过的都去见了阎望岩 十五分钟战斗就结束了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已经看不见站着的大夏士兵 比起昨夜的杜与 刘炳虎运气很好 一炮就炸死了 死在了激情冲锋的过程中 走得很安详 没有什么痛苦 也没有遗言 逃 快逃 东方越几乎是吼一样地说出这句话 连马都没怎么骑上去 几乎是挂在马背上的 心中惊恐万千 这仗 这仗好像没法打呀 一直到逃回大营当中 东方越等一帮先锋军将领 依旧惊魂未定 副将几次想要开口劝东方越 要不把大营往后挪一挪吧 不然要是那些家伙 打过来 那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敌人也太特要恐怖了一点吧 只是一看东方越 那跟死了爹一样的铁青脸色 副将觉得自己 还是不要开口的好 否则被按一个动摇士气军心的罪名 有些划不来 好半天 东方越才压制住心中的恐惧 抬起头来 眼中并没有什么坚定的战意 反而是一片迷茫 看着麾下的七名将领 诸位 可有人认识 敌军所用武器究竟是什么 听到这话 其余人都摇了摇头 回想起士兵被炸得支离破碎的一幕 一名将领甚至颤抖了一下 前所未见 闻所未闻 这敌军莫非会使用妖法 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答案一般 一人激动地叫起来 绝对是妖法 绝对是爹 要不是妖法 敌军怎么可能在这么远的距离 就杀伤了我军如此多的将士 这甘国一定有人会使用妖术 其余人跟着点了点头 东方月冷哼一声 荒谬 这世间怎么可能会有妖法存在 副将苦口婆心道 说不准啊将军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如果不是妖术妖法的话 那怎么解释 咱们先前看到的景象 依照属下之见 再没有弄清这妖法之前 我军绝不能妄动 否则恐将有更大的伤亡啊 他有些恐惧 生怕东方月一根筋 两次不够 还要继续试探干军 那下次 恐怕就轮到自己上阵了 所以这会儿不留余力地 劝解着东方月 其他将领 显然也是存了这个心思 是啊将军 李副将说的没错呀 如此情况 确实不能轻举妄动 不如现将消息传回去 等到东方拓将军到来 再做打算 有人突然眼前一亮 据说陛下 将天武卫 也交给了东方拓将军 若是有天武卫相助 要破敌军妖法 恐怕并非什么难事 东方月来的精神 大下天武卫 那是完全由强大的武夫组成 不过百人罢了 但实力却是没有话说 统领天武卫的十人 全是三品境界的武道高手 余下的九十人 全是四品境界 只有四品中最强者 才有资格加入天武卫当中 每一个那都是极其金贵的主 想到这 东方月赶忙到 立刻将消息 传回后方告知大帅 请速派天武卫 以助我军 虽然不知道 那群该死的敌军 究竟使用了什么武器 但接下来有天武卫相助的话 敌军绝不可能是对手 一百多四品高手 混在战场当中 都能人挡杀人神 挡杀神了 众将纷纷点头 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至少在天武卫没有来之前 东方月应该不会派自己等人出战了 就在他们想着对策之际 周龙和武雄 这会儿正在先前的战场上 看着满地窗移 到处都是破碎的尸体 两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战场就是这样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谁知道明天死的会是谁 这群家伙还真是群冷头青啊 武雄呵呵一笑 今天可算是过瘾了 周龙蹲在地上 捡起一块炸碎的盔甲 还有些发烫 随手扔到了一边去 看向武雄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永宁防线 宁州这边是武雄一手经营 他虽然知道具体情况 但终归不如永州那边熟悉 所以即便他是主帅 这会儿以武雄的意见为主 武雄想了想到 周围地势 除了天山山脊之后 周边三百里之内 我这两三年来早就摸得透透的了 就如今来看 敌军的战力和咱们比起来差得有些远 我想不如早点结束战斗 直接将大军铺开 将敌军的活动范围继续压缩 天山那地方地势还算平坦 敌军应该就铸扎在山后 调集所有火炮 炸药 以最强大的火力一口气将它们打出天山范围 然后将天山变成我军火炮阵地 居高临下六百步之内 谁来轰谁 如此有些冒险了吧 周龙有些心动 武雄一笑 之前咱们是不清楚敌军的数量和战力 所以廊山西山 我是打算将其当成一道天然屏障 用来阻隔敌军进攻步伐的 不然早就让我带人一为平地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你也看到了 敌军真打起来就这样 有火气在手 咱们不可能会输 这个时候正是给他们 造成巨大心理打击的时候 真要我说的话 直接正面平推就是了 要是龙汉还活着 也不知道看到这一幕 会做何感想 周龙掏出烟卷 扔给武雄一只厚点上深吸了一口 照你说的做 步兵掩护 火炮推进再打二十轮 得了 片刻之后 干军开始推车跑车前进了 正如武雄说的一样 这片防区周边 可以说每一片地方 他都记得滚瓜烂熟 并且有意无意地 在之前就搭桥开路 跑车推进起来 丝毫没有阻碍 干军一动 这可就吓得下军魂飞魄散 听说干军开始进军 东方越立刻下令 以弓箭手 配合刀盾兵进行抵御 然后就是部署在天山之上 下军被炸得爆头鼠窜 别说二十轮了 踩五轮 炮火轰击就扛不住了 纷纷向后败退 妖法 这绝对是妖法 一群将领 一边指挥大军后撤 一边惊慌失措地说着 一直到干军登上了天山山脊 以此为炮阵 并且后续大军源源不断赶来 周龙站在天山山脊上 看着下军往后撤离 他拿起望远镜看向远方 是白茫茫的一片大雾 也不知道 这里面能藏多少人 想了想 周龙回过头通知副将 弓兵营挖掘壕沟 另外将火药桶放置壕沟之中 五熊看来 有些诧异 为何这样做 周龙收起望远镜 防一手 不知道为啥站上这片土地 我心里跳得七上八下的 三次交手 东方越的先锋军 彻底被打怕了 退缩到大后方 前线的情况 在快马加鞭之下 也终于送到了 大夏主帅东方拓的手中 从姓氏来看就知道 主帅东方拓 和先锋大将东方越一样 都是正儿八经的皇族子弟 不过比起年轻的东方越 四十过半的东方拓 无疑要老成稳重许多 看着手上加急送来的密报 那中写着的妖法二字 东方拓心中没有什么起伏 这世上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妖法 应该是干国独有的武器才对 能远距离杀伤自己的士兵 并且使用之时 声弱惊雷 就算是训练有素的战马 也会受惊 一击之下 山石破碎 从密报的文字描述来看 这种武器的威力很大 远远胜过什么功目 如果敌军大规模地装备了这种武器 那可就难了 不过好在东方越也不全然是在挨打 在看到自己五千士兵被炸得稀巴烂 以及干军进攻天山山脊的时候 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火炮的缺点 那就是笨重 这也才有了密报中结尾的内容 干军使用之物 需五人合力才能推动 虽然有车轮 但是看其样式 应该是有铜铁铸造 分量不轻 看着这一行自己 东方拓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笨重之物 对于灵巧武夫来说 基本上就只能挨打了 去请左大人 卫兵赶忙英生 遵命 片刻之后 一名须发花白的老人 掀开仗帘走了进来笑道 大帅何事 天武为第一高手左天阙 甚至可以说是大厦第一高手了 三品上层的巅峰强者 且一只脚迈入二品之中 怕是要不了多久 就能击身二品这个巅峰境界 因此 即便是东方拓是三军统帅 掌管着如今大厦六十万大军 也要以礼相待 大帅可是有什么吩咐 左天阙笑着落座 东方拓故意叹了口气 将密报递了过去 左老 您看看 前线东方越传回来的消息 已经和敌军交上手了 左天阙接过仔细看了看 紧接着吃笑一声 荒谬 还妖法 简直是无稽之谈 东方拓欣然点头 本帅也是如此认为的 只是就依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干国 恐怕不好对付 这才交手三次 先锋军就损伤了一万多人 真是可怕 左天阙呆了一声 大帅何故长他人置气 灭自己威风 大夏一统东玉近三百载 还怕一个小小干国不成 东方拓皱眉道 非是本帅胆怯 只是如果东方越所说属实 有这种武器在 咱们要取胜 就很艰难了 左天阙虽然是武夫 但不代表是傻子 已经明白了东方拓的意思 笑道 大帅放心 有我等天武卫在 定让这什么干军 好好见识一下 我大夏武夫的厉害 东方拓哈哈一笑 这倒是左老 不如派遣半数天武卫 支援东方越的先锋军 你看如何 虽然天武卫 现在归他东方拓管辖 但这些强大武夫 一个比一个金贵 也不是他东方拓 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得商量着来 左天阙一听哼道 不必 大帅在下请命 率领天武卫 全体支援先锋军 这不妥呀 万一有所损伤怎么办 东方拓责了一声 左天阙更是不屑 我等天武卫纵横大夏毫无敌手 区区干军又能如何 别说没有妖法 就算他们真的会妖法 他有妖法 我有神功 就看谁更胜一筹 好 东方拓哈哈大笑 一顶高帽子送了过去 左老不愧是我大夏第一高手 如此豪气 天下无二啊 哎不敢 大帅在意了 比起百多年前的那个姓曹的女人 在下这点 修为不算什么 左天阙感叹一声 东方拓来了点兴趣 他也有习武 不过天赋稀烂 如今也就才六品而已 那个传闻中杀绝天下 血洗江湖的曹坚家 左天阙感慨一声 不错 据老朽师爷所说 此女之强横 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将我大夏武夫屠露一空 以至于那个百年最强之人 也不过五品修为 当真令人震惊 东方拓不禁有些憧憬 如此女子 不能一见 真乃憾世 左天阙笑了笑想到什么 眼中同样有些憧憬 在下倒是有所见 东方拓 哦 可否说说 没啥不能说的 左天阙笑道 此女血洗江湖之际 在下师爷还年轻 曾经有幸一睹天眼 就此清新 之后曾做了一幅画 画上女子好似天仙下凡 散发白衣 听我师爷说 曹坚家剑术天下无双 以削作剑 无人能敌 无论对手是谁 有多少 皆是一剑平之 可以说是天下无双 左天阙说着叹气 可惜那幅画 被师爷他老人家 一起带到了地底下去了 否则便是大帅 你见了画上之人 怕是也要清新 东方拓虽然点了点头 但心中却不以为意 身为皇族 又是统帅全军的大元帅 啥样的美女自己没见过 一两百年前的老太婆 有啥好看的 还能比这会儿 陛下要娶的皇后刘嫣然 还美不成 闲聊了一阵 左天阙起身 大帅 老夫这就去召集天五位 我等必会给敌军中创 东方拓微笑 那本帅就等佐劳好消息了 左天阙哈哈一笑 走出大帐离去 东方拓回帐 亲笔写下两封信 交给传令兵快马传回去 一封给皇帝东方语 另一封则是给还在大后方的监军 刘嫣然 对于让一个女子担任监军 并且随军出发 东方拓是很不乐意的 但没办法 这是皇帝下的命令 并且东方语明确表示 这事没得商量 他也就不好地说什么 狂风呼啸吹得人头晕目眩 哇一声 赵康吐完之后摸着眼泪水 看向一旁的瓦特 他妈的你个老外 到底会不会操作呀 赵大人 放心 我飞过好多次了 你桥下边密密麻麻的 不就是咱们大干的军营吗 这就下降 这就下降 赵康哪敢伸头出去 只能缩在篮筐里 赶紧的 妈的 再飞几天 老子飞瘦十斤不可 瓦特扎扎嘴 不是我说啊 赵大人 你跑来这干嘛 难不成怕打不赢 赵康咳嗽两声 我爱好和平 我是为了阻止战争而来的 瓦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 那你这瓶子里 蓝蓝绿绿的是啥 我记得医药所好像就有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赶紧降落才是正事 当看到热气球从天而降 军营中的士兵们就知道 是上头来人了 在离地还有两米左右 赵康就扒拉着篮筐跳了下来 周边士兵立刻围了过来 别看了 我是赵康 赶紧叫五熊和周龙过来 飞了一路就吐了一路 赵康的心情自然不怎么好 一旁的瓦特熄火降落之后 也爬出了篮筐 踢着赵康 那堆从医药所带来的瓶瓶罐罐 听到赵康的话 周围士兵都有些激动 行礼过后 一名校尉赶忙道 启禀赵王 周帅和五副帅都在前线 赵康一愣 怎么两个指挥人员 跑到前线去了 校尉继续道 敌军这段时间 和我军交手三次 大败退回 两位大帅带领我军 已经占据了天山 这样啊 行吧 带我过去看看 赵康道 对于敌军大败 这在他的预料当中 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骑着军中战马绕过西山 赵康来到了周龙两人的中军大战 抬眼看了一眼 列队在天山之上的火炮 这地方这三年间 他也来过两次 也不算陌生了 参见王爷 听说赵康来了 周龙两人赶忙出来迎接 赵康点了点头 对着一旁的瓦特说道 你在这等着 随后带着周龙两人来到军营当中 说说这几天的情况 坐在摔岸之后 赵康依稀又有了 当初重回四五年前征战的感觉 周龙笑道 王爷 就目前来看 这下国敌军战斗力 比起我军来说 差得远了 打了三次 咱们是没有损伤 哪怕一兵一卒 敌军这会儿都缩在山那边 不敢冒头了 五熊补上一句 赵康挑眉 对方就没有什么火气 周龙两人点了点头 赵康齐了 那他娘的 谁给他们的勇气 五熊黑黑一笑 接着问道 王爷您来试 我来看看敌军情况 顺便瞧瞧 有没有什么商谈的余地 让这群吃多了没事做的家伙 哪来的回哪去 赵康随口说着 他心中有个疑惑挺想知道的 这群王八蛋 为啥就冲着干国来了 是当初萧飞宇留下的后手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跟萧飞宇关系好像不大 不然就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这什么下国 怎么可能会没有火药 那不是萧飞宇 又会是谁 周龙两人有些诧异 五熊不解道 王爷您想要和谈 打 打杀杀这种事情 我腻了 赵康散了两支烟出来 能不打最好不打 周龙夹着烟卷问道 那要是这群家伙 不愿意和谈怎么办 那我跪下来求他们怎么样 赵康翻了个白眼 白吃了你 他们要是不愿意 那就一个口打灭了他们 这叫自卫反击懂不懂 了解 周龙和五熊都笑了 派个人去喊话 就说约他们主将一件 我有点事情 要问这群家伙 周龙五熊一慌 这不太好吧 王爷 您千金之躯 这要是 哥们好歹三品高手 你们慌什么 赵康吸了口烟 谈话地点随他们选 我估计他们将领 也不敢一个人来的 明天五熊叫上一百人 把你们军营里的RPG都带上 要是谈不拢 先轰了他们的主将 我草 不愧是你啊王爷 周龙和五熊佩服万分 原本以为赵康这些年 已经修身养性 成为了一个正派人物 没想到 还是这么卑鄙无耻 当即 周龙就去安排人了 三人一同走出军帐篷 就见瓦特老老实实地 踢着一袋子 瓶瓶罐罐 站在外边 赵康招了招手 瓦特就小跑过来 将布包递过来 周龙和五熊一阵好奇 王爷这里面是啥 将布包放在地上 赵康挑剪着 这些是医药所这些年 研制出来的毒烟 难得会使人神经错乱发狂 绿的是解药 五熊让你火炮营里的人拿去 往炸药包里放 一炸药包放十颗就够用了 这一瓶子有五十颗 周龙两人直接无语了 尤其是五熊 他想起了数年前 周齐练手灭干的时候 据说霍恩和燕文渊 两个倒霉蛋让面前的赵康 用毒烟杀了几万人 气得两人直接发狂了 没想到这会儿 又出新活了 赵康原本也是打算 带之前的毒烟来的 不过那玩意儿杀伤力太大了 万一炸的时候 风向不好吹过来自己这边 那可就好玩了 但二牛和派克 这次弄出来的这种毒烟 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杀伤力小了点 但只要一炸开 人稀释过多之后 就会发狂 并且扩散面积广 随便炸几下 地方大军出现骚乱 那就是圣机 就算自己人稀了也没事 完全不用担心什么 为了尽早结束这一战 赵康可不管这么多了 就在他们往炸药包里 装毒药的时候 东方月的大营之中 一个个将领猛逼地 看着眼前的干军姓氏 你是说 你家主帅邀约我们谈话 而且地点随咱们选 姓氏不耐烦道 没错 我家主将爱好和平 要和你等和谈 答不答应给句准话 我草他妈的 一个小兵也这么嚣张 有的将领生气了 东方月皱着眉 片刻后抬头 你回去回话吧 就说本将同意 地点就约在镇前中心 时间明早清晨 知道了 走了 姓氏说了一声 扭头就走 他娘的 这也太嚣张了 有人终于忍不住骂了出来 随后看向东方月 将军为何约在镇前 不选个容易伏击的地方 东方月痴笑一声 你当对方是傻X不成 敌军有着那种武器 到时候肯定会带着来 你若是伏兵 到时候先死的 不一定是谁 而且 地方主将竟敢如此行事 除了足够自信之外 也可遇见 此人是个光明磊落之人 我们若是动手伏击能不能诚且不说 那不是要遭天下人耻笑 点兵一千 明日就看看这甘军主将 究竟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东方月心中冷笑一声 没想到敌军占据优势 没有立即进攻 反而要和谈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只要拖到天武未来 那就不用怕了 清晨 一千清兵随同 东方月骑着战马 来到约定好的地点 天籁小说网 后方一里地 就是他布置的先锋军前线部队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东方月还是有些紧张 毕竟之前 战军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了 就在这有些焦躁的等待中 前方终于出现了人影 东方月身边的将领和士兵 立刻提起了注意力 提起盾牌刀枪 只是随后 东方月他们就有些脸红 因为对面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总共也就一百多人 不像他们被一千多号人 代假士兵护卫在中间 就这都还小心翼翼的 一百多号人 纷纷扛着一个铁桶子 也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先前交手 干军只是用火炮轰他们 RPG这种单兵作战的武器 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因此 东方月他们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 距离慢慢缩短 东方月等人 就见到一个 穿着不衣长衫的青年 在最前方 周边人都身着铠甲 唯独这个青年一身不衣 看着就身份不凡 居然这么年轻 这估计也就二十来岁吧 东方月有些吃惊 在距离对方 还有五十步的时候 赵康停下了脚步 看着对面一千多人 护卫之下的下军将领 心里笑了笑张口道 我乃干军主将爸爸 对面的抱上明懒 我乃大下先锋军主将东方月 东方月大喝一声 最起码气势上不能输 赵康点了点头 扯着嗓子叫道 东方将军 隔着这么远不好 谈事情吧 要不咱们凑近点 东方月笑了 耻笑一声 爸将军 你是在说笑不成 东方将军你放心 爸爸我是很有诚意 要和你和谈的 不我怎么会就带来一百号人 赵康诚恳说道 但东方月也不会上钩 坚持着距离产生美帝里面 爸将军要说什么就说吧 若是双方接近 万一产生兵戈 对你对我都不好 他骂的 心里骂了一声 赵康举起手 东方将军你放心 我爸爸用我的名义 与军人的尊严 对天发誓 本次一事 爸爸我绝不向贵军动手 若为此誓言 天打五雷轰 五马分尸祖坟被刨 如此东方将军 你也不敢来吗 我靠王爷 这么读的事你都发 五雄惊骇 赵康压低声音 爸爸发的是和我有毛关系 五雄一听 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家伙的无耻 果然不是自己能够想象的 自己还需要多多学习 东方月等人也震惊了 没想到这位霸将军 居然如此成心 东方月顿了顿 侧动胯下战马 既然霸将军如此盛情 本将又有何不敢 说着 带着一千人缓缓靠近 双方距离二十步的时候 这才停下来 别说对话了 对方有没有严实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赵康偏头一笑 东方将军是吧 本将就不废话了 我大甘战力如何 你这些天也应该见识了 不管你们为何要侵略我国 现在只要退回去 我大甘既往不救 听到这话 东方月冷笑了一声 爸将军 我承认贵军很强 但我大下勇士 也不是吃素的 最终胜败如何 由未可知 心底哀了一声 赵康继续劝道 东方将军 爸爸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 实在不愿意见到 咱们两国刀兵 相向徒增杀虐啊 爸将军 你我都是军人 军人的天职 便是服从军令 至于其他的 不在本将考量的范围 不过爸将军 可以等到我军主帅到来之后 再谈此事 东方月如此说着 目的就在于托 没办法 干国的战斗力 实在有些过分 已经让他心里 没有什么主意了 只想着天武卫 或者东方拓 后续的主力大军赶到 这样啊 赵康面露无奈 将军说得对 我能问到问题吗 看赵康似乎很不愿意 和自己动手 东方月神情缓和些许 将军请问 赵康疑惑道 我很奇怪 贵军为何会新兵攻打我国 在这之前 我派人探查这片区域 所见白芒一片人 只要进去就出不来 贵军却偏偏从这边过来了 莫非贵军对于我干国了解颇深 东方月皱了皱眉 作为皇室子弟 他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本不想说的 但考虑到天武卫赶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一定要想办法稳住干军 想到这 东方月反问道 爸将军 听说贵国有一个人叫做赵康 赵康立刻正色起来 点了点头 将军说得不错 东方月又问道 爸将军 敢问此人是何等人物 赵康前程道 赵康来我大干第一风流人物 俊朗非凡 受万民敬仰 世人称之赵胜 东方将军 为何会知道他 赵胜 东方月暗自点头 没想到如此了不起 他抬头看向赵康弹道 我大下皇后刘燕燃 曾在本江行军之前 托给这位赵胜转达一句话 赵康心底一震 这下明白了 你妈妈的 原来是你刘燕燃搞的鬼事吧 你个小奸臂 等老子抓住你 让你天天端茶 到谁洗内裤 什么话 赵康问道 东方月冷声道 他说 他会看着你一败涂地 动手 动手 赵康几乎也是同一时间开口 瞬间东方月身后的弓箭手 纷纷拉弓射箭 武雄等人也点火开炮 从刚刚赵康在哪什么万名 敬仰俊朗非凡 东方月就判断出 面前这家伙 估计就是那个什么赵康 但同样的他给下属打暗号 做小动作的情况 也被赵康看得一清二楚 这会儿 两人都是暗骂一声 好个卑鄙小人 说完动手之后 东方月就退到了人群当中 冷笑连连地看着赵康 一把号人 连刀枪都没有配备 老子这可是有一千人 弓箭手都有三百 射不死你 弓箭手射箭 肯定要比武雄他们 操作RPG要快得多 但和东方月不同的是 赵康说完动手之后 反而向前踏出了一步 全身真气在这一瞬间 调动轰出 那些飞来的箭矢 纷纷凝在了半空之中 东方月等将领 长大了嘴巴 你娘的 这小子是高手 快跑 快撤退 武雄宁笑一声 轰的一声 肩上的早就装好炮弹的 RPG轰了出去 直接炸进了人群当中 前方的大厦士兵 瞬间就飞了起来 一百发RPG炮弹轰出去 并且 敌人就在二十步开外 那是个什么场景 反正赵康就只见到 前方的大厦士兵 被炸得满天飞 那炮弹气浪荡开 甚至连身边的武雄等人 都后退了几步 东方月更是直接 从马背上掀了下来 在察觉赵康是个高手之后 他立马就跳上战马 准备跑路 但还是没能逃过一简 赵康生气地 从武雄背上 取下了草你妈的小鬼子 拉枪栓扣扳机 一气呵成 一边开枪一边骂 好你个卑鄙小人 居然偷袭我 无耻 在地上滚了一圈的 躲过一排子弹的东方月 听到这话 气得破口大骂 赵康你他娘的 还要不要脸 你还敢回嘴 草你妈的东方月 哒哒哒的枪声 扫翻了最前一排的大厦士兵 这会儿 赵康终于体验到了 电影中男主脚抱着机枪 朝着敌人扫射的快感 还得是枪啊 这不比什么真气杀人爽多了 武雄等人 更是装弹点火 一气呵成 轰得东方月一千来好人 人仰马翻 惨叫连连 东方月是拼了命的逃窜 可惜他这会儿对上的赵康 一梭子过去 直接被撂倒 双脚都被子弹打得皮开肉绽 露出森森白骨 刚刚还叫着什么爱好和平的赵康 这一刻就成了杀人狂魔 东方月瞠目欲裂 他麾下的人 这会儿根本无暇顾及他 还能跑得这会儿 只恨爹妈当初 为什么没给自己多伸两条腿 哪管他什么将军不将军的 更别说反击了 看着赵康走近 东方月愤怒地一吼 赵康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挖你祖坟 草你十八代祖宗 连我都不知道 我家祖坟在哪 你草去吧 给了你活的机会 你不要 赵康笑呵呵地举起枪 打爆了这大夏先锋将军的脑袋 随后看了一眼远处的大夏军 好像反应过来了 这会儿朝这边冲了过来 赶忙收枪朝着武雄喝道 行了别爽了 跑路了 听到这话 武雄等人赶忙翻身上马撤离 等到大夏的士兵冲过来 就见满地的尸体多达二三百人 先锋军降临死的死伤的伤 东方月更是只剩下了半边脑袋 吓得他们手足无措 好在有人回过神来 连忙叫人拉着东方月等人的尸体回撤 回到驻地之中 将枪扔给了原副将 赵康洛做率案 似乎回到了当年 统兵五千以上的 一刻钟之内全部到位 周龙瞬间兴奋起来 遵命 根本没用十五分钟 只是片刻的功夫 大仗之中就做了足足三十将 从周龙五雄两名正副帅到 偏将校尉全员到齐 事情已经清楚了 都是刘燕燃搞的鬼 赵康笑了一声 这娘们 当初老子放他一马 没让人去找他 想不到他 居然跑到了东边去 还做了个什么大下国的皇后 还真是奇遇连连啊 周龙等人都笑起来 有曾经跟随 赵康东征西讨的偏将高贺一声 赵帅下令吧 咱们这次怎么打 周龙和五雄 都没有觉得什么不对的 轻轻敲击着帅案 赵康呵呵一笑 练了两三年的步炮鞋童 你们这些大将军 也该给我交答案了 这片地狱 咱们不熟悉 所以我想怎么打你们 都该清楚 周龙立刻道 末将明白了 赵康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只有一个要求 只要是队上的敌军 一个也不准放过 全被我吃掉 就算是他大下国的皇帝来了 也给我轰了 另外半个月之后 飞虎军会来支援你们 四军区的兵力 会源源不断向你们这边补齐 要打就给老子狠狠地打 灭了这什么狗屁大下 给我打到东边去 五熊 你要是还想将那个 从二品的从去掉 就给我打好这一仗 到时候 我亲自上奏 让陛下 给你封个征冬将军 五熊心中一阵激动 浑身热血上涌 和其他赵康的亲信不同 他是投降来的 虽然如今也位列从二品武将 但跟周龙这种 跟着赵康东征西讨的亲信 自然是没有办法比 因此 他很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别看之前 他让赵康打得东逃西窜 跟丧家犬似的 但仔细想想 这些年来 又有谁能和赵康正面对敌之后 还能带着四五万人溜走的 并且在井国战场上 两次卷土重来的 赵帅放心 我五熊必不负赵帅重拖 一拳砸在胸甲之上 众人只觉得 五熊眼中 好似有着熊熊火焰在燃烧一般 赵康点了点头之后 就起身走出帅岸 让五熊和周龙两人调兵前将 两人发号施令之后 弹军立刻动作起来 分三个方向步炮协同推进 直接就给本就因为东方越 挂掉产生慌乱的大夏先锋军致命一击 周龙两人来到赵康身边 有些欲言又止 赵康笑着扔出两只烟卷 是想问我 为何不亲自主持这一战 周龙嘿嘿一笑 有您在 咱们总是比较安心的 赵康翻了个白眼 总得给你们表现的机会 而且老子事多着呢 而且也老咯 战事之中 若是有表现亮眼的年轻后辈 该提拔的就提拔 别让一些人 站着毛坑不拉屎 我在你们这待三天之后 就得去景国一趟 东边来人了 那么景国恐怕也有敌人来了 当初公孙云秀 说的是两股敌人 如果从如今景国全部版图来看 当初的那群蛮人 就在西边 那群家伙和东边这群傻 X大夏人可不一样 那是会用火药的 虽然赵康也不觉得 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提前去看看 防范于未然总是好的 王爷你还年轻着呢 咋就老了 周龙笑道 赵康翻白眼 拍什么马屁呢 哥们这都三十好几了 行了不说了 说起这个就糟心 妈的 怎么就生不出来了 瞧着赵康郁闷地离去 五雄有些愣神 王爷都三十好几了 好像是的吧 看不出来啊 不对 周龙也是猛逼 看着赵康的背影恍惚道 他十来年前 进京当官的时候就这样 黑怪事了 居然一点没变 住言有数啊 一次卑鄙的谈话 直接让大夏先锋军 没了主将 不光如此 便是其他一些将领 也遭了殃 军营之中 顿时乱作一团 看着东方院那脑袋开花的尸体 要不是身上的铠甲 都没人能认得出来了 将士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内心更是惶恐不安 十几名校尉凑在一起 将军已经死了 现在怎么办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要不撤退吧 敌军会妖法呀 是啊是啊 我看要不撤退吧 十几名校尉 你看我我看你 最终所有人 还是将目光放在了 官衔最高的一人上 对方刚准备开口 就在这时候 有人惊恐万分地 跑进大营之中 或是了 敌军进攻了 众将看过去 发现是营地外的赤后 赶忙询问来了多少人 太多了 根本无法计数 退 快退 集合全军快撤退 一人还算能够稳住 联盟集合所有人撤退 就见五雄麾下无数部族 朝着下军营地进逼 在这些部族之后 是一门门火炮 被推动着前进 随时准备开炮支援 看到这阵仗 大夏军队 哪里单单反抗 纷纷望风而逃 东方越在的时候都打不过 更别说东方越这会儿 还死翘翘了 听到敌军不战自愧的消息 赵康也愣了一下 就一点抵抗都没有 没有 这群王八蛋 就跟受惊的兔子一样 有的连兵器铠甲 自重都不要了 掉头就跑 不应该啊 赵康嘀咕一声 一旁周龙笑道 看来是知道 无法和咱们正面抗衡 所以这才仓皇逃走 赵康突然笑了 或许还不止是如此 王爷想到什么了 五雄问道 轻轻敲击着桌面 赵康玩味道 这群家伙大张旗鼓地 跑来轻跃咱们 但就目前展现出的战力来说 比起以前的 周国齐国都不如 人家至少还敢和咱们碰一碰 我估计 这是个安逸惯了的国家 周龙眼前一亮 明示说 我估计 这大夏军队 恐怕没怎么打过仗 赵康一乐 如果是一支 从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军队 就算对手再强大 他们也会进行抵抗 别忘了 这是支先锋军 作为一军先头部队 占领有利地形 为主力大军打开局面 站稳脚跟 这是一军先锋职责所在 这会儿才打几仗就溜了 这像是一支 经受过战火熏陶的军队 先锋军尚且如此 这后面的主力大军 赵康的笑声中 充满了轻蔑 平时训练的在花里胡哨 没在战场上 真刀真枪拼杀过 不过是落枪头罢了 不足为据 武雄和周龙 也都明白了 赵康的意思 纷纷笑了起来 行了 原本我还以为 会是什么可怕的对手 刘燕燃找的这条大腿 不够粗啊 赵康起身嘱咐道 这对手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这片大地对咱们来说 终究是陌生之地 追缴敌军的同时 别忘了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我等明白 大厦没怎么打过仗 但干军可不一样 虽然休养生息了这两三年 但这永宁防线的驻军 其中三分之一 可都是原来跟随赵康 纵横沙场的老底子 判断敌军是一群软脚虾之后 赵康就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叫上瓦特将热气球升空 准备赶往景国去 如今的景国也早不是当年大小 就仅版图 再加上全盘接纳了齐国的土地 地域无比辽阔 就算赵康坐着热气球 从宁州出发 加上中途休息的时间 那飞了足足八天 这才到景国的蒸汽研究所 这些年 赵康完完全全做到了 当初对乌如龙的承诺 干国有的景国一样不少 甚至于因为如今景帝无关海 格外注重热气球的缘故 在赵康将蒸汽所研究人 才送到景国之后 就下了重大命令 国内所有发展 都要给火气研究 以及热气球让路 研究过程中 又不断和扬州的蒸汽研究所 交流合作 共享研究成果 这才会短短三年的时间 就将热球发展到了十八代 赵康一到 就有人赶忙去向皇宫中的 吴关海汇报 吴关海自视大喜 龙袍一扔 就匆匆赶了过来 两人许久未见 但与对方的情谊 却没有半点减少 这次来了 可要多住些时间 怎么就你一个来了 几位嫂夫人和富贵没来 吴关海笑着摇摇手 拒绝了赵康递过来的烟卷 两人论年纪 赵康是要大上一两岁的 但是从外形来看 却并非如此 如今的吴关海 看上去就像四世过半的 中年男子一般 遥想当年初在华金城见面 当时的太子吴关海 一身蟒袍腰环玉带 面容轻俊 唇角总是情着温和的笑意 让人一看就能想到 公子如玉这四个子 只是如今 再看如今的人 眼窝深陷瞳孔之中 布满血丝 身形也销售不少 明明当了皇帝 却好像没有想过一天福 反而越发憔悴 赵康知道这是常年积劳所致 这位锦国皇帝 为了让锦国尽快恢复生息 这些年来 可没有多少时间 是坐在龙椅之上 身居后宫之中 清临百官划分田地 安抚收拢原本的齐国民众 从民生农事军务 甚至于就连现在锦国各地新办的小学 他也一一亲自走过 只怕各个学校的教育不到位 每天休息时间 恐怕都不够三个时辰 赵康如今看这家伙 总有种看雍正爷的感觉 除此之外 赵康也知道 在乌关海身上 还有一道巨大的压力 扛在肩头 当初华金城破 三个兄弟两百多名官员 为了保卫国都 给他争取逃走的时间 壮烈战死 后宫之中 为了不让那些女性长辈 遭受敌军凌辱 他亲自提见杀尽杀绝 这对吴关海来说 绝对是一种折磨 因此 只有让锦国兴盛起来 他才觉得 有那么一点 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了 活着的人 往往背负的更多 想着赵康也不禁拍了拍 对方的肩膀 劝慰道 你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别想着一个人 将三代人的事情做完 人是会被累死 学学萧悬策 该放松的时候 就放松呗 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那非力后呢 听着赵康的话 吴关海笑了笑 我不觉得累 至于那非力后 这事太忙 忘了通知你 你那哪是忘了通知 第二天一大早就军中视察 几个月之后才见人影 有人从门口走进来 赵康看去 是个面容普通的女子 头上只插着一只简单的簪花 怀中抱着一名婴孩 赵康一愣 孩子都有了 你应该便是赵王吧 妾身晚清见过赵王也 女子柔笑一声 吴关海笑着伸手 从心爱之人手中接过孩子 温柔地看了妻子一眼后 才转身对赵康笑道 一年前我带她回宫 只是发了个招式 没怎么大张旗鼓 这些年太忙 也就没有通知你们 你小子 男孩女孩 赵康乐呵一声 看着吴关海怀中 那瞪着大眼睛 看着自己的婴孩 是个女孩 叫吴雪清 赵康深深羡慕了 想到自家那小兔崽子 嘴里不住念叨 女孩好啊 来我瞧瞧 小丫头长得真俊 逗弄一番 婉清皇后失了一礼后 带着孩子离去 给两人留了谈话的空间 吴关海之手道 你这次过来 应该是有事儿吧 赵康点了点头 点上烟卷 三年前我传信给你说的事情 怕是成真了 东边来人了 已经和干国交上手 吴关海脸上 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轻轻点头 果然如此 这么说景国这边 赵康心一跳 吴关海感慨一声 那群蛮人又来了 三天之前 前线驻军传回来消息 发现了蛮兵探路的斥候 陈茂凯立即调派了 飞龙军查探 五百里 吴关海伸手一只手 在如今景国冀州西部五百里外 满兵军杖连绵成片 一望无尽 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 赵康立刻询问 交上手了 吴关海摇摇头 没有 对方很谨慎 只在驻军之地屯兵 有了上一次的惨败 他们应该不会正面强攻 赵康不免嘀咕 上次这么大的损伤 萧飞鱼也死了 这群家伙图什么呢 吴关海轻笑一声 不好说啊 飞龙军带回来的消息 敌军军杖竖着的是萧字大旗 你当初不会没打死萧飞鱼吧 开什么玩笑 都打成那德性了 他要是还能活过来 咱们一起投降了 赵康吃笑 可能是萧飞鱼的救部也不一定 你这边可得悠着点 我那边的对手 就目前来看 就是一群垃圾 等对方主力大军一到 我分分钟吃掉他 但这群蛮子的凶残 上次咱们都是见识过的 等我那边结束了 就来支援你 吴关海点点头笑道 这自然没有问题 老实说 就紧过现在的军武战力 要对付这群家伙 我想不是什么问题 但终归 还是要小心一些 不知为何 我近段时间 总是有些心绪不明 赵康安慰一声 别担心 这一仗 咱们必不可能输 我想也是 走我带去火器所看看 这边新弄出了全新的安倍切 枪声很长 射程提高很多 那我可得好好瞧瞧 我们那边也弄出了全新的 不过是连发的机枪 甘国冰州 圣和堂 店铺掌柜的 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 从货架子上摆放的药材 就能看出来 这是个药铺 老者正看着医书 这时候 门外走进一名中年男子 男子包头巾 穿着麻衣 双手粗糙 看起来是个常年下地的庄家汉 大夫您给我看看 我不是得病了 男子走进药铺开口 老者放下医书抬头一看 愣了一下 你这怎么搞的 中年男子哭丧着脸 我也不知道啊 这几天总感觉喉咙不舒服 肿胀得越来越大 老者赶忙让男子坐下 伸出舌头看看 男子老老实实地伸出舌头 老者又道 这几天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经常头疼 咳嗽 有时候还眼花得很 经常吐 大夫我这并不严重吧 男子紧张兮兮问道 我给你把麦看看 听着病人的描述 老者皱着眉 探查着病人的脉相 随后起身 去翻自己刚才看的医书 但是却没有找到和病人描述相同的记载 看着病人肿大的脖子 老者道 你这症状 有点像是感染了风寒 我给你拿副药先回去服下 明天再过来看看 好嘞 谢谢大夫 多少钱 老者摆摆手 钱不钱的 先给你治好病再说 你这大脖子 我还真没遇上过 你先拿药回去服下 我得去找几个同道一起研究研究 看看怎么给你治 谢谢大夫了 看着中年男子离开 老者起身关上了医管大门 去找其余的大夫去了 定天元 作为监军的刘嫣然 这会儿也终于赶上了主力大部队 女子出现在军营之中 本是忌讳 但碍于是皇帝东方雨下的命令 自然没有什么人敢多嘴 三军主帅东方拓此刻脸色阴翼 他早早就在驻军地等候了 就在等刘嫣然 因为前线传来的消息实在是太离谱 主将东方月直接被人宰了 十万先锋军被敌军打得爆头鼠窜 全然没有一战之力 而敌军伤亡 别说亡了 连伤都没听说 这仗是能打的 所以 东方拓打算好好问一问 刘嫣然干军的具体情况 不然这么打下去 怕是还没进入干国领地 自己这六十万大军就得全交代了 望着那道窈窍倩盈 走进军营之中 东方拓脸上的阴翼散去 刘嫣然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东方拓率先开口 刘坚军应该都知道了吧 刘嫣然只是恩了一声 东方拓笑道 如今看来 干国可比咱们预想的强大太多了 监军既然之前和干国交过手 所以本帅想问问 前线消息中提及的那种 远程杀伤我军 一击之下 人马剧烈的武器究竟是什么 爆 刘嫣然简单说了一句 便没有了下文 等了半天的东方拓一愣 就这 不然呢 刘嫣然道 东方拓追问 这炮究竟是怎么弄的 如何制作 又是如何杀敌 东方拓问完 就见刘嫣然用一种看傻子的表情望着他 大帅觉得 我若是知道这些 还会在这 刘嫣然笑了一声 东方拓皱着眉 这么说你只知道这什么炮 但不知道这东西究竟如何使用 刘嫣然懒得再回答 转而开口 如今先锋军驻扎河地 面对刘嫣然的无礼 东方拓虽然心中不爽 但也没有表露什么 但道 距离此地二百里 监军要前往 刘嫣然恩了一声 东方拓犹豫片刻 还是决定派兵护送 毕竟他出发之前 东方语曾经嘱咐过 刘嫣然抵达战场之后 无论要做什么 都随意 骑着战马离开军营 刘嫣然内心并不像表面那样平静 这条道 比起他走过的那些山路 可要平坦太多了 两百里 快马加鞭的话 要不了三天 应该就能够抵达前线 如果那个家伙也在军阵当中 说不定还能够见上一面 想着刘嫣然压下躁动的内心 就来验证一下 我心中的想的是不是对的 心思落定 刘嫣然下令 让所有人全速前进 而此刻就在刘嫣然赶往前线之际 左天阙 这位大夏王朝第一高手 终于是带着他的百人天舞位 赶到了前线 看着一个个先锋军校尉 左天阙很是不可思议 你们说什么 东方越被干掉了 其余将领 也都死伤殆尽 这未免太离谱了一些吧 你们这先锋军 可是还有七八万人 怎么主将先阵亡了 这段时间 甘军的进攻 根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反正只要看到甘军的人影 大夏先锋军就跑 虽然打仗的功夫不怎么样 但是跑路的他们 可不是虚的 甘军要推着大炮 愣是追不上他们 这就导致了先锋军的伤亡 其实并不算大 其余的天舞位高手 也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一名校尉激动道 大人 甘军会妖法呀 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是啊 诸位大人 现在挥下许多士族 都已经害怕了 甚至有的叫嚷着要回国 荒唐 昨天却冷喝了一声 这才多长时间 你们竟然就没有了战役 此刻正是为我大夏 开疆拓土 建功立业的好时机 岂可退缩 不是啊 大人 甘军真的不是咱们能够对付的 他们会妖法 放屁的妖法 天舞位十大高手中的 一名三品强者怒斥一声 妖法又如何 老夫神功护体 岂会怕他区区妖法 迅速组织兵力 没错 其余高手也应和道 校尉急了 苦口婆心地劝道 我是说真的呀 几位大人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 真不能打呀 左天却怒了 看你们一个个 也配为将领 都给老夫听好了 只管组织兵力便是 掩护老夫百人天舞位 进行冲锋 带老夫于万军之中 取敌将手机 敌军必然不攻自破 听到这话 校尉也是无奈 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带到校尉走后 左天却鼻腔一哼 双手环胸眼神屁腻 诸位 这一仗 我们可要打得漂亮 多杀几个敌军将领 苦休数十载 江湖之上 已无我等对手 如今在这沙场厮杀 倒也是去世 有人哈哈一笑 周边人也道 没错 就是不知道这刚果 有没有江湖高手 这些年 我等都很少动手了 这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啊 然也 就让干军和这群 被吓破胆的先锋军好好看看 我等身修一世之功 何等天下无敌 哈哈哈哈 片刻之后 先锋军集军两万 左天却等一百名天武卫 没有穿铠甲 那些四平的手持刀剑 左天却他们十大高手 则不然 人人长山大秀 要的就是一个高手的 逼个宗师气度 进军 左天却大喝一声 时隔数日 大下先锋军 终于又一次组织了对甘军的进攻 这消息传到周龙和武雄耳中 两人都惊呆了 这群倒霉玩意儿 然不跑了 还敢向我军进发 周龙乐了 是啊 大帅 士兵会报道 武雄看过来 搞不好有什么变故也说不定 听到这那坐着热气球 用望远镜观察先锋军动向的士兵道 两位大帅 属下观测道 这批先锋军中出现了一批人 有点江湖高手的味道 听到这话 周龙两人顿时了然 看来是这个大下国的武副高手 你怎么看 武雄问道 周龙翻了个白眼 还能怎么看 用炮轰呗 传令下去 前军列阵 步炮邪同 高手 老子飞给他轰成敌手 如果是以前的甘军火炮 昨天却十名三品高手联手 那是能够抵御的 但是如今 自从诺贝尔这个火药疯子 加入了火器所 在他和李狗蛋 以及火器所的研究人员努力之下 如今干国 用来制造炮弹的火药 可不是以往的黑火药啊 炸药威力强了两倍有余 百炮齐发 便是公孙云秀 在亲眼见过一次之后 也有段时间 在掂量自己能不能扛得住 有了周龙的命令 干军的反应速度很快 顷刻间摆好了阵势 大下两万先锋军 也终于来到 看着远处人头攒动的干军 昨天却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那什么干军 一旁的校尉 这会儿有些心有余悸 是的 昨天却一听 当即道 下令进攻 校尉无奈 只得下令冲锋 两万部族气势雄壮 向干军发起了冲锋了 百名天武卫 穿插其中 一同冲向干军 就在双方距离拉近之时 干军这边 终于也有了动作 开炮 轰隆一声百门火炮 一同怒吼咆哮 干军这时候 才开始冲锋 正如赵康所说 步炮携同 是这些年干军 主要训练的科目 要是配合不好 乍到的 可就是干军自己人了 就让老夫老看看 你们这所谓的妖法 有人纵身跃起 偏若惊鸿婉若游龙 踩着一个个先锋军的人头 飞上前 那身法可真叫一个飘逸 能有如此修为 不是大厦第一高手 左天阙又是谁 这三品上层 一只脚踏入二品的顶尖高手 一身真气雄浑无比 真叫一个神功护体 直接当场给干军整了的大活 徒手接炮弹 好吃热的能量 这是什么玩意儿 单手接住炮弹 左天阙很是震惊 反手一掏 就将这大黑铁球 抓在手中 抬到眼前仔细看了看 紧接着 就是一股剧烈的爆炸声 在空中炸开 左天阙直接被从天上 炸了下来摔落人群之中 整只右手血肉模糊 但此刻 这位大厦第一高手 却有些猛逼 低头看着自己鲜血淋漓的右手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敌军的妖法吗 好生厉害 还好老夫有神功护体 不然不堪设想啊 或许是不想让左天阙 专美于前 又一名三品高手纵身飞起 拳上聚集了浩大真气 对准飞来的炮弹 吃老夫一招 左天阙慌忙开口 灵兄不可大意 快运真气护住全身 你说啥 不愧是高手 灵兄拳打炮弹之际 还能回过头来 回应左天阙的关心 只是这话是半点没听进去 还笑了一声 此物有何可惧 看我破他 轰然一声 左天阙瞪大了眼睛 看着他的灵兄 被炸得到处都是 啪哒一声 左天阙目光惊恐地看着 掉落在身前冒着黑烟的东西 颤抖着手 将其捡了起来 痛心疾首地悲悯一声 灵兄啊 虽然被炸得冒黑烟 但此刻被左天阙捡起的嘴 好像还在说 此物有何可惧 看我破他 轰轰炮声 不曾有一刻停歇 六百步的距离 成了无法逾越的天前 负责冲锋的步军统领 嘴角抽了抽 才冲锋出十来米 就退了回来 又他娘的是这样 说好的步炮鞋铜 便宜又全他妈让火炮军战了 敌军根本就冲不过来 而他们自然也不可能冲进去 被炮炸 当下就成了观众 看着炮弹落入人群中 见起无数尘土和尸块 五熊拿着望远镜 就在大后方 看着那些不断被炸飞的敌军 嘴里喃喃自语 过瘾 真特娘的过瘾啊 有喝 不愧是高手啊 徒手接炮弹 厉害的 哪呢 周龙也拿着望远镜 东边呢 我去又来一个 炸不死你 周龙乐了 他看到了灵兄被炸得满天飞的一幕 真勇敢啊 密集的炮弹 肆无忌惮地蹂躏着 大下先锋军 还有天舞卫的三观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那些天舞卫中的四品高手 不知道死了多少 三品高手的灵兄 最先隔屁 左天却受了伤 其余八大高手健壮 心中愤恨无比 当即八人联手 一股真气洪流肆虐开来 彭腹要毁天灭地一般 就连地面也躁动起来 这浩大的一击 直接轰向了数百步外的干军 结果就是 这浩大的真气洪流 飞到了中途就消散了 又不是龟派气功 隔着几百米轰人 想屁吃呢 真能做到的话 赵康还费力造什么大炮 直接找一群高手 隔着老远发波就行了 WDNM 这一刻 八大高手那叫一个心痛 他们联手打出的一击 自信就算是一面铁墙 也能轰成渣渣 可是 根本打不到干军啊 七八颗炮弹 突然朝着他们飞了过来 八大高手健壮 纷纷运起真气护住全身 刚刚凌凶的惨状 他们可都是看见了的 紧接着 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八人周边直接被清空了 只留下了满地的尸体 再看八大高手 一个个面如金纸披头散发 血花飞溅 这一刻 好像神功 也不怎么管用了 跑 快跑啊 不知道是谁叫喊了一声 瞬间庞扶病毒传染一般 逃跑成了所有人共识 见到这一幕 周龙立刻下令 炮车推进 一个也不准放过 从确定敌军冲不过来开始 火炮军就有意无意地 在慢慢推进 这会儿 被炸得满头包的敌军反应过来 想起了逃跑 可你人跑得再快 还能快过炮弹不成 场面实在是太过惨烈 遍地横尸 步兵统领晦气地吐了口唾沫 跑车实在有些笨重 追不上了 周龙和武雄两人 也下令停止追击 毕竟再怎么说 敌军阵中有着一群江湖高手在 要是追过头了 被他们接近 可就不好了 只是这会儿 左天阙已经完全被吓破了胆 只顾着逃命了 一直到跑回了先锋军驻地 都没有回过神来 实在是太吓人了 等他终于安定过来之后 一听伤亡 显现没有气的吐血 百人天五位 活下来的算上 他左天阙也就五人 且人人重伤 两万先锋军不足 更是死伤了三分之一 其他的直接吓破胆 这会儿正哭着喊着要回国 这一刻 左天阙很后悔 内心更是一片迷茫 如此强大的敌军 真是大下能够对付得了的 这究竟要怎么打 自己的神功 根本就挡不住敌军的妖法呀 这一次炮击 直接让本就窃战的大下先锋军 更加害怕 愣是又往后缩了二十里 再没有人提出要进攻 但他们不进攻 可不代表着周龙和武雄 会放过他们这群侵略者 毕竟赵康之前谈和失败可是说了 既然要打那就一口气打到东边去 一天之后 天山大营 一个个热气球点火 从最新升空的热气球 传回来的消息数据来看 今天是个飞行的好日子 周龙和武雄 内心有些激动地 看着站在热气球身边的士兵 他们便是取缔了火炮军 成为干国最强战力的飞虎军 人数不过五千 但却是当之无愧的王牌 此刻来到前线的 不过一千军罢了 统领这一千飞虎军的 是个样貌年轻的青年 名叫方圆 周龙哈哈一笑 拍着年轻将领的奸凯 小子 炸药包手雷 都给你小子配齐了 之前阎武你们这群王八蛋 打的都是自家人 这会亲自上阵了 要是露窃 老子 可是要削人的 方圆嘿嘿一笑 周大帅您就瞧好吧 不把那群家伙炸个满头包 末将都不飞回来 武雄也笑着指了指热气球的篮筐 里面有一些加料炸药包 都给你们标注好了 使用的时候小心 这玩意儿 可是有药所弄出来的毒烟的 明白 方圆笑着 登上了热气球 看向副手表情 一下子变得肃穆 开火升空 开火升空 命令传达 灯使一千个热气球 升向空中 每一个都拉着上百斤炸药 对于飞虎军来说 只要风向达到 他们心中设想的理想状态 飞行起来 问题就不大 自从组建飞虎军以来 他们当中哪个 不是天天在天上飞着 要的就是 能够熟练应对 空中各种情况 光是因为操作不当 或者因为一些突发状况 这些年 从天上掉下来摔死的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通过这些考核活下来 并且能够具备战斗力的 那才有资格进入飞虎军当中 这些家伙 那可都是赵康 心里的宝贝 金跪着呢 退缩的大夏先锋郡 还不知道 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所有人都紧张兮兮地 生怕干军打过来 其中率领着一百天五位 来支援的左天阙 此刻完全没有了当初 要以神功对抗妖法的风采 对抗个屁 他妈隔着老远 自己人就死得死残得惨 修为在他妈高深 那也不能隔着六百步杀敌呀 因此 当下的左天阙 很是惶恐 就在这时候 耳畔听到了一声熟悉的爆炸声 左大高手直接身子一抖 怎么回事 干军打过来了 这声音分明是敌军妖法的声音 不 不知道啊 身边人支支吾吾地说着 一群人赶忙钻出了大营 发生什么事了 左天阙大声质问 就见远处一座军营 被炸了的稀巴烂 一些人抬头看着天空 有人呢喃道 刚刚天上掉下来 一个东西 好像是他们扔下来的 左天阙也抬头看向天空 就见天空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球体 密密麻麻 间隔有序 这是什么 鸟 左天阙很迷茫 但是没有人能为他解答 左天阙只看到他口中的鸟 突然扔下来一件件东西 其中有一件 直接掉落在他面前 是个好像布包一样的玩意 拖着一条长线 这长线还在冒火星子呢 左天阙蹲下身 又没有受伤的左手 将布包捡了起来 重量不轻 估计有个六七斤左右 这是什么 左天阙拿着布包 看向周围 周边人纷纷摇头 不知道啊大人 还着火呢 拆开看看 就在这时候 左天阙突然感觉到 掌心传出一阵熟悉的热量 这股炽热的能量太熟悉了 他之前徒手接炮弹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觉 当即 左天阙直接运起了全身真气 果不其然 下一刻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围在左天阙身边的人 挨了一下石德 直接被炸得飞了出去 无数刚柱弹丸铁片 从炸药包中飞出来 那杀伤力 就跟武林高手 使出来的暗器一般 烟尘过后 左天阙脸都被炸黑了 张口吐出一口黑烟 紧接着浑身颤抖起来 快跑 他惊恐地叫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飞虎军投下一个个炸药包 发动了空袭 面对大炮 还弄人命去堆 用骑兵逼近 但是面对 这只飞虎军 根本就没有一点还手的机会 他们都在几十米的高空之上 箭矢射不到 真气打不着 掌控了制空拳 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接下来的就是屠杀 一阵绿色的烟雾 突然在先锋军驻地荡开升腾 原本就混乱不堪的驻军之地 突然间有一些人开始发狂 见人就咬 彭扶神志不清了一般 这是被周龙和五雄加工过的 炸药包爆炸之后 产生的效果 在战犯林二牛的带领下 医药所的毁灭派 已经彻底放飞自我 什么毒药变态 就弄什么 再有派克这个潜藏战犯协助 那真是 就连赵康平时都不乐意去那地方 说是狼狈为奸 有些不好听 但说是如虎添翼 又着实侮辱这个词了 总而言之 就是一个不当人 用最快的速度 对敌军发动了一次空袭之后 飞虎军携带的炸药包也用完了 拿着望远镜看了一眼战场 真叫一个满目疮痍 极少能看得活人 方元呵呵一笑 传令 扔燃烧弹 免得有什么漏网之余 身旁的副手点头 从怀中掏出一面红色的旗子 挥舞起来 方元弯腰从篮筐中 拿起他口中的燃烧弹 离狗弹这些年 联合诺贝尔研发的新武器 对于古代战场来说 火攻永远是最残忍的 这燃烧弹便是如此 内中装在火油原油炸药 不光杀伤力惊人 从空中发动袭击 火势毅然能在寝客间 将战场变成火海 随着方元传令 飞虎军的高度开始下降 一颗颗燃烧弹从高空落下 将本就满目疮痍的战场 变成了一片炼狱 而飞虎军则开火升空 拍拍屁股 借助上层风向的改变 直接就溜了 就算想要报仇 你都追不上 一直到黄昏之际 绕了一个大圈的飞虎军 才顺利降落 方元跳出篮筐 小跑到周龙和武雄面前 两位大帅任务完成 你小子 他妈的 你们这飞虎军战斗力 的确是有些太吓人了 周龙忍不住感慨一声 方元黑啸一声 他也有些激动 自从加入飞虎军之后 都是训练 最多也就是对一些 战山为王的土匪 发动空袭 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上战场 不得不说 确实有些痛快 两位大帅 我放了燃烧弹 等火势降下来之后 我军便可长驱直入 如今敌先锋军 十灭八点九 对我军已经完全没有威胁 武雄点头 干得好 接下来就等敌军主力大部队到来了 大下先锋军 以一个极其惨烈的过程覆灭 逃出来的百人不盗 有的甚至已经疯了 昨天却也快疯了 从昨天来到驻地 再到现在先锋军覆灭 就一天的功夫 他就带着人打了一仗 惨败之后 先锋军居然就没了 而且 即便他属于是受害者 但先锋军究竟是怎么没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唯一能够证明 这大军曾经存在过的 恐怕就只有此刻火海当中 熊熊燃烧的尸体 要不是昨天却身为三品高手 心智还算过人 这会儿 恐怕也经受不住打击了 军杖尸体 加上粮草所有的一切 都被非虎军投下的燃烧弹摧毁 大火足足燃烧了两个时辰 连黑夜也照亮了 而一行人 依照着火光的指引终于出现 熊熊烈火滔天 一道略显鲜弱的身影 看着前方的火海 并没有半点惧怕 但看烈焰染青天 五熊不知道 他口中大下主力大部队 已经来了 只一人而已 知道了金国蛮人出现 且吴观海已经做出应对之后 赵康就彻底放心下来 在帝都待了两天 见过了吴天虎和高原老熟人 众人一起喝了顿酒 赵康便乘坐热气球返回扬州 飘了几天 最后换成马匹 一路回到扬州城 因为敌人出现的缘故 朝廷第一时间发了告示 因此 老百姓们这会儿 也都知道一些消息 这三年来太平日子 已经让不少圆州国人 认可了现在的干国 最起码 咱们老百姓的睡少了不是 那日子好不好 咱们老百姓还能不知道 这会让街上的茶铺路边的酒楼 能看到不少扬州城的百姓 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议论战事 不管有没有懂行的 图个热闹就行 一路回到王府 众女都在 见赵康赶回来 都有些讶异 萧玲珑上前一步问询 你回来不会有事吗 赵康笑 能有什么事 全都搞清楚了 是西年齐国那个明珠公主 刘燕燃搞的鬼 敌军我也见到了 就一群战武诈 叶红雪带霉微醋 还是不要大意地好 战事瞬息万变 这个道理 你应该明白 赵康双眉掀起 点头 这个嘛 当然是不会低 拉了张椅子坐下 将那有些小迷糊的金发小宠物 抱在怀里 让女子心中有些窃喜万分 赵康道 这次我之所以不打算在前线 一来那是 打算让咱们大概现在的几个统兵将领 自己来打这一仗 我毕竟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战场上 而且 他们也都是身经百战的主 各顶各的战争狂人 其次 这次我想事事负责后勤 只要咱们后勤的火器支援跟得上 这一仗就不可能输 当初金灵关那事 发生一次就够了 其他人不清楚 萧玲珑和叶洪雪却知道 赵康说的是哪件事 当初赵康第一次参战 要不是林宇赵金生 几个狗贼搞鬼 金灵关不至于死伤那么多干国将士 赵康说着 打了个哈欠道 另外景国那边 洪雪你也别担心 如公孙云秀这邪护娘们预言的一样 那边也来人了 是上次的金国蛮子 但吴关海已经做出了应对 暂时还没有打起来 等我们这边收拾完对手 就可以立即支援景国的 听到这话 叶洪雪笑着点了点头 看着赵康眉宇间蕴藏的疲惫之色 有些心疼 这家伙 应当是从景国赶回来的 眨了下眼 示意自己没事 赵康又嘱咐道 后天呢 我就要上帝多一趟 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 应该不会打太久的 如果说赵康心中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也就只有自己的这群老婆了 把我们当小孩子呢 你放心去做大事就是 咱们待在扬州 哪会儿出什么事情 秦玉凤笑道 就知道你是最懂事的 来让相公亲一口 嬉笑一声 赵康道 把那小兔崽子接回来 咱们一家人吃个饭 好好休息一天 宋姐你留下我 和你说点事 听赵康这么说 众女轻轻点头 笑着离开 虽说窗户纸已经捅破了 但称位还是没变 宋青岩笑道 怎么了 将这狐狸精拉入怀中 摸着那妩媚的俏脸 赵康笑道 我在景国的时候 见了一趟周明 别说这小子 还真有几把刷子 靠着自己的能力 在景国做了点小生意 说不上挣大钱 但是自己自足 是没有问题的 听赵康这么说 宋青岩笑了一声 那你这后爹 怎么也不传授 他一些生意上的技巧 你这家伙 赵康哭笑不得 捏了一把女子脸蛋 笑道 我让他来干国 不过这小子不乐意 说要靠自己 他这会儿在几周春城 你要是想他了 可以去看看 轻轻点头 宋青岩仰起头 仔细地看着赵康 突然道 赵狼 赵康愣一下 还是第一次听见 这狐狸精 如此称呼自己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咋了 没什么 宋青岩一笑 靠在赵康怀中 微微闭眼 若真有来事 自己一定能记起这张脸的 来臭小子多吃点 老子得离开一段时间 你可别给我惹事啊 不然给你屁股打开花 抱着赵富贵 赵康将鸡腿夹在碗里 小家伙无奈道 知道了爹 赵康心满意足地笑笑 这小子 虽然腰捏了点 也比较早熟 但还是很听话的 除了他们一家子外 饭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 赵康看向孙芳 孙芳这一仗呢 就没有你的份了 守好扬州 要是有人敢在这个关头 存着什么不良心思 抓到一个就杀一个 先斩后走 平日里要是有傻X存着反心 只要确定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赵康乐意陪他们玩 但这种时候 谁要是出来搅浑水 那赵康可就不会陪他耍了 孙芳心里有些可惜 但也没有质疑赵康的决定 好嘞王爷 咱老孙 如今也不缺这点军功的 别看孙大将军 这几年都在带孩子 但是论官职这位言 那可是真不小 如今干国诸将之中 也就只有赵康和周龙压他一头 像是青龙军的统帅李龙 如今镇守宁州的五雄之类的 也都只是和他平级罢了 是当之无愧的军中大佬 赵富贵对付着鸡腿 这时候抬头问道 爹 打仗好玩吗 好玩个屁 这是天底下最脏的事情了 小家伙挠挠头 这样啊 那我以后岂不是当不成将军了 赵康乐了 咋了 你小子以后想要当将军 小美说当将军的人最厉害了 众人都是一乐 时至黄昏 吃过饭后 孙芳告辞 离去调兵遣将驻守各地去了 曹白鹿 伊丽莎白 宋青岩 以及吴欣怡四人 打着麻将 赵富贵蹲在院子里 和泥巴气墙丸 赵康搬了张躺椅 将萧玲笼搂在怀里 轻轻摇着蒲扇 左右两边分别是叶洪雪 和秦玉凤 此间祥和 让人惦念良久 是赵康最为安逸的一天 虽然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对于王府的硬件设施 赵康没有要求过什么 一个再多粮也能躺下 而且还有足够的空间施展 这会儿 这张奢华柔软的大床上 便坐着几位大美人 赵康穿戴着衣服 看着起身的老婆们 笑了一声 走进床边挨个亲了过去 都乖乖在家里等我哈 众女一笑 也起身合一 送赵康出门 这次去帝都 赵康就没有低调了 带了三千扬州城的驻军 穿着那一身九龙王袍 这是萧玄册给他的殊戎 以张身份尊贵 帝都的人自收到了消息 是以赵康一到帝都 就是百官相迎的大场面 这段时间 他们也都在等着赵康 进了皇宫 来到义政大殿 闻武百官尽力 连萧玄册也正经起来 听赵康说完 大致情况 他们也早就收到了 不过还真没想到 是刘延然搞的鬼 不过也都无所谓了 萧玄册语气微沉 这一刻 帝王气象显露无遗 即日起涉军基处 赵王 李源 张明远 杨甘 共八人为军机大臣 四军区兵力调遣 粮草资重输送 军令下达 有儿等八人共议 传镇指议 九州八十一道各级官员 务必保证一道畅通 如有拥堵 杀无赦 皇江水路今日起进行 用以运送粮草军线 扬州城征气炎纠所火气所 进入战时戒备 随时待命 命阵远将军李龙 今日起统帅幽州军区 九州节度使 随时待命 调集军用物资 若有延误者杀无赦 锦衣卫巡查九州 但有违令 可先斩后奏 臣等遵命 一道道命令下达 可见虽然看过了周龙和武雄两人大胜的消息 萧玄策也并没有轻视什么 连同赵康在内的八人 被选为军机大臣 说得严重一点 那就是干国生死存亡 就掌握在他们八人手中了 不过 就算是向来老成持重的李源 都没有什么紧张的 很是轻松 这会儿在临时设立的军机处翘着二郎腿笑道 想不到都这把年纪 还能赶上一场战事 赵王爷这一战 怎么不亲自领兵了 赵康翻了个白眼 你就见不得我清闲是吧 这本军械集册就给你算了 老张你某某妈的那边搞清楚了没有 第二批粮草 什么时候能够运送到前线 前边将士要是恶肚子 我可是要骂人的 再轻点着那 赵王爷 等到下边人信息汇总之后就行了 张明远哭笑不得 那就行 则还是这座办公室自在 老子以前在战场上拼命 你们就在这动动嘴皮子 这会让也轮到老子舒服舒服了 赵康边翻看着手上的册子 其余七人都是笑笑 都打起精神来忙活手头上的事情 却不知道这份安逸已经被打破 定天元 刘嫣然听着在飞虎军狂轰烂炸之下 幸存的左天鹊等人说着那一战的惨烈 他的心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干国如今强大成什么样子 他都不奇怪 反而来那些兴趣 看着受了重伤面色惨白的左天鹊 你是说 干军甚至能够从空中发动袭击 是的 他们坐着一个囚飞在天上 左天鹊有气无力地说着 要不是他这回让也勉强算是军中之人 他这会儿都想要跑路回大厦了 飞天呢 真想试试是什么感觉 刘嫣然呢喃了一声 左天鹊这时候道 咱们先退回去吧 现在前面全部是敌军 要是等他们追过来可就麻烦了 刘嫣然弹道 要退你们自己退吧 咿 左天鹊一愣 就在这时候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后方传来 众人回头一看 就见一支下朝军队出现 人数大概在两万左右 来到跟前 领军之人微微皱眉 翻身下马 对着刘嫣然道 见过监军大人 大帅派我等轻装急行前来 不知前线战况如何 刘嫣然喝笑一声 先锋军已经全军覆灭了 这怎么可能 降临目光无比震惊 那可是十万大军 这才多长时间 居然就全军覆灭了 这还打个蛋蛋 方圆一千飞虎军 那可是都携带了上百斤的炸药包 十万斤炸药扔下来 也就左天鹊功力深厚 外加反应及时 这才一路跑了出来 至于其他那几个先锋军的 这会让要是去扬州城买彩票 赵康估计得痛失五百万了 事实如此 前方干军距离此地也就十五里 将军自己考虑 是要撤退还是驻军吧 刘嫣然道 没有二话 将领直接道 战况如此危机 请监军大人随我等候撤 带到大帅赶制再做打算 要撤你们自己撤吧 我就在这 刘嫣然拒绝了将领的要求 他心中总有种感觉 今天恐怕会发生什么 这种感觉无比的强烈 这 将领想要掉头就走 但却不敢 面前的刘嫣然 不光是监军 可还是今后的皇后啊 他要是丢下刘嫣然自己撤了 怕是东方拓之道 就得砍了他 当下无奈 也只能身后的下属下马不防 这里的动向此刻全落在了坐在热球上拿着望远镜观察的甘军眼中 侧着风向不断调整高度 这名空中侦察兵飘回天山大营和五熊周龙汇报消息 又来人了 泽泽 方圆看你小子的了 后者笑了一声 没问题 给末将半个时辰 一千飞虎军再度集结点火升空 终于上升到理想的高度 苍穹上风向适合 晴空万里这种天气最适合空袭了 方圆让副手掏出指挥旗 浩浩荡荡向前飞行而去 没一会儿的功夫 方圆就透过望远镜看到了下方犹如乙群一般的下军 他刚立即让副手指挥其余的飞虎军降下高度 天空之中一个个小黑点密布 左天却不经意一瞥 顿时惊恐万分地叫出声来 是敌军 是敌军来了 他们就是这样飞的 天籁小说网 刘燕燃抬起头看去 就在这时候一声晴天霹雳炸开 转瞬之间天际乌云盖顶 好似天药他陷下来一般 一道道紫色雷霆在云层之中翻涌着 下一刻雷电犹如银龙破开云层 似天伐降下 天伐杀鸡 一星一袖 轰隆一声 天空中瞬间有什么物体炸开 刘燕燃抬头看着上空 就见暗沉的苍穹 突然出现一个大火球 这什么情况 不光是他有这个疑问 方圆这一千飞虎军也猛逼了 看着被批中的热气球 方圆满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起飞之前 可是详细记录了天气情况 今天怎么可能会有雷雨天气 而且才这么个高度 怎么就批中了自己的下属 或许是意外吧 以前也不是没被批过 副手说道 方圆听闻点了点头 刚打算下达命令 让全军继续下降高度 但紧接着一道道银色闪电钻出云层 周边所有的一个个热气球 接二连三地被批中 在空中直接炸开 方圆猛逼了 副手这一刻也慌张起来 我草将军 好像他妈的 不是意外啊 快退快退 让所有人快退 方圆激动地吼着 天空之中 一个个热气球炸开 不断有燃烧着的球体降落 左天却猛逼了 所有的大厦士兵 也都目瞪口呆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 雷云渐渐散开 刘燕燃周围掉落着热气球的碎片 尸体等等这些东西 还在燃烧着 左天却呆呆地看着刘燕燃 终于是开口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了 刘燕燃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赵康你这次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心中想着 刘燕燃看向了那带领着 两万大下军而来的将领 冷声道 我以监军的身份命 你等在此地驻军 遵命 将领猛逼地说道 这时候 刘燕燃直接来到了他身边 示意他将马让出来 这将军疑惑道 监军大人 您是要 刘燕燃嘴唇翘起 没什么 我率领两千士族 在后方三里处 随时支援将军 就是 将领点了点头 明白 说完清点处 两千士兵交给刘燕燃 骑着战马刘燕燃回头看了一眼 心中喃喃念叨 来吧 再来试一次 一次就够了 天山大营 原本正在等着飞虎军 大胜归来的周龙和武雄 都有些惊诧 看着方圆 有些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 你们被雷劈了 赵康也没有跟你们一起飞啊 方圆激动道 是真的 正准备开始轰炸 突然就他妈打雷闪电 周龙皱眉 应该是意外吧 先别激动 伤亡多少 方圆气得一拳 砸在桌面上 死了四百多 要不是我们溜得快 说不定都回不来了 休息两天 这种事情谁也没料到 武雄开口安抚了几句 随后才和周龙 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虽然这次飞虎军作战失败 但也带回来了 敌军具体驻军 再买的消息 周龙当即道 今天晚上派三万人 吃掉这支敌军 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武雄笑了笑 显然两人都没有将 雷劈热气球的事情 当回事 这种事情 明显就是意外嘛 夜晚降临 在一万多大军当中的左天鹊 想着白天的事情 依旧有些震惊 最后还是要了一匹马 大人试要 左天鹊咳嗽一声道 监军大人那里兵力稀少 老夫去那助手 将领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放任左天鹊离去 策马离营 左天鹊脑海中不断回忆着 想着东方拓曾经说过 让刘燕燃来担任监军 是皇帝陛下的要求 并且说什么能不能打赢这一仗 全看有没有刘燕燃在 左天鹊一路上都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左天鹊离开不久之后 一道道行军的身影 接近了下军驻地 外围的斥候 很快发现了敌军的逼近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干军给干掉 看着下军临时搭建的营地 按照周龙吩咐 带着三万人二十门火炮 来偷袭的干军将领 冷笑一声 开炮 紧接着爆炸声响起 下军瞬间开始骚乱起来 下军主将连忙钻出营地 嫡席 准备迎敌 他想要组织兵力抵抗 但是迎接他的 却是敌军的狂轰烂炸 足足打了二十轮炮弹 不光是他这个主将 就连整个下军也猛逼了 随后就见无数手持刀枪的干军 如狼似虎地冲了过来 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只是一个回合 就被杀得屁滚尿流 被炸了二十多炮 他们哪里还有 和干军抗衡的战力 纷纷开始向后逃窜 给我冲 一个也不许放过 干军将领抽出云刀 眼中满是杀气 亲自率领着大军 追击被杀得片甲不留的下军 一万多下军 请客间就被杀得实不存一 拼了老命的向后逃窜 先一步出发的左天雀 得知这个消息 那更是狠狠抽着马屁股 监军大人 我军好像在和敌军交手 一名士兵来汇报 刘燕然只是看了一眼便道 传我令 所有人不许出击 没有我的命令 就算是敌军杀到跟前 用刀砍了你们 也不得抵抗 周围士兵都被刘燕然这句话 给整猛逼了 不知道为什么 没一会儿的功夫 左天雀就冲进了驻地之中 监军大人快跑 敌军杀过来了 他身后 还有着陆陆续续 跟着逃窜的大下士兵 但刘燕然 却没有丝毫反应 紧接着 就是无数干军冲了进来 一看这里居然还有敌军 战役瞬间被点燃了 刀剑铃声 哪里还有人理会 刘燕然先前的军令 纷纷也抽刀和干军拼杀起来 只有刘燕然 一直端坐着 不时抬头看看天 就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 都和他无关一样 就在这时候 一名干军发现了他 直接挥刀劈了过来 一旁的左天雀 见刘燕然 居然没有任何躲避的意思 当下急忙一掌拍飞着士兵 焦急道 刘建军快跑啊 敌军越来越多了 听着外边的喊杀声密密麻麻 刘燕然心中叹了口气 看来真的就只是意外 和自己空想罢了 就在这时候 漆黑的夜空之中 突然间亮起一团又一团的火球 整个夜空在这一刻被点亮 这些火球 就像是炮弹一样 落进了人群当中 不分敌我 好似要将这一片大地上 人都轰杀殆尽 刘燕然被气浪掀倒 但他却笑了 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着陨星一颗颗落下 将此地化为了人间炼狱 刘燕然大笑着 这是第二次了 这一刻 他彻底明白了 谁才是真正的寿命于天 自今日起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大地坑坑洼洼 焦土硝烟弥漫 遍地湿海 有干军 也有下军 左天阙这个大厦三品高手 已经彻底傻了 呆呆地看着身边的刘燕然 是巧合吗 白天的雷电 今晚的天降陨石 都是巧合吗 可是 就连本人的刘燕然 也给不出一个答案来 领衔三万干军 夜袭下军的将领 此刻也愣在了原地 他从没料想过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明明都已经大胜了 怎么会突然间就变成了这样 一刻钟的时间 密密麻麻的允星 将这片场地 化为了人间炼狱 逃跑的死伤的无法技术 你叫什么名字 正当这名将领发愣的时候 有人开口询问 将领看过去 发现是一名十分漂亮的女子 这战场上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女子 没有犹豫 这将领提起了手中战刀 吼了一声杀 就冲了过去 好在左天阙反应迅速 一掌将其击退 刘燕然赞叹了一声 不愧是她的兵 紧接着她开口 看着那不断可学的将领 你回去吧 替我转告赵康 我给她一个月的时间 干国不祥责灭 说完 刘燕然转身便走 左天阙 以及灵星的几名 幸存下来的下军 赶忙跟了上去 看向刘燕然的目光 都不由得有些畏惧 天山大营 将领受伤赶回 将战况上报之后 周龙和武雄两人都猛逼了 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了 你是说 突然有天外陨石降落 打乱了整个战场 武雄眼神有些迷茫 将领擦拭着嘴边的鲜血点了点头 左天阙那一掌可不轻 那名女子还说 让带话给赵王 干国不祥责灭 似乎和赵王曾经相识 知道了 你先退下 周龙眼神一沉转看向了武雄 这事儿 恐怕并非是什么巧合 的确 这世上不可能有这妖巧合的事情 武雄沉默片刻后开口 我建议收缩防线 不再主动出击 将咱们如今打下来的地狱 全部布上地雷火药 好好看看 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此事得立即上报赵王 那女人应该就是刘燕燃无疑了 他娘的 怎么会有这么邪性的事情发生 周龙骂骂咧咧一句 想到了之前在天山大营后 构建的防御攻势 渐渐地 周龙眼神变得坚定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这群家伙踏入干国一步 前线战士 一下子陷入困境 一些地方也开始不安宁起来 冰州 各大药堂人满为患 大夫忙活得满头大汗 藩书的声音刷刷作响 大夫的眼神中满是着急之色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为何这么多医书全没有记载 这究竟是什么病症 后堂一人快速跑来 满脸恐惧 朝着大夫叫道 李大夫 您快去看看吧 又有几个病人不行了 该死的 按骂了一声 李大夫赶忙将手里的医书扔了出去 急冲冲地跑到后堂 就见几十号病患 面色枯搞地坐在地上 李大夫赶忙来到一时弥留的几人身边 查看病人情况 一人强撑着一口气 看着李大夫 语气断断续续 大夫 是不是要不行了 不会的 一定要坚持住 里边已经在熬药了 喝了药 就会没事了 李大夫紧紧抓着病人的手 偏过头不赶 让病人 看到自己痛苦的神情 病人刚松一口气 微笑着勉强说了句 谢谢你了 大夫 突然间病人眼神一凸 紧接着不断咳嗽起来 李大夫连忙拍着病人后背 想让对方舒服些 就在这时候 一口鲜血猛地从病人口中咳出 病人的呼吸 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不断咳出鲜血 随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彻底没了声息 旁边的病人看着这一幕 纷纷面露恐惧之色 又死了一个 混蛋 狠狠一拳砸在了地面上 李大夫神情满是痛苦之色 捂着脸 只感到了一阵深深的绝望 他是一个大夫 自有学医继承家业 然而面对这所未有的怪病 他却根本找不到病根是什么 想到这些天不断死在药堂的病人 李大夫更加痛恨自己的无能 当即 看向自己的徒弟 你快去城内各大药堂走一边 问问他们 那里都有多少病人 好 好的师父 一直到了午后 徒弟才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连口水也顾不上喝 是 师父问清楚了 算上咱们药堂的 城内的病人有872人 而且陆陆续续 还有不少百姓也开始咳嗽发热 800多人了 而且病患还在不断增加 李大夫不由地想起了 之前城内一名老大夫 召集他们这些城里的大夫 说是发现了一种怪病 这么短的时间 城里就有这么多人 一同患上了这种病 莫非是亦 想到这 李大夫眼神变得有些惊恐 若真是什么不知名的疫病的话 那可就糟糕了 心中亥然 李大夫顾不得堂内的病人 立马跑出药堂 城内官员名叫袁继翰 这会儿 也正在移出药堂查看 城内这段时间 多了许多身患重病的病人 他身为官员 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 居然就蔓延成了如此情况 袁大人 李大夫远远便叫了一声 正在和大夫交谈的袁继翰 转过头来 李大夫 你怎么过来了 你那边的病人情况如何 有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李大夫摇了摇头 紧接着赶忙道 我怀疑百姓患的不是什么普通病症 而是疫病 听到疫病两个字 袁继翰和身边的大夫都是一惊 眼神中满是恐惧之色 你确定吗 袁继翰紧张地问道 每一次瘟疫的出现 带来的灾难都是毁灭性的 曾经的甘景周期四国历史上 都曾经有过疫病发生 最严重的一次 齐国死伤数百万 险些灭国 如果这一次真是疫病的话 李大夫沉声道 就目前来看 这怪病传播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患病之后 死亡性极重 岂有可能真的是疫病 该死的 袁继翰内心悚然 连忙道 看好病人 此事本官要立刻上报朝廷 滨州疫病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帝都 军机处中 户部张明远 眉头紧锁念着滨州传出来的消息 患病之后 病人头痛发热咳嗽 驳哽肿肿大 数日之内咳血便死 时至今日 死于病患者 已过二百之数 恳请圣上力派御医 以解异患 赵康萧悬侧几人都是疫惊 赵康的反应最大 滨州出现瘟疫 张明远赶忙点头 下面呈上来的急报 是这样写的 而且看起来病情很严重 他骂的 赵康赶忙道 这事儿马虎不得 立刻派兵封锁滨州 作为穿越者 赵康深知道 疫情能够造成的破坏性 有多可怕 那是甚至比战争 还要恐怖的存在 萧璇策立马道 听赵王的 命西军区派兵封锁冰州 另外发布告示通报九州 抽查各地 凡有患病者 立即上报各地官府 将病人集中起来 除此之外 传令太医院 所有太医 即刻起赶往冰州 说完萧璇策 这才看向赵康 老赵 你看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呢 赵康想了想到 让扬州医药所 立即赶往冰州 务必要最快速度搞清楚 疫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他的脸色很难看 瘟疫之前 他就遇上过一次了 不过那一次 凭借着搞出来的大算数 再加上那次瘟疫的死亡率 并不算太高 这才安稳度过 没想到 居然又来了 天籁小说网 想了想 赵康赶忙又到 从今天开始 全国实行宵禁 各地青楼茶馆酒楼暂停营业 另外通知扬州各地纺织厂 全力生产口罩 发放百姓 萧玄策等人都诧异地看着他 一人忍不住道 赵王 您反应未免太大了吧 是啊 这样搞的话 恐怕各地名冤不小啊 若是各地暂停营业的话 老百姓的生计 恐怕无法保证啊 打个屁 赵康赤声道 现在都不清楚 这次瘟疫到底什么情况 要是这玩意是什么病毒 那可就玩犊子了 那漂亮国 因为疫情 就死了上百万人 这还是通讯医疗都发达的时代 要是这次瘟疫 真的是什么病毒导致的 就干国 如今的情况 恐怕死的会更多 听赵康说着 几人的表情也变得越发严肃 萧玄策一锤定音 依照赵王说的做 务必要在最快的时间 控制住这次疫情 至少 说着 萧玄策顿了顿 要将其锁死在冰州 就在这时候 外边的人急匆匆地捧着一封 那封密宝前来 陛下赵王 前线最新战报 李源赶忙接过来打开 看着上面的消息 直接猛了一下 看他这个表情 萧玄策皱眉 念 李源满是不可思议地 念出战报上的消息 赵康原本不在意的 结果听着听着 眼珠子都瞪圆了 等会 你说啥玩意儿 天雷 陨石 你没开玩笑吧 这他妈修行啊 李源傻愣愣道 战报上是这么写的呀 赵康直接离开了 周围三步并两步地跑上来 一把抓过密宝 低头看了起来 紧接着 整个人都有些茫然了 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草 老子他妈的 难道是王莽 看着赵康经的目瞪口呆 旁人赶忙询问 赵王您怎么了 什么王莽 不是 你先让我缓缓 赵康低头看着战报 又看了一遍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召唤天雷陨石 你特邀刘燕然 是大魔导师 这他娘的不开挂吗 萧玄策也接过了战报看起来 紧接着一把将棋 拍在了桌子上 这怎么可能 老天爷在帮敌军不成 也许是巧合 也说不准啊 一次是巧合 这两次也太巧合了吧 包括赵康所有人 都有些难以置信 军机处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有人接连呼唤了几声 赵康抬头 对萧玄策摇了摇头 随后低头沉眉紧锁 他现在思绪很乱 因为这封战报 不由得让他想起了 前世在网站上 经常看到的网友戏言的 穿越者大战 卫面之子的笑话 什么卫面之子 不卫面之子 听起来就他妈扯淡 可穿越这种事情 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 同样扯淡 因此 赵康有些茫然 因为卫面之子 啥的不清楚 可穿越者 是他 难不成 老子其实是穿越到了 玄幻修仙世界 我有科技 你有先术是吧 而且看战报上传来的消息 好像刘燕燃这娘们很自信 难不成他知道了些什么 不对劲 实在是太不对劲了 无视了其他人 赵康点起一支烟 走出了军机处 坐在了台阶上 他脑海中开始回想起字 来到干国之后的种种经历 他的记忆力一直很好 所有事情这一刻 都像幻灯片一样 在他脑海中播放 从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 原江县饿死的县令赵康 再到带着吊哥张龙他们 杀山贼抢粮食 冒充土匪 绑架过路商客 最后 将原江县经营成一处世外桃源 然后遇上了萧玲珑 再到如今 成为干国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赵王 期间 有过不少敌人 但最终还是自己赢了 一路过程磕磕碰碰 大体上还算得上是顺遂 赵金生 林宇 宁王 齐国 周国对手都不算少 怎么最后冒出来的刘嫣然 一个被自己玩得团团转的家伙 这会儿 居然显露出什么未免之子的迹象 这特娘的 不是开玩笑吗 赵康突然有种感觉 就好像一个程序 出现了一个bug 影响了整个程序 本该进行运作 而现在 程序开始自主修复这个bug了 这个bug就是它 因为它的到来 这世界才有了火器炸药 甚至于现在 蒸汽机都快出现了 整个干国在高速发展 有着大好前景 而现在这个世界 派了一个人来 和它作对 要将它还有 因它而出现的一切 全部抹杀掉 就如那篡汉的王莽一般 最后在历史上 留下一个穿越者支持的笑话 默然抬头看天 赵康的眼神 变得有些凶煞 犹如一头恶狼 随随便便冒出来个人 带着什么所谓的天命 就想要击败我 抹杀我 那我这些年所做的一切 又算是什么 我去你妈的老天爷 你刘燕燃开挂修仙 修个鸡毛的仙 你看 老子怎么弄死你 除了我自己 没有谁能够干掉我 老天爷也不行 心思落定 赵康转身走进了军机处中 看着萧璇侧几人开口道 接下来军机处就交给你们来负责了 皇帝和几名官员对视了一眼 李元勋问道 赵王您要准备上前线 赵康点了点头 不错 我倒看看几年不见 他刘燕燃究竟长了什么本身 原本还想着安逸几天 但既然这家伙 不想让我称心如意 那就怪不得我了 说着 赵康看向萧璇侧 陛下 我需要往前线调集一千门火炮 除此之外 飞虎军全军随我出动 一口气打死这群混蛋玩意儿 萧璇侧哈哈一笑 这还用得着你说 赵王听旨 陈在 萧璇侧 即日起命你为三军统帅 总领我大干干军 朕只有一个要求 绝不允许一个敌军 跃入我大干境内 陈遵旨 赵康起身 萧璇侧笑着拍了拍赵康的肩膀 放心去吧 国内还有我们 我明白 赵康点了点头 七日之后 我会从扬州随飞虎军一同出发 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这一战 众人纷纷点头 当天赵康离开大殿 同一时间 他担任干军主帅的告示张贴出 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曾经横扫两国的家伙 又要再次出征了 从帝都一路赶回扬州 赵康脸色并不算太好 他来扬州 并非就只是打算和家人告别一番 主要还是有问题要询问一个人 听说赵康赶了回来 一大家子早早就聚在赵王府面前等候 赵康患上笑容 上前去搂过了赵富贵 目光看向了表情不一的娇妻美妾 柔声一笑 走 都回家 我有点事情要和你们交代 说着 抱起还没腿长的小家伙 赵富贵瞪着眼睛 爹 听娘说 你要出征了 就是去瞧瞧罢了 你小子操心这事做什么 赵康咧着嘴笑着 小家伙嘟囔几声 我可不操心你 是几位母亲大人担心你 我这才问问 有啥好担心的 上战场这种事情 对你老做我来说 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你们啊 就在家等我消息就是 没准都用不了两个月就打完了 自古将士出征 都少有像赵康这样轻松的 似全然不当一回事 回到家中 聚拢了一大家子 赵康轻声道 宾州可能出现疫病的消息 你们应该知道了吧 萧玲珑点了点头 美目中满是担忧 听说已经死了 不少人了 医药所的二牛黄大夫派克等人 全都赶过去了 叶洪雪接着道 我和馨怡还有宋姐 一起弄了点粮食物资 往滨州送去 如果全州封锁的话 没有不及是不行的 赵康会心一笑 这就是自己的女人 从不会让自己失望 他道 你们做得对 百官和陛下已经做出应对 接下来会有官员控制滨州疫情 其实我回来 主要是想交代你们 这段时间要小心注意 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另外就是 千万别去冰州 听到这话 众女都有些诧异 曹白露沉默了一下才道 这种时候 赵王府不能退缩才是 赵康感慨道 是啊 可我老赵又不是什么道德圣人 我拼命的原因 就是为了我的家人 不再继续拼命 若是别的灾祸我都不怕 反而会大力支持你们去做 但疫病这种事情 你们还是听我的 就不要亲自奔赴前线了 等到医药所二牛 他们查出病情源头究竟是什么 研发出治病的药再说 那好吧 我们听你的 萧玲珑目光柔和 知道赵康会这样说是 生怕他们出现什么意外 赵康露出笑容 这就对了吗 我先出门一趟待会回来 几女点头看着赵康离去 无心一叹了口气 看来前线并不轻松 伊丽莎白美目有些担忧 她会赢吗 当然 几双目光看过去 夜红学语气中满是对心中人的信任 她就没有输过 所以这一次也会赢 谁也无法打败她 萧玲珑笑着点点头 这是当然的了 从王府离开 赵康直接就来到了怡红夜场 面前女子身姿端庄 容貌绝美 一手翻书 桌上还放着一只酒壶 以书作酒 与那夜晚的夜场女神 有着极大的差别 但或许就是 这样才会让如今无数的扬州男人 将其视为一生理想 看着赵康 公孙云秀和尚书籍 前线战况如此胶着 以至于都让你披甲挂帅了 赵康轻轻摇摇头 说不上胶着 但的确是 有了不小的伤亡 其实我来是有问题想要问你 你说 公孙云秀正色道 赵康组织了一下措辞 你和张胜老先生 都是我见过学问最高的人了 你们读过不少书 在你的印象当中 有没有什么书上 记载过所谓的天命之人 听到赵康的话 公孙云秀认真思考了一下 轻声道 纵观历史 每一位开国君主 都称自己是寿命于天 在我看来 这不过是用来引导舆论的说辞罢了 不能说是百姓愚钝 而是从古字经 以耕种学识匮乏的百姓 在精神上的信念 是有所缺乏的 至此也就产生了 所谓的先神信仰 历史上的开国君王 不过是利用了这种信仰 来使百姓屈服罢了 所以在我这里 并没有所谓的天命 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天命之人了 至少我是没有见到过 不过 公孙云秀说着 别有深意地看了赵康一眼 赵康皱着没问道 不过什么 凡事总有例外 总有一些事情 是连书籍 也无法解释的存在 比如你 赵康星猛然一跳 什么意思 怎么就扯到我身上来了 公孙云秀笑着从抽屉中 拿出两个酒杯 给赵康倒了一杯酒 接着道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为何我这些年 选择在扬州落脚 不是因为你喜欢蹦迪 赵康说完就尴尬了一下 公孙云秀哭笑不得 点了点头 算是一个理由吧 不过真正的原因 还是在于你 我想要搞清楚 你究竟是谁 赵康从未有一刻 心跳这么快 对面那双美目 似乎要将他整个人 看穿了一般 目光犀利地 犹如刀剑一般 直接斩向灵魂 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为何会这样说 公孙云秀转动着手上的酒杯 从我发现你身上的秘密开始 我便对你产生了好奇 这几年来 你应该也知道 我找过你的下属 与你有关系的人等等 打探过不少关于你的事情 对你勉强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 只是越了解 却让我也开始产生了一种迷茫 真要说起来 你虚幻地让我感觉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赵康心跳更加剧烈 他没有发问 公孙云秀 却已经再度开口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 万事万物有迹可循 譬如人知道螃蟹可以吃 那是因为有人吃过 但你和我身上都有 无迹可循的事情 公孙云秀叹了口气道 关于我的 是我自身的五道修为 三年前我自认为 可以打你这样的三五个 而现在 我感觉 一只手打你这样的十个 都不是什么问题 我不用刻意修炼 修为便无时无刻地不再增长 就好似这些修为 原本就属于我 根本找不到它出现的缘故 这已经足够令人匪夷所思了 但比起你来说 却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鼠家真的一般 公孙云秀一一道 大蒜素 红薯 蒸汽机 热气球 石油 炸药 火炮 炼钢之法 这些东西都和你有关 我曾经去火器所问过 诺贝尔那个老外 他最开始的炸药 是怎么弄出来的 他告诉我说 在他们那个国家 有一种被人称为女巫的家伙 那些所谓的女巫 经过数百年的研究和试验 最终弄出这种会爆炸的物质的 而你却在原江县当关的时候 就开始满世界地 让属下收集药黄 销 对了 在你口中药黄叫做硫磺 由此 我可以确定 你是早早就知道 这三样东西合在一起 会产生爆炸 而在你之前曾经的四国之中 我从没有在任何一本文献上 看过关于这样的记载 同样的还有红薯 除此之外 你还在找玉米和土豆对吧 所以 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东西的 公孙云秀笑问一声 赵康喉咙动了动 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见他没有回应 公孙云秀接着诱导 所以 在这些无计可循的事情 都集中在你身上之后 我也只能用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如此荒谬的结论来解释了 或许这才是 你身上最大的秘密吧 至此 我有了一种感觉 你和史上那些创造文字 采三耕中的先贤一般 都是推动我们所处时代发展的人 只是比起这些 经过无数光阴演化的事物来说 你推得有些太快了 快的恐怕只有你才知道 这样演变下去之后的 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呢 曾经在一本杂书上 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天下的人都是这个天下的孩子 但我们的死活 与这天下无关 它放任我们自然发展 但是对于你做的事情来说 这个天下才是你的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 在按照你的指引 你所做出的引导长大产生变化 最终达到你想要的模样 且不说最终的结果 是好是坏 公孙云秀轻声一笑 赵康 如果你是这个孩子 你是去接受这个人 给你规划的将来 还是想方设法 去走上另外一条 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如此一来 虽然说我并不信什么天命 但是否能够为你解释你 刚刚询问的天命之人 赵康闭上眼睛 仔细回想着 公孙云秀刚刚说过的话 最后在睁眼平静道 你是说 如果天地意识的话 它在抵抗我对这个世界 所产生的影响 公孙云秀点点头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天地对万物 应该是一种绝对公平的态度 万物的变化 生也好死也罢 它都不会加以干涉 这就是我设想中的道 不过也就是说说罢了 我大概是永远无法 企及这个境界的 公孙云秀感慨完 却见对面的赵康笑了笑 你应该改名叫老子的 换做其他人 恐怕会以为赵康在骂人 公孙云秀却感兴趣道 请赐教 赵康笑道 一个叫做老子的人 曾经说过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除狗 公孙云秀惊差万分 好一会儿才感叹道 真是圣人之言 赵康轻轻点了点头 和公孙云秀这一番谈话 他内心感触良多 对方的聪慧 让赵康自觉无法企及 当了这么多年DJ 人可一点都没有放下 对于学问的追求 赵康想着笑了笑 公孙云秀这时候发问 你想到什么了 赵康笑容不减 不管你口中的道 是不是有着意识 且在反抗我 我所做的一切 不过在于保护我爱的人 和爱我的人罢了 在于这个基础上 谁要跟我玩横 我就跟他玩命 仅此而已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的确玩命的话 这世上怕是没人玩得过你 你什么意思啊 赵康哭笑不得 公孙云秀却正色起来 赵康甚至感觉到 他的目光有些悲伤 不由得皱眉 你怎么了 女子喃喃道 如果可以重来的话 我绝不愿意对你产生好奇 什么意思啊 赵康不解 公孙云秀却再度笑出声来 没什么 喝酒 话说一半 哥们都快被你调成翘嘴了 赵康翻了个白眼 一杯酒饮下 赵康想到什么追问一句 对了 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了 你之前发现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 这几年 我心里跟猫抓一样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在此之前 你先说说 你口中的天命之人是谁 刘嫣然呗 这家伙几年不见 都成大魔导师了 妈的 早知道之前 就该把他留在身边端茶倒水的 刘嫣然啊 公孙云秀笑了笑 行了 你可以走了 我要休息了 阿蜜 赵康一愣 那我的秘密 公孙云秀偏着脑袋 我可没说过要告诉你啊 赵康有些郁闷地离开怡红夜场 但很快心情又释然起来 公孙云秀 差点就没直接说自己是穿越者了 还有什么秘密 是比这个更让人惊骇的 想着赵康也不由得感慨 说好的穿越者遇上的都是傻X呢 怎么公孙云秀 就这么聪明地 近乎妖孽了 不过无所谓了 先去解决了正事再说 想着赵康眼中 透着一抹杀意 而在一红夜场中 喝尽了一壶酒的女子 大半个身子 颇有些没有仪态的爬斧桌面上 纤细手指滚动着酒壶 似以此为去 在以往 对于他来说 读书与酒已经是天底下最为有趣的事情 读尽天下书 饮尽人间美酒就已经足够 除此之外 不作他想 只是不知道何时 他竟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好奇 这或许并非就是感情的开始 公孙云秀自认为 若是真喜欢上了一个人 他不会藏着掖着 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 对于赵康 或许自己只是好奇中 且多了一些怜悯 因为这个人今后注定要孤苦伶仃 如今用情多深 将来便有多痛苦 自己应该只是在可怜他罢了 只是为何 自己刚刚会产生那种想法 就像当初帮助赵康解决周国书生仪式一样 初见斩掉赵康口中那所谓的天命之人刘嫣然 向来清澈的美目 这一刻变得有些迷茫起来 这该是这座天下 学识最高深 甚至洞悉赵康 乃是另一个世界之人的公孙大家 此刻竟有些理不清自己的情绪 罢了 你若无法解决 我便最后再帮你初见一次 心中想着 将酒瓶子扶正 公孙云秀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窗外 院子外的红花开的妖艳 花枝都快伸进房屋中了 能看到两只采雨雀鸟 叽叽喳喳地追逐在枝头间 旧仇方简 触景又惹新仇 真是 恼人啊 晨光破晓 天际一片金色暖阳 赵康走出了王府大门 因为朝廷已经下旨封禁的缘故 现在各州老百姓都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因此 大街上显得有些冷清 扬州城外飞虎军全军早已经赶到 就等他一人了 回身看去 刚毅的神情露出一抹温和 赵康笑道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 不管如何他会用最雷霆的手段 解决这场战事 萧玲珑笑着走上前 轻轻梳理了一下赵康的病角 赵康心神突然间有些恍惚 女子柔声道 怎么了 没啥 赵康一乐 就是有些走神了 好像梦里见过今天一样 傻子 叶红雪翻着白眼上前 将赵康抱住 给你三个月时间打完赶紧回来 哈 遵命 玉凤走上前来 夫君战场无情 不管如何一定要小心啊 我会的 你这个管家婆可得看好家啊 赵康调侃一声 紧接着目光看向了吴欣怡 曹白露 宋青岩以及伊丽莎白 一定要记着我的话 别乱跑 戴好口罩 谁敢生病 我回来给你们屁股打开花 众女哭笑不得 上前来依依和赵康道别 小福贵张着手过来 似乎也要学着大人的样子 赵康嘴角抽了抽 踹了一脚小家伙的屁股蛋 你小子好好读书 别成天惦记什么小梅小丽了 知道了爹 被如此区别对待 小家伙搭拉着脑袋 关上王府大门 孙芳带着两千士兵相送出行 一同来到城外 飞虎军统领领虎早已经严阵以待 赵康看去 风向如何 后者恭敬道 回禀大帅已经勘测完毕 风向气流稳定 行军路线也已经制定完毕 请大帅阅览 行了出发吧 孙芳给老子顾好扬州城 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孙芳立刻道 遵命 目送着赵康等人点火升空 孙芳这才扭头 看着身后一众士兵 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 日夜巡视 任何有发热咳嗽病症之人 立即上报 我等遵命 对于这次爆发的疫病 赵康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 但即便是通讯发达 封锁力度更大的时代 疫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 依旧令人难以想象 又何况在如今的干国 赶到兵州的救援部队 林二牛 派克 再加上黄大夫 以及达克 这医药所四巨头 即便是心里有所准备 但还是被眼前所见的荧幕 给震惊到 即便是曾经毒杀了 齐州无数人的生化狂人 此刻也不由得瞳孔一缩 大街上 遍地都是发黑的尸体 干涸的鲜血 都已经发黑 有百姓有官员 有大夫有士兵难以计数 路边一个个等死的人 有的处于亲人离世的悲痛之中 有的脸上满是对死亡的恐惧 但更多的是 那些目光呆滞 似乎早已经没有了 求生的欲望的人 烧 林二牛当即吼了出来 立刻通知所有人 将所有尸体其中一处 给我烧了 还他妈愣着干嘛 全给老子动起来 立刻书信上报朝堂 派遣更多兵力 封锁兵州 另外所有人传信扬州酒厂 让他们的酒精口罩 加快生产速度 即便是隔着口罩 都能看出来 林二牛这一刻的神情很争鸣 曾经在干国发生的一次 异病他也曾见证过 但那次比起这次 好像连小屋见大屋 都不足以形容 被称为医药所毁灭派头子的林二牛 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查出病源 弄出解救的药物来 派克 达克 你们两人迅速采集血样 分析疫病源头 老黄赶紧带着你的人 找此地官员 集中尸体 其他人跟我一起救人 接连吼出几道命令 医药所的救援队 纷纷行动起来 殊不知 这次疫病已经早早扩散 接连飞行了十多天 期间遇上了一次风向变化 耽搁了一些时间 但终归是赶到了前线 比起以往的行军速度 终究是要快速许多的 看着一个个热气球开始降落 原本这些天 处于阴霾当中的周龙和武雄两人 瞬间又充满了斗志 尤其是当看到赵康 披着一身久违的战甲 跃出篮筐之后 周龙率先第一个单膝跪地跪地 参见赵帅 刹时间 周边所有人 纷纷一同跪地 声震还雨 参见赵帅 并没有什么过多的问候 赵康目光环似一周 让所有人起身之后 率先走进大仗之中 无需开口 周龙和武雄自动将情况上报 敌军主力于三天之前赶到 与我军前沿 相距二十里 安营扎寨 兵营连绵成片不可计数 末将潜人空中侦察力十八天 如我等之前预计 大下敌军早已经构建完备补给路线 可见数年之前 或许更久远之前 便已经开始谋划进犯我国 武雄上前铺开了一张图纸 这是他跟随空中侦察兵 飞了八天之后 一点一点绘制出来的敌军布防图 光是这一点 足以见得 若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这大下军队 根本不会是干军的对手 因为他们所有的布防 甚至连粮草补给路线干军 都能够利用热气球 加上望远镜侦察的一清二楚 但偏偏大下军中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意外存在 不然他们两人早就打过去了 武雄的军事素养 那是没得说的 那图画的用牢里的话来说 这乃是地图啊 跟真山真水一样的 什么位置防御最坚固 什么地方是骑兵驻兵之地 粮草堆积的地方 也都用笔墨标注的清清楚楚 但就这也没有囊括敌军所有的兵力 由此赵康便知道 这一次敌军数量还真不少 笑了一声 赵康眯眼道 这几天没有再出现所谓的天雷雨时 周龙顿了顿 轻声道 自从上次之后 我们与敌军都没有再交手 因此末将感觉 恐怕真不是偶然 废话 不然我来干什么 赵康咧嘴一笑 那个给刘燕燃传话的是谁 周龙立刻让一旁的人去通知 没一会儿 当初率军夜袭的将领 便走了进来 赵康简单问了两句 随后看着对方 有没有胆子 去敌营给本帅也带句话 将领立刻单膝跪地 脸上满是羞愤和坚决 未能死战 已是罪无可赦 末将愿以命为大帅效力 赵康悠然道 没那么严重 你就去给刘燕燃带句话 就说我赵康来了 问他许久未见 要不要叙叙旧 将领听闻抬起头监议道 大帅 末将可以携带炸药包 去炸死此人 有些东西最是能够影响人心 如今关于刘燕燃的神秘传闻 其实早已经在干军中传开了 有不少新军 都有些人心惶惶的 赵康一听 有些哭笑不得 不用如此 将领激动道 末将不惜死 赵康打断对方 我从来没说过 不舍得你们死 我现在是想搞清楚 刘燕燃这家伙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也不会用你们的命去使 准备一下去传话吧 末将遵命 将领走出军营 周龙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大帅 王贵的提议 末将觉得可以一事 赵康挑眉 非虎军都没炸死他 一个炸药包就行了 五熊顿了顿道 咱们可以像上次 对付先锋军一样 你们可真够卑鄙的 赵康乐了一声 紧接着摇摇头 接着便让所有人的离开了 片刻之后 大营之中 响起一人的喃喃低语 要想睡得着 只有自己亲自见到 对方死透了 才能高枕无忧啊 大下军营 三军大帅东方拓此刻 看着面前一根根 铜铁铸造的管子 这是他们 从上次陨石降落的 战场上捡回来的 看着这一门门的大炮 只是整个军营 除了一个人之外 就没人知道 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 左天却倒是知道 这玩意儿是武器 也被炸过 但究竟怎么用它 也是猛逼的 目光不由地 看向旁边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东方拓早已经知道了 前段时间的发生的事情 这一刻 他也才明白 为何皇帝东方雨 要让这个女人担任监军 包括刘燕燃自己都不知道 东方雨 才是最先发现他秘密的人 从他被东方雨捡回去之后 伺候他的婢女 就将他这些年的起居 一天不落地汇报给东方雨 那位大夏皇帝 这才会对他充满了那 近乎盲目的自信 欲留则尊 刘燕燃 就是他们东方一族 祖训上等待的人 刘坚俊 东方拓唤了一声 刘燕燃回过头来 并没有说话 东方拓看着这家伙的眼神 和以往那种淡漠不同 这段时间 女子的目光中 总是充满了神采 彭腐在期待什么一样 尽管以漠然的态度面对他们 但那种神采是 掩饰不住的 东方拓也不明白 为何这人突然之间变化这么大 见对方不作声 他只能询问道 监军可知道 此物究竟如何使用 听左大人说 此物便是干军使用的武器 也就是 那所谓的炮 刘燕燃毕竟是和干国交过手的 因此 东方拓想要尽可能地 从他这里知道一些东西 刘燕燃但道 是炮 别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用 说完就扭过头去了 心中暗数着第几天了 东方拓顿时感觉到一阵恼火 就在这时候 有人快速跑来 启禀大帅我 闷抓到敌军一名信使 信使 东方拓有些意外 想起了先锋大将东方月 是怎么没的 立刻冷哼一声 杀了 慢 一旁的刘燕燃起身 众人发现 他眼神中的期待之色 好似更多了一些 带人上来 东方拓微微皱眉 没有再说什么 被赵康派来传话的王贵 被带了上来 东方拓刚想开口 刘燕燃已经快速问道 何人让你来送信 王贵看着这个女人 心中有些可惜 赵康没同意 他背着炸药包来 否则就能给死去的弟兄报仇了 他冷漠道 我军主帅赵康 让我带话给你 他说什么 刘燕燃强压着心跳 反应让东方拓等人直皱眉 赵帅说他来了 问你是否要见上 一面叙叙旧 刘燕燃露出一个极美的笑容 他终于来了 你回复他明日尘时 以我军以西十五里 我在那里等他 说完 刘燕燃便让人放王贵离开 东方拓意识到不对劲 这他娘的正打仗呢 你们两个要闹什么 私下偷情约会 刘坚军 东方拓走进军帐中 看到刘燕燃之后 脸色越发难看 因为此刻的刘燕燃 拿着一方镜子 若是身旁没有胭脂水粉 东方拓估计这家伙 怕是都要盛装打扮一番了 这越发肯定了东方拓的猜想 这哪是什么战前会面 根本就是去偷情约会的 想到此刻 刘燕燃对于军武的重要性 东方拓自然不肯就这么随便 让眼前人离开军营 只是刘燕燃 显然没有什么自觉 看了一眼东方拓之后 但道 怎么了 你真要和那什么赵康 敌军主帅会面 东方拓将敌军主帅四个字 咬得很重 刘燕燃皱眉道 有何不妥 显然也是听出了 东方拓语其中的不悦 东方拓立刻道 刘坚军 对于我军来说 此刻你的存亡无比重要 关系到这一战的胜败 若是你出现什么意外 又当如何 本帅不愿你去冒险 虽然不愿 但东方拓还是说得很含蓄 刘燕燃笑了一声 他并非笨人 知道东方拓心中想的是什么 大帅只管放心便是 我明日不过一会故人 不会对战局有任何影响 但东方拓的表情 并没有因为此话变得好看 依旧道 莫非监军还不知道 陛下 为何一定要你随军而行 刘燕燃放下手中的镜子 看向东方拓 神色变得有些冰冷 大帅多虑了 没有人比我更想让赵康败一次 再者 此刻谁又能杀得了我刘燕燃 东方拓眉头紧皱看着面前这刘燕燃 慢慢的神色缓和下来 是啊 此刻谁又能杀得了眼前之人 数万大军请客之间毁于一旦 然而面前之人却完好无损 甚至于有些士兵 因为距离他刘燕燃较近 也在那一次敌军的袭击之中 得以生存下来 虽然东方拓没有亲眼见证 更觉得有些离谱 但事实却正是如此 眼前女子得天眷顾 没人能够在这个时候杀得了她 只要她再并且帮助大夏 这一站大夏就不可能输 这便是大夏皇帝东方宇 无比相信她的缘由 看着东方拓见有缓和的神态 刘燕燃又道 陛下对我刘燕燃恩重如山 大帅也可放心 我此生所求 只要让赵康败一次就够了 这话便是用来打消东方拓的疑虑 同时也是刘燕燃说服自己的理由 赵康是灭亡齐国之人 甚至于就连齐帝刘广文 都是被他一炮轰死 于国 赵康对他有亡国之恨 于清 赵康对他有杀父之仇 但此刻刘燕燃却没有想那么多 只要明天见面 赵康愿意 愿意带着干国投降就够了 干国一想 锦国不足为律 大夏一统天下 自己也就算是 报了灭国之仇了 而当初父亲刘广文也说过 只要自己将来找到一个心爱的如意郎君便好 其他的不用理会 可自己就是喜欢上了那人 从在周国第一次会面 双方合作 在那文会之上 他一篇藤王阁 一首望月一首清玉案 压制的周国 无数名流世子 连头也不敢抬 如今回想起来 那时候的他 浑身都散着异样的身材 太致命 太引人入胜了 以至于当晚自己甚至做了一个梦 梦到那首清玉案 是他为自己而写 以至于被赵康将自己加在赌约当中 为奴作弊 自己也没有半点恼怒 曾经北地公认最弱的干国 由他一手主导 成了如今的天下雄主 没人知道 刘燕燃有多么极度羡慕萧玲龙与叶洪雪 自从周国文会分别之后 他回到齐国 就想方设法地打探赵康的消息 他知道在干国有个原江县 也知道赵康曾经被干国文武弹劾刀安 知道 曾经在景国的时候 赵康被徐庆抓入打牢之中折磨 更知道 赵康第一次赶赴战场 在弹药不足 兵力不足的情况下 依旧想方设法求胜 最后因为林与赵金生 不得已从精灵关败走的情况 如果是我 如果他是齐国人 如果我先遇上他 我不会让他受这么多苦难 我会用尽一切去支持他 让他去实现一切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当去到干国求和 太着萧玲龙将他罢关之后 在那大殿之上 刘燕燃险些压抑不住内心喜悦笑出声 离开皇宫之后 第一时间就让属下去找赵康 他无数次幻想过赵康来到齐国 帮助他将齐国变得强大 可最后等来的是一次欺骗 直到现在回想起来 心依旧很疼 可没事 现在一切都可以重头来过 只要你任败一次 让我赢一次 放下干国 就算你有再多的女人 萧玲龙也好 叶红雪也罢 再多的人都无所谓 我刘燕燃都不在乎 因为从第一次见面分开之后 我就喜欢你了呀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刘燕燃笑着 翻出了他这次随军携带的包裹 要是东方拓 还在估计会被气死 因为那包裹之中 真带有胭脂水粉 除此之外 甚至还有一件青色长裙 并不是刘燕燃喜欢的样式和颜色 只是刘燕燃也不知道 赵康喜欢怎样的打扮 他只能回想着 第一次见到叶红雪的时候 对方穿着一件赵康买的一件青色长裙 仔细翻看着长裙每一处角落 刘燕燃又将其挂在了行军床前 思考着明天该用什么样的妆容去见赵康 就用第一次见面的好了 军杖中灯火悠悠 年近三十的女子 就像初恋的女孩一般 兴奋得无法入眠 心如明珠一般成名 同样睡不着的人 却没有他这么兴奋 看着灰蒙蒙的天色 一身战甲的赵康 轻轻敲击着桌面 左右两侧是五熊和周龙 赵康轻笑道 如果明天我的验证成功了 咱们就要紧记一条 避开他刘燕燃 以小谷部队袭扰的方式进行作战 现在国内已经在加大力度 制造RPG和机枪 有这两样火器存在 咱们就算以此战法 也能给予敌军重创 说到底也就一句话 别去碰他 刘燕燃就够了 周龙顿了顿 轻声道 大帅 那若是情况和你想的不一样呢 赵康咧嘴一笑 如果事实证明 我想的是错的 那么 咱们就让敌军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晨时 早晨七点至九点 阳光早已荡开云层 赵康骑着战马 慢悠悠地行在空旷的大地上 这天山之后的地势平坦 真是快适合骑兵对撞的好地方 沿途赵康看过了 两军几次交手的地方 能看到大炮炸出来的坑洞 如果不是出了刘燕燃这个意外的话 敌军主力来到之时 也就是他们覆灭之日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 想着 赵康冷笑一声 那咱就来一次穿越者大战未面之子 老子可不是王莽 国际惯例 哥们不可能说 到达刘燕燃约定的地点 赵康稍微有些意外 因为他只看到了一道 身穿青色长裙的人影 连个护卫都没有带 靠近之后 赵康都愣了一下 差点以为是叶洪雪在这等自己了 眼前女子眉眼弯弯 玉面降唇 见自己来到之时 下意识握紧了拳头 姿容可以说绝美 让赵康都有些恍神 想到了第一次会面的时候 美人 赵康见过不少 他身边的女人各顶各的 都是人间有物 不说萧玲珑和叶洪雪 公孙云秀 便是秦玉凤 伊丽莎白等人 随便一个走在大街上 那都是会被人尾随的存在 然面前的刘燕燃 如果只论容貌的话 在赵康心中 也就只输萧夜公孙三女罢了 翻身下马 赵康看着面前 好似激动的无法开口的女子 笑道 好久不见了 是 好久了 刘燕燃顿了一下 原本组织好的措辞 在这一刻 忘却到了九霄云外 喃喃道 你好像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 是吗 赵康笑了一声 没想到刘燕燃 面对自己这个灭国仇人 居然能够保持冷静 他道 还是老了 再过几年 就奔四十了 根本无法压制极快的心跳 刘燕燃握紧的拳头 松开又握紧 所有话语 在到了喉咙口又停住 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去表达自己内心想法 犹豫半天之后才开口道 我有一件东西在你那里 你还留着吗 赵康眉毛轻挑起 伸手从怀中拿出 拿出一块骨鱼玉佩递了过去 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你是说这块免死金牌 当初本想着扔了的 但一想到还没遇上什么卫冕之子 万一以后 刘燕燃抱上对方大腿 干不过还能有救 结果他娘的没想到 刘燕燃自己就是卫冕之子 还真是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待啊 看见赵康真的留着玉佩 刘燕燃心中越发激动 上前一步刚想说些什么 却听赵康已然开口 刘燕燃 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听见刘燕燃三个字 女子迈出的脚步缩了回去 定在原地 只是看着赵康 只闻对方慢悠悠道 我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不想知道你得到了什么奇遇 这次见面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说 鼻尖一酸 女子看着赵康强硬地说了一声 赵康没有听出 对方情绪上的变化 只是道 带着这什么大厦军队退回去 如今齐国旧地 已经是景国的国土 我可以让吴关海 在原来的圣经城上 给刘家建个祠堂 吴关海宅心仁厚 当初接收齐国之后 并没有对你们刘氏赶尽杀绝 这会儿 还有几只王族活得好好的 第二呢 刘燕燃冷声道 赵康笑了笑 那自然是咱们 在这片大地上建个高地 我保证你和这支大厦军队 会死得很惨 没有了 刘燕燃闭上眼 没听到赵康的回应 他沉默片刻 睁开眼睛露出了笑容 那我也给你一个选择 赵康眼帘垂下 就听对面女子轻声开口 现在投降 我可以保证 不伤干国任何一人 赵康择了一声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没错 刘燕燃话音一落 恍惚尖惊剑剑面前的赵康 变成了无数个 道道虚影沙纳之间 七身临近 眼中不带丝毫感情 一身江河奔涌 急入大海 这是凝聚了赵康 全身真气的一掌 就算面前的刘燕燃是铁打的 赵康也有自信一掌 将其轰尘稀巴烂 他没有让送信的 被人背着炸药包 而是选择了自己出手 一来 他不相信 一个炸药包 就能炸死刘燕燃 二来 就像是萧飞宇一样 只有亲眼见证对方的死亡 或者说 让对方死在自己手里 赵康才能放心 就算你真的是天命加深 我赵康也要亲手杀了你 这一掌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女子胸膛 刘燕燃瞪着眼睛 只是看着面前的人 他的大脑空白一片 任何多余的想法情绪也不存在 只是就这么愣愣地看着赵康 手里紧紧抓着赵康 刚刚递给他的那枚骨玉玉佩 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他的躯体麻木 尽管身后狂澜涌动 护住了他全身经脉 但鲜血还是不可遏制地 从他口中溢出 被东方拓嘱咐 悄悄摸摸跟来躲在后方的左天雀 此刻一掌压在刘燕燃身后 身为三品上层的巅峰强者 他的修为自然是绝顶 但两次被炸 伤势还没有痊愈 他此刻根本不是赵康的对手 只能往刘燕燃体内 输尽全身真气 他和赵康两人 就像是以刘燕燃的身体作为战场 陷入到武者最危险的内力搏斗当中 一旦败了 就是无可挽回的重伤 偏偏左天雀还要护住刘燕燃的身体 五脏六腑以及经脉 如此之下 就更不可能是赵康的对手了 身上直接炸开一层层血色雾气 僵持两久 他抬头看天 心里气急败坏 怎么还没有陨石掉下来 又是一口热血涌上心头 左天雀猛然如坠冰窖 看着刘燕燃前方的 那个样貌年轻 却修为高深无比的青年 到现在都没有发生任何异样 难道这个家伙 他能杀刘燕燃 相较于左天雀内心的惊骇万千 刘燕燃却好像傻了一样 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赵康 这一掌九成九的杀力 都被左天雀接住了 但他还是受了伤 烟红的鲜血从嘴角一出 很是艳美 他感觉整个人好似被千刀万剐了一般 所有的血肉灵魂 都在这一刻离他而去 看着那双冰冷的眸子 刘燕燃犹豫了一下 才道 你要杀我吗 回应他的是 真挚巅峰的掌力 再催三层 这一刻 让所有的真气 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左天雀鲜血狂喷 一把扯开刘燕燃 将赵康这毁天灭地一击 全部由自己承接 随后直接炸毁自己的丹田 将自己三品上层的浩大修为 同样爆发出来 硬生生接下赵康这一掌 这样做的代价 就是 他左天雀从此之后 再不是什么舞者 走 一把抓住刘燕燃 左天雀把握住仅剩不多真气 疯狂逃顿 被带着逃离的刘燕燃手松开了 那份架状掉在了地上 两行血泪从他眼中渗出 明珠无瑕 原来自遇上你 我便满身尘埃 赵康整个人向后倒滑出去 双脚在地面离出两条沟壑 连鞋底都磨烂了 伸手抹掉了嘴角边溢出的血迹 看着左天雀 抓着刘燕燃远顿的方向 左天雀乃是三品上层巅峰 半只脚迈入二品的强者 但几次被炸弹和炸药包炸伤 他身上的伤势不轻 如果两人正面厮杀 赵康有自信 以三品中层的实力干掉左天雀 只是没想到 这老头挺果断 接住他一掌护住刘燕燃之后 就自毁丹田气海 用全力一击 将他击退之后 带着刘燕燃就跑 宁愿成一个废人 也不敢试着杀一杀赵康 比起左天雀的下场 赵康这会儿只是徒口血 丹田受了点青疮 根本无伤大雅 因为自毁丹田 接他最后一掌的左天雀 等到他体内的真气消散完 这个三品巅峰强者 就得报销了 只是左天雀这一下 也将他打退二十来米 左天雀又以最后的真气 全部用来逃命 等他稳住之后 再想追就有些难了 不过赵康不在乎 这一次会面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他心中的猜想 已经得到验证 抬头看了看天 并没有任何异样 什么天雷陨石 全都没有出现 那说明 他赵康能杀刘燕燃 也只有他杀得死刘燕燃 呵呵呵 低沉地笑了几声 赵康表情变得轻松起来 只要确定自己能杀 那就足够了 接下来的战事 自己只要看住刘燕燃 甚至是杀掉对方 所谓的大下军队 在干军面前毫无胜算 脑海中想着 赵康背着手慢悠悠地离开 心中全没有一丝 对于刘燕燃的负罪和愧疚 从对方今天会面 尤其是还盛装打扮了一番 赵康第一眼看到 就察觉出有些不对劲了 特别是在刘燕燃询问玉佩的时候 他心里就更加清楚 那玩意儿 恐怕不是免死金牌 说句不要脸自作多情的话 搞不好刘燕燃对我老赵 还有些什么念想呢 只是那又如何 哥们对他又没有感情 就连单纯的身体欲望都没有 从你刘燕燃来到这里 我和你之间 就注定是敌人 更别说 还有一千飞虎军 三万多干军将士 死在天雷陨石之下 我给过你 甚至连这大下我都给了机会 只要你们退走 别想着来进攻干国 哥们也不会主动带兵去打你们 可你们不要 非要往炮口上凑 那行啊 我赵康对于朋友 未必够意思 但对敌人 向来都是一样的残忍 死我手上的人 因我而死的人多了去了 再加上你一个刘燕燃 和整个大下国 赵老爷 我照样吃得香睡得着 慢悠悠地回到了天山大营之中 周龙五雄等人 早就望眼欲穿了 这会儿见赵康出现 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赶忙迎上来 但看着赵康 嘴边有些血色又是大惊 大帅你受伤了 可不是 你们说的 徒手接炮弹的老头厉害着呢 打得我都吐血了 赵康感慨一声 天下英雄不可小觑啊 对方竟如此之强 要不掉及武府吧 武雄亥然 暂时不用 赵康道 周龙 为何 赵康点点头 因为我把他打废了 众将 跟你们开个小玩笑呢 赵康笑嘻嘻道 都轻松点 瞧你们这段时间 一个个紧张成什么样子了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本帅杀刘烟然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什么 天雷陨石之类的破玩意儿 要不是那老头拼了老命 带着刘烟然跑路 这会已经让我落手催花了 所以 原本还嬉笑的赵康 脸色瞬间一变 他刘烟然不是什么神 更不是什么所谓的天命 因为我可以杀他 告诉全军将士 尤其是那些私底下传他什么 刘烟然天命所归的家伙 下一次本帅会提着他刘烟然的头 让他们好好看看 他们口中能呼风唤雨的神 也是会死的 周龙和武雄愕然 紧接着 两人变得无比振奋 他们这才明白 赵康一来 就要和刘烟然见面 一次天雷一次陨石 已经让一些干军 内心惶恐 退了军装 他们就是群普通老百姓 尤其是在这封建王朝通之下的时代 神鬼之说 向来是操控民心最好的方式 陈胜吴广大则相起义 要故弄玄虚 皇帝继位 要说什么寿命于天 一切都只是 要让百姓们相信 统治者是天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 一千非虎军三万将士的覆灭 早已经被传得神乎其神 在一些干军将士的心中 早已经对于刘烟然产生了畏惧 时间长了 要是他刘烟然 再来几次天雷陨石地火啥的 那这仗不用打了 估计到时候两军挣钱 他一出来 就得有人当场叛变去跪舔了 这对军兴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而且不是简单就能够消除的 周龙和武雄对此虽然清楚 但却没有办法 但这会儿有了赵康 那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此刻赵康一边走去一边发话 召集全军领兵将领 给本帅到教场 遵命 时至黄昏 夕阳之下教场之上 但军所有统兵将领 全都到期 目光看着点将台上的赵康 一些早年跟随的老将眼里全是狂热 赵康甚至没有起身 就这么大啦啦坐在大椅上 声音借由真气传播开来 本帅知道 这段时间各营私底下 都在传一些神神鬼鬼的事情 本帅也很好奇 所以刚才亲自去见了见 你们口中那个天神下凡的家伙 真是不得了呢 那家伙两个眼睛一张嘴巴 而且还长了一颗头 尤其是两只手两只脚 上千名领兵将士 一下都猛逼 这不和普通人一样吗 有啥不得了的 紧接着就听赵康又道 然后老子就奇了怪了 这神咋跟咱们的一模一样 不过我觉得 被你们称为神 那应该是有过人之处的 所以 赵康倾笑一声 我打了他一掌 然后他飙写了 虽然被他跑了 但这下子我明白了 原来他不是神 他也是会飙写 会哭会笑会疼的人 而现在这样一个家伙 带着不知道 从哪个山盖拉里 跑出来的一群狗杂种 跑到我们大胆来 要攻打我们国家 抢我们的钱 杀我们的人 说不定之后还要往我们的女人 打我们的娃 老子就问你们 面对这样一群狗杂碎 你们要如何 杀 周龙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声 杀 五熊也大声吼着 周围将士纷纷吼了起来 赵康哈哈一笑 光是杀 那岂不是太便宜了 这群侵略者 我告诉你们 该怎么做 面对这群王八蛋 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他们一个不留的 砍断切开剁碎 就算他真的是神 老子也会弄死他 让你们看看他究竟是不是肉做的 别觉得咱们做不到 因为 金石往后 唯我干军 万事不败 唯我干军 万事不败 唯我干军 万事不败 所有人都激动地大吼着 炽热的目光 看着那典将台上 如坐王座上的人 那人只是笑着一手 撑着下河 目光平静如水地 看着台下的热血沸腾的群狼 今后的百年 人间恶魔赵人图 也是这样坐着 嘴角情笑 带着一群被遗忘了的人 瞬息之间 就将这座天下 打得破烂不堪 大厦军营之中 终于带着刘烟燃逃回来的左天雀 坚持不住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瘫软在地 吓坏了周边的军士 得到消息的东方拓 敢来看清眼前情况 顿时大惊 大厦第一高手重伤昏迷 刘烟燃双眼没了神采 一袭青涩长裙血染 嘴边蜿蜒的血色 让人触目惊心 虽然左天雀 接住了赵康全部掌力 但两人以他身体为战场一斗 还是让他体内受到了创伤 然比起此刻撕裂的心 所有一切痛苦 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直到现在 看着周边茫然的大厦士兵 紧张得东方拓 刘烟燃好似才回过神来 他要杀自己 没有任何预兆的 就那样突然动手 眼里不带丝毫的情绪 那瞳孔冰冷的 好似万古不化的冰川 又一次 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 就如当初发觉 被赵康联合一帮干国朝臣演戏欺骗 在听闻赵康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对方开始灭齐 甚至于这一次 比起那时 还让刘烟燃感觉到痛苦 四周空间都成了一堵 朝着自己挤压来的墙 要让他死在窒息之中 紧紧抓着那枚玉佩 默然颤抖地手平静了下来 刘烟燃闭上了眼睛 撤军吧 一旁的东方拓 眼神一沉 皱眉道 你说什么 撤军 开什么玩笑 刘烟燃睁开了眼睛 美目中再没有了其他的色彩 只剩一片淡然 再不撤军 干军就要打过来了 东方拓心吓一跳 这还是刘烟燃第一次给出建议 他快速收敛心绪 你欲何为 这一刻的刘烟燃 好似又回到了当初 那个十三岁就开始策划灭干之战 而后又像联合干颈吞舟的大骑公主 用手背抹去了嘴边的血色 刘烟燃冷淡道 赵康现在应该已经确定了 他能杀我 所以他会用最快的速度 将我这个麻烦解决掉 全军后撤百里 从其他地方进军吧 东方拓内心大震 你是说 干国那个赵康能杀你 刘烟燃没有说话 强压着身体上的创伤 朝着军营内走去 依旧紧紧抓着那份成了笑话的嫁妆 东方拓沉眉片刻 立即下了撤军的命令 让大军以最快的速度后撤 下军动向 传回天山大营之中 赵康反应也是迅速 立即亲自带着三万骑兵追杀而来 只不过 现在下军不顾一切的逃跑 东方拓身为主帅 自然也不是什么平庸之辈 最终在赵康的追杀之下 损失了两万兵马之后 护着刘烟燃逃出了险地 放眼所见 遍地骸骨 赵康抹掉了长枪上泄计 看着大夏军队逃离的方向 溜得是真的快 天籁小说网 一旁周龙上前来 大帅 我军要不要继续推进 赵康沉英片刻 抬起头来 派出飞虎军 时刻侦察敌军动向 换作寻常对手 他肯定会穷追猛打 但有刘烟燃这个艺术存在 他就必须得小心了 不然 要是他没有缠住刘烟燃 让对方引来什么天罚 对于干军来说 会是不小的打击 不过 只要他盯死了刘烟燃 甚至于能杀掉对方 这场战也就可以结束了 想到这 赵康继续道 另外传信扬州 通知吴辅全员到大营集合 命张龙黄天行两将 运送火炮 一个月内 要将一千门火炮 给本帅送到 不得有误 遵命 看着周围的士兵打扫战场 此刻干军士气大震 但他心里却并不轻松 还是因为刘烟燃 对方就只有一个人 他怕对方跑了 脱离这方战场 到时候 他要找对方 可就跟大海捞针一样了 事实也正如他所想的一般 逃出追杀的下军之中 东方拓看着一旁的刘烟燃 感慨了一声 多亏了监军及时提醒啊 相较于赵康的忧虑 东方拓却从一开始的愤愤 变得轻松起来 因为他能看得出来 此刻的刘烟燃 似乎因为某种目的 而开始帮助下军 去打这一仗了 这让他对于接下来的战事 充满了信心 也不知道 敌军那赵康怎么了这家伙 难不成是偷情约会失败了 这时候 敌军火气众多 正面抗衡我军绝不是对手 我受赵康所制约 若是正面与他对上 同样也是必死无疑 所以大帅该早做准备了 刘烟燃说着 轻轻咳嗽了一声 语气依旧冰冷 虽然说 军医已经检查过了伤势 并没有危及生命 但他确确实实受伤了 这些年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受伤 他明白了 赵康是能够杀掉他的 只要他一死 这一战下军必败无疑 我想听听 监军如何打算 东方拓思考一番后道 未出战之前 谁也没想到 甘军居然如此强大 根本不是大下 能够正面抗衡的 说实在的 他已经有了 退兵回国的心思 但这样的话 这些年的长久准备 就等于都浪费了 眼下刘烟燃好似 全力相助大下 那么或许 还有一战的可能 所以他准备看看 刘烟燃是怎么想的 刘烟燃道 改变作战的对象 你是说景国 东方拓微微眯眼 一个干国都这么难对付了 再加上一个景国 好像有些自取灭亡的味道 但是景国 应该没人动得了刘烟燃啊 刘烟燃恩了一声 我要亲往景国掀起兵货 赵康知道我在景国 必会亲自带兵前往 由我来牵制赵康的动向 东方拓犹豫了一下 才开口道 之后呢 刘烟燃抬起头来 之后就淡凭天意了 看是他先杀掉我 还是我能先灭掉景国了 东方拓皱眉道 不如撤兵 刘烟燃猛地转过头来 目光死死盯着他 东方拓心中不由得一寒 此刻的刘烟燃 眼神是那样的疯狂 好似要拉着世间万物 一同堕入地狱盘 便是他这个三军主帅 看了也感到一阵骇然 寂静的沉默过后 天地间只想起了 女子无比坚决的语气 自今日时 非他死便我亡 再无其他例外 既然今生注定为死敌 那么无妨 没有爱 那就只剩下恨吧 就算最终死在你手上 我也要在你心底刻上 我刘烟燃三个字 让你永远也忘不掉 下军这一撤 就撤出了上百里 光是这撤退的过程中 就不知道死伤了多少 毕竟人数太多了 几十万人呢 还有个赵康 不断带着骑兵追杀 希望能够撞上刘烟燃 只可惜 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赵康也只能杀一些 跑得慢的倒霉蛋 回到大营之中 从表情就能够看得出来 各将士心里都很痛快 脸上的笑容 就没有消失过 自从赵康到来 但军终于又再度 骑在了别人脸上压着打 这感觉 别提多痛快了 武雄展着地图 这段时间 飞虎军一边空中侦察 一边探查着 这片被东方语 命名为定天元的旷野大地 除此之外 还对下军发动了 几次单兵空袭 就从如今的形势来看 敌军显然已经没有了 和我军交锋的心思 只想着跑路 不过他们 毕竟在这片大地上 经营良多 我军追击之时 得留意刘烟燃 所以 追击的效果并不理想 如今敌军撤到此地 武雄指着地图一处 看向赵康 赵帅 我的建议 还是直接派出 飞虎军全军 发动一次大面积的空袭 另外地面部队火炮推进 就算他刘烟燃 再照出什么天雷陨石的 咱们也能打个两败俱伤 最重要的 敌军的战力很弱 是一群没怎么打过仗的 出现大面积伤亡 士气必然溃败 到了那时候 就算他们有刘烟燃 手下士兵没有战役 同样也没有办法 战争总是要死人的 诸将都看向赵康 武雄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要用一场惨烈的两败俱伤 来打款敌军的士气 真说起来 飞虎军的空袭 火炮的轰炸 对于下军来说 何尝又不是一种天法 而且还跟刘烟燃的被动不一样 咱们这可是主动释放技能 想什么时候炸你 就什么时候炸你 看着武雄炽热的目光 赵康咧嘴一笑 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 不过武雄啊 要让敌军崩溃 不一定要去杀人 众人不由地一愣 赵康笑眯眯道 知道我这几天 为什么只是让飞虎军一两人去空袭 为啥呀大帅 众将都有些不理解 赵康笑道 就是为了确定一件事罢了 如今我已经可以差不多可以肯定 只要没有伤到刘烟燃的可能 不对他产生致命的危险 这家伙的那奇特的能力 就不会生效 所以咱们可就有很多玩法了 周龙感兴趣道 怎么玩 话音刚落 周龙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瞬间整个人脸都白了 这是 这味道 好熟悉 好强烈 这股直击内心与灵魂气味 多少年了 想不到今生居然还能有幸 可以再次闻到 看着赵康 周龙俨然已经明白了 赵康说的完是什么意思 他很想问一句 大帅 我们已经如此强大了 为何 你还要如此的丧心病狂 旁边的武雄突然一皱眉 刚想开口询问什么味道 结果张口就肝呕了一声 你马 好臭什么味道 外边谁在大营门口拉屎 哦 你某某臂 还有没有功德心 操 好臭啊 周龙一边吐 一边抬起头来 是金枝 大帅为何你没有反应 赵康淡然道 因为我早已经用真气封住了嗅觉 听到金枝两个字 不少将士都脸色一变 他们当中 有些不是原本的干国人 但是曾经干国在金陵关给周齐两军卫士的传闻 早已经传遍了 众人不由地想起来前两天赶来的一群人 难不成和他们有关 赵康这时候已经起身 走吧 诸位 带你们去看看我们大干的神秘军队 众人一听都惊了 强忍着心理上的不是 咱大概还有一支神秘军队 什么时候成立的 我们怎么不知道 听他们如此疑问 赵康挑眉 废话 能让你们都知道了 那还是神秘军队 你们岂能知道 咱们大干有多少抵御 说着 带着众人来到了军营大后方 就见数百口大锅被架在火堆上 锅中黑的黄的绿的正在扑扑冒泡 一群带着奇怪面具造型奇怪的人 正在往锅里加一些从瓶瓶罐罐中倒出来的粉末 方圆五十米 除了他们之外 就只有赵康带着来的中将 还没走近 就有人先跪了 趴在地上大吐特吐 赵帅 我们还是不要过去了吧 五熊满脸恐惧地说道 他们可有没有赵康那么深厚的修为 能够封住嗅觉 赵康点点头没有开口 虽然封住了修为 但是开口说话 他都感觉到有些恶心 当下招了招手 一名带着防毒面具的人 见状立马跑了过来 众将有些好奇地看着他 就见这家伙 头戴医药所研究的防毒面具 穿着布甲 左手臂上 更是有着一个鲜红的特子 赵康险些就叫了一声 特级厨师 来人摘下了防毒面具 对着赵康行礼大声道 骑柄大帅 特战队已准备完毕 大干特战队 这绝对是大干最神秘的存在 人数不过一千而已 完全是由精英中的精英组成 其中领导班子 都是医药所毁灭派的成员 但是和毁灭头子林二牛不同 他们不毁灭人的肉体 只凌辱敌人的精神 而特战队的人 更是完全继承了这种意志 以击溃一切敌人的精神意志为作战目标 按照赵康来觉得 叫他们生化军更为合适 别的不说就现在锅里组的那些玩意儿 赵康看一眼都觉得是脏了自己的眼睛 蒸汽所的存在 组建了飞虎军 而医药所的存在 便是诞生了这支特战队 赵康也有些好奇 你们这次弄了什么玩意儿 特战队队长正声自豪道 我们这次作战准备的武器 是超级混合精知 加入了七日养 并提取了天下最淫动物土龙蛇的血液 制成了荷欢散 变色油 赵康和重将听着都有些生理不适 你他娘的 怎么说的像是加调味品一样 最后正声骄傲道 此超级混合精知一旦施展 可以对敌人的精神产生暴击 能够最大限度地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 去 准备吧 赵康沉默了一下 这才开口 遵命 正声兴高采烈地走了 吩咐人开始装纳什么超级混合精知 赵康回过头来 就见众人一个个惊骇地看着自己 你们怎么了 周龙善笑一声 大帅这就是你说的咱们大胆的底蕴 有什么不对吗 赵康疑惑 众人无语了 咱们大胆的底蕴就是玩史诗吧 热气球点火升空 赵康带着一群特级厨师 胚视特战队员坐上了热气球 只是这次飞虎军携带的不是什么炸药 而是超级混合精知 飞虎军首领沉默了一下 看着一旁大桶里热气腾腾的玩意儿 还是开口道 大帅能不能让他们给我个面罩 我怕待会恶心地无法操作 正声连忙将腰后备用的防毒面具递上去 顺便给桶盖上了盖子 飞虎军首领这才感觉自己重生了 赵康疑惑地看向正声 对了正声 这金汁你们现在就煮了 要是半道上量了怎么办 虽然说特战队他知道 但这些年没怎么去打交道 正声一听满脸得意 这个大帅不用担心 我们的金汁筒是蒸汽所特别研制的 具有十分强力的保温作用 绝对能够让敌人享受到热气腾腾的精致 赵康震惊 你们考虑的还真是周到啊 说着赵康也不由地期待起来 特战队这第一次的作战 空中飞起了两千多个热气球 如果携带炸药包的话 对于大夏军来说 绝对是一次毁灭性的空袭了 只是赵康这次失去恶心人的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恶心 对此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发动空袭的话 万一那个飞虎军准头太好 有伤到刘延然的趋势 那可就得玩完了 但是在下军头上颇大便 那可就不一样了 这又不犯法 顶多不道德而已 飞了一会儿的功夫 赵康接住望远镜 已经能够看到 大夏外围的驻防军了 能够看到无数士兵 正在紧密地巡逻着 飞虎军也发现了 首领当下立刻让人下降高度 郑升兴奋地打开了金枝筒的盖子 然后掏出了随身的装备 木瓢 眼见郑升开始在桶里搅和 赵康看了一眼 险些吐了 只能别过头去 飞虎军的首领同样直犯恶心 就在这时候 郑升掏出令旗 告诉所有的特战队员 开始作战 随后摇起了一大瓢 粘稠无比的金枝 朝着下方的大夏军 就泼了出去 赵康就看到 一条黄绿黑红的线条 飞速地朝着空中落去 砸在了夏军的头上 大夏军队都猛逼了 好烫啊 他妈的这什么玩意儿 好臭好恶心啊 是 是 一名大夏军 抹了一下脸上的黏乎乎的东西 紧接着惊恐万分地尖叫着 我草 天上吓死了 一些没被泼到的士兵惊了 抬头看了上去 随后就被那粘稠的超级混合金枝 泼了满头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紧接着 整个大夏军前沿 瞬间骚乱起来了 他们都看到了 那一个个降落的热气球 知道是敌军来了 更没想到 这一次干军不炸他们了 而是来给他们喂屎 快跑啊 敌军来了 好臭啊 这谁拉的屎 太你X臭了 草你马的 你们这群畜生 老子跟你们拼了 时到临头 一些脾气火爆作战英勇的下军 被泼得满身大便 当即瞬间点燃了怒火 拿起了弓箭 朝着天空射去 大有种你用屎泼我 老子就用箭射死你的气势 但是特战队熬主的金枝 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那骨子 臭味一落地 就像是有了生命力一般 拼了命地钻进他们的鼻腔之中 还没射两箭呢 所有人就都吐了 而这时候 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几名跑进了帐篷中 躲屎的士兵 一边擦着脸上头上的屎 但是反而越抹越均匀 抹布都染得花花绿绿的 一些人 甚至都想要提刀 把自己沾了屎的手给剁了 这手不要了 但是紧接着 有人开始发痒 正身混合在石里的毒药 七日痒发生了作用 那七痒难耐的感觉 让士兵们纷纷脱了衣服 开始抓闹 你码得快帮我抓抓 太痒了 卧日了 你能不能把手上的屎擦 赶紧了再帮我抓 你某某逼地说的 你身上没屎一样 哎呀 老子也痒起来了 狗日的干军 你们还有人心吗 居然在石里下毒 一些人很快就意识到了 肯定是石里被人下了毒 有人破口大骂着 但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声古怪的叫声 从旁边传出 他扭头看去 就发现了自己的战友 此刻好像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他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 原本抓痒的手这会儿 轻轻摸索着着自己胸口 黑乎乎的胸毛 身子还扭动起来了 甚至开始有了喘息声传出来 士兵都震惊了 呆呆地看着面前一米八的大汉 赤裸着上身 在自己面前搔手弄姿 那厚实的性感嘴唇轻咬着 这是在 发 骚 士兵恐惧了 立马冲了上去 一巴掌呼在了战友的脸上 你干什么 中邪了 啊 我 正在发浪的士兵 被甩了一巴掌清醒过来 但是紧接着 又开始了扭动自己的身子 但却有了些意识 他哭了 啊 快帮帮我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好热 好难受 好寂寞 好想有人抱抱我 我操你妈 清醒的士兵 直接吓得跑出了帐篷 外边还在惨遭着金枝的空袭 冲出来的士兵 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了 就见外边有的人在抓养 有的人在破口大骂 有的在躲屎 而有的 则是脱了衣服再发 扫 他甚至看到了 有几名士兵 已经脱了衣服 仰面躺在了地上 他们是军人 他们有着强大的意志力 他们在对抗着十里特战队下的最强春药和欢伞 带来的毒性 所以他们选择了 开导 这不过是身体欲望作祟罢了 春药而已 谁没见过 只要我导出来 相当于就解毒了 到时候就没事了 等我导完 老子就杀了你们 因此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不少大下军光着身体躺在地上 开始狠狠地发泄 对着天空开头 有的人甚至幻想出了 自己导出来的 其实是射出去的剑 并且已经将天空中那群颇大分的畜生给射死了 毒药的作用下 有的人甚至都神志不清了 眼里满是兴奋 嘴里不断叫喊着 一边给自己解毒 对抗春药带来的作用 一边以为自己在杀敌 射死你 射死你 小剑货 我射死你 射死你 群魔乱舞 此刻的大厦军营 只能用群魔乱舞四个字可以形容 空中干国特战队 一瓢一瓢往下泼使 所有人都像是变态一样兴奋 看着下方的大厦士兵 有的人被七日养的毒性弄得苦不堪言 抓得自己浑身血痕密布 有的脱了衣服 对着天空向他们发射导弹 心中还想着 等导完之后 就杀了他们这群畜生 但特战队使用的和欢伞 效果实在是太强大了 导了一发又一发 那身体上的兴奋 丝毫没有减弱 反而越发来劲 以至于看身边的人 都已经不再是一个个操汉子 反而是什么绝世美女一样 于是乎 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况的赵康沉默了 默默收起了望远镜 只感觉自己的眼睛被人强 尖了 生理上都感觉到不适应 因为已经有不少下军 兴奋地变成了嚼屎棍 甚至还有一些战马 惨遭毒手 画面实在是太唯美了 多看一眼都要爆炸 以至于这会儿赵康觉得 就算这时候打雷了 恐怕都不是刘延然召唤来的 操控热气球的飞虎军 更是一个个的都感觉到了后怕 看着身边还在往下 颇大份的特战队员 那一个个的满脸兴奋 就跟做菜的厨子 得到了时刻肯定一样激动 飞虎军们暗自发誓 以后一定要远离 这群没人性的家伙 一场空袭 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 二十分钟都不到 但带来的打击 确实毁灭性的 以至于等到东方拓听说之后 感到前沿整个人都傻X了 足有五万驻军的前沿部队 已经彻底疯狂了 东方拓更是有些 不敢相信的自己的眼睛 使劲揉了揉 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 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 吸上一口灵魂都要出窍 但是前方的下军 丝毫没有感受到一般 一个个脱了衣服 兴奋地开着火车 甚至排出了一条长龙 嘴里还都兴奋地叫着 干死你 我干死你吗 哈哈 小美人 是不是想不想吃哥哥的大家伙 哦 东方拓一个没忍住 张口就吐了出来 画面实在是太恶心了 身边跟来的将士 也都纷纷弯腰 如此强烈的冲击 再加上散落在周围的混合精致 引发了他们的生理反应 让他们再也扛不住了 眼中所见到的画面 更是冲击着他们的三观核心里防线 就在这时候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一些没开上火车的士兵 看到了东方拓他们 一个个挺着大家伙 就冲了过来 旁服看到了什么绝世大美人 一边发浪 一边光着屁股 朝他们跑来 兴奋地犹如变态 我操 眼见士兵盯上了自己 东方拓那是拔腿就跑 一些还没回过神来的将士 跑得慢了一些 直接就被这群变态扑到了 整个大厦前沿住房军 这会儿开启了银扒 虽然没有死伤一个人 但是却遭受到了 他们自从入侵干国以来 最沉重的打击 而这会儿 已经回到了天山大营的干军们 赵康黑着脸 从篮筐中离开 周龙和五熊都有些猛逼 怎么这个脸色 再看飞虎军 也是一个个面色严峻 只有特战队的人 满脸喜色 两人赶忙朝着赵康追去 来到大营中 周龙率先问道 大帅 是不是这次空袭失败了 赵康摇了摇头 这倒不是 那为何大帅宁 五熊不解 赵康咳嗽一声 对着两人道 我觉得吧 以后这特战队 咱们还是不要轻易使用的好 实在是有伤天河呀 周龙和五熊都震惊了 有伤天河这四个字 虽然能从你 赵康嘴里说出来 这些年南征北战 弄死了那么多敌人 也没见你这么感慨呀 只是当他们了解到了 特战队的战绩之后 周龙和五熊也都沉默了 许久之后才到 大帅说得对 如果多次出动特战队的话 我感觉 咱们会所有人都会遭雷劈的 就在赵康等人达成共识 敌不出 留我不出特 开完银爬的大夏军崩溃了 看着身边躺着的 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同僚 有的人身上还满是精知 最先清醒过来的士兵 绝望痛苦地跪在了地上 银爬的画面 在他脑海里不断回放 直接让他无法忍受 捡起一旁的刀 就抹了脖子 后悔的泪珠滑落脸庞 这名士兵闭上了眼睛 如果有下辈子 我绝不再侵略别人了 一定要做个好人 过来 七日养的毒性还没有散去 身上很痒 屁股也很痛 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 接下来拉屎会很畅快 不会再有便秘 可他们都觉得不在乎了 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他们存在的必要了 有的人默默穿上了衣服 准备离开这块罪恶的地方 有的人接受不了自己被干 还有干了别人 当场就以死明智 主帅东方拓 听到这个情况 连忙带着人赶到了前沿 没办法 和欢三的效果太霸道了 在银爬进行的时候 他也曾派人来组织过 但派来的人 甚至有的直接被发狂的士兵 给霸王硬上弓了 跟粘在一起似的 拉都拉不开 你去拉搞不好 还得被亲上两口 那真是睡觉 都得做噩梦 那能怎么办 总不能直接给这些人杀了吧 几万人呢 所以只能等这些人清醒再说了 没想到一醒过来 这些人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 直接滑遍了 东方拓心里那个急呀 都住手 都给我住手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听他这个大帅的了 前沿的将领看到东方拓出现 直接哭了 身为将领 他的心理素质应该是很过硬的 但这会儿也无法接受被人开了后庭 而且还是在战场上 仅存的一点军事素质 让他这会儿给了东方拓一言 大帅 我先走一步了 您自己保重 一旦遇到干军来泼使 一定要躲在帐篷里 不要出来 他们不是人啊 大帅 说完这将领一刀了结了自己 这辈子 自己已经脏了 已经没有脸再活在世上了 看着士兵一个个自杀 东方拓愤怒了 干军 赵康 我吵死你们所有人 退 撤军 满心愤怒的东方拓 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 干军所用的武器战法 全都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让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反击 这次更厉害了 直接来自己头上颇大份 造成了军营划变 这要是再来几次 下军全军覆没 已经是能够遇见的事情了 因此 此刻的东方拓心乱如麻 只想着赶紧撤走 离得干军远一些 等到刘燕燃那边传来消息 察觉到下军又在撤退 赵康立即带兵痛打落水狗 你下军退到哪 我干军就打到啊 直到你这几十万人 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的景国 战事也终于爆发开来 只是才一个照面 大金蛮子 就被景军给打猛逼了 对于他们所有的景国人 都充满了强烈的仇恨 根本没有用什么阴谋诡计战法 大炮直轰热气球空袭 炸得大金蛮子抱头乱窜 这情况让萧景得知 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个一心想要为萧菲宇复仇的女子 满腔怒火 却根本无从发现 仅仅开战不过二十天 大金蛮子就死伤三分之一 景军此刻展现出来的强大 简直让人绝望 一掌 将延退的将军轰杀 美丽的面容满是猙獰和不甘 萧景看着身前静若寒蝉的众将 再有言退者杀无赦 一个个将领 吓得不敢出声 曾经萧景就是草原第一高手 如今真正迈入了三品这个层次之后 更是真正意义上的草原无敌手 只是现在 为了给萧菲宇报仇 他整个人都已经疯狂了 就在金国蛮子 都已经有些扛不住景国火力轰炸之际 早早从定天元离开 只带着十几人的刘嫣然 出现在了如今的景国 听周边的路人说着 如今景国正在和人交手 刘嫣然有些许的诧异 脸上露出了一抹诡异笑容 倒没想到 还有其他的助理 大人要怎么做 身边的人询问 刘嫣然看向了远方 先去战区 这些金人 将是我们最好的帮手 干国有赵康在 并且已经摸清楚了他刘嫣然的情况 但景国对他 却是一无所知 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 灭掉景国 金军与夏军 联手夹击景国 再加上他刘嫣然 一定能让赵康一败涂地的 战局此刻 倒向干国与景国 无论是夏军 还是京军 都只能挨打 捷报不断传入两国帝都 相较景国的欢天喜地 明明全面战局上风的干国 却并非如此 军机处现在甚至已经无暇去分析战况 每天送到此地的 都是干国各州的死亡人数统计 萧玄策一把和尚最新送来的折子 看向了张明远李远等人 荆州也已经出现病人 甚至就连封锁兵州的军武中 也有士兵染上了疫症 前往军州支援的太医 甚至已经染病死亡了十之六七 朱青觉得该如何遏制疫病 一众军机大臣满头大汗 看着面色严峻的萧玄策 李远快速道 此疫病前所未见 从未在医书上 又任何记载传播速度极快 已经波及各州 说着 李远有些痛苦地抓紧了拳头 李不尚书房龄 看出这家伙欲言又止 急得开口 老李 你有什么想法 就赶紧说 李远抬起头来 看向萧玄策 陛下 此刻前线正在打仗 我们后方绝不能出现乱子 这次疫病细绢我国九州 各地医者毫无解决之法 要想阻止疫情蔓延 恐怕只有将所有染病的 李远没有说完 就被萧玄策出声打断 肺炎 九州百姓都是朕的子民 此事休要再提 微臣有罪 李远跪地 他也是心乱了 普通民众只知道 现在有一场疫症风波 但他们都不知道 这次的疫病有多严重 身在军机处中 李远却能清楚地知道 因为这场疫情 死伤了多少人 从发现疫病到现在 不足三个月的时间 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 已经多达八万 在折子上 这八万只是一个数字 但却代表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并且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甚至有官员军人 也在不断染病 这种染病之后 脖子肿大 让人呼吸苦难 科学死亡之后 尸体全身泛黑的恐怖疫病 在古迹之中 根本找不到记载 而赵康 现在正在前线领军打仗 因此 李远这个兵部尚书 也有些无法冷静 下旨征集全国各第一者 要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疫病蔓延 派人向警国求援 看看给他们那里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萧玄策说完 有些疲倦地揉了揉眼睛 就在这时候 外边太监急冲冲地 拿着一封折子跑进来 陛下 扬州急报 萧玄策一愣 扬州急报 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太监赶忙地上折子 萧玄策打开一看 胸口瞬间遭到重击 陛下 看着萧玄策的反应 李远等朝臣 都觉得有些不对劲 萧玄策猛地跳起来 给老子准备热气球 老子要去扬州 另外传信 让赵康赶紧给老子回来 快 扬州 赵王府 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酒精的味道 小院之中 竖起了炸篮 夜洪雪看着里面的人 美目中溢满泪水 女子叹了口气 她全身肠果遮挡地严严实实 看着夜洪雪 想不到 是我先走 不 不会的 你坚持住 二牛他们正在赶回来 他们一定会救你的 你别放弃 坚持住 不然她会疯的 夜洪雪无力地跪在地上 哭得不成人样 栅栏中的女子 却很平静轻声道 看好其他的人 尤其是小富贵 绝不能让她也染上了 不 你别说这些了 坚持住 至少 至少等她回来啊 夜洪雪拍打着栅栏 她不敢想象 里面的人要是没了 赵康会变成什么样子 萧玲珑看着天空瞎想道 我也很想再见见她 从最开始染病之后的恐惧 到现在 她早已备受折磨 咳嗽声响起 萧玲珑看着手上烟红的鲜血 低下头看着外边 那和她其实不算很对付 且一直争宠的女子 洪雪 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战马的铁提声停止 赵康打了的哈欠 让人打扫战场 她刚刚带人将一批下军追杀干净 这段时间 下军完全是不抵抗状态 已经被干军撵出了两百多里 但刘燕燃一直没有现身 赵康也不知道 这家伙是怕了还是跑了 这也让她心中起了一些疑惑 当下心中暗道 得来次引蛇出动望 要是确定刘燕燃不在下军当中 那就直接一仗打垮这群下军 一边谋划着 赵康回到大营之中 就见周龙和武雄两人 着急地上前来 大帅 怎么了一个个这么慌张的模样 赵康笑道 周龙掏出一块金牌 陛下派人召你赶回扬州 赵康一愣 召我赶回扬州 是的 或是国内有什么事情 赵康皱眉 莫非是疫情太严重了 结果金牌 赵康犹豫了一下才道 那行 我回去一趟 你们两人守好 没有我的命令 不得擅自出击 那群家伙这会儿吓破了胆 估计也没有胆量出手的 武雄笑道 大帅放心 这里交给我们便是 行吧 脱了战甲 让飞虎军准备好 赵康坐上热气球 赶往扬州 操控热气球的士兵 看着赵康 大帅为何忧心忡忡的样子 陛下突然召我回去 恐怕不会是什么小事 真是多事之秋啊 士兵点点头 紧接着又笑道 不过有大帅在 这些都不是问题 你当我是神了不成 赵康吃笑着敲了一下士兵的脑壳 微微皱眉 怎么会突然感到一阵心境 飞行数天之后 他终于抵达扬州 还未进城 就看到一人跪在了地上 赵康不由地一愣上前去 孙芳你干嘛 后者眼眶通红 颤抖着身子 王爷 孙芳没能守好扬州 有负重托 赵康心一跳 赶忙将其拉起来 究竟怎么了 说清楚 笑 小王妃 染病去世了 你放屁 直接将孙芳退开 赵康冲向了扬州城内 难以形容的恐惧 在这一刻将他全身裹挟 将他撕扯成无数片 一直到冲进了王府之中 他茫然地搜寻这四周 玲珑 玲珑你在哪 我回来了 快出来 萧玲珑 你给我快点出来 赶紧的 我要生气了 但没有任何的回应 他着急地朝着王府大殿跑去 才终于看到了人影 赵康 叶洪雪流着泪赶忙上前 却被他一把推开了 秦玉凤 吴欣仪 曹白璐 公孙云秀 宋青岩 伊丽莎白等人 上前也被他撞开 直看到那口棺木 赵康 将棺材盖粗暴地掀开 庞扶全身触电了一样 他浑身都没有了知觉 强压得一口心血咳出来 赵康 叶洪雪撕心裂肺地叫着 但对方好像听不见一般 颤抖着声音 目光死死地盯着棺材里的尸体 小声道 你怎么能睡在这里 别睡了快起来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做热气球怎么样 快点起来了 别不理我呀 你说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玲珑快别睡呀 他回过头级的眼泪直掉 叶洪雪冲上来 紧紧抱着他 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赵康赶忙道 洪雪 你快帮我 叫他起来 他生我气了 把他叫起来 我们回去 回原江县去 玉凤你别看着呀 快帮我哄哄 对不起 秦玉凤瘫坐在地上 看着无助的好四个孩子一样的赵康 心如刀脚 气得赵康扭头看向棺木破口大骂 萧玲珑你 赶紧给我起来 要不然 这大干老子不熟了 你给我起来啊 他疯了一样的扑向棺材 却被叶洪雪死死抱住 门口处 一声有些茫然的声音响起 叫了一声爹 赵康赶忙大喜地 扭头推开了叶洪雪 跑了过去 抱起赵富贵满脸是泪 富贵 快快帮爹劝劝你大娘 他不要我了 大娘死了 赵富贵呆呆地说道 放屁 你大娘活得好好的 他只是生我气了 扔下了赵富贵 赵康朝着棺木跑去 所有人都拦不住他 抱起了萧玲珑 他茫然地看了看 不知道要去呢 只能边走边不断喃喃自语着 没事的 没事的 想睡就先睡一会儿 等一下 我给你做小笼包吃 前线马上就要打赢了 很快又要太平了 前方出现一人 赵康看到他眼前一亮 望着同样悲痛万分的人 他笑了一下 玄策来了 我跟你说 这小子这段时间 都没有好好读书 揍他 殿下 等一下你姐醒来 你就死定了 老赵 萧玄策沙哑地叫了一声 看着俨然已疯了赵康 干嘛 我姐睡了 把他给我 我先送他去休息 不然待会大臣看到不好 萧玄策强忍着泪水说道 赵康赶忙点头 好好 我就说他是睡着了 玄策你要好好读书啊 别再让你大姐生气了 我会的 萧玄策上前一步 接过了自己的姐姐 丝毫不在意 对方是死于一病 赵康跟着他 将人一路送回了房间中 将被子盖好 便蹲在了床边 萧玄策气声道 老赵 你先下去吧 我在这里守着 你姐醒来 看不见我会发火的 上次我回来 就因为没有去皇宫见他 被他骂死了 那好 看了一眼床边 拉着萧玄策的手 不断说着什么的赵康 萧玄策扭头 走出了房间 屋外一人 此刻也看着房间出神 他从未看见过 赵康有如此的一面 看着萧玄策 从房间中走出 公孙云秀捏紧了拳头 在确定自己染病之后 那名曾经的女帝 只见了两个人 一是叶红雪二 就是她 愁愁良久 公孙云秀还是转身回到大殿 看着一众流尽了眼泪的女子 下定决心 紧闭的房间中 不断有人的声音传出 一天又一天 彷彿不知道疲倦一般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人推开了房间的门 看着满头白发 眼睛赤红的赵康 他的心被狠狠扯了一下 十二天了 公孙云秀轻声道 就算你真气再怎么雄厚 又能保持他的尸身多久呢 赵康揉了一把脸 如果没事的话 请你离开 女子并没有遵照他的话 反而就竟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但道 你心里明白的 只是不愿意去面对事实 赵康没做理会 只是扭头眼神柔和地 看着床上好似睡着的女子 但公孙云秀的声音 再度钻进耳窝中 五天前 景国送来一封求援信 一场地龙翻身 死伤了无数景国士兵 且暴雨不断 景国这个季节 雨水并不多 会有如此反常的现象 应该是那刘嫣然 去到了景国 手骤然一抖 有些灰白的长发 盖着赵康的神情 让人无法看清 许久之后 公孙云秀竟笑出了声了 既然你不想听这些 那么我不妨说点你想听的 一名寻常人 喂食水米的话 最多能够坚持四天 即便是五夫 可以凭借一口真气掉命 最多也就七天 到了你我这个境界之后 应该能够多加上一天两天 就算是我也无法忽视 身体各项脏气的衰老 病症 赵康猛地抬起头来 死死盯着面前的公孙云秀 后者掏出了一面镜子 望着眼前的赵康叹气道 你可以看看你如今的模样 你就会知道 你的秘密是什么了 赵康一把抢过了那面镜子 镜面倒映出一张 说得上俊秀的面容 赤红的铜光 让镜子中的人看起来有些可怕 冒出的胡茶 让他看上去有些颓眉 但却很年轻 说他二十出头也行 二十五六了也可 只是无论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张三十三四的脸 这一刻 赵康终于明白了 公孙云秀说的秘密是什么 时间无法在他身上留下印记 当年在原浆县的时候 他睁开眼醒过来 就是这个模样 如今过了十余年 还是这个样子 他从未有一刻 这么害怕自己的长相 那巨大恐惧 让他连镜子也握不住 看着碎裂的镜面 倒映出一张破碎的面孔 赵康连声音也在颤抖 我 不会老 公孙云秀叹了口气 望了眼床上的女子 对方那恳求的目光 这段时间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 当下公孙云秀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不错 你不会老 所以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离你而去 叶红雪 曹白露 秦玉凤 宋青妍 伊丽莎白 吴星怡 赵富贵 包括我 你注定孤苦一生 只有这方天地日月星辰 与你作伴 别说了 赵康低吼一声 但公孙云秀 却音量见高 但我要告诉你 这或许可以挽救 甚至连他或许将来也有机会 赵康猛地抬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公孙云秀 后者指着床上的女子 似乎有些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赵康激动道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公孙云秀 却并没有说下去 反而话锋一转 你修炼的是 曹白露的先祖的玄黄宫队吧 赵康赶忙点头 公孙云秀 伸手入怀 掏出一本泛黄的古籍 在我们周国也有关于曹监家的记载 这是他亲手留下的手记 赵康强野式地 将那本泛黄古籍抢了过来 连忙翻开 公孙云秀的话 同时在耳边响起 天清地宁 玄黄造化 破一品桎梏 可得造化大盗 白骨生肉起死回生 赵康呼吸急促 连忙看向公孙云秀 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曹白露也有一份曹监家的手记 两者字迹一模一样 公孙云秀弹道 虽然说我不信 但如果曹监家没有骗人的话 只要你修为超越一品 就能让他起死回生 赵康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公孙云秀 后者却已经起身 走到门口之后 停住了脚步 早点振作起来吧 叶洪雪他们 干国和景国都在等你 所有的离别 都会有重聚的那一天 你有漫长的岁月 去修炼到那个超脱一品的境界 相信以你对他们的感情 这并非难事 说完 公孙云秀走了出去 拉上门却并没有离开 即便隔着门 他好似还能看到那满头白发的身影 最终叹了口气 对不起了 房间之内 赵康起身 随手将那本所谓的曹监家手记 扔进了柜子中 来到了床边 轻轻握起女子的手笑了笑 声音很小 肯定是你和他串通起来的吧 你真是傻乎乎的 论起做就造假 我们原江县可是老手行家了 大到古董瓷器 小到古话就书 你们俩啊 真是太小看我了 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手背上 赵康低声哽咽着 我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你的 记得我第一天醒来的时候 我本以为我是被泥头车撞死之后才过来的 但好像并不是如此 这些天我脑海却突然多出了许多以前没有过的记忆片段 多出了与你们相识相知的画面 所以 赵康抬起头来 一边笑着 一边擦眼泪 我自己身上 应该还有很多我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弄不清楚的话 等天下一切大定 之后我就来陪你们 你这狗女人心也太狠了 一声不响就走 都不知道没有你的事件 太凄凉了 你不要乱跑 听说那条路很黑的 你要是害怕 就叫我的名字 我一定能听见的 等我们 紧闭的房间门终于再度打开 赵康抱着女子出现在大殿中 苦守了几天的夜洪雪等人连忙上前来 赵康轻轻摇头 示意众人没事 棺木即将合上一刻 他终究是忍不住伸手抵住 让我再看看他 真是怎样都看不够的一张面孔 一如当年初见 一直到棺木终于合上 赵康魂好似也没了 曹白露等人终于再也忍不住扑过来 哭声一片 赵康却抢笑着将他们搂得紧紧的 没事的 我会让他活过来的 听到这话 夜洪雪等人的高悬着的心 这一刻才松懈下来 只要他扛过来就好 赵康心敌也抱着一丝丝期望 公孙云秀所谓的什么玄黄造化 自然是假的 但这段时间脑海中那些突兀出现的画面 却真实地让他感觉好像真正发生过 就如那天前往前线的时候 萧玲珑为他梳理头发一样 以为是梦 但又太真实了 自己的穿越一定还有猫腻 如果能够搞清楚 说不定就能 看着孙芳带兵护送棺木回原江县 赵康的表情平静 没有什么大张旗鼓 就像很寻常的一次送葬 他扭过头 看向身后之前赶回来给萧玲珑治病的黄大夫和达克 二牛呢 黄大夫愣愣地看着他 面前的赵康好像忘却了所有悲痛的一般 又便回了那个两国赵王 犹豫了一下 黄大夫才到 二牛和派克故意感染了疫病 用自己做实验 想要找出解决的疫病办法 但进展不是很好 这疫病应该是从老鼠身上来的 赵康说着 又问道 洪雪他们 老爷放心 二夫人他们并没有被感染到 黄大夫赶忙道 赵康这放心下来 辛苦你们这段时间多注意一下扬州城内的情况 一旦发现感染的病人要立即隔离 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也要第一时间找到进行隔离 赵康说着揉了揉头 在他的记忆中关于黑死病的记载 最后是因为致死率太高 死亡人数超过了感染人数 最终才立即消失的 但是现在 他也有些不敢肯定了 因为脑海中那些多出来的记忆片段 甚至让他都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穿越来的了 我们明白 黄大夫犹豫一下 才道 老爷对不起 别说这种话 你们也尽力了 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赵康这才走进王府之中 院落中 赵康上前去 抱起了赵富贵 伸手拢了拢叶红雪的病发 后者赶忙抓住他的手 赵康连忙将其搂紧 没事的 我都知道了 不管如何我都会一直陪着你们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对不起 我什么都做不了 直到这一刻 夜红雪才敢放声痛哭 小富贵听着 将其轻轻抱住 二娘不哭 爹还在 一切都会好的 星光漫天 没有人入睡 却也都没有聚在一起 王府的屋顶上 一大衣小坐着 小家伙瞪着眼看着漫天的烦心 忠实开口 爹 人为什么会离开 人总是会离开的 赵康轻声道 那么是不是我有一天也会离开 傻小子 将小家伙抱在了自己怀中 赵康的目光看向月亮 只要我们不忘记对方 对方就一直在 虽然我不明白 但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赵康低头一笑 人小鬼大 躺在了屋顶间 赵康轻声道 明天爹就要去征战了 你大娘之前的心愿 就是希望 咱们大干国风调雨顺江山稳固 所以 爹得先去弄死那些家伙 我知道了爹 你放心 我会乖乖听话 照顾好娘亲们 赵康哈哈一笑 不愧是我的种 就是聪明懂事 待到小家伙睡着 赵康这才抱着 其从屋顶上一跃而下 将小家伙送回了房间之中 一头风霜披满身月滑 走进了那间 被栅栏隔着的房间 看着并不大的房间 没有其他人在 他终于可以不再忍受 捂着脸庞 那个时候 他该有多害怕啊 清晨 金色阳光好似能驱散 一切阴霾 厨房中忙活了一早上 将一切准备好之后 赵康才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的去叫人 帮着所有人梳妆打扮 虽然有些笨手笨脚 来来来赶紧坐哈 这些东西 要趁热才好吃 热络地给众女夹着菜 将最后一只虾 放进旁边的空碗 赵康说着 今天要启程去景国的打算 等打完了 咱就辞官回原江县 咸云野鹤 不当什么王爷了 所以 你们这群家伙 都得给像个我 好好地平平安安的 等我回来 这要求不高吧 秦玉凤抢笑一声 老爷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不愧是最听老爷话的 多给你吃个小笼包 赵康乐呵一笑 吃过了早餐 赵康收拾好一切 看着面前的一众家人 声音都颤抖起来 一定都要好好的 等我回来 叶洪雪深吸一口气 将他紧紧抱住 我们等你 那就好 强压心头不舍 赵康走出王府 将大门关上 屋外收到命令 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的张龙 调哥 就连李狗蛋也重新入伍 大街上军武成龙 足足一万人 都是最先干国的老底子 说是身经百战 丝毫不为过 最前方的三百人 人手一把机枪 以及RPG 手榴弹什么的 更是缠满了身上 不考虑火气威力的话 这完全就是一支 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队 张龙 赵康开口 末将在 赵康 传令天山大营周龙与武雄 不惜一切代价 消灭大下敌军 本帅不管他们用什么战法 伤亡多少 三个月的时间 我不要再听到 这群狗杂种还活着的消息 遵命 张龙身子有些微颤 这一刻 赵康身上的杀气太浓郁了 只是对上那略微赤红的瞳孔 就让人不寒而栗 翻身上马 没有再过多言语 率领着这一万人 赵康出发前往景国 没有人知道他这段时间积攒了多少的杀意 他现在只需要杀敌 将那些打破他好不容易得来宁静生活的敌人 猝骨扬灰 皇宫之中 同样有一个杀气凛然的人 萧玄策看着面前的重大臣 冷淡到 将所有大炮全部运送景国驻战 有官员犹豫了一下 这才劝道 陛下 若是如此的话 恐怕会有很大的损失啊 景国的战士 他们都很清楚 让人难以想象 就十几天的功夫 原本战局上风的景国就开始溃败 尤其是还拥有着大量火气的情况下 那个传闻中的刘燕燃 真就像老天爷下拍的灾星一样 待人冲到哪 哪里就横生灾祸 这要是把所有火炮拉去 岂不是得等着报销 无妨 那所谓的刘燕燃 自有人会收拾他 萧玄策说着闭上眼 从今天起 调遣预备军 巡查各州各城 凡有染病者 全部送往冰州 下手的李元欣一跳 陛下 萧玄策看过来 默然道 你是对的 既然现在 咱们治不了 那就只能进人事听天命了 萧玄策的话 让众人有些吃惊 刑部尚书未官小心翼翼道 陛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恐怕民间会多有威辞 随他们说去 骂名正义艰丹了 袖子中的拳头一紧 萧玄策现在很后悔 后悔没有早早就这样做 如若不然 大姐又怎么会 这大干帝王这段时间 完全也都是以泪洗面 井国 梁州 奔袭梁九 赵康终于率领着一万人马抵达井国 当守城官员得知是干国的支援部队之后 二话没说 就打开了城门 守城官员是个上了年纪的中年男子 见到赵康联盟上前来 这位将军 你们可算是来了 如今井国战事如何 赵康询问一声 刘燕燃来到井国后掀起了不少风浪 井国战事不轻松丢了不少土地 这点赵康是知道的 但究竟打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一封战报就能够写完的 再加上他们从扬州出发来到这 也耗费了不少时间 谁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官员一听 声音有些悲怅 将军 我井国此番遭遇大难了呀 慢慢说 赵康皱了皱眉 在官员的讲述之下 赵康才明白 如今井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本井国大军本来大的 井国蛮子头都抬不起来 无法入关 但没想到 突然间战事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一场地龙翻身 葬送了井国精锐的火炮军 超过五万井军将士 死在地震之中 而后刘燕燃出来表明身份 以齐国公主的身份 号召其人推翻井国 井国接受了原本齐国的地盘 国内的百姓 本就有许多是齐国人 尽管过去了几年 但老百姓们 也不可能就这样忘了 因此 刘燕燃的这一次号召 得到了极大的响应 再加上此刻的刘燕燃 着实怪异 导致了原本的齐人 此刻都深信他 刘燕燃寿命于天 将会光复大齐 于是乎 一些原本就不安分的齐人 纷纷响应刘燕燃的号召 加入了刘燕燃的大军之中 战事进行到现在 刘燕燃和金人大军 完全可以说得上是势如破竹 井国现在还能还手 完全靠的 就是国内的火器储备 但尽管这样情况 还是不容乐观 已经被刘燕燃和蛮人 攻下了两州之地 帝都情况如何 赵康语气略带阴沉 官员盲道 帝都暂时无忧 但如果楚州再被攻占 到时候便是帝都直面敌军 这段时间 各地都在加派兵力支援 但是因为原齐人造反的缘故 因此我们不得不先镇压叛乱 赵康一听 笑容森冷如恶鬼一般 传我亡令 自今日起 井国但有齐人造反作乱者 诸连九族就地格杀 官员一愣 您是 我是赵康 同样也是井国的赵王 翻身上马 赵康没有理会木凳口袋的官员 带着张龙等人 朝着井国帝都进发 他没有直接赶往战场 免得他一出现 刘燕燃就跑了 而刚刚传王令 倒是不怕让对方知道 至少能给刘燕燃 造成一点心理压力 既然要杀对方 那就得找一个 让其绝对逃不了的机会 从梁州到帝都 同样有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沿路上 他甚至遇上了几次奇人造反 对方打着所谓的天命军的旗号 似刘燕燃真认为了 自己是天命之主 当赵康一行人抵达帝都之后 早早就已经有人来迎接 且是赵康的老熟人 武王吴天虎 好久不见了 武王 你小子怎么 看着满头白发的赵康 翻身下马 吴天虎有些欲言又止 没什么 怎么是您老亲自来见 赵康问道 吴天虎健壮 心有灵犀的 也没有多问什么 道 武将全都上前线去了 文官又没有几个和你熟悉的 这次真他娘的邪门了 那刘燕燃跟着扫把心一样 走到哪乱到哪 小子这次 你可得小心点 听着吴天虎的提醒 赵康心中感到一阵暖意 轻轻一笑 没事的 我之前就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别人面前他可以逞威风 我这次就是来捏死他的 你小子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都入城吧 陛下等你好久了 赵康点点头 带着人跟吴天虎入城 来到皇宫之中 赵康看到了一个极为憔悴的人 明明是个帝王 却难有一点精气神 整个人都无比的疲惫 数年的积劳 如今好似随着战事 开始在他身上爆发了 赵王来了呀 看到赵康 吴关海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却并没有多问什么 你压力太大了 赵康上前拉住对方 吴关海笑了笑 语气带着些许无奈 没办法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事情 放心吧 还有我在呢 看着吴关海 赵康将和刘燕燃交手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下 吴关海听着 渐渐明了 看来你和他之前 应当有着某种说不清到不明的联系 或许吧 不过这不重要了 前线如何 赵康问道 吴关海摇摇头 不容乐观 那一场地龙翻身 让火炮军全军覆没 无数门大炮损坏丢失 也好在这群家伙不会用 飞龙军受到雷雨天气影响 坠毁不少 现在前线就靠手榴弹 和RPG炸药包固手 但这还是刘燕燃没有出现的缘故 吴关海眯起双眼 这家伙太麻烦了 得把他引出来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赵康询问道 吴关海睁开眼 当初我留下了一只刘氏后裔 原本是用来安抚人心的 这会让 倒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赵康文言 点下头 如果要是有人认为 吴关海一直是什么谦谦君子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先让他们攻占楚州几个城 等你们这边大炮一道 他们攻势受阻 见到咱们火力增强 刘燕燃就会坐不住的 说着 吴关海看向赵康笑道 商量的事 你我之间还用说这些 吴关海轻声道 我想让雪晴这丫头 到你们干国去 赵康一愣 为何突然这样决定 赵康脑海中想起 上次来锦国时 见到的女婴 对吴关海这突如其来的 脱骨举动 有些许意外 看着对方会按的眼神 他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妙 吴关海却洒脱一笑 指了指自己的身体 半年前 太医就告诉我 我这身体已经不行了 这会儿连九十斤也不到 也不知道还能再撑多久 现在锦国如今 这个情况 只有你我才放心 若是出现什么意外 也不至于没有调后路 瞎说什么 赵康喝了一声 内心一紧 自从上次见面 他就觉得面前之人 太过操劳 却没想到 事情严重到了这个程度 寻常男子在他这年纪 正是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但眼前的吴关海 从其身上 却看不到丝毫神采 迎面来的 都是一股子枯朽 吴关海轻轻摇头笑了笑 生离死别是人之常情 再者 我现在 也还能撑得住吗 少说这些有的没的 接下来一切交给我 你好好调理就是 赵康连忙道 吴关海笑着 并没有多说什么 锦国宫中的太医 无意不是齐皇胜首 若是能调理得好 他又岂会是如今这般模样 吴关海现在只怕 这怕锦国如他一样 撑不过这次危机 如今的锦国内忧外患 他又没有男丁留下 若是到时候分崩离析 也就只有赵康和干国 才有这个能力护住他的孩子 且他也发现了 赵康似乎并不会老去的情况 那么 就算今后最坏的情况来到 只要锦国皇室还有人在 赵康还在 他相信 锦国就一定会存在 想着 吴关海 起身笑道 赵王准备一下吧 相信恐怕已经有不少人 盼星星盼月亮等着你来 倒也不必担心什么 自从第一例奇人造反开始 原本朝堂上围观的奇人 都已经成了刀下鬼 看着吴关海离开 赵康心中长叹了一声 殿外宫女端着王袍走近 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了一眼 映入眼帘的满头滑发 让其不禁呆住 心想这位传说中的赵王 可真是年轻啊 有他在 那么这次动荡 应该很快就会被平息了吧 他戚戚爱爱道 赵王 赵康回过头看向他 宫女赶忙低下头局促道 朝府已经备好了 知道了 放大吧 我自己来 宫女小心翼翼道 奴婢伺候王爷更衣 不用 退下 朝堂大殿 吴关海高坐龙翼 下方百官伶俐 相较于干国来说 景国朝堂看起来要年轻得多 这也导致了不少人心态不稳 虽强装镇定 但景皱的眉头 却出卖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情况 对手可是号称天命所归的刘燕燃啊 真是咱们现在能够对付得了的 现在民间不少地方都响起了成天寿命的呼声 甚至还有不少游方术士装神弄鬼 蛊惑明星 若失了明星 这一仗真还能打 吴关海将众人的表现看在眼中 轻轻笑了笑 是一旁的太监 后者立刻到 宿静 皇神的百官 纷纷抬头看向了龙椅 右手五指轻点 吴关海语气轻快 相信诸军今天都收到了消息 干国有一支援军入城了 估计这会儿 你们想的是 咱们前线十几万大军都葬送了 而且还是有火炮的情况下 这干国区区的一万来人 又能做些什么 那么 朕今天也就让你们开开眼 让你们见见 那只是存于传闻中 你们从未亲眼见到过的人 宣赵王 煞时间 百官同振 齐刷刷的扭头 看向了大殿之外 正如吴关海所说 他们这些新紧过的文武百官 除了一些武将之外 几近三分之二的人 都只是听说过赵康 却从未见过齐 那个短短数年之间 打破四国格局 最后更是一口气 接连灭掉周齐 与两国之中封王 活埋数万骑军 世人为之恶魔人徒的家伙 竟然来了 大殿之外 一席人影出现 跨过门槛之后 迎着百官目光 一步步走近 悬色金纹王袍 张牙舞爪的莽文 代表了他在 锦国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双平静的眸子 早已没了往常的 嬉笑怒骂 却依旧如当年一般 竭尽心力 去守护今后 亲手毁灭的一切 他一个人站在那 便好似撑起了一切 不知道是谁 率先激动的弯腰 下一刻 满座呼千岁 晚风送晚 平添了几分冷意 前方人影正在打扫着战场 有雄壮嗜血的 金国蛮人 也有那响应所谓天命的天命君 两道身影并肩站在一起 一者气度尊贵 容貌绝异 一身龙袍 彰显他尊贵无比的身份 是那带掌地权的草原宵井 一者风华万千 冰冷的眸子 让人感受不到半点温度 好似在他身上 只剩下了无尽的疯狂 以至于 他即便有着如此方容 但周边的金国蛮人 甚至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只有跟着这个女人 一起亲临战事的人 才知道 这个女子有多么可怕 那是超脱于他们理解的存在 萧锦看向身旁的刘燕燃 饶有兴致道 想不到最后 会是你我联手 轻浮这座天下 刘燕燃淡道 我现在对什么天下不天下的 没有兴趣 是吗 萧锦笑了一声 那么赵康呢 明眸出现了几分波动 刘燕燃看对方 你想说什么 萧锦一笑 没什么 接着看向天空 之前吧 我带着满腔恨火要复仇 连做梦都在将那赵康碎尸万端 尽管我并没有见过他 当时我一直有个疑惑 当初飞羽那般无敌天下 为何不敢去亲自杀赵康 但如今我明白了 萧锦笑 看着前方这片 因我们而满目疮痍的大地 那些锦人仇恨无比 却奈何不得的目光 我这才明白 飞羽当初并不是想要杀了赵康 他要的是 赵康今后永远活在痛苦绝望 仇恨后悔之中 那才是 对他们这样的人最大的折磨 报仇报仇 就算真正报了仇 又能挽回什么 只有毁掉对方最在意的人事物 给人留下无限的憾恨 才是最好的报复 听着萧锦的话 刘燕燃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 对面便自顾自倒 所以我现在突然不想杀赵康了 我很想看看 当他看到干国和锦国毁在你手上 之后的模样 刘燕燃但道 那么在此之前 你就要注意了 别忘了他能杀我 萧锦笑 这点你放心 就算整个金国死完了 我都不舍得你死 你口中的下军 什么时候回到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当赵康意识到 已经不在下军之中后 他的麾下一定会强攻 说到底 他们来得越晚越好 萧锦顿时明白 刘燕燃这是想要用下军 去拖住干国的主力大军 就在这时候 一名金人蛮子上前来 统帅 我们抓到一名誓死不祥敌人 哦 带上来看看 萧锦笑了一声 这一次灭井 他们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 见人就杀 反而招降了不少俘虏 只要愿意投降都能火 毕竟井国如今有着不少 其人百姓 尤其是在见识过 刘燕燃之后 别说原本的其人了 就算是井国人 都有不少投降的 毕竟俘虏用处很多呀 做军粮也是行的 难得遇到一个 誓死不祥的人 还真有些让人意外 当人被带上来之后 刘燕燃颇有些意外 因为这人他认识 被俘虏的人很年轻 看着也就二十出头 这会儿被五花大绑 依旧还奋力地骂着 你们这群吃人的畜生 王八蛋 有种就杀了老子 老子要是皱一下眉头 就跟你们姓 周明 刘燕燃叫出对方的名字 周明一愣 紧接着看到 那张并不算太熟悉的容貌 明珠殿下 你居然真的和这群禽兽 搅和在一起 萧锦偏头 熟人 刘燕燃嗡了一声 刚要说些什么 周明就吼了起来 殿下你是疯了吗 居然和这群家伙混在一起 他们吃人啊 闭嘴 一旁的金人 一个大嘴巴子抽了过去 周明顺势一口唾沫 就吐在了对方脸上 毕竟是当初 都敢拿着菜刀砍赵康的 哪里会耸他们这些家伙 被吐了一口唾沫的士兵 气得就拔出刀来 要剁了周明 萧锦呵斥了一声 士兵这才信信收刀 看着刘燕燃 萧锦道 你自己处理了 说完便带人离去 周明看着刘燕燃 很是想不通 为何对方会和金人混在一起 自从齐国灭亡变成锦国之后 他就在锦国做生意 顺便想找到自己的霸凶 只是这些年都没有什么下落 对于周明来说 明珠公主刘燕燃 向来是心中神圣的人物 曾经虽然纨固 但对于有本事的人 周明却是打心底佩服 而刘燕燃 无疑是他最佩服的几人之一 但如今亲眼见到刘燕燃 和一群痴人的妖魔掺和在一起 这让周明有些接受不了 他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不说挣了多少钱 但勉强算是小康之家 因此这次战火 甚至还救济了不少难民 更是亲眼见到不少欺人 把这造反的旗号 到处烧杀抢夺 这情况下 生意是做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想带着原本 收留救济的那些难民跑路 可是运气不好 再加上带的人太多 也就没能逃出去 反而成了俘虏 于是就在被俘虏的过程中 他看到了那些 被剖开挂着风干的人 那种强烈的冲击 让他根本无法接受 原本他还以为这些畜生 就是打着刘燕燃的旗号 鼓动其人造反 但此刻看到刘燕燃 居然真的出现在惊人大军中 他才接受了事实 当下劝道 殿下 这群家伙不是人是畜生 你和他们混在一起 迟早会出事的 你就算要复国 也不该找他们帮忙啊 刘燕燃看着这个傻子一样的家伙 但道 你不明白 这能有什么不明白的 周明周眉 还是道 是 之前咱们齐国王了 但老百姓没有受到什么侵害啊 这些年在景国的统治下日子 也还算过的太平 可现在到处都是难民 跑得跑死得死 有的还成了那些畜生的口粮 就算复国 你们攻下城池 那也要善待百姓 这才会得人心啊 我这么笨都能想到 你们难道就不懂 刘燕燃突然笑了一声 看着周明 眼神却冰冷无比 你才当了几年亡国奴 这就开始说景国的好话了 你也配说什么 人心百姓 齐国就是有你这样的人 才会灭亡的 周明急道 我是没本事 反抗不了什么 我只是想说 你不该带着奇人和那些家伙走在一块 景国 现在连大炮都有 逃难的人说 那去挡炮口的 都是原来的奇人 你这样就算复国了 奇人之后 又能剩下来多少 何况就没有多少老百姓 愿意打仗啊 要不先停战 和皇帝说说 再不行找赵康 这家伙 估计早冲后爹了 对了 殿下我记得 他和你也认是不是 坐下来谈谈吗 刘嫣然呵呵一笑 面容突然变得猙獰起来 周明啊 看不出来 你的面子很大吗 连赵康都是你后爹了 那你又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周明看着眼前突然发疯的女子 突然间感觉到有些可怕 还没反应过来 一把刀子就捅穿了她的腹部 周明有些不敢置信 低头看了看自己流出的鲜血 又抬头看了看握刀的刘嫣然 她的意识在抽离 眼神变得有些模糊 漠然一笑 我明白了 你不是在复国 你只是在想 拉着所有人陪葬 殿下 你 你变成一只恶鬼了 哈哈 刘嫣然一边笑 一边搅着刀柄 让对面的周明 长穿肚烂 是 我是成了不人不鬼 那也都是她逼的 我要她一辈子都恨我 一辈子都嫉妒我 哈哈 后爹 宋青言算什么货色 她也配 你周明又是什么废物 也敢对我说教 发了疯一样 直到周明生机断绝 鲜血满地 一身血染的刘嫣然 这才抬起头来 慎人的笑声 从她口中发出 这是她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亲手杀人 原来是这么痛快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将此人的头砍下来 找个奇人 将其送去干国扬州 给宋青言 她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速速风声 吹过天南地北 若风有意识能言语 或许世间便不会有那么多离人仇了 黄昏之下 两袭红衣 亲自打理着府邸上下 给各处喷洒酒精消毒 看向一旁有些魂不守舍的人 宋青言缓步上前 接过对方手里的东西 玉凤 你去休息休息吧 这里交给我就好 秦玉凤回过头来 欠一道 抱歉青言姐 我走神了 说这些做什么 看你憔悴的 这段时间要注意休息啊 不然等她回来 看见你瘦成这样 会心疼的 秦玉凤眼眶一红 秦玉凤眼姐 我实在太害怕了 她那时候的样子 真的太让人难受了 我一想到 今后我就接受不了 傻丫头 别这么想 你还年轻论 年纪最小的 就是你和伊丽莎白了 你们还有很多时间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宋青言笑着 凡是要往好处想 她现在在前线征战 战事结束就会回来 所以你们都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别让她担心才是 不 我知道了 秦玉凤眼你也是 女子抽噎一声 宋青言点了点头 将秦玉凤劝去休息 自己将偌大的王府清扫完 便坐到了院子中 看着一树如火红燃的流花 她有些想那先走的人了 并且有些羡慕 宋青言并不认为 自己是什么好女人 年少心爱之人 因自己惨死 入周府之后 公于心计 手上沾了不少血腥 之后 渔夫不忠 渔子不咸 满身污秽不堪 纵然赵康接受她 但她依旧觉得 自己是个不洁之人 因此 当看到赵康为了 萧玲珑 心智疯癫 一夜白头 她心悲之际 其实又有些羡慕 想着这些年来 和赵康在一起的经历 宋青言又笑了一声 脑海中泛起萧玲珑 和她说过的一句话 既然做不到 改变不堪的过往 那就展望未来 不去执着以往 好似对方出现在面前 宋青言偏头笑着 我和你 只是欠了一场早早相逢 对吧 可惜没有人回答 不过宋青言知道 要是对方在的话 会点头的 她正准备起身离去 大门被人敲响 她戴上口罩起身前去开门 一名铁甲士兵 带着一名百姓 出现在门前 何事 士兵赶忙道 夫人 这位是从景国逃难来的 她说 手上有周明 要送给宋青言送夫人的东西 宋青言眼神一亮 明儿来消息了 东西在哪 我就是宋青言 在这 周明少爷说了 让夫人 您在无人处打开 来者地上木盒子 宋青言接过木盒 木盒中的东西似滚动了一下 并且有种古怪的味道传出 这种味道 对宋青言来说并不陌生 女子手突然一抖 看向宋东西的百姓 随后望向铁甲士兵 冷漠道 杀了他 铁甲士兵一愣 夫人 他是敌国戏作 杀了他 宋青言声音见高 士兵立刻抽刀 看着那面色巨变的人 宋青言突然又道 慢 女子闭上掩护了一口气 将他抓起来 严加审讯 然后将消息汇报朝廷 遵命 士兵带着人离开 宋青言关上门 身形险些不稳 这座王府的人 手上沾血的人 他是其中之一 但要说将人头装进盒子 干过这事的 恐怕只有他一个人 独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宋青言将木盒放到了桌上 迟迟没有打开 自从被赵康带走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去见过周明 非是不想 而是愧疚和害怕 他自觉并没资格 作为一个育人的母亲 深吸了一口气 他来到桌前打开木盒 内众是一颗有些腐烂的头颅 但还是能依稀辨认出是谁 欺然一笑 宋青言剧烈咳嗽起来 鲜血从指缝中溢出 他抹掉手上鲜血 拿起了那封贴在河顶端的信件 字迹捐秀却凌乱 可以想象得出写这封信的人当时有多憎恨 一如信件上恶毒的文字 一千人其万人他的贱人 自以为攀上枝头便能成为凤凰了不成 你那不堪的皮囊 有的只是丑恶 你带给赵康的 只有无尽的羞辱 只要你还活在世上 天下人都会知道 你带给赵康的耻辱 你活着就是他最大的污点 看着信封上极尽恶毒的文字 鲜血不断从宋青言嘴角渗出 这些文字犹如大手 将他过往血淋淋地撕开 似乎那腐烂的头颅 此刻也睁眼看向了自己 宋青言一字不落地看完 最后望向了那颗头颅 惨然一笑 女儿 抱歉了 娘的确就是这么个恶毒的人啊 下辈子我会做个好娘的 合上盖子 宋青言掏出信旨 片刻之后 一封早已写好 一封雀丝衬凉 南下笔墨 最终提笔留下一行行包含歉旧的文字 最终拿出那只便宜沾花封笔 看着好似又出现在面前的身影 宋青言伸处左手抓了一下 遥及当年 对方改头换面 散计一场 女子曾问 怎么会有爸爸这么古怪的名字 当时那人笑道 你也可以叫我的婊子重影 之后再相见 宋青言问他 这次是不是还是假名字 赵康有些无语道 婊子是真的 只不过 因为和一个暴虐的胖子一样 所以他从不和别人说 什么也没有抓到 宋青言扑呲一笑 右手尖锐的剪刀 狠狠刺穿了衣服 历刃钻进了那颗满是爱意的心脏之中 自从入了周府之后 所做一切都为了自己打算 离开周府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人打算 刘嫣然一封信 就打破了 他对今后所有的向往 羞杀了他 倒在桌上 宋青言闭上眼睛 重影 原来你我不是相识太晚 而是一开始就不该相逢 请原谅我不能再继续陪伴 也不要为我这个不值得的人悲伤 封信会将我说不尽的话带给你 我不幸今生来世 但有你 我愿入地狱轮回 喜尽一生罪恶 只求来世能干干净净出现在你面前 窗外流花开欲然 美人如画笑青言 处处绝美 只是以无人能赏了 大殿之中 与众多警国朝臣一起 将所有的战前部署准备好了 分而习之 最后以最大的火力 吸引刘嫣然出现 引诱对方进行破坏 赵康在 随之一同出手 在战场上杀掉刘嫣然 看着赵康 参与部署的官员 一个个都露出了笑容 心中的底气 也越发十足了 就在这时候 门口守候的太监走进来 陛下 赵王殿下 进军来报宫门口 一名女子自称公孙云秀 要见赵王殿下 公孙云秀 赵康微微皱眉 不理解对方来做什么 自从明白了 自己不会老之后 面对这曾经遐想过的神女 她开始躲着了 吴观海看向赵康 后者道 请她进来吧 片刻功夫 女子一袭白衣出现 绝美容貌 看待了一众朝臣 对方却只是看向赵康 我有事要和你说 赵康起身疑惑 什么事 饶是公孙云秀 此刻也不忍心直接开口 而是从怀中掏出了两封信件 自己看吧 吴观海等人不由的疑惑 赵康接过信件 看到了那封重影亲戚 灯食一惊 赶忙拆开信件 知道他婊子的不多 当看清信上内容 赵康再也吻不住思绪 赶忙捂住嘴巴 却难以阻挡鲜血滚出 赵王 吴观海等人吓了一跳 连忙围过来 赵康却并没有理会他们 心好像被刀子狠狠弯了一刀 血水不断磕出 那种四肢麻木的感觉再度袭来 连握紧拳头都做不到 公孙云秀 看向了吴观海等人 示意众人先离开 一直到接近黄昏 公孙云秀 才在皇宫一个角落 找到了赵康 那人无力地靠着墙面 每一次呼吸 都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一封是宋青岩留给他的信 一封是刘嫣然写给宋青岩的 他都看完了 从那封信上 他甚至能够感受到 那时女子的绝望 这些年来 他已经很小心了 他知道宋青岩很在意自己的过往 所以他也很小心地去填补那些裂痕 就像当初告诉别人 是他醉酒强行要了吴心仪一样 只是 他还是被刘嫣然一封信就给杀了 狠狠抓着的头发 公孙云秀就看到赵康 突然朝着身前骂了一句 你这个傻子 什么骂名什么不堪 那些事情 是我会在乎的吗 你为什么 公孙云秀紧紧握拳 这场面 他见怪不怪了 在萧玲珑走后的时间里 天籁小说网 他悄悄看过不少次 赵康一个人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犹如风魔了一般 阴沉的笑声突兀地响起 公孙云秀一惊 就见赵康站了起来 那头燃血如妖的长发 随风荡着 他这一生已经很不如意了 到最后 也还是没能逃得过 你说是不是很可怜 公孙云秀正正地看着他 他留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曹白露的 希望不要将此事这会儿告诉你 但叶洪雪说 你该给他报仇 赵康笑了一声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将信封连带着信 一起送来的金钗玉簪 塞进怀中 赵康转身朝着皇宫之外走去 足足七天 他跑死了三匹马 这才到达了前线 城外是正在攻城的蛮人大军 和那些追随刘燕燃造反的奇人 炸药爆炸的声音骤然停止 不少人都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看到城头上跳出了一人 下方敌军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人就已经砸进了战场之中 一手抓住蛮人的喉咙 将其喉管硬生生扯了出来 一瞬间的惊恶过后 所有人都朝着着 敢于跳出城 不知死活的家伙冲了过去 殊不知 这是个比他们更加凶恶百倍千倍的恶魔 只有仇敌的鲜血惨叫 才能让他千疮百孔的心 得到一丝慰藉 没有丝毫保留 所有的真气像花一般绽放 开出死亡的绚丽 所过之处 竟是残殖断壁 根本找不出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是地狱而出的恶鬼 这一天 赵康足足杀掉了近千人 直到真气耗尽 才被一路跟在身后的公孙云秀 提着回到关内 只是一醒过来 他就再度冲出城去 这一次提着的 是扬州火器所造出来的连发机枪 哒哒哒的声音 就像是死神亲自谱写的乐章 一直打到枪械损坏 他又改为用真气杀敌 太恐怖了 近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疯狂的人 对方杀人时癫狂的笑声 好似将虐杀他们 当做了一场游戏 一直杀到他们 胆寒还在兴奋地大叫 要不是那个白衣女子将其打晕 他们都怀疑 这个疯子恶魔会追着他们 杀到大营来 以至于到了第四天 都没有人敢去工程了 谁爱去谁去 老子可不去 惹那个白头发的疯子 就是 你们这些将领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老子这两天做梦都是他的声音 尿都给人吓出来了 你们不怕 你们自己上去瞧瞧 那也是个人 他要是人天底下 就没谁是人了 反正老子是不去了 除非他走 虽然士兵们战役不高 但是在军令之下 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 甚至有的人抱着火药筒前去 打算和那白头发的疯子 同归于尽 只是还没等他们冲到跟前 就有一道道凌厉无双的剑气 将他们撕碎 公孙云秀 这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多强的女子 或许自从吴如龙和萧妃于死后 他便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人 赵康 公孙云秀 这两人联手 可破千军 但杀了再多的敌军 终究也没能调出对方 夕阳之下 赵康坐在一堆湿衫上 颤抖着手 拿出那枚金钗贴在脸边 风荡过 聊起长发 只有身边默默守候的人 看见那一滴滴晶莹 你说风会把你说不完的话 带给我 这么多天了 我始终听不见一句讯息 我骗过你一次 所以这次 轮到你骗我了吗 一壶酒凑到了跟前 那杀敌更多的白衣女子 此刻坐到了她身边 语气平淡 哼 赵康木然地接过 狠狠惯了一口 公孙云秀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曾告诉过你 既做不到薄情寡恩 那便及时行乐 日子还长 见赵康没有理会自己 公孙云秀拿过酒壶 自己喝了一口 你已走火入魔了 这不重要 反正又不会死 赵康哈哈一笑 可你现在跟死了 没有什么区别 看着赵康不再说话 公孙云秀将酒递给 直到对方意识开始模糊 说着胡话 他背着赵康 一步步走向远处的城关 女子突然问道 如果是为了我 你愿意好好活着吗 傻子 赵康哥哥笑着 我当然哥 会好好活着 我要练功超过一瓶 哈哈 我要成仙 哇哦 赵康 哎呀 你干嘛呀 你吐我身上了 我给你洗洗就好了 源源不断的火炮 炮弹从干国送往井国 再移转到楚州前线 萧井的金国蛮人大军 再加上刘燕燃鼓动造反的 奇人天命军 加起来总数超过四十万 并且 下军东方拓也在转移兵力 双方似乎都心有灵犀地在筹备着最后一局 因此都没有在刀兵相见 城关内 赵康看向了高渊 陈茂凯 华丰远这三位老熟人周边余下的是锦国的新晋武将 手划过沙盘 赵康道 最终的布置便是如此 将所有兵力洒出去 拉长战线 以免因为刘燕燃的缘故造成大部分伤亡 等到所有火炮全部就位之后 有我还有高渊 亲自领兵去掉这条大鱼 只要他刘燕燃一出现 我必杀之 赵康笑道 刘燕燃一死 余下的就都只是带宰杀的羔羊罢了 众将轻轻点头 气氛并不怎么轻松 没办法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超出场里的存在 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在最终将要得胜的时候 就突然出现什么灾祸逆转战局 自从刘燕燃来到锦国战场之中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了 要不然又岂会引得锦国各处 其人造反不断 因为这一刻所有的其人都相信了 他刘燕燃就是那不可违抗的天命 和老天爷作对 找死呢 分配完所有任务 赵康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点上一支烟独自走了出去 天际灰蒙蒙的 但索性有着一圈满月 如玉盘摇摇悬在天幕 照为人心 悠悠消声起 赵康寻声看去 就见不远处一座楼阁之上 女子白衣坐落眼角 手持玉消 吹走出一阵阵月耳天籁 月华照耀之下 将人印得绝美 以至于都让人感到有些不真实 赵康心中叹了口气 刚想转身 随即就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紧接着整个人 就像是被人揪住衣领一样飘起来 最后一屁股坐到了瓦片上 能坐到这一点的 当时恐怕也只有身边这个女子了 躲我 公孙云秀转动着手中玉消 饶有趣味地看着嘴里 还叼着烟卷的赵康 一头白发乱糟糟的 也不再像以前一样 剃光胡茶 看上去有些邋遢 怎么会 我不过是觉得 这会儿不够帅 准备回去洗个脸 再来和你一起赏月的 赵康呵呵一笑 看起来好像又恢复到了以往 那魂不吝的姿态 公孙云秀笑笑 心中更觉身边之人可悲可怜 所有人都知道他内心的悲伤 但他还得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骗着众人也骗着自己 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抚慰对方 在之前他明白 赵康心中一直对他有念想 那眼神并不一般 只有在看萧玲珑夜红雪 和秦玉凤三人才会出现 所以前几日 他选择坦荡地去接受本心 给自己 也给赵康一个完美的结局 当尘埃落定 与他和剩下的人一起归隐山林 若天于我百年 我便能陪你七十一年 而你会念我千年万载 不得不说 这是件很让人遐想的事情 可惜这家伙变得胆小了 但他也并不因此觉得有什么 他不是伊丽莎白 会因为赵康的拒绝苦恼 愁闷数年 也不是吴欣怡和曹白露 只要拥有之后就够了 他是独一无二的公孙云秀 笑着转头 伸手理了理赵康的杂乱的头发 就像妻子贴心地为丈夫整理仪表一般 看着赵康有些心虚躲闪的目光 公孙云秀笑着指了指天上的圆月 看 此间明月独照你我 嘴唇微微动了动 赵康终究是没有说什么 看着女子的笑颜 她有些慌乱 很好与最好终究有别 她对每一个爱自己的人都倾注所有的感情 但有的人却是她不知不觉 便会将情绪系连在对方身上 恰如眼前 悠悠消声响起 让人不知不觉舒缓 万籁无声世界在这一刻变得安静 赵康躺下 看着天上的明月 连乌云这会儿也散开 异曲终了 看着不知不觉睡过去的赵康 紧皱的眉头让人心疼 公孙云秀伸手轻柔地将其抚平 抚身轻点了一下 柔笑一声 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论起来 自己这老妻变成了老八 连三妻四妾的妾也算不上了 不过无所谓 都一样的 夫君且安 妾会相随 干国皇宫 军机处内依旧灯火通明 萧璇策李渊张明远等人都在 看着最新的消息 那死亡数字光是看一眼 就让人瞩目惊心 刑部尚书未官与其站立道 陛下 文书所示被押往冰州的病患 有不少已经开始滑遍 甚至有的人知道自己要死 四下逃窜 想要将疫病也传给其他人 冰州 每日死亡人数过千 再这样下去 恐怕千里之内近海骨 若是换作一般人 这时候恐怕会沉默不语 等待臣子来提出那个有伤天河的计划 可以 如今坐在皇位的是萧璇策 大干有史以来最不着调的皇帝 二十多年来 除了自己的姐姐之外 就没怕过什么 想乱我大干 萧璇策呵呵一笑 那就让他们去死好了 这种见不得别人好的玩意儿 活着做什么 命火砌锁 以最快的速度将足够量的火药 押送冰州 话音降落 有人一脚踹开大门 萧璇策 你疯了吗 抬头看去发现是自己的女人 曾经的小丫头嫁做人妇 如今也已经不年轻了 看着满脸七楚的女子 萧璇策笑着招了招手 艾飞来了呀 行了 你们都退下吧 一直等到所有人离开 吴青鸾才快步上前 满眼泪水哀声道 不要这么做 师娘如果在她不会允许的 师父也不会 萧璇策笑着伸手 抹去了吴青鸾眼中的泪水 心疼地将其搂在怀中 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可是青鸾 我现在只有一劳永逸这个法则了 宫中御医已经全部染病 死在了冰州城中 就连医药所的二牛派克他们 我已经别无选择了 看着萧璇策拿出的那封 从冰州送来的绝笔信 洛款是一个疯子 自己歪歪扭扭 和他老爷差不多 连他也没有办法吗 吴青鸾呆呆地问道 萧璇策揉了把脸 无奈地点点头 这么长时间以来 那可被赵康骂作生化狂人 反人类社会宰种的家伙 总是会给人带来惊喜 什么毒药魅药 驱疤药药 鲜微镜等等 所有的效果都出奇得惊人 只是当他来到冰州 看着那人间惨剧 费尽心思 甚至不惜主动感染疫病 用自己做实验 想要研究出可以抗疫的解药时 他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死亡的速度太快了 传播的速度也太快了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想 就在那冰州城中 每天都在焚烧尸体 尸臭味蔓延百里 和常人染病半死不活的模样不同 那说得上是作恶多端的家伙 强称着精神 腰杆挺直 尽管每咳嗽一声 都会带出不少血丝 回过头看了一眼 带着口罩全副武装的黄大夫 和派克等人 这金发碧眼的老外眼中满是泪水 这段时间 便是他在和灵二牛 进行药物试验 笑了一声 灵二牛挠了挠头 我现在算是明白 为啥老爷当初非要弄出青霉素不可了 如果有了那玩意儿的话 说不定 咱们就能解决这次疫病了 二牛大人 派克叫了一声 灵二牛淡笑一声 看着前方燃烧尸体的火光 道 就目前我们弄出的那些破玩意儿 治不了这种鼠疫 虽然有了新的方向 但还是缺少研究的对象 且也不知道 得花多少时间 是不是就能找出根治的办法 这段时间 押送来的病患越来越多 估计是陛下已经同意了 老黄还有派克 待会你们就把我剖开 好好找找 究竟是什么狗笔玩意儿在作祟 无论如何 也要研制出治病药物来 以免今后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派克蹲到了地上嚎啕大哭着 尽管他知道 灵二牛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可还是不忍心面对事实 只有黄大夫 一脸淡定拍了拍灵二牛的肩膀 放心 我刀子很快 会让你走得很安详的 去你妈的 灵二牛笑着骂了一声 想踹人 已经提不起力气了 只有目光阴切地 看着这个和他不对付 天天叫着 要保持一者操手的死对头 都交给你了 后者俨然明白 重重点头 接下来就换我 弄不出来 要老子自己抹脖子 已得到回应 灵二牛笑着再次看向火光 回想此生经历 从一个半调子的大夫 到被赵康办到捡回原江县 再到现在 在整个干国也算身居高位 十几年前死在我手上的人不计其数 这辈子也算值得了 老爷 下辈子二牛还给你当走狗 别忘了咱们啊 轰隆隆的炮声 不间断地肆虐着定天元的大地 收到赵康的死命令 知道刘嫣然已经不在那狗屁的敌军当中 周龙和武雄两人带着大军一路碾压 尽管下军一退再退 他们却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 不管你退到哪里 你就算退回你们下国老家 老子也要灭了你的国 因此 两将完全是打疯了 原本就奋出兵力的东方拓 又如何能够抵挡得住 这疯狂的攻势 无数下军的尸体死于炮火之下 以至于东方拓 也被这完命的干军吓到了 他们为了这一战筹备了三年 在探索定天元道路的时候 建设良多 什么宝寨军阵不计其数 原本他以为靠着这些建设 就算奋出兵力 也能够用手上的人拖住干军 等到刘延然灭了景国 可是他全然没想到 飞虎军不过是干军 强大火力的其中一种罢了 那大炮的杀伤力 更是让人恐惧 严格来说 这才是他东方拓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 面对干军的攻势 东方拓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 后悔要来进攻干国 但现在后悔也没有用 焦急的等待中 他终于收到了消息 连忙拆开了这封 从大下传来的信件 只是很快 东方拓就烦躁地将信件揉作一团 会增派兵力死守 怎么守 谁能守 一旁的副将 听着东方拓的骂声 犹豫了片刻才道 大帅 要不咱们退到边城 东方拓就没 你的意思是 副将有些心慌地说道 末将这段时间查看 干军虽然强大 但是行军追击并不算快 而且 他们好像没有配备大量骑兵 咱们不如一口气推到边关去 依靠城池固守 反正监军说的是 咱们只要拖住干军就是了 背靠城池 咱们各方面的补给兵力增援 也能得到及时补充 而且 只要他们跟到咱们边关周边 想要回去 那也得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 到那时候 监军怕是都已经得胜了 副将越说语速越快 咱们就作为钓鱼的饵料 溜着干军 让他不撒口就行了 东方拓眉头紧簇 他有些心动了 这么多天一直在跑路 距离大厦边境 说实在的 还真已经不算太远了 但是他就怕大厦边关的城池 挡不住干国 那会发出大火球的玩意儿 见他犹豫着 副将也知道 东方拓有些动心了 当下赶忙道 大帅啊 要是不撤到关内的话 他们那天上飞的玩意儿 咱们根本没办法躲呀 这话瞬间进行了东方拓 副将说得没错 干军那会在天上飞的军队 实在是太恐怖了 每一次空袭 都能给他们带来重创 都不知道往哪躲 如果有城池就不一样了 至少可以躲屋里啊 船本率令 全军火速后撤 往边关撤离 终于听到这话 副将心里松了口气 他实在是被炸得有些怕了 每次飞虎军一出现 他都抱头鼠窜地找地方躲 也多亏了运气不错 几次轰炸都幸存下来 可看着身边人一个个炸得满天飞 还是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就像东方拓心里想的一样 至少至少在城里 还能有污子 很快 东方拓撤军的命令就被传开 大夏军瞬间就兴奋了 根本不像是逃跑 反而想过年一样 欢快朝着家的方向冲 这一刻什么也不顾了 殊不知 这一次东方拓的命令 却是大夏灭国的开端 最终让他们连家也没有了 醒过来之际 身边已经无人 天色蒙蒙亮 屋顶瓦片泛起了些许白霜 赵康坐起身子伸了个懒腰 纵下屋顶朝着异士厅走去 刚到半路 就见到了一身披挂的张龙 他和吊哥前些天领着一万精锐 也赶到了关内 见到赵康之后便快步上前来 老爷 什么情况 赵康笑问道 张龙 火炮已经陆续抵达楚州 按照老爷您的布置 开始运往各地了 终于来了呀 赵康笑了一声 语气带着些许怅然 看了眼张龙之后 还是轻声开口道 之后 你和吊哥注意保护自己 他并没有安排两人领衔 那一万人跟着自己 毕竟他要直面的是刘嫣然 谁也不知道 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怪事 因此让两人各自领军驻守别地 张龙咧嘴一笑 这肯定的 老爷还没吃早饭吧 一起 我请客 你小子 赵康笑着点了点头 为了对付莱迪 关内外早已兼闭亲眼 不过关内还是有不少百姓 没有逃那儿去 这是大部分锦国人独有的血性 面对外敌侵略 只有你死我活 将士打光了 那就咱们自己上 两人来到一处周铺 见张龙一身假咒 还有闲心百摊的老摊主便说什么也不敢收钱 那还能让为了咱们老百姓 保家卫国的战士 吃个早点还得自己出钱 热气腾腾的烧饼加上后酬的白粥 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 看着和以往有了很大不同的赵康 张龙有些欲言又止 赵康却头也不抬 掰着烧饼 没啥好说的 认识这么些年了 你老爷我还需要你来宽心 你个老操汉子 又不是什么美女 张龙咬着赵康递过来的烧饼笑了笑 那还是我有些鸡婆了 知道就好 多吃点 三碗白粥四个烧饼下肚 趁着摊主不注意 张龙摸出碎银子 放在了碗边打着哈哈 随赵康离开 送着赵康来到议事大厅前 张龙这才离去 他现在已经是个将军 不是什么跟班了 需要他忙活的事情不少 看着那雄壮的背影 赵康还是没忍住叫了一声 张龙 你小子得活着呀 没有回头 男子只是摇了摇手 颇有些潇洒 走进议事大厅 高渊几名大将早已经等候着 见他道场纷纷起身 画风远沉声道 大帅 火炮支援已到 我知道了 高渊 高渊立马抱拳 在 去吧 吃掉陵渊渡敌军 一个也不留 遵命 一条条命令从赵康口中传出 不断有人接令领兵离去 这一仗怎么打 早已无数次推演谋划 所有布置都记在了众人心中 剩下的就只有这儿而已 议事大厅中 很快就只剩下了赵康和负责传令的隋军主部 坐在沙盘前 赵康双手合十抵住下巴 静静等待着噩耗的来临 林元渡 一处被敌军占据的要地 一名造反的奇人天命军 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中的战刀 他叫许三 在之前他还是警国的一员 不过随着各地奇人造反的消息不断传出 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他便也跟随着城内的头领 加入了造反当中 当刀子砍在那些毫无防备的警国老百姓身上 抢夺那些人的钱财 侵占那些家伙的女人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也难怪每逢战事 都有人会跳出来搅和 这种胡作非为的感觉 确实很痛快 在他们的暴动和敌军的攻势之下 他们很快就占据了那座小城 加入了天命军之后 他从第一个底层的臭虫 一跃成为了人上人般的存在 每破一城都能去享受 那原本属于他人的财富美人 这样的好日子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 许三心里幻想着 等着前方的楚州被攻陷之后 自己得在好好享受享受 甚至于要是攻破了警国帝都 兴许自己还能玩一玩 那些所谓的皇宫妃子呢 虽然是跟在惊人那群蛮子后边吃剩下的 但那也很不错了 就在许三还沉浸在幻想之际 一声异样的乍响从远处传出 砰的一声 他整个人的脑瓜子 就像是西瓜一样炸开 鲜血脑浆建设的到处都是 周边人都愣了一下 怎么好好一个大活人脑子突然就炸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紧接着就又是几声枪响 一颗颗脑袋就像放烟花一般 用他们的鲜血构成了一幅血腥瑰瑞的图画 人群瞬间骚乱起来 有人慌乱之中不禁往远处看了一眼 紧接着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在他视线之中出现大批深批甲咒的警国士兵 推着一门门火炮正在朝他们而来 嫡妻 快跑啊 有人也发现了 这些天一直没有动静的警军就会突然冒了出来 除了跟在惊人屁股后面烧杀抢夺之外 这些所谓的天命军根本就不会打仗 这会儿见到满身战甲的警军一下子就慌了 纷纷向后跑去 连武器装备也不要了 只是有人却不想放过他们 数百米之外的山坡上 丛林立吉有三十多人趴在了山林间 他们手里都端着一把造型古怪的枪械 比起干国弄出来的机枪 警国人搞出来的这枪 可以说是完美继承了警国武人想要一击必杀的风范 枪管子很长 在精准度和射程之上也下了极大的功夫 以至于赵康上次试了一次之后 都不由得感叹 警国人的动手能力确实强大 虽然造型不像是狙击枪 但就设计理念和性能来说和狙击枪差不太多 就是口径有些大了 要做到击穿什么混泥土钢板或许有些难 但打扎一颗脑袋还是轻轻松松的 而且还装了背镜 是从干国的望远镜上来的灵感 单发而且有镜 是狙 没毛病 而自从弄出这玩意儿之后 警国也以这枪成立了一支部队 人数一百不到 但战斗力那是没话说的 随着距离拉近 第一声炮响炸开 先前的狙 只是打爆了这群造反天命军的脑袋 但这一次 高渊却要打炸他们的身体 中战的序幕被拉开 人腿再快 那也是跑不过炮弹的 在火炮的狂轰烂炸之下 高渊没费什么功夫 轻易地便全见了灵源渡的守军 想要逃走的 也都被暗抚在山坡上的警国士兵用狙点杀 不过火炮产生的隆隆雷声 也引起了灵源渡厚敌军的注意力 这群金人很明白这声音意味着什么 要不是那神一样的女子出现 且早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幅地狱图 埋葬了警国的火炮大军 怕是他们这些人 早就在炮火之下 四分五裂了 不敢犹豫 有人立刻下令让士兵撤退 向上级传达消息 警国进攻了 听到这个消息 坐镇军中的萧警 有些许意外 警国人倒是永汉 确定是火炮 确定 那种声音和打雷一样 据报这支警军人数不少 兵力大致在两万座下 占据灵渊度之后 已经向傅城进发 一名金人将军说道 目光时不时看向了一旁的刘燕燃 只有这个女子 能够对付敌军的火炮 她可能又要出手了 萧警的目光也看向了刘燕燃 先前一场 警军火炮损失惨重 之后的战局 也都没有出现过火炮的影子 要么这些火炮是警国储备的 要么就只有 干国支援这一个可能了 有人开口 有监军在 什么火炮 都是破铜烂铁罢了 说话的是 站在刘燕燃身后的左天雀 她是随着下军赶来的 没别的想法 就一个词 安全 刘燕燃身边 就是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她来了 一身功力 为了救刘燕燃 被赵康打废 原本距离二品 只有半步的她 这会儿成了废人 自然想要找条大腿护住自己 刘燕燃就是最好的选择 再怎么说 也就过她的命 而且 这条腿够粗够大 刘燕燃抬起头 看向那传令的惊人士兵 火炮数量有多少 后者赶忙道 回大人 拒报有三十多门左右 太少了 刘燕燃道 萧景明白了刘燕燃的意思 三十多门火炮数量太少 她要像上次一样 一口气就打垮警军 萧景当即下令 让赴城将士 弃城转移 面对火炮 除了刘燕燃之外 他们都没有很好的办法 那就只有一个应对方法 跑路 毕竟大炮笨重 只要有足够的距离 那还是能跑走的 金人将军领命离开 萧景这时候才到 景国突然出手 还出动了火炮 再加上前段时间的动向来看 是要和咱们打一场中战了 这突来的底气 令人担忧 刘燕燃弹道 所以还要再看看 他话音将落 又有一名金人将士跑了进来 陛下 刘大人徐城 遭受敌军进攻 已经失守 徐城 刘燕燃和萧景的目光 都落在了地图上 后者冷笑一声 看来的确和咱们猜想的一样了 将士赶忙道 巨战暴 敌军还出动了火炮 兵力在一万左右 刘燕燃这时候道 我大概明白 敌军主帅想要做什么了 他们怕了 所以才会分散兵力装备火炮 拉长战线切割战场多方面进攻 想要借助火炮杀伤力的优势 将我们蚕食 这确实是对付你的好办法 萧景道 刘燕燃就算再怎么神 也做不到瞬间转移分身支援各个战场 以少量的人 装备一定数量的火炮 将战场切割 等你刘燕燃灭了这边的人 另外一边早就被警军炸的人养马翻了 萧景明白这一点 心中不禁有些佩服 这次的敌军的主帅很聪明 不好对付 而刘燕燃的美目也出现了些许迟疑 不确定是不是心中所想的那人来了 毕竟这种战法布置 一些酒精沙场的老将也能够做得出来 想了想他 还是开口道 杀掉各地俘虏 收拢兵力吧 你打算让他们分散的火炮聚拢 萧景问道 他们打下了这多底盘 自然也是要奋兵驻守的 收拢兵力 警军的火炮最终还是会聚拢到一块 试试他们 俘虏被杀 有人坐不住的 刘燕燃道 如果真是那人的话 是绝不会被自己牵着鼻子走的 他或许会有更好的办法 逼迫自己和他正面一战 前三天 警国的进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各方面都传来捷报 轻轻松松地 就将敌军所占据的十七处城池 给夺了回来 但随着敌军弃城收拢兵力会合之后 这些出击的警军也迎来了选择 再继续一万人推着二三十门火炮 就去打有所防备的敌军主力 不太现实 因为对于火炮的强大杀伤力 在刘燕燃没有来之前 萧景也做过几次有效的应对 抢占能够构建炮阵的地力 以步兵正面吸引 再利用骑兵高速移动侧面冲杀 也曾取得几次胜利 毕竟骑兵一旦冲到跟前来 大炮可就没用了 要么会合兵力 一处进攻现在敌军主力驻守的戎关 要么继续推进去 占据那些已经被敌军放弃的城池 然而让刘燕燃没有想到的是 警军真就合兵了 十几股兵力联合起来 人数过十万 火炮超过六百门 你戎关城墙都难以坚持半小时 四十天月的时间 当所有兵力会合完毕 距离荣关不足三十里地 这些天 攻占了各个城池的猪将聚在一起 看着要留在此地作为耳料的人 都没有说什么 选择默默带兵退走 将距离荣关最近的所有城池都掌控起来 以待后续兵力 后者同样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向了荣关方向 以己身换警国大胜 这笔生意不做事傻 逼 萧警刘燕燃得到这个消息 没有犹豫 刘燕燃立即赶往了荣关 第一天 百炮齐鸣 直接炸开了荣关的城池 关内惊人 其人 还有下军如蝗虫 一般冲出 没有丝毫的畏惧 因为策马在最前头的 是一个能带来神迹的女人 楚州 赵康起身揉了一把脸 一旁盛放着最新传来的战报 只有四个字 荣关 静默 四万大军 携带数百门火炮 一天之中全数阵亡 战况空前惨烈 但赵康却笑了 走出议事大厅之中 作为楚州的门户 这座城关 却只有着三千兵力 属实有些不应该 只因为所有的兵力 都被赵康撒了出去 去往荣关周边 那些被敌军所弃 又被警军占据的城池 荣关就是赵康 用来求困刘燕燃的牢笼 只要他出现 那就别想再走了 因为这封惨烈的战报 会传到每一个将领手中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的警军 都会向荣关收拢 携流消警的援军 困死荣关的敌军 抓到你了 有些邪恶的笑声 从赵康口中传出 有人缓缓道来 轻声开口 都已经准备好了 赵康看向公孙云秀 笑道 要不你还是回扬州 去等我好了 不必 公孙云秀淡道 真是拿你没办法呀 赵康无奈地笑了一声 也不再说什么 虽然说 荣关内还有十多万敌军 但就以公孙云秀的战力 说不定碰了刘燕燃 都能没事 从义士大厅离开 骑着战马出关 两人一黑一白 颇有种黑白双煞的味道 看着赵康不时仰起的嘴角 公孙云秀笑道 你看起来挺高兴 干掉那家伙就太平了 能不高兴吗 赵康翻了个白眼 先说好啊 虽然上次我杀他的时候 没出现什么怪事 但这次你还是离着点 帮我轻轻小兵就好 Boss我自己来打 虽然听不懂赵康说的话 公孙云秀 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骤然手一撑 身形飘飞而起 偏然落在了赵康身后 变成了两人同城 赵康咳嗽一声 右手松开缰绳 顿了顿 向后拉起女子的手 搂在自己腰上 做稳点 别掉下去了 公孙云秀笑着青男 好的 容冠 破落的城头上 刘燕然迎风而立 前方视线所及 唯有前几天天罚 毁灭的满目疮痍 虽然 看不到任何一道人影 但刘燕然 却有种置身囚龙的感觉 左天却神态轻松地登上城头 看向刘燕然敬畏道 大人 我们的人还是冲不出去 各地道路都被敌军把守住 看来是打算将我们困在这里 虽然说 好像成了龙中鸟 但左天却并没有什么害怕的 再怎么说 容冠内还有十多万大军 真要跑路 也还是能跑得出去的 更别说 还有着刘燕然在 啪个鸟 刘燕然只是呕了一声 看了一眼自己的救命恩人 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激的神情 当各地景军增援出现 将容冠方圆百里为的水泄不通 他就知道他中计了 有人用三万景军 再加上几百门火炮 将他引到了这里困住 之后便是要杀他了 会这样做 能有着自信杀得了他的 也只有那个人了 上次让自己逃了 所以这次想必 他会做出更加周全精密的布置 笑了一声 刘燕然抬头看向天际 也变得轻松起来 喃喃自语 彭彭在于什么人对话一般 那就来吧 有人无所畏惧 也有人心中着急 领先着大军的萧景 此刻就很着急 因为他也意识到 他和刘燕然中计了 所能够探查到的景军 全都在向容冠方向运动 俨然是要将容冠内的所有人 困死在其中 刘燕然现在有危险 萧景也坐不住了 刘燕然现在就是他报仇的最大议仗 谁都可以死 唯独他不能 传令 大军兵分三路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攻破敌军封锁 将刘燕然救出来 此刻他手上还有二十多万大军 配合刘燕然容冠内的十几万兵 还是能够将其救出来的 和下国的东方语一样 萧景此刻也认为只要手握刘燕然 就永远掌握着圣机 所以他在所不惜 浩浩荡荡的大军出发 奇人惊人 下军掺和在一起 有种混编队的味道 在接近容冠之际 立刻便和负责截留敌军增援的景军交上手 只是当景军又拉出火炮之际 这些增援部队就傻眼了 干国这次的增援可不是只有六七百门这么少 而是将国内所筑备的所有火炮 加上炮弹一股脑地送到了景国 此刻张龙便抱着机枪 一边大骂着扫射 一边指挥人开火 他们随赵康来的时候带了一万人 和调哥各分了五千 这一万人可以说是装备到了牙齿 敌军想要再用步兵拖延活力 骑兵逼近的战术 迎接他们的就是张龙的机枪和手榴弹 完全是单方面的一场屠杀 但尽管如此增援部队也没有退缩 因为身后有督战队守着 冲出去可能会死也可能会活 但一后退就只有死 为了救出刘燕燃 萧锦下了死命令 荣关方圆百里城镇道路 几乎所有地方都在打仗 战况犹如李云龙攻打平安县 只不过这一次是有预谋的 荣关内刘燕燃麾下的士兵 也在积极寻求生路 他们也知道自己现在被包围了 但只可惜每次冲锋都会被警军用火炮炸回来 天籁小说网 炸刘燕燃却是有些不敢 但炸你们还是没有问题的 几乎是处处尸骸遍地 炮弹的爆炸声和惨叫声充斥着这片血染大地 深处囚龙之中 刘燕燃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亲自带领大军要在赵康的匆匆包围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来 他出现的地方真如神柱 即便警军有着炮火之源也死伤惨重 但警军这一刻也没有丝毫退缩 当刘燕燃率领大军出现 就会有更多的警军拼命地朝他这边聚集 拼了命也要将他押回去 他是不会死不会受伤 要他死的人除了赵康之外 都先死了 但他身后的士兵可不一样 他们只能跟着警军同躲地狱之中 十来天的突围 警军损失惨重 敌军伤亡也不小 但大多都是萧锦的援兵 察觉到警军强硬的态度之后 即便是乐观的左天阙也有些不轻松了 只能紧紧跟在刘燕燃身边 又一次退回戎关之中 已经是早晨 但天却灰蒙蒙的 彭腹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 让人心头无法宁静下来 夜袭失败的刘燕燃刚打算让士族休养生息 驻守前方的伺候 却突然骑马赶来汇报 大人 无例外 有一支敌军正在向我军而来 刘燕燃瞬间一阵 目光死死地看向了前方 设置这囚龙的人终于要来了吗 刹那间 往昔回忆涌上心头 第一次在周国燕都国宾馆会面 雀跃楼相求 周国皇帝的寿宴上 书宴之中 干国朝堂之上 再来 好像就是最近的那一场袭杀 一幅幅画面清晰无比 就好像发生在昨日一般 刘燕燃突然笑出声来 笑声中满是悲 原来你我相识到如今 不过六次会面而已 传令全军备战 悲声落 下一刻刘燕燃便发号施令 原来六次相见便已是自己一生 那就让这第七次 做个你死我活的决断 也正如刘燕燃所想的一般 率领五万警军赶来荣关的 的确是赵康 连日的冲杀 刘燕燃麾下的大军 也有着不小的损失 已经不足十万 虽说比起五万 依旧多了不少 但那五万警军和赵康一样 根本不带怕的 因为他们都是警军的老底子 有的最早 甚至是夜红雪手底下的兵 见惯了沙场生死 甚至可以说 鲜血反而会让他们更加兴奋 赵康这五万人 并没有携带火器 主要是刘燕燃其他人不能动也动不得 眼见前方已经出现那破败的城池 荣关外的旷野空地上 甚至还有着一些没有掩埋的警军尸骨 报废的大炮等等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尸臭 赵康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 内心很是平静 一旁 公孙云秀依旧是一身白衣 那管玉霄被他别在了腰间 原本散落的长发 也被一根布条收拢 他手中提着一兵普通的铁剑 绝美的样貌与周边的铁甲卫士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 临近荣关城池 赵康骑在战马上闭上眼睛 深深吸了一口气 城内的人听着 交出刘燕燃 投降不杀 真气跌宕 带着他的话扩散开来 尹德城中不少人眉头紧簇 至于他说的投降 根本就没有人在意 投降 怎么可能 兵力优势在我们这边 怎可能跟你投降 城内的刘燕燃 也听到了赵康的话 他的笑容有些狂乱 去 告诉赵康 我就在城内 等他来杀 说完 刘燕燃走进了荣关城深处 此地早早就被他攻陷 作为驻军之地 在城内和赵康拼杀一场 还是有优势的 再听到探子说 没有看到赵康的大军带着火炮 刘燕燃就知道 赵康在顾忌什么 他脑海中 便有了个狠辣的想法 城外 刘燕燃派去喊话的人 将消息传出 赵康眼神一沉 身边早已有人忍不住宁笑一声 擦拭着手中赠亮的战刀 大帅 下令攻城吧 赵康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点点头 都记住了我的话 遇到女子 不要伤到对方 我等明白 攻城 杀 一声令下 五万大军犹如的野兽一般 冲向了戎关 城池本就被之前的火炮轰开 因此 他们进去得很容易 一波剑雨从天而降 是敌军射来的 都是沙场老族 警军自然有所准备 冲在最前方的刀盾手 举起手中盾牌 警客之间 便组成了一面宽大的盾牌 一边举盾 一边朝着 前方移动 周边战场都是火炮轰炸 而这里却是最为血腥的白刃站 赵康翻身下马 公孙云秀看着他眉头紧皱的模样 开口询问 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赵康犹豫了一下 要不你在外边守着吧 要是他逃 你还可以抓住他 公孙云秀笑着摇了摇头 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可能对你已经由爱生恨的话 那么他就不会逃 进去吧 早点解决了他 好吧 驱散心头不宁 赵康朝着容关内走去 杀掉刘燕燃 一切就都结束了 城内 警军的汉勇不是开玩笑的 刘燕燃布置的第一道防线 只坚持了十分钟不到 就被警军冲散开来 但后方的主力 立刻朝着警军就迎了上来 双方瞬间拼杀一块 血花飞溅 一道道人影倒下 有警军也有敌军 步入城中的赵康 此刻双刀在手 体内真气犹如大江潮海 双刀斩出到刚猛无双的刀芒 前方的敌军躲闪不及 重刀之人直接从中裂开 横尸当场 仅仅是这一刀 就杀伤了百十来好人 批出了一条通道 快速扫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刘燕燃的影子 赵康也不废话 朝着敌军身处冲去 公孙云秀不紧不慢地 跟在他身边 迟疑了一下 一道道剑气 就像莲花绽放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斩去 又好似大鱼 受到剑语冲刷之人 无一例外皆死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骂 男人都在冲锋陷阵 自己自然要出手 这一男一女此刻 成了战场上最恐怖的人 所过之处人阳马翻 根本没有人能够挡得住 他们前进的步伐 再加上身后的数万警军 同样如狼似虎 刘燕燃布置下的三道防线 顷客就被冲开 已经有人开始胆寒 没风轻扬 公孙云秀忽然觉得 有人在盯着自己 强大的修为 也让他的感知尤为明锐 抬头看向远方的一处楼宇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 但他还是看清了 那是个灰衣老人 此刻正一脸骇然无比地看着他 彭腹见了鬼一般 对方并没有穿假皱 也不见配刀剑 所以应该不是士兵 那么便有可能是 跟在刘燕燃身边的人 看着正在找寻刘燕燃 因而陷入了敌军包围的赵康 公孙云秀没有去解围 事实上也不需要他去解围 这些人要伤赵康 有些难 眼见那灰衣老准不住后退 彭腹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深怕对方脱离自己的视线 公孙云秀足间点的接力腾空而起 提起轻身 踩着一颗磕人头 纵向了那处高楼 剑气破开围栏 看着老人被吓得 装在后方的墙面上 公孙云秀并没有起什么怜悯心思 刚想要问对方刘燕燃的下落时 对方却尖叫起来 你你你 你是曹尖家 你还活着 你居然还活着 左天阙一边叫嚷着 一边揉着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公孙云秀 这等绝美的容貌 这一身装束 这分明是自己师爷 那幅画上的曹尖家 我不是你说的什么曹尖家 刘燕燃在哪 看着眼前吓得不轻的左天阙 公孙云秀微微皱眉 曹尖家这个名字 他曾经听赵康提起过 说是曹白露的祖上 为何这家伙会叫自己曹尖家 我不会认错的 我绝没有认错 你就是曹尖家 左天阙猛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瞳孔一缩满是惊恐之色 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活人 但年少时 看到自己师爷那幅画后 只一眼就将那叫做曹尖家的女子 深深映入脑海之中 以至于至今未娶妻生子 然而现在 他认知中死了一两百年的人 却站在了自己面前 恐怕谁都会被吓一跳 虽说心有疑惑 但公孙云秀 还是没有纠结这些事情 长剑横在了左天阙脖子上 但道 你是什么人来自何方 告诉我刘嫣然在哪 他就在城中 但我不知道他在哪 我叫左天阙 来自大厦 左天阙赶忙回话 刘嫣然他只告诉我不想死的话 就走得越远越好 老人啊 公孙云秀心道一声 一剑拍晕了眼中满是惊悚的左天阙 纵身跃下高楼 来到赵康身边 一剑便将赵康周围的所有敌军绞杀 赵康嘴角一抽 这猛得有些过分了 他问道 你去哪了 天籁小说往那边楼上有个人 但并不知道刘嫣然在哪 只说那家伙 应该是藏在了城中什么地方 公孙云秀回应一声 接着又道 不能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了 赵康点了点头 扫了一眼战场 几乎所能够看到的地方都在厮杀 一眼望不到尽头 就在赵康搜寻刘嫣然的时候 荣关内最高楼 刘嫣然登上了顶楼 站在走廊前 目光看去能够看到几处战场 只是就如赵康没找到他一般 他也看不到赵康所处战局 他周边并没有士兵护卫 所有的兵力都在下方投入到了战场当中 只有一个表情木然的中年男子在他身边 这是萧瑾在他来荣关之前给他派的护卫 刘嫣然知道对方的名字叫奴 据说曾经是宁王萧飞宇的手下 为了给萧飞宇报仇 什么都愿意做 也什么都敢做 奴此时也在看着刘嫣然 和曾经的主子萧飞宇不同 这个女人的眼里唯有癫狂 争鸣而可怕 和当初萧瑾要为萧飞宇报仇一般无二 这样的女人此时此刻 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也挺想知道 此刻刘嫣然会用什么手段 去对付赵康 刘嫣然什么也没说 只是向奴扔出了一把匕首 奴瞬间会议 真狠啊 她弯腰捡起了匕首 看向了对面的女子 她也不是第一次见证刘嫣然身上 那股超然的力量 知道这一匕首捅下去 会产生什么可怕的效果 但她还是没有犹豫 哪怕她接下来可能会死会死 握着匕首 狠狠地朝着刘嫣然刺去 丰瑞的匕首 瞬间扎穿了刘嫣然的衣服 鲜血瞬间渗透而出 刘嫣然却好像感受不到痛苦一般 反而有些错愕抹了一把小腹的鲜血 难难道 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之前除了赵康意外 从没有什么能够伤到她 难不成 然而就在下一刻 剧烈的晃动产生 好似整个绒关都在摇晃一般 城池塌陷 房屋建筑倒塌滚落的石块 砸中了还在交战的双方 地龙翻身 以绒关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 同时震动 彭扶天地崩塌 世界末日 连山也开始陷落 一阵阵火星 划破不知道何时暗沉下来的苍穹 远比上次更加广泛 天发杀鸡一心一袖 地发杀鸡龙蛇起路 最为恐怖的灾难 在这一刻降临 晃动的地面 让人想要站稳也难 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那一次 也远超过了刘燕燃 以往引发的所有灾难 只有脚下的这座高楼还能抑立 无数惨嚎声响起 在刘燕燃耳中 却好似最为动听的乐章 她疯狂地笑了起来 甚至有些开心的手舞足蹈 小腹伤口还在渗险 也丝毫没有理会 死 都去死 一起死啊 哈哈 刘燕燃大声叫喊着 她又一次成功地引发了灾难 这次要将所有的人一同埋葬 奴也笑了 只是短短的一分钟不到 她视线所能看到的 都成了废墟一片 钻井的匕首狠狠搅动了一下 让刘燕燃体内更多的鲜血一出 好似这样能让这场灾难 演变得更加剧烈 更好埋葬赵康一般 天空变得暗沉压的 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道刚猛的真气突然冲来 炸碎楼阁 一掌击中奴 直接将其抱成漫天血雾 肢体残片散落一地 刘燕燃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目光转向一边 她看到一头血雾的白发 勾搂着身子走近 长发有一半都焦黑了 脸上满是鲜血 就像是刚刚从地狱爬回来的恶鬼 那双眼死死盯着她 好像要将她生吞活泼了一半了 刘燕燃这才注意到 来人身后背着一个人 她大笑着跑了过去 小腹上还插着那把匕首 每跑动一步都血流不止 可她不在乎 来人眼中那强烈的仇恨 是她最大的战果 她甚至有些得意洋洋地问了起来 你是不是很恨我 哈哈 背上背的是谁 她好像要死了呀 来呀 来杀了我呀 动手啊 你不是要杀了我吗 死在你手上我心甘情愿 化作恶鬼我也要缠你生生死死 来呀 动手杀了我呀 就在这时候 赵康背上的人轻轻抬起头 她可真可怜 刘燕燃一时愣住 看着那张苍白的窍眼 赵康突然笑了一声 是啊 轻轻蹭了蹭赵康 公孙云秀笑道 夫君回家吧 犯不上和她置气 我听娘子的 赵康那了一声 讥讽地看了刘燕燃一眼 我不恨你 我原谅你了 说完背着公孙云秀 朝外走去 身后的刘燕燃骤然疯了一般 朝着他们两人跑去 声音淒厉地叫着 你不恨我 你怎么能不恨我 回来 赵康你给我回来 回来杀了我 没跑出几步 她便身体无力摔倒在地上 她奋力向前爬着 口中不断叫着赵康的名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恨我 赵康你给我回来 我求你了 你回来 生生气气地哀求 回荡在这座摇摇欲坠的高阁之中 最终了无声息 那本该满是绝美的面庞 带着无限的憾恨与痛苦 至死也不得解脱 因公孙云秀的缘故 她最终在赵康心里 什么都没能留下 稀稀利利的雨滴落下 如女子死前泣下的血泪 自觉之人 天意难用 赵康 你是不是哭了 声音轻问着 背着公孙云秀 赵康道 没有 是下雨了 难怪 害得我脸上也湿湿的 女子柔柔笑了一声 脸颊贴着赵康的后背 我记得来的路上 有一座无人的庙 好像离着不远 我们去那吧 好 走近垮塌了一半的破庙 连那泥塑的神像 也摔得稀碎 公孙云秀示意赵康 将自己放下来 轻轻擦着嘴边的血迹 看向赵康 笑容绝美 可惜神像 已经碎了没有见证的人了 赵康只觉手脚冰凉 连流泪的力气也没有 纵然天下第一 人力又怎抗衡得了 数十颗陨石的冲击 朝着地上稀碎的神像跪下去 没有红装 也无三枚六品 甚至连个见证的人也没有 庙外风吹雨 庙里结粮园 这大概是天下最简单的婚礼 依靠怀中 双眸含情默默地看着赵康 公孙云秀抬手擦拭赵康的眼泪 无奈天止于我此生二十九 不能再伴你更多 但有这几天 我也知足了 人总要离去 尤其是对于你来说 但也不要太过悲伤 我想你一定会记得我们 同样 我也好 萧玲珑和宋青岩也好 在这最后的时光 我们所想所念 都是共同的人 那就是你 我知道 赵康低着头声音哽咽着 公孙云秀却依旧在笑 只是言语间 不再那么连贯了 你应该也知道了 我说什么修炼玄皇宫超过一品 可以让人死而复生是假的 只是先前在关内有个人叫我曹坚家 且言语表情不似作为 那人自称是来自那什么下国 其中会有什么缘由 你身上的秘密太多 自己却也不清不楚 现在连我也变得奇怪起来了 赵康旁腐没有听见一般 只是紧紧抱着怀中的女子 那逐渐散幻的神采 在告诉他 公孙云秀 时间不多了 无论他怎么用力 也抓不住对方 全身经脉静断 五脏六腑激进碎裂 公孙云秀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痛苦 仰起头凑向赵康 稳住那冰冷的唇瓣 似要用最后的热情的温暖对方 千疮百孔的心 只是渐渐的 连他也变得冰冷起来了 勉强抬起手将玉霄递到赵康手中 最后蜷缩在赵康怀中 我睡一会儿 睡吧 我待会叫你 好 无泪无声 丧失了所有的力气 只能抱着女子抓紧那只玉霄 他整个人变得恍惚起来 萧玲珑气的脸色铁青地看着他 你这个混账 又去哪鬼混了 今晚别想进我房间了 宋青岩笑盈盈地看着他 走过身旁时 巧声说了句 晚上我给你留门 公孙云秀也看着他 只是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又指了指他 叶洪雪 秦玉凤 吴欣怡 曹白露 伊丽莎白 萧玄策 吴青鸾 张龙 钓哥 二牛 所有人都在 都看着他 赵康激动地伸手抓了一下 是梦啊 当赵康在醒过来的时候 身边守着的是张龙和钓哥 或者断了左手 赵康愣愣地 看着空荡荡的袖管 轻轻摆动着 怎么没的 景纯的右手挠了脑脑袋 钓哥傻了一声 在徐城的时候 突然后面的城墙就垮了 给我砸倒了 压着那破手动弹不得 我就给他砍了 不愧是你 赵康也傻乐了一声 紧接着 张龙也笑了起来 只是笑着笑着 三个大男人 就流出了眼泪 一如当年八百多野狗 第一次抢土匪窝 劫后余生的庆幸 赵康在庆幸 两人还活着 两人也庆幸 赵康还活着 三只卷烟点起 赵康随意问道 你们把我老婆放哪了 嫂子安置好了 已经封关了 宁魂迷了五天 我们就自作主张了 赵康点点头 那就好 他这会儿也都清楚 当灾变出现之后 张龙和调哥两人 就往荣关的方向赶 冒着大雨找了两天 最后才在破庙找到的他 战况呢 吸了烟头 赵康问道 张龙顿了顿才道 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天灾一起 我军敌军都在逃 不知道死了多少 就这几天 我们经过的地方 都看不到一座完整的城池 走几步就能看到尸体 尽快派人搜寻我军幸存的将士 集结部队 以防有敌军作乱 赵康开口布置着 张龙调哥两人连忙点头 他们这会儿 就带着两千多人 不少还都受了伤 这一场大范围的天灾 也不知道波及多广 天气不见转好 随着找到不少幸存的警军 赵康的队伍也壮大起来 当然也有不少敌人 从灾难中活下来 可惜遇上他们之后 又让捕刀了 赵康拉着马车 车厢被拆开 盛放着棺木 也不知道张龙和调哥 从哪逃换来的 一名士兵赶来汇报 大帅 前方不远处 有我军将士 赵康听闻 立刻让众人加快行军速度 赶到士兵说的地方 看到前方盔甲脏乱的将军 不由地笑了 高渊也激动地跑了过来 两人一个雄抱 赵康垂了一拳 你小子运气可以啊 这都没死 大帅 真让你说中了 我这运气 不是一般的好 高渊看了一眼棺木 并没有说什么 他也经历过丧气之痛 走走走 我给你看的乐子 什么玩意儿 赵康一愣 跟着高渊 走到了临时搭建的军帐中 就见一名容貌不俗的女子 手脚都被打断 眼神淡默地看着他们两人 好似不存任何感情 他是 赵康一问 高渊一乐 打死你都猜不到他是谁 那群畜生蛮子的皇帝 你开玩笑吧 赵康有些吃惊 这小子给人皇帝都俘虏了 高渊畅快一笑 错不了的 这女的带着人和我军交手 那些蛮人士叫他陛下 这玩蛋娘们厉害着呢 杀了咱们少说三五百人 他应该是个武夫 你怎么抓到他的 赵康疑惑 高渊乐得更欢 那场天地变动之后 整个战场都炸了 我带着为数不多的人打扫战场 发现这家伙重伤昏迷 好像是被陨石砸了 听着高渊这么说 赵康摇头笑了笑 就见女子一直死死盯着自己 小景突然冷不丁道 你是赵康 你知道我 赵康淡道 我要杀了你 见赵康没有否认 此生罪恨之人就在眼前 小景哪里忍得住 就想要扑过来 但他手脚都被高渊打断 且还受了重伤 哪里还能手刃仇敌 但不曾想赵康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反而是先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先前还会流露出笑容的他 此刻的眼神比起小景要更加冷漠百倍千倍 甚至让这落难的蛮人女帝内心一颤 紧接着 一口鲜血从小景口中喷出 一身运转真气的经脉 全被赵康摧毁 就连高渊也被吓得向后退了几步 他从未见如此神态的赵康 随着手上的力道逐渐增大 小景本能地挣扎起来 脸色战红 就当他以为自己要死了的时候 赵康右手一松 小景跌落在地面大口喘息着 赵康平静道 看来你还是怕死的 可惜该杀你的不是我 将女子如破抹布一样扔到了地上 赵康不再去看这 已经成了废人的蛮子女帝 这家伙得留着给吴关海去处置 我要杀了你 赵康我一定要杀了你 小景歇斯底里地吼着 他败得稀里糊涂 甚至都不知道 容关究竟发生了什么 景军也好 蛮人也罢 造反的奇人 再加上下军十之七八 都死在了那场天地变动之中 这让小景很不甘心 但赵康却没有对他的愤怒 做出任何回应 只是看向高渊 尽快组织人手 搜寻幸存将士 这一次景国是真的伤筋动骨了 高渊叹了口气 同样没有理会萧景 跟着赵康一起走出了军帐之中 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 前些天我就派人搜寻过 山体崩塌关道 大部分被山石堵住 也不知道波及了多少地方 且国师 高渊换了个许久之前的称呼 陛下的身体 这些不用你担心 景国还是那个景国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将可能还存在的敌人全数见面 一个也别放过 赵康道 高渊点头 我明白了 有高渊这个景国大将在 省去了赵康不少功夫 将队伍中的景军 全部交给高渊带领 他只带着张龙吊歌 和那些活下来的干军 拉着棺木离去 尽管有所预计 但赵康还是惊了一下 他们走了十天 但所遇到的城镇 依旧是废墟 尸体再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地方 失去家园的百姓 犹如孤魂野鬼一般 茫然地坐在自家的废墟上 失去亲人家园 有的放声大哭 有的强装镇定反去安慰身边的人 好似人间所有的苦难 都汇聚到了一起 折磨艰苦活着的人 换作平时 他这会儿会带人 去安抚受难的百姓 然而现在 他已经没有过多的心力了 没有去往景国帝都 赵康带人拉着棺木 一路过边境 最后回到了这些年 已经很少被人提及过的地方 元江县 这些年来 随着扬州的高速发展 早已经取代了这个 地处三山夹缝的小县城 又因为元江人口 迁移到扬州的缘故 因此 以往热闹的元江县城 此刻便也显得安静寂寥起来 但作为赵康的发家之地 尽管人已经搬离了 萧玄策还是下令 派人保护好县城内的一草一木 守在此地的 还是曾经四大 大内高手之中的刘公公 看着赵康带人拉着棺木回来 前段时间才安置下葬了萧玲龙棺木 之后又修建宋青岩墓地的老太监手一颤 王 王爷 赵康揉了揉脸 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刘公公 宋青岩的尸身是叶洪雪他们送回来的 都 都在那中 王爷快请进 老奴这就去通知夫人们 赵康点了点头 在身后板车上的棺木上 轻轻拍了拍 说了句到家了 天籁小说网 等到叶洪雪等人出现 看着眼前的景象都没有说话 心痛如脚 公孙云秀坐到了离开扬州时 对他们的承诺 会护赵康安然无恙地回来 自己却走了 来到了熟悉的后山 看着两座新坟 赵康摇头笑笑 倒也算山清水秀了 三人 作伴也不孤单 两人目的都很简单 趁着张龙他们带人挖坑的功夫 赵康一屁股坐到了坟墓中间 点上一支卷烟左右看了看 轻轻说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一直到了天黑 公孙云秀的坟墓立起 看着张龙等人递过来指前相逐 赵康起身接过 将这些东西振成坟墓 看着叶洪雪等人欺然的神情 赵康笑着走上前 烧什么纸 迟早有一天 我要把他们三找回来的 走了 回家 一直回到住所 其余舞女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愣愣地看着赵康 将叶洪雪搂在怀里坐下 赵康让其他人也都坐 目光看向曹白露 老曹 有件事我要交代你 夫君你说 曹白露赶忙道 赵康轻声道 我要知道有关于曹坚家的所有事情 曹白露愣了愣 赵康也不卖官子 将公孙云秀临终前说的事情 复述了一遍 曹白露猛逼 你是说 公孙云秀是我祖上 那个叫左天鹊的家伙 是这么说的 这不可能 从曹坚家失踪到现在 过了两百多年了 他怎么可能会是曹坚家 曹白露有些激动 难以置信 赵康点头道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了 曹坚家的生平 还有公孙云秀的来历 无论他俩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们都搞清楚 以那个什么下国人左天鹊的话 曹坚家最后应该是到了大厦 我之后得去一趟这个大厦 看着吴兴仪等人欲言又止的表情 赵康笑着柔声道 别担心 现在景国内的战事 差不多已经平定 等到咱们干国的疫情稳定之后 我再出发 吉女这才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赵康笑着 好了 都打起精神来 瞧你们一个个跟双打的茄子一样 他们只是暂时离开咱们的一段时间扒了 只有要一点转机 有一点可能存在 就算他们真进了轮回 我也要把他们三抢回来 眼中的疲惫在这一刻消散 好似又恢复了往昔的神采 吉女的担心 随着赵康的振作 消散了几分 吴兴仪起身 我去做饭 秦玉凤也起身拉上了曹白露 叶洪雪抢笑一声 离开了赵康的怀抱 也跟着走去 望着众人离开 赵康的目光看向了年龄最小 此刻也最为不安的人 起身走向了对方 伊丽莎白忠世忍不住扑进了怀中 在之前 她每天看着赵康一家 内心无比羡慕 只是 等赵康接受她之后 好似一切都变了 这让她这段时间一直处在恐慌之中 却不敢表露出来 这会儿被赵康抱住 忠世忍不住 没事的 我还在呢 赵康柔声安慰着 轻抚着女子柔顺的金发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女子才抬起红肿的美目 小声道歉 对不起 面前之人已经很累了 可还是在温柔地照顾着她的情绪 赵康笑 不心这么说 都要好好的 也有多年没有回到原江县来 吃过晚饭 其余人在收拾忙活着 秦玉凤和叶洪雪 这最先走进赵康内心的两女陪伴着她 一起在树下乘凉 听着两女说她前往景国之后的事情 来原江的路上 收到了不少消息 陛下将所有病人 全都赶到了兵州全面封锁 二牛她也遭到了不幸 现在是黄大夫等人 在继续研究药物 副冠被送到了皇宫之中 景国的战事结束了 但国内的疫情却越发严重 不知道玄策她究竟要做什么 赵康垂下眼眸 心中已经猜到了几分 自继位之后 在旁人眼中 萧玄策或许还是和当皇子一样 有些不着调 但赵康却很清楚 这大干史上最魂不令的皇帝 轮及杀法果爵 远在她姐萧玲珑之上 因为萧玲珑当皇帝之时 会心有顾虑 考虑大局 但萧玄策不一样 她心中只会记得一点 大干是她姐用尽一切守住 然后交到她手上的 所以 为了自己的姐姐 任何有可能动摇到 大干国本根基的 她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 将其毁灭 世人看法 理法制度祖宗规矩 这些寻常皇帝最看重的东西 在她面前 统统都是狗屁 也就是萧玄策本身性格 与寻常人不同 否则就这种蔑视 所有规则制度的心理 是很容易成为暴君的 轻声叹了口气 赵康楼紧了两女 随她去吧 我现在也没有精力考虑这么多了 两女眼中满是心疼 同样也抱紧了她 一日 准备好了一切 除了留守元将的刘公公等人 赵康带着其他人前往帝都 抵达帝都的一刻 即便义病还在 萧玄策还是带着百官相迎 将她这位赵康 迎进皇宫之中 看着眼底有些红色的萧玄策 赵康没说什么 叶洪雪等人去了后宫之中 赵康一行人 则来到大殿 简单说了下 井国战士的消息 等到她说完 萧玄策这才笑道 井帝前些天派人快马加鞭 送来书信 与赵王说得一般无二 如今井国派兵围剿敌扣残余 那什么萧井 也被压到了井国帝都等待处决 井国内的战士 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了 除此之外 天山那边周龙和武雄两将也传回来捷报 两人已经率领大军 占据了整片荒原 下军退守 朕已派人增加兵力 赵王觉得如何 赵康点了点头 陛下盛名 另外 此战臣要亲自领兵 百官心中悚然 这是要去灭国了呀 准 兵马粮草户部兵部已经开始筹备 最多半年之内便可 萧玄策道 接着他继续道 半个月前天 雷吉城以至于滨州发生惨剧 多地爆炸死伤无数 朱青防护异病之际 也莫忘了安抚百姓 赵康抬起头 看向了龙椅上的萧玄策 这一刻 他好像看到了 有无数冤魂压在着年轻皇帝的尖头一样 你会怪我吗 遇到上 萧玄策笑着问了一句 病情的赵康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是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 什么天雷吉城 自然是扯淡 真实情况是 萧玄策让人在宾州 几乎每一个城池 都引爆了炸药 天籁小说王 那死亡人数 恐怕不比战场上少 要是大姐在的话 她恐怕会把我打死的 年轻皇帝咧嘴一笑 赵康叹了口气 一切都会过去的 只要时间足够久 就没人会记得这些事的 萧玄策只是笑了笑 转移了话题 这一下 咱们两国都是损失惨重 接下来的烂摊子 我和吴关海会自己处理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要不就多陪陪几个嫂子 不用太过担忧 赵康想了想到 我一年后再领兵出征吧 却见萧玄策摇了摇头 这次换他拍了拍 赵康的肩膀 老赵 你太累了 人活一世 不该这么苦这么累 可你却没有办法 赵康垂下眼眸 萧玄策显然已经是知道了 他身上的事情 年轻皇帝这时候又笑道 所以啊 今后还得靠你 我已经没什么要求了 只要干国 再就行了 咱们可是兄弟 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不用你说 我也会做 赵康淡道 萧玄策哈哈一笑 真的 当然 我们可是兄弟 接着 两人异口同声道 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 畅快一笑 萧玄策道 行了 你自己过去吧 我还要去御书房 来了就别走了 皇宫又或者帝都 地方随你挑 咱俩做个伴 赵康恩了一声 看着萧玄策离去之后 叫了个宫女 带自己前往后宫 走进御花园中 就见到叶红雪 吴青鸾等人 除此之外 没见其他人 他有些疑惑地走上前去 富贵呢 师父 吴青鸾惊喜地看过来 连忙起身跑了过来 看着一头白发的赵康 顿时就哭出了声 师父 你怎么成这样了 都皇后了 还哭鼻子呢 赵康笑了一声 接着道 没什么 白了 再染黑就是了 安抚好了吴青鸾 赵康这才问起 小富贵去哪了 叶红雪看向里边 何镇帮在里面玩呢 我去看看 赵康笑道 起身朝里边走去 刚走近 就听见自己儿子的声音传出来 不是这么合的 你瞧你累的这 丑不拉几的 跟我们扬州的泥瓦江差太远了 另有一个声音不服气地传出来 太干了呀 赵康就听自己儿子道 行吧 让开我再撒一跑 西点就好活了 赵康走了进去 就见前方两道小身影 蹲在地上的 往后退了退 小家伙穿着一身明黄 手上满是泥污 连小脸上也沾染了些许 什么发官之类的 早已经扔到了一边去 地面上 一些黄泥巴 被人捏成了各种形状 城墙 大炮等等 还有一团污泥在边上 而站着的那家伙 则双手一解裤带 随后一道透明的水柱 溅出浇在了黄泥上 赵康定睛一看 那撒尿的不是赵富贵 又是谁 一抛尿镜 赵富贵舒畅地抖了抖 这才将自己的小蚯蚓 放回了裤裆里 一边拴着裤腰带 一边对着蹲在一旁的小家伙道 喝吧 后者扎扎嘴 富贵哥呀 一定要用尿 用水不行吗 赵康就听自己儿子煞有其事道 当然了 我跟你说啊 用尿喝出来的泥巴黏性好 还能消毒呢 童子尿是要你知道吧 啥是消毒 啥是童子尿 我尿出来的 就是童子尿 至于消毒 这是科学说了你也不懂 身后的赵康气笑了 不愧是老子的儿子 走近后 不顾另一个小家伙诧异的眼神 一脚踢在了自己儿子屁股上 赵富贵回头气道 谁踢老子 是你老子我 赵康嫌弃道 一见是赵康 赵富贵立马咧嘴一笑 扑了过来 爹 你可回来了 你这个小王八蛋 赵康揪着自己儿子的脸蛋 又看向一旁满是好奇的小家伙 柔声道 你是正邦吧 是我 您是大姑父吗 小家伙小心翼翼地问道 无论是父皇还是母后没少说过 富贵哥的爹是大甘最了不起的人 同时也是自己的大姑父 这会儿听到 赵富贵叫眼前这个白发男子做爹 小家伙就想起了自己父皇口中的那个人 赵康心中笑笑 点点头拉起了肖正邦 从一旁的石桌上 拿起水壶给小家伙洗手 赵富贵善笑着凑过来 爹你啥时候来的呀 在你说你的尿是科学之前就来了 赵康淡道 小家伙赶忙闭嘴 给肖正邦洗了手 又将地上的发官捡起来 套在了对方发际上 赵康才看向自己儿子 无奈地摇摇头 你这臭小子 以后给我老实点 赵富贵吐了吐舌头不敢回嘴 肖正邦眼中满是好奇 但也不敢开口询问什么 一手抱着一个 赵康来到花园中 小富贵叫了一声娘之后 就让赵康把自己放下来 跑向了吴心仪 吴清鸾看向自己的孩子 连忙道 八 这就是你大姑父 快给姑父行礼 不用那么麻烦 我和这小家伙已经认识了 想着先前看到的一幕 赵康就有些忍俊不惊 揉了揉萧正邦的小脑袋 后者满眼的都是好奇 怯生生地又叫了一声姑父 逗得众人发笑 晚间 行宫中备好了晚宴 所有人都喝了不少酒 以此忘却那些难过的事情 皇宫外赵康早已经找好了住所 一一将其他人送回房 自己拿着一壶酒待在院子里 妈撒着公孙云秀 留给他的御销 赵康试着吹了吹 但却根本吹不响 恍惚间 好似看到了离开的三人 都在冲自己笑着 他眼眶一下就模糊了起来 连忙擦了擦双目 就见那三道风姿绰约的身影 都站在未熄灯的房门前 好似在告诉他 珍惜当下 莫负良人 轻笑了一声 擦去了眼中那些金鸣 望了望那还亮着烛火的屋门 赵康走向另外一处 片刻后抱着一人 推开了房间门 看着一进门就将自己抱住 疯狂亲吻着自己的赵康 叶洪雪流着泪回应着 将自己这段时间的思念难过 全部告诉赵康 一番久违的云语 将叶洪雪和秦玉凤 都搂进怀中 赵康带着歉意 这段时间浑浑噩噩 冷落你们了 女子摸着她的脸庞轻轻摇头 不要说这些 你还在我们 还在就足够了 只要你好好的 我们便在无所求 此间赵康最是动人 心下轻松之际 赵康不再理会其他 全身心地去怜爱着 自己的两位娇妻 一直到第二天 日上三杆才行转过来 叶洪雪和秦玉凤 早早起床 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有人推门进入 是吴兴仪拿着一身新衣服 走进笑道 夫君该起床了 赵康笑了一声坐起 张开双手 将走近的女子揽入怀中 痴痴地看着赵康 吴兴仪眼中满是心疼 夫君受苦了 你们还在就不苦 亲抚女子俏颜 清长红唇 赵康低声笑道 晚上你和老吴小妻 好好准备一下 吴兴仪低声应答着 感受着这段时间 惶恐的心也平静下来 在赵康心态重活 过来之际 大概还是为了 下一步准备的时候 有的人心却紧张起来 年轻的大厦皇帝 双眉挤在一起 他甚至没有在皇宫之中 而是就在大厦边境的城关内 一旁的东方拓走上前来 陛下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刘嫣然都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 现在整个定天员 都被干军所占据 我们的人也出不去查探 大帅想说什么 东方宇淡淡地看了一眼对方 东方拓顿了顿还是道 陈指怕出现什么意外 不会的 只要刘嫣然还在 我们就会赢 对于那个女人 有着盲目自信的东方宇 虽然心中也有些紧张 但还能镇定 东方拓叹了一口气 又道 可刘嫣然也说了 赵康好像能杀了她 那又如何 说到底赵康还是人 刘嫣然有大军保护 不会有什么闪失 东方宇打断了前者的话 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她现在只能相信刘嫣然 没办法 东方拓撤退回来后 带回来的消息 实在太过耸人听闻 那干军的战斗力 实在是太过恐怖 如果东方拓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大夏根本就不是干军的对手 所以 刘嫣然不能有失 她必须得活着 天籁小说王 否则一切就都完了 如今大夏边关到定天园入口的百里 已经密布干军 但对方还没有发动进攻 或是等待支援 或是还有着什么别的目的 但都不重要 东方宇抬起头 看向远方 朕就在这等刘嫣然回来 距离那场如天气血的灾变 已过去许久 但却无人能够忘记那 恐怖景象发生时的可怕 而灾难波及的范围 更是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赵康拉着棺木出锦国时 所过之处满目疮痍 但无论如何 她怎么想不到 这场犹如神法一般的灾祸 波及的是整个景国 便是此刻的景国帝都 也有一部分皇宫塌陷 死在其中的宫女太监 不计其数 但好在战事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景军和敌军都受到重创 而高渊和陈茂凯这些幸存景国将领 正在不惜一切的搜寻召集部队 因为对于景国来说 这一番危机还没有度过 还是奇人 灾便摧毁了景国不少的城池 景军受到重创 一些跟随刘燕燃造反的奇人 幸存下来 开始更加大肆地鼓动奇人造反 推翻景国 这些人完全演变成了暴民 他们在各地大肆鼓吹 这一次灾变 就是他们的神明珠公主引发的 这是天要灭景国的征兆 并且大肆宣扬 如果他们失败了 景人是不会放过奇人的 他们会杀掉每一个奇人 借此来吸引越来越多的奇人加入他们 让那些原本并没有参与造反的奇人 内心也变得惶恐起来 因此景国当中产生了无数股 演变成了暴徒的奇人 让遭受重创的景国 再度变得风雨飘摇起来 在此之际 高渊率领着一支景军 押送着一人 赶到了帝都 百官 甚至于连吴关海都来了 这位本该率领着景国变强大的明君 精气神肉眼可见的腿米 穿着那一身龙袍 出现在了萧景的囚车前 看着那张说得上不俗的容颜 原本该是是件一等一的家里 在被高渊打断手脚 又被赵康废了一身修为之后 这会儿趴在囚车之中 满是杀意的双眸 看着在场中每一个人 吴关海呵呵笑了一声 就是你把我景国 祸害成了如今 这副模样啊 国师还是讲究的 知道 把你留给我处置 萧景生出一股气力 也大笑了起来 没错 但这还不够 我就算我死了 变成鬼我也要缠着景国 直到景国灭亡 以此祭奠飞语在天之灵 吴关海收敛了笑容 那我就只好让你连鬼都做不成了 来人 一群人上前来 陛下 吴关海淡道 将此贼手带到帝都中心 凌迟处死错骨扬灰 遵命 囚车中的萧景 放肆地笑着 眼神无比地怨毒地 看着在场的所有人 好像要记下每一个景人的相貌 以至于在无数人的围观中 柜子手剔下他第一块皮肉 他也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 仇恨占据了他整个人 已经不再有什么多余的情感了 他整个人都变得鲜血淋漓 为了不让他死得这么便宜 一旁还有景国高手 用真气在吊着他一口气 天籁小说网 终于 萧景哭了 已经不算是一个人的他 恍惚间好似看到了一个人 正在向他走来 那满头白发 容貌俊俏的人 浑身好似散着光一般 当初见到的第一眼 他就爱上了 对方在他生命迷流之际出现了 眼中带着怜惜和歉意 脸上被割了三刀的萧景 一下子就哭了 声音中有些委屈 对不起 我报不了仇 我赢不了他 眼中的萧飞宇 并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摸了摸他的长发 随后笑着伸出手 萧景激动地将手伸了出去 紧紧抓住 哪怕死也不想松开 最终在刽子手的灵池下 他是笑着死的 皇宫之中 吴关海一只手捂住嘴巴 剧烈地咳嗽起来 身后吴天虎赶忙上前来扶住他 撑住 放心吧大伯 我现在还不想死呢 吴关海咧嘴一笑 口中烟红甚人无比 武王内心百感焦急 眼中也溢出些许泪花 他从没想过自己这个侄儿 有一天会走在自己前面 擦拭着嘴角的血 吴关海看着皇宫各处 一夕之间沧海桑田 或许是老天爷 也觉得锦国还不到时候吧 这才会让咱们十年不到两次被毁 胡说八道 锦国还好好的 吴天虎强忍悲愤 吴关海却是摇了摇头笑道 各地七人造反大军加起来 都快超过咱们这会儿的兵力了 不解决了 他们就无法重建 除此外 这朝堂中也有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所以趁着我还有时间 我要把咱们这新锦国 彻彻底底地清洗一遍 既然他们不想活 那就送他们一起下地狱吧 说着 吴关海看向那不知道何时 也已经白发苍苍的武王 忽然笑道 大伯 您老当初混迹江湖 就没在哪里播种 留下个什么私生子之类的 放你的狗臭屁 老子练的是童子功 吴天虎骂了一声 虎目中却满是悲怅 吴关海笑了一声 那看来咱们也要女子为敌了 大伯 你送雪晴去干国吧 吴天虎颤声道 就非要这样吗 咱们可以请干国出手 干国那边 麻烦不比咱们小 疫情搞得他们焦头烂额 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再加上还有个下国 他们要对付 再者 吴关海笑笑 虽然赵康和咱们感情好 可他这段时间 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 我也不想麻烦他了 不破不立 既然要乱 他就让他彻底乱起来 让所有该死的 都死在其中 一劳永逸 我会让高渊等人 护送你们一起去 赵康最后会帮助雪晴 再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景国 吴天虎闭上眼睛重重点头 看着自己的侄儿 终于是答应了 他理解对方 为何要这样做 说到底 就是后继无人 吴如龙这一脉 只剩下了吴雪晴这么个女婴 他吴天虎又没有子嗣 而现在吴关海也时日无多了 他一丝景国 连个继任的人都没有 这种情况之下 不少人都有了其他的心思 为了自己妻儿的安全 也为了景国将来的延续 吴关海只能这样做了 如此我就放心了 说着 吴关海又开了个玩笑 不过大伯呀 有句话 你得帮我带给国师 我女儿还小 他可不能养大之后 就给祸害了呀 那样 我会死不瞑目点 去你的 只一天的功夫 回到帝都的高渊 便带着士兵再度出发了 只是随性的队伍中 多了吴天虎 和几名奶妈 吴关海目送着他们远去 回头看着自己的妻子 有些无奈 后者但道 少废话了 嫁给你第一天起 我就说过 今后你在哪 我就在哪 你是皇帝 我就做你的皇后 你接下来要去打仗 我就给你肋骨踢刀 那也不能让孩子没了娘啊 吴关海叹气道 女子眼一红 对不起 瞎说 女孩也很好的 牵起女子的手握紧 吴关海和煦一笑 除了景国之外 娶了你我也就满足了 真的 景国皇后流泪笑着 同样也抓紧了自己丈夫的手 纵然漠视风雨将至 但只要身边人在侧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身在干国的赵康 还不知道景国将有一场大变动 身在帝都之中 但他这段时间 也根本没有去上朝 在出征准备做好之前 他放在心上的 也就只有一病的事情了 但在萧玄策害人的操作之下 滨州完全成了一座死狱 邻近的人 只能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 每天都在焚烧尸体 这也导致了 疫情传播速度降了下来 基本上其他地方 已经没有上报 发现感染的人 这情况应该是真的 因为萧玄策下了死命令 一旦又发现 染病知情不报的 发现帝官员一同连坐 株连九族 这条命令一出 哪里还有人胆敢欺瞒 说不定发现就自己先解决了 当然这也导致了民间 对于这位干国皇帝 生出了不少恶评 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 什么天雷集城 得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才能让一周大帝 所有城池都被炸了 因此民间也有了不少留言传出来 私底下都将这位干国帝王 说成了荼毒天下百姓的恶魔暴君 不过当事人听了 怕是都不会有什么反应 确认了各地都没有新的感染者 发现 赵康离开了针对疫情设立的防疫所 回到家中 赵富贵正趴在小桌子上 写着他布置的作业 没办法 现在各地小学都还在停课 而赵康一看到这小子 成天带着肖镇帮玩泥巴爬树抓虫子 他就浑身刺脑 很是难受 所以 直接给自己儿子弄了份作业 就连皇子肖镇帮也没落下 以至于现在小皇子 对于自己这个大姑父 从一开始的憧憬崇拜 到现在的深恶痛绝 他来了 也带走了我的所有快乐 看着小家伙一板一眼地写着 赵康很是欣慰 这孩子就一点好 聪明 完全不用自己去辅导什么 有人进门 小家伙抬起头 看了一眼甜甜地叫了一声 五娘 乖乖写作业啊 曹白露嘱咐了一句 这才来到了赵康身边 被后者揽入怀中 曹白露叹了口气 赵康轻声道 没有什么进展吗 除了曹家有先祖记载 以及留下的手杂之外 在周国并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我问了一些原本书院的管理者 但对此都是一无所知 之后便是云秀了 有了一点端倪 怎么说 赵康连忙问道 曹白露轻声道 张胜先生传回来的书信中提到过 云秀是上一任的书院院长 扶养长大的 被上一任院长当作孙女 但是这位老院长已经离世了 好在还有几名弟子在世 其中有一人就在帝都 是谁 赵康询问道 此人叫展公园 据说常年在烟湖撑传 听曹白露说着 赵康脑海中不由地浮现 曾经见过的一人 当下连忙起身 交代了小福贵一声 便带着曹白露出门 烟湖 赵康来过两次 一次和叶洪雪 一次遇上了公孙云秀 他这会儿才想起来 当时给公孙云秀撑船的那人 也是他第一次来烟湖的时候 给他撑船的船家 对方当时还说了句 放下贪望念 珍惜眼前人 看着停靠在岸边 独坐船头的船家 对方也看了过来 笑了一声 赵王爷 好久不见了 这是咱们第三次见面了吧 赵康恩了一声 船家感慨了一声 第一次 你是以干国国师的身份来的 第二次 就成了干国赵王 当时江啸天 唐浩他们几个老东西 想要在新皇帝的典礼上捣捣乱 让我家小姐给拦下了 算起来 小姐离开三四年了 赵王爷可知他去了哪 赵康沉默下来 片刻后才抬头 他死了 船家愣了愣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赵康 怎么死的 赵康没有隐瞒 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最后道 你是展公园 上一任书院院长的弟子 船家轻轻点头 赵康赶忙道 我想知道 关于云秀的一切 上船吧 展公园起身拿起了撑船杆 看了一眼被赵康 别在腰间的欲销 小船慢悠悠地行驶在湖面上 展公园也陷入回忆之中 应当是29年前吧 我的老师公孙父 带着我们一帮弟子游历天下 途经干国江州 在一处破屋中捡到的小姐 展公园比划了一下 这么大点的婴儿 身上啥也没有 就这么躺在破屋地上 好像是刚出生的 外边风雨飘摇 但她却不哭不闹 小姐那时候的眼神 让人记忆深刻 用我老师的话来说 当时还是婴儿的小姐 她的眼神并没有出声 那种无垢赤子的感觉 有的只是漠然 曹白露这时候急忙道 你确定是在江州捡到的 江州那个地方 展公园点头 确定 随后皱眉想了想 那地方叫什么鸳鸯错 鸳鸯错 曹白露失声惊叫 你想到什么了 赵康连忙询问 鸳鸯错是曹家祖地 因为曹监家血洗江湖的缘故 所以曹家在之后的两百多年 隐匿行踪到处躲藏 但族内卷宗 清楚地记载了祖地所在 赵康赶忙看向展公园 前辈 云秀从小有没有提过曹监家之类的 展公园想了想 摇了摇头 没有 这个我可以肯定 为何 展公园轻声道 因为小姐这个人从小就挺奇怪的